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鸡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幼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收听《魔灵》第一集 欢迎 喂 雅飞啊 什么事啊 没事啊 就是想你了 我亲爱的莉莉 哦 你那怎么那么吵啊 回在酒吧呢 哎 羡慕啊 生活潇洒 哼 别提了 对了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没睡啊 睡了怎么接你电话呀 哼 臭家 你在干嘛呢 嗯 敢报表呢 明天要交上去 忙工作忙到现在 你这是不要你的皮肤了呀 皮肤好能当饭吃吗 能当房租角吗 再说了 我哪有你那么好的命 家里能找到关系去离合 行了 行了啊 我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标准的工人接近 少再找给我说风凉话 他们呢 以为求爷爷告奶奶的把我弄进银行 逢人就说 我女儿现在端上了工家的铁饭碗 觉得我认识过得美着呢 哼 实际上也就是当个贵员 整天陪着笑脸 每个月还有一大堆的摊派任务 事多福利少 谁都能欺负你呀 感觉自己都快被揉成一个贵员了 日子不就是这么过的吗 我可不想就这么过啊 咱们才毕业多久啊 要是照这么个过分啊 以后再找个男人生个娃 这辈子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下去了 哎 你说说看 想女人的青春也就这么几年 我自己都觉得亏得火 哦 你和赵阳分手了 分了 算分了 毕业后没多久就分了 他家里让他回老家去 他还想把我给他回去 我跟他回去干嘛呀 要是能跟他回去当少奶奶也就算了 偏偏他家里是个农村的 我说雅飞难不成还得千里迢迢地陪他回老家 和他一起拼搏奋斗 给他生亡再做家务 派他供房子 其实 少阳那个人办还挺不错的 你要的话你自己去联系呗 反正你咱俩亲闺蜜 分什么拟味儿 没皮没脸的 我朋友来了 想不了了啊 下次有空出来拒绝 晚安 莉莉 早点睡 嗯 晚安 你也注意安全啊 这么晚了还在酒吧 哎呀 好了 好了 我挂了啊 喂 莉莉 在干嘛呢 在吃饭 这都几点了 夜宵还是晚饭啊 晚饭 又加班了 嗯 加不完的班呢 有个事儿 想拜托你一下 嗯 说呗 等两个小时之后 你打我电话试试 看我能不能接 如果我没接的话 你就 你就 你就报警吧 孙雅飞 你要干嘛 我在春夕路上的四季酒店 你记着啊 喂 孙雅飞 你到底要去干嘛 喂 孙雅飞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差点要报警了 你知道吗 没 没事了 莉莉 没事了 我没事了 你到底去干嘛了 孙雅飞 你哭什么 你怎么了 孙雅 糟了 我不甘心了 我不要脸 我是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为了钱 是被陌生的男人摔 我真是恬不知痴 孙雅飞 你 莉莉 我不服啊 凭什么人家能用好的穿好的 我就只能每天坐在柜台后面 一天到晚的手气 凭什么 弄到我前阵子给朋友打电话 就让开口就说 我不办ETC 我不比他们差 我真的不比他们差 我也想过那种人子 我也想过 雅飞 你冷静一下 莉莉 糟了 我到家了 我去洗澡 我要把自己洗干净 洗干净 你早点休息吧 很抱歉 我这个朋友 让你丢脸了 没有 不是的 雅飞 喂 莉莉 雅飞 我在 你还好吗 红帕楼的异香酒店 和上次一样 这 莉莉 我想清楚了 我已经不干净了 反正遭一次也是遭 两次也是遭 都已经遭了 也无所谓了 我觉得你不该继续下去了 雅飞 两个小时 给我打电话吧 等结束后 我去找你吃宵夜 雅飞 喂 雅飞 喂 莉莉 在干嘛呢 放假了吧 没有 假期加班 公司最近忙 过年还加班呢 你们老板可真没人性 看来资本家都一个鸟样 那么 你能请假吗 到不了不要那点过节加班费了 我请你去泰国里哦 嗯 不成呢 这个项目已经到关键的时候了 不方便请假 哎呀 项目项目 工作工作 项目就算成了 你又分不了几个钱的奖金 何必在那个公司里 继续傻乎乎的苦熬呢 你呢 辞职了 辞职 老年我干嘛辞职啊 你不知道那些男人约了我之后 看着我的工作证 再让我穿着在银行上班时的制服 眼睛都放红光的样子啊 老娘脑子进水了才辞职呢 有着工作菜 我一旦能比得上人家两三担当 做一旦就比你一个月的工资 加奖金高了 雅飞 难道你就打算 继续坐下去吗 先坐着吧 莉莉 说心灵话吧 我才是看透了 这社会啊 没啥可以 就是不能没钱 你没钱呢 这日子就过得不舒坦 你没钱别人就瞧不起你 可你就不想想以后吗 以后 想那么远干嘛 先活在当下呗 老师说 莉莉 你动心了没 在学校里时 你可比我漂亮 追你的男孩 可别追我多多了 我 别碰这个 莉莉 跟我是开玩笑的 这就是个空 跳进去后 就爬不出来了 你是个好女孩 我不能带坏你 真的 家做了两三次之后 我就知道 我爬不出来了 这来钱太快了 真的太快了 一单的钱 加小费什么的 比我辛苦上班 赚得多多了 我价值观崩溃了 你现在再让我回去 好好上班 赚得一点死工资 我是真的上不了 真的 回不去了 莉莉 我真心建议 你可以结束了 否则你会越来越 沉沦进去的 不过 我这个和婚所里 不一样 我这个贵的 能舍得约我的 都是不差钱的主 我每次都装作 很生涩的样子 告诉他们 我才刚出来做这个 因为爹妈身体不好 看病需要钱 男人嘛 就吃这一道 明明自己嘴里全是心 却还想着吃紧自己嘴里的 能干净一点 莉莉啊 已经有人说 想要包养我了 我还在考虑呢 包养 爹 钱给的不少 就是年纪有点大 也有家庭了 再看看吧 说实话吧 做这一行和相亲 没什么区别 而且相亲对象 条件比在婚介所 高得多啊 养飞 你还是收手吧 过回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这才是 行了 等我旅游回来再联系 我给你带点礼物 喂 莉莉 你看我朋友圈了吗 嗯 看见了 那个包 十多万呢 我一个客户送的 我托人找关系验证过了 是正品 不是水货 而且人也年轻 就比我大两岁 家里有钱是个富二代 挺单纯的 怎么 你对人家有兴趣了 我跟你说啊 这孩子有点内向 现在对我可迷恋着呢 这个月都约我六次了 我感觉啊 再勾兑几下 就能上手了 那 恭喜你了 是吧 我也觉得 这一行毕竟做不了太长久 也总有年纪大的那一天 就跟琵琶行李那样 我现在算是清楚了 为什么那帮女明星 一个个都拼了命地 想嫁进豪猛了 他们家很有钱的话 他的父母 我知道的 放心吧 我打算过阵子 他在找我的时候 我就在套子里戳几个洞 老娘现在已经把这傻小子 迷得神魂颠倒了 等老娘肚子在大殿 做个精彩鉴定去 绝对是她的种 到时候 她爹妈肯定就同意让我入门 再说了 她也不傻 也不可能把我以前干过什么 告诉她爹妈的 我还问过她 会不会嫌弃我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说每个人都不容易 会为了赚钱给自己爹妈看病 她很佩服我 也很尊重我 想永远和我在一起 笑死我了 那看来 她人确实不错 好了好了 先不和你说了 我现在要去做个头发 回聊啊 好 回聊 喂 莉莉 我跟你说个事啊 老有意思了 什么事啊 她说 她想让我给她生个孩子 哎呦我去 简直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弄得我昨晚白白浪费时间 拿针去跟套儿交进去了 看来人家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是啊 哎 我这心里啊 真是有点愧疚 这傻孩子被我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铁了心里要和我在一起 还说过阵子 要带我去见她爸妈 那恭喜你了 雅飞 啊 对了 她家好像是做外貌服饰的 你等着啊 莉莉 等我真的进了他们家 我也给你安排个工作 到时候啊 你就得喊我老板娘了 我就算了 倒是你雅飞 既然人家真心对你了 你也收收心吧 啊 想什么呢 我早就收心了 现在就有她一个 我可不会傻乎乎地 捡到了芝麻丢了西瓜 等过阵子 让她陪我去买辆车 以后啊 咱俩一起开车 去郊外农家乐三心 行啊 我等你 喂 莉莉 什么喜事啊 笑得这么开心 莉莉 你知道吗 她刚刚打电话 让我去建国路上的 那家KTV 还故意搞得神神秘秘的 真是打算 给你一个惊喜吧 哎呀 现在的小男生啊 就是道痕太浅了 还故意瞒着老娘 我觉得呀 应该是要跟我求婚了 因为昨天晚上在一起时 我看见她钱包里 有蛋糕和鲜花的票据了 那恭喜你了 真的要有主了 我这已经到KTV了 啊 你好 请问 帝王包 应该往哪儿走 那边是吧 好的 谢谢你啊 小哥 吵死了 真是的 九哥为什么要选KTV啊 哎 你这是在炫耀了对吧 别忘了我可还单着身呢 行了行了 莉莉别担心 我认识她几个哥们儿 是富二代的圈子 等过一阵子 我也给你介绍一个 你条件又不差的 啊 终于找到了 不行 会得装一下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装出被惊喜到的模样 哎呀 和小男孩谈恋爱 生得跟当他妈一样 啥都要为他考虑 来了来了 哇 欢迎欢迎 黑样子 人还挺多的呢 还是把所有朋友都请来见证吧 雅菲 祝福你 欢迎加入我们 欢迎加入 艾滋俱乐部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二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若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二集 结束 上 长衣上 一名身穿着老旧皮夹克的男子将手中的漫画盒上放在了身侧 漫画封面是两个正在打电话的女人 一个穿着正装 一个则是略见风尘气息 封面边角的位置泛着血色的雪花飘洒 呈现出了一种类似于葬礼的压抑 贾克男掏出一根烟咬在嘴里 顶上 吐出一口烟圈后 又抿了抿嘴唇 目光里带着些许追忆 一辆兰博基尼朝这边驶来 在即将经过长椅时踩下了刹车 稳稳地停住 从车上走下了一个身穿着酒红色西服的男子 男子下车后和贾克男对视了一眼 应该是认识的 却谁也没有急着打招 西服男从兜里掏出了电子烟 一边给加热棒里塞烟袋 一边在周围随意地目光勋循 最终落在了长椅上的那本漫画上 是头儿的星座 嗯 贾克男点点头 他的头发油压压的 哪怕是这冬日的寒风 都无法撼动其刘海丝毫 味道怎么样 棒了 西服男闻眼 眼睛眯了眯 伸手主动将那本漫画拿起来开始翻阅 画工 构图 设计上都无可挑剔 是头儿的水平 尤其是最后一幅画 是左右两面合在一起的大图 可以说无论是在剧情上还是在画风转变上 都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冲击 最开始的伤痕文学叙述风 和都市霓虹的画风 在最后形成了双重的反转 好故事也是好漫画 但西服男还是点点头同意的 啊 确实太淡了 头儿的作品他们是知道的 他喜欢追求那种极致的撕裂感 无论是剧情上还是从画面渲染上 都能够给人以极大的压迫 让人看的时候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而这部漫画相较于头儿以前的作品 就像是做惯了硬菜的大厨 忽然就炒出了一盘西兰花 佐料仅仅是撒上了些许的盐板 你们来得可真早 八路对面 一男一女正结伴走来 他们是一对姐弟 弟弟穿着黑色的羽绒服 戴着帽子和围巾 走路时缩脖子缩脚有些哆嗦 显然对室外的寒冷很不适应 姐姐则是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天蓝色的牛仔裤 不是瓜子有点圆润 但面容也是精致得很 给人一种很清纯的感觉 四遥四遇 你们来了 西服男很开心地打着招呼 尤其是在面对女孩时 更显得热情 邓哥 快擦擦你的口水 每个弟弟对任何一个企图 想当自己姐夫的男人 都会带着一种天然的敌意 秦思雨也不例外 但每个预备役姐夫 往往都会对自己的小舅子 带着一种极大的包容 当然了 一旦过了预备役之后 就开始提防自己的小舅子 以防止自己的妻子成为伏地魔 思雨啊 你怎么出来了 今儿天凉 小心别感冒了 须寒问暖 态度诚恳 秦思雨走到长椅边 没再打理登科 而是看向了贾克男 脸上露出了微笑 强哥 你还是单身吗 贾克男叫许强 年纪是当初这个圈子里最大的 那时候大家普遍 还是大学生 或者刚毕业的年纪 但许强已经是叔叔辈了 却一直单身着 所以 他的这方面 一直是大家调侃打趣的目标 举强摇摇头 伸手抓了抓油腻到 可以发光的头发回应了 还走 秦思雨则是从邓哥手中 接过了漫画 邓哥在一旁有些殷勤地介绍道 这是头儿的新作 看样子是几个月前画的 秦思雨开始翻阅这部漫画 漫画很薄 故事也不长 如果不去细细品味画风的话 能看得很快 翻到最后一页之后 秦思雨将漫画放下 抿了抿嘴唇 怎么了 头儿的漫画怎么了 秦思雨从姐姐手里拿过了漫画 翻了一会儿之后 有些压抑道 头儿怎么会画这种作品出来 可能 头儿是缺钱了吧 如果不缺钱 依照头儿的性格 是不会画这种轻口味的漫画的 哎呀 头儿也是的 缺钱用 为什么不找我呀 邓哥在旁边说道 秦思雨美好气地瞪了一眼邓哥 知道你最近两年 搞出了几部大红的动漫大电影 赚了很多钱 但你说你在这里秀有什么意思 秀什么秀啊 头儿缺钱的话 我会不给吗 当初要不是有头儿接近我 我早就回老家蹲着了 头儿哪怕再缺钱 也不会开口像我们要的 当即 邓哥和秦思雨也安静下来 是的 头儿毕竟是头儿 不管日子过得再怎样艰难 他都不会向自己等人 开口伸手的 这时一辆机车开了过来 在众人身边停下 驾驶机车的是一个女神 紧身的机车服 将其完美的身材 凸显得淋漓尽致 女人掀开了自己头盔的护目镜 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很平淡地说道 都来得挺早啊 阿秋 秋姐 邓哥等人很是意外 因为他们没想到过 眼前这位也会在星铁来到这里 头儿给我发了信息 阿秋将头盔摘下 挂在了把手上下了车 将手机掏出来念叨 来动 三单元701 门锁密码 110120 众人聚集的位置 正对着富华小区的大门 随着手机里的提示 很快就找到了那处屋子 头儿是打算办聚会吗 邓哥一边准备输入门锁密码 一边说道 工作室解散已经有三年了 解散后大家基本也都没有再聚过 邓哥进了一家动漫公司 靠着自己的实力和创意 很快成了该公司的管理层 其亲自把关监制的两部动漫电影成了这两年的知名爆款 无论是收入和身份地位都不可同日而语 秦思雨的身体不好 工作室解散之后 基本就拆在家里 也没有出去工作 至于秦思瑶 则是在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师 许强则是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 996享受着福望 至于阿秋 离开工作时候 去山区当了两年志愿者 年初时才回来 唉 或许 或许吧 很久没见过头了 还真挺想她的 雨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三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约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三集 结束 中 猴儿的名字叫正凡 年纪比许强小一些 但因为是他牵头组建的工作室 所以是工作室里当之无愧的老大 在工作室运营的五年时间里 他付出了最多的心血 哪怕最后工作室解散了 众人也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纷纷离开了 他也依然一个人守着工作室 每隔一段时间 头都会给他们的邮箱里 发电子版的漫画 哪怕这些漫画七本 都不可能出版和发行 邓哥输入了密码 门锁解除 门被离开 门后面是客厅 但客厅的墙壁 则是被暗色系的墙纸覆盖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抑感 再加上窗帘的紧闭 所以哪怕是白铁 屋子里也依旧是黑曲曲的衣片 这里是头儿的家吧 邓哥伸手摸到了门口墙壁上的开关 打开了灯 灯并不是很亮 在上头分为三盏 都只能发出淡淡的熏黄色的光线 但也足以将屋子里照满了 墙壁上挂着的是 秦思雨从邓哥身边起过去 走到了墙壁面前 这上面挂着一幅画 画有近两米长 一米宽 像是照片一样被相框罩着 画中是一个朱如 朱如的面容有些畸形 双腿和双脚都呈现出了一种不成比例的粗壮 在朱如的背上 还有一把和其爱小身材极不相符的铁剑 铁剑自然不可能是竖直着的 因为朱如的身高还没铁剑长 所以铁剑是横着挂在背上 显得很是滑稽 这是徐三 在看到这幅画时 秦思雨的双手开始了颤抖 因为这幅画中的人物来自于她的创意 这是她的一部长篇漫画中的主角 秦思雨个头不高 这一直是她的一个自卑点 所以她的主角是一个朱如 一个邪恶的侏儒 这个侏儒有着一个癖好 喜欢将嘲讽自己身高的人当作自己的猎物 且对这些猎物进行赛整理 嫌高就拒掉一截 嫌爱就拉长 这个癖好脱胎于西方的神话故事 但也诠释着一种人性的共同 徐三角吗 邓哥走到秦思雨身后发出了一声调侃 朱如的名字叫薛三 但有一个绰号叫薛三角 是当初的漫画读者对齐的戏车 因为朱如的双脚很短 但夸张的那活儿却比例正常 而秦思雨又是一个很讲究细节的人 所以每当漫画中的薛三蹲下来时 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三个脚 这是头画的吧 应该是吧 可惜了 思雨的这部作品当时销量太差了 毕竟这主角很难让读者有代入感啊 当初工作室还在时 头儿曾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塑造一个角色来 然后在大家一起帮忙将其漫画做出 朱如薛三就是秦思雨的漫画 只不过市场反差是最差的 毕竟很少有人能够将自己 带入到一个丑陋的朱如角色中去 都好几年过去了 还提这个 有意思吗 秦思雨有些不满邓哥说话的语气 其实人的脾气和性格 确实会因为其所在社会的层次而发生变化的 尤其是现在的邓哥 无疑是一个成功人士 哪怕他不是故意的 但再见到昔日的落魄好友时 有些东西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哎不不不 这就叫市场把扣 当初我们的工作室就是因为把太多的精力分散出去 没能注重于王牌作品 这才导致 邓哥马上闭嘴 秦思雨对邓哥的话语充耳不吻 只是默默地盯着面前墙壁上的这张朱如画像 邓哥撇撇嘴转身 看向了另一侧 当即有些惊喜道 哎 四遥 快来看 这是你的疯子鸟 这也是一幅人物画像 画像中 一个疯姿绰绰的女人依靠在门板上 粉面寒春 一身与和服很相似的装束 恰到好处地露出了一部分的肌肤 足以让大部分男性心愿意骂 秦思遥走到画像前 看着画中的风四娘有些出神 风四娘是她的漫画作品 这是一个非人非鬼的角色 因为她没有在漫画里交代过风四娘的背景由来 所以当初的读者也只是猜测 风四娘可能遭遇过胆情的背叛 或者家庭出现了什么变故 因为漫画故事里的风四娘 是一个做事很不守规矩的女人 她开着一家妓院 不同的系列里 她就是在不同的城市 或者是不同的年代 开着自己的妓院 风四娘喜欢奢华 也喜欢折磨人 她奉行着一种另类的处事规则 当初这部漫画的销量还行 因为漫画里有不少香艳的画面 细腻 圆润 且充满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 丝毫不逊于那些国外的此道大师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这类的画面而来 但要知道 秦思瑶是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加入的工作室 那时的她还没有谈过恋爱 甚至邓哥可以确定 他那时还是处 但偏偏他笔下的画面 却又是那么的老司机 邓哥一度认为 自己之所以当初没能追到秦思瑶 不是因为自己太差劲 而是因为任何活生生的男人 都PK不过秦思瑶笔下的二次元 这是我的反例 许强走到一幅画前停下了脚步 他有些激动地伸手又抓了抓 自己油腻腻的头发 带下来不少头皮鞋 在其面前的画中 是一个背着木柴的乔夫 乔夫很精壮 看起来也很憨厚 他是一个乔夫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乔夫 他杀人的频率和他砍柴的频率一样 他不是单纯地以杀人为乐 而是机械的习惯性地去杀人 这部漫画的销量 和当初秦思瑶的薛三一样 属于工作室内垫底的角色 算是铺接货了 原因很简单 当代漫画是一个分工很细致的产业链 画工 脚本 剧情设计人物塑造等等 都精通的这种权材还是太少 比如秦思瑶和许强 他们的优势更多的还是在于实际操作上 许强的这部 以砍柴图夫为主角的漫画 其剧情也和他这个人一样 显得有些太过朴实 朴实的读着完全看不懂 没理由偷给你们画了 却不给我画呀 找到了 阿明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林第四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林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居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热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林第四集 结束 邓哥手指着画卷上画着的一个身材略显消瘦的男子 男子的嘴角有獠牙若隐若现 整个人呈现出了一种病态的苍白 他叫阿明 他是一个吸血鬼 是邓哥设计出来的角色 可以说 邓哥现在的成功 早在当初还在工作室时 就显露出了征兆 他的这部以吸血鬼为主题的漫画 在当时工作室的销量上排行第二 仅次于头儿的魔环 东方人面孔的吸血鬼 再加上冰冷肆意的性格 搭配上高节奏的血腥刺激故事 市场反应很不错 能够让观众喜欢的角色 加上能够引爆观众热血的故事 才是把握住市场的关键 也正是因为亲信这个准则 邓哥才能在这几年里 事业上大红大紫 漫画里 阿明的性格也是那种绝对的癫狂 无论面对任何对手 都是直接新桌子就上去干 同时 阿明又是孤独的 他不认为自己是吸血鬼 同时也确实不是人类了 他没有什么朋友 每一次疯狂之后 剩下的是能够让人心疼的清冷 也因此 这个角色有很多的女粉丝 阿秋默默地从众人身后走过 他似乎有些畏惧 却又有些期待 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他看见了一幅画 画中是一个面色略微发青的男子 男子蹲在地上 在其旁边是一片尸海狼藉 他叫梁成 他是一头僵尸 他嗜血如命 他残忍绝情 他从上古一时活到了现代 石巾带给他的 是一种和世界越来越剧烈的疏离感 而他的名字和他的作者一样 梁成 秦司药这时已经将注意力 从封四娘身上转移了过来 在看见阿秋和其面前的话后 他不由地也沉默了 工作室当初有七个人 分别是 头儿 自己和弟弟思雨 邓哥 许强 阿秋 还有梁成 梁成和阿秋 曾是一对情侣 他们进入工作室时 就已经在一起了 不过在三年多前 梁成死于一场车祸 工作室的解散 可以说是起源于梁成的死 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梁成的死 让阿秋对很多事情都心灰意烂了 但一个欺人的工作室 离开了两个人 并非不能继续运营下去 主要原因是因为 工作室一直主打的是 恐怖血腥的漫画风格 本就比较小众 且加上政策上的限制和严打 让工作室的生存 开始越发的艰难 等到工作室人气最高 修量最好的魔玩系列 和吸血鬼阿明系列 都被封杀之后 工作室一下子陷入到了一种 前途迷茫的窘境 邓哥在当时曾强烈建议过 工作室应该迎合市场 画一些比较正能量 至少不是那么血腥恐怖的题材 这样一来 生存环境会更好一些 同时更大的受众 也能带来更高的收入 但当时的头 却直接否决了这个建议 头说 大家当初因为喜欢 恐怖血腥的题材 才聚集在一起的 他不想玷污了大家的出心 也因此工作室的运营 彻底陷入了瘫痪 监视邓哥退出 进入了一家动漫公司 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新启航 接下来是秦家姐弟 秦家的家庭条件一般 父母都是工人 秦思雨的身体不好 每年的疗养费都是一个难题 所以秦思瑶不得不选择退出 重新选择了行当 最后走的是许强 在其他人都离开了之后 他默默地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被投下了一碗小面后 去了一家游戏公司 当年因为兴趣爱好 相投而聚集在一起 并肩走过了五年风风雨雨 最终却抵不过现实的 没有不散之宴席的定义 在江市梁城的身边 靠得很近的地方 还有一幅画 这是阿秋的漫画主角 却不是一个女性角色 而是一个眼眶空洞的男性 他叫北 是一个瞎子 擅长弹钢琴 杀人时喜欢双手放在身前 一边与空气中弹奏着钢琴 旋律 以便让自己的猎物被虐杀致死 这部漫画的主笔是阿秋自己 画风上十分写实 但是在剧情上很不弱 在不少系列里 往往一开始被救在杀人 似乎整部漫画 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 这让当初喜欢恐怖主题的读者 也有些受不了了 毕竟大家还是需要一些剧情调剂的 不过似乎是因为女性视角的独特性 导致北这个角色也吸引了不少的铁杆粉丝 所以使得其销量还是在诸如薛三和阿丽的上面一点 《瞎子北》这部作品 其主角的特性估计还是和阿秋的家庭背景有关 他的父亲当初就是因公殉职 死在一个罪犯的手上 客厅的两侧墙壁分别挂着三幅画 而对门的墙壁上则单独挂着一幅 众人在看完了自己的漫画主角之后 很默契地聚集到这幅画面前 画中是一个婴儿 一身力气胸眼滔滔 这是头儿的漫画 叫《魔环》 以一个婴儿作为角色 无论是在剧情上还是在画面上 都近乎是无可挑剔 可以说以纯粹的恐怖扭曲的本质 吸引了当初的一大批受众 连邓哥的吸血鬼阿明 在热度上都被魔环压在了下面 魔环和头儿一样倔啊 他认为自己是优秀的 同时他也认为 头儿是一个比自己更优秀的人 只可惜头儿很倔强 和其笔下的角色一样 明明稍微改变一下 明明稍微适应一下 就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但头儿却偏偏投铁地继续执拗着 说埋怨还真没有 毕竟大家都可以说有背离了出租 但唯有头儿却一直坚守着本心 大家心里更多的 还是对头儿的佩服吧 头人呢 客厅里的这七幅画是头儿画的这毋庸置疑 那邀请众人在三年后再聚首的头呢 许将推开了一侧卧室的门 发现里面亮着灯 卧室的床上没有床单 上头整齐地堆叠着所有人的作品系列 有些是出版了的 有些则没有办法出版 而是自己印刷出来的 可以算得上是非法出版物呢 这上面是工作室存在的那五年里的记忆堆积 例如吸血鬼阿明 看柴人 朱如薛三等等这些 在工作室解散之后 众人都会每隔一段时间 在邮箱里收到头发来的电子稿 势头还在默默地继续为大家续画这后面的故事 语之后是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五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五集 在床下也有很厚的一叠漫画 众人走过去 将下面的漫画捡起来 发现基本上都是和那部 《两个女人打电话》为主题的漫画风格类似的作品 头一直在坚持着工作室的初衷 但头应该是缺钱了 所以画了不少可以变现的作品赚钱 在见到这些作品之后 邓哥的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他有些不满 原本他认为头一直是坚守着原则 不忘初心 哪怕赚不到什么钱 也无法出名 也在所不惜 但既然头已经在画这些作品赚钱了 证明头已经想开了 既然如此 头为什么不来找自己 难不成是因为不好意思吗 邓哥觉得 如果头是这样想的话 那真的是玷污了那五年多来大家的情意 就在这时 邓哥的手机响了 标注为 头的微信账号发来了一则视频 是头的消息 邓哥点了点头 同时将手机举起 其余人都站到了邓哥的身后 大家都很关心 头现在过得如何 且也很好奇 头把大家聚集到这里来 是要做什么 视频画面中 一开始只有一把椅子 镜头则是有些晃动 应该是头在调整 手机摄像头的角度 很快 一个背影 从镜头中出现 正在向椅子走去 这个人 穿着暗红色的卫衣 步履很慢 似乎走得很吃力 等到视频中的人走到椅子跟前 转过身 面对摄像头时 邓哥以及邓哥身后的众人脸上 都露出了惊鹤之色 好久不见了 大家 视频中的人 确实是头 这做不得假 但让众人不敢置信的是 此时坐在椅子上的头 他的脸已经受到凹陷了下去 露出袖口的手臂 也只剩下了皮包骨头 且还在极为清晰地抽搐着 啊 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三年前 大家散伙时 头看起来也仅仅是因为 长时间的浮案创作 而显得有些压健康罢了 这对于现代人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但此时头儿的模样 却已然是一具骨架的吉士感 这是病吧 因为纯彻的关系 才最值得回忆 无论现在大家成就高低 混得好坏 谁也无法去抹杀 在那五年的时光里 大家一起相投的情谊 邓哥 你还怪我吗 正凡的声音已经很沙哑了 说话时艰难得如同是在推动着两具生锈的齿轮在摩擦 对不起 正凡的声音很是虚弱 邓哥 邓哥咬了咬牙 邓哥 所以 所以 大家 请原谅 请原谅和的自私 正凡似乎是打算站起身 给大家鞠躬致歉 但刚站起来 却又像是力有不代又坐了回去 最后只能坐在椅子上低下了头 五年前 我就检查出了 得了一种罕见的绝症 全球 可能也就只有一百多个人患有这个病 在医学上无解 所以 在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了 说到这里 正凡自嘲似的笑了起来 转而引起了自己的咳嗽 似乎每颗一次都宛若要被过气了一样 我觉了 为了赚钱 画了一些不是我风格的漫画 其实 感觉还不错 那些漫画 我也挺喜欢的 不过 的确不是我最忠情的风格和类型 当我当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 正在不断地恶化 且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最终 会瘫痪在病床上 勾言残喘的结局时 我决定 去荷兰 接受安乐死 这些漫画 是我为了凑到去荷兰 进行安乐死的款项而化的 当你们看到这次视频时 我应该已经在荷兰了吧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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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 你的身体素质 真的太弱了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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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没有忘 邓哥 你的电影 我都看了 做得很不错 画面很好 真的很好 可惜了 我们当初的那些作品 估计是没有机会漫改了 也不可能上鹰幕了 阿久 良诚的事 你也该学会放下了 对了阿久 在桌子的抽屉里 有我留下的遗书 遗产证明也做过工程了 我不省多少钱了 就省这间房子 我知道 在梁城走后 你一直在做慈善 帮我把这房子买了 买的钱 也做做慈善吧 花了这么多年的恶魔 连到头了 总得留下点什么 所以 我一直没有选择 把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 卖了筹钱去荷兰 我的身体 真的已经不行了 说些类话 我不想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路 是躺在病床上渡过的 所以 今天 是我选择拿来告别的一天 真的很高兴 很高兴 能够见到大家 很高兴在那五年里 有大家的陪伴 很高兴能和大家 一起创造出那么多精彩的故事 和角色 我 很想你们的 祝愿你们事业有成 身体健康 一间病房内 郑凡坐在床边 其目光 在窗大周围摆放者的七本漫画作品上 缓缓扫过 魔环 砍柴人 吸血鬼阿明 瞎子背 风似娘 朱乳薛三 僵尸的血 当一个人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 往往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回首 就像是垂木老人 躺在靠椅上 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眯着眼睛 还是吧 郑凡对站在自己面前的一名医生 和两名护士说道 紧接着 他自己也躺到了床上 那张 四周被漫画所包围的病床 郑先生 确认不需要牧师在场吗 出于职业素养 这名医生大胃 还是又询问了一遍 同时补充道 他可以让您的灵魂在天堂得到安息 大卫 我先奉的是魔鬼 我也不会去天堂 大卫耸了耸肩膀 点点头 示意自己的助手上前开始 正反缓缓地闭上了眼 感知着自己手臂位置 有一根冰凉的针探 四说了进来 要结束了吗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六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约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六集 重生 我 死了吗 正反认为 自己应该已经死了 然而 湿润 温暖 久违的暖意 在自己身上慢慢地游走 一开始 这种感觉 仅仅是淡淡地 轻微地 很难以捕捉 但渐渐地 感官上的刺激 开始越来越清晰 这是 死去的感觉吗 似乎 也不是那么地 让人难以接受 甚至 还有一点舒服 神经的输入 像是一条干涸的水渠 被重新引入了活水 从滋润 均烈的土地 再到湿润 最后 再到蓄水 这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伴随着这一切的开始 正反对外界的感知 开始越来越敏感 它能感受到 自己的双手 自己的双脚 以及自己胸口位置 滴落下来的温热液体 一股怪异的念头 开始自其意识中浮现 正反开始怀疑 自己 真的死了 没人知道 人死后 是怎样的局面 哪怕当初工作室的小伙伴们 虽然创作过 很多关于鬼怪的恐怖故事 但毕竟只是一想罢了 说到底 死去的人 没办法像小学生一样 写一份几百字的心得体会 再传回来了 正反开始尝试着做点什么 最先做的是睁开眼 这时的他 有种在鱼躬移山的感觉 一边是身体各个部分的感知 正在快速地恢复着 一方面 则是无论自己如何努力 都无法睁开 就像是陷入了一种 鬼压床的状态 想反抗 却只能剩下徒劳的挣扎 想动传来 随即是一波热浪消灭 在这一股刺激之下 正反终于睁开了眼 视线一开始是模糊的 能够感知到些许的光亮 却无法成像 紧接着一片阴影袭来 开始不断地擦拭自己的脸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视线一次次地阻断开 如同是刚醒的人 拿着热毛巾写了一把脸 确实是能够获得一段时间的神经气爽 正反的视线开始越来越清晰了 首先 他看见的是一张脸 一张年纪大概在十四五岁的少女的脸 少女身上穿着一件朴素的长裙 一只手提着同志脸盆 另一只手拿着一条毛巾 正一脸忐忑地看着自己 所以说 自己刚刚是被这少女失手 一下一盆热水颇响的 而自己心情感受到的温热舒适感 是她在给自己擦拭身子 少女很惊恐 因为自己的疏忽 将一盆热水泼在了贵人身上 而这个贵人是妈妈千叮万主 要她好好照顾的 这半年来 她的工作一直是伺候她 哪怕她一直昏迷着 没有苏醒 但她没敢有丝毫的懈怠 最明显的证据 就是这个男人卧床半年了 身上连褥窗都没有一个 真正照顾过卧床病人的人才清楚 病人身上没有褥窗 得意味着多大的付出 但少女却一点怨言都没有 而且还对这份差事很是感激 换句话来说 这个男人就是她的命 要是自己出了什么差错 依照妈妈的性子 很可能直接把她一脚 踹到钩篮里的红杖子里去 去接待那些身上臭烘烘的客人 妈妈的脾气可不好 而且是非常的不好 要是让妈妈知道自己的失误 发现床上的失落 自己 少女的失神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因为她忽然地发现 这个男人的眼睛竟然睁开了 少女眨了眨眼 正反眨眨了眨眼 四五秒的沉默 少女发出了一声尖叫 这叫声让刚刚苏醒的正反脑壳一阵抽搐 近乎要被再叫哼过去 这个少女不去练女高音 真的是可惜了 妈妈 她醒了 她醒了 少女转身 一边高声呼喊 一边向房间外跑去 房间里终于安静了 只剩下正反一个人 正反尝试着催动自己的手脚 一开始还有些麻痹感 但很快就找到了支撑点 有些艰难地从床上爬起 双手撑着床踏下了床 双腿有些软 好在时间有准备 保持住了平衡 才没有直接摔倒在地上 就这样喘了一会儿粗气 正反才重新释放了自己的双手 让自己完全地站在了地上 只是背有些弯曲 重心略微下蹲 还在有些小心地维系着稳定 整个过程有点像是新生婴儿 重新学习走路一样 这身子似乎有点过度虚弱了 已经是虚汗淋漓 到了这会儿 正反才有心思打量起这个房间 木质结构有些陈酒 房间里的陈设也很复古 角落里有一个梳妆台 上面有一面铜镜 我这是 根据自己现在锁处房间的布置 如果排除那种自己现在被送到了横店附属医院的荒诞可能的话 自己这是 穿越了 作为一名创作者 正反对穿越这个词自然不会陌生 只不过是真的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罢了 有些亮强地移步到了梳妆台前 目光看向那面铜镜 几乎没有人没听说过铜镜 但切切实实地亲眼见过和用过的应该不多 毕竟早就是淘汰多少年的东西了 但当正反站在镜子面前时 也被铜镜的效果稍稍惊讶到了 虽然肯定比不过后世的玻璃镜子 但比自己想象中的效果又好多了 正反一面看着镜子 一面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镜子里的是自己的脸 嗯 看来不是浑船 而且镜子里的这张脸和自己死时有着一些区别 自己在安乐死前 因为疾病的折磨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了 但现在似乎脸上多出了一些肉 虽然依旧有些瘦削和苍白 但已经属于正常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低下头 正反这才注意到 自己身上竟然光溜溜的 不光是没有上衣 连下面也都是空荡荡的 只不过先前醒来时 真的一时没注意到这个 人一旦身上没有穿衣服 就容易没有安全感 尤其是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 这种不憨会更加强烈 现在想来 那个少女就是在给光着身子的自己擦着身子 正反不知道的是 这半年来 那个少女几乎每天都会帮她擦拭身子和进行按摩 只不过做这些服务时 她还昏迷着 享受不到罢了 唯一享受到的 还是少女失手将一盆水泼自己脸上 梳妆台右侧 梳妆台右侧有一张椅子 椅子上放着一套衣服 这套衣服很熟悉 是一套贵衣 主色调是黑色的 其中夹杂着吸血暗红 同时在椅子下面还有一双靴子 这是正反自杀时身上所穿的衣服 她喜欢这种款式的衣服 曾经自己设计定做过好多套 因为她觉得 卫衣能够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尤其是当自己把卫衣的帽子放下来 遮盖住自己大半张脸时 可以给予自己所需要的安宁 有些艰难地将衣服和靴子穿上 正反已经累得 只能坐在椅子上 靠着梳妆台不停地喘气了 刚苏醒来的身子 确实太虚弱了 但不管怎样 比自杀时自己那具病曲 已经好了太多太多 最起码这具身体 在静养调理一段时间 应该能复原不少 就在这时 正反忽然察觉到 门口出现了一道人影 还在喘息的她 马上抬头看过去 一时间 正反整个人如遭点击 欲知后事如何 会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七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若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七集 主播 雅居 身段上的恰到好处的风雨 当然 这个妇人再怎么好看 再怎么体格风骚 都不是重点 也不足以让正反惊讶成这样 让正反真正的震惊的一点在于 她认识这个女人 而且她曾经亲手画过这个女人 风 风四娘 正反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难不成人一旦死了 就会进入一场无休止的梦境之中 那这样子看来 似乎死亡也不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反而是一种追求自由的解脱 妇人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正反 嘴巴微张 眼眸里竟然有晶莹闪烁 一时间红尘轻起誓在笑 泪水滴落誓在哭 已经是失态到了极点 到最后 夫人干脆双手放于小腹前 双膝弯曲 气声道 主上 您终于醒了 如果不是此时正坐在椅子上 正反认为自己会直接摔倒在地上 这是风四娘 货真价实的风四娘 那么 自己现在又在哪里 主上 您醒了 您终于醒了 妇家等了您半年了 漂亮的女人哭的时候也很美 一如真正的帅哥剃了平头也一样帅 风四娘虽然早不是什么小姑娘了 但她的风情万种 却是那些小姑娘根本学不来的 她是秦思瑶笔下的人物 在创作这个人物时 秦思瑶才刚进入大学 似乎年轻的女孩总想着急于褪去青涩 她们学会了化妆 学会打扮 好让自己快速地成熟起来 而真正上了年纪的女人 往往又会不惜一切地 让自己看起来尽量年轻 秦思瑶在设计和画出风四娘这个角色时 应该是带有一种 她视角上对一个成熟女性 一个欲解的幻想 且因为站在女孩的角度上 反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主上 刚才原丫头过来告诉奴家 奴家还不信呢 奴家是真的不敢相信 不不不 奴家 奴家是怕这丫头骗子在骗奴家 让奴家在空欢喜一场 风四娘直接走到了正凡面前 将正凡拥入怀中 是的 不是身为男性的正凡 将风四娘拥入怀中 她是属于被拥入的一方 不过也是 以正凡的身体 现在的虚弱 也不可能真的支撑起 一个成熟女人的重量 毕竟 风四娘还挺高的 并不属于娇小类型 合着裙上 感知着柔转 以及那丝丝不断 侵入鼻腔的肉腥 这似乎是一件 很让人享受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雄性生物来说 但正凡心里 现在有着太多太多的疑惑 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 且刚苏醒虚薄的身子 只能算是粘把淋湿的柴火 想点燃也难 最重要的是 风四娘是一个很喜怒无常的人 她很擅长将那些男人 一个个迷得神魂颠倒 然后用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去折磨他们 手段之残忍 让人头皮发麻 这种女人 你想对她享受菲菲 难度太大 正凡记得 当初风四娘漫画连载时 邓哥还调侃过秦思瑶 说秦思瑶 这是有被迫害妄想症 明明还没谈过恋爱了 却已经在脑子里 意想出了无数种 折磨自己以后 出轨老公的风法了 风四娘在度过 一开始的激动之后 似乎觉得这样子把正凡摟入自己的怀里有些不妥 所以马上后退两步 再度驱身 行礼下去 主上 四娘刚刚失态了 请主上恕罪 主上 这是风四娘一直对自己的称呼 难不成 这时她在和自己玩角色扮演 等玩开心之后 再把自己慢慢泡了 不是正凡怂 也不能怪她想太多 实在是思瑶的这部漫画内容 实在是太过丰富 且正凡也曾帮思瑶补过不少后续剧情 对风四娘这个角色 自然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 主上 来 如果他们知道您醒过来了 肯定也会很开心的 风四娘温柔地将正凡摻扶起来 说是摻扶 但实际上和嫁起来差不多 他们 他们是谁 一头雾水的正凡 被风四娘嫁者出了房间 进入了一个小院子 院子里就一口井 一棵琵琶树 面积不大 应该是前厅后院的格局 前面的二层楼建筑是店面 后头小院子夹着一排平房是员工住的地方 和现代的一楼是店面 二楼是睡觉的房间一脉相承 在即将离开院子抵达前厅时 风四娘停下了脚步 架着正凡向这个小房间里看去 这个房间的门很闪 里面也有点关暗 借着不多的光亮 可以看见里面堆放着好几层的酒坛 里面应该是个酒窖 一名身穿着燕尾服的男子 正站在一潭开封的酒水面前 手里还拿着一个长干勺 像是在品酒 又或许是在检查酒水的品质 燕尾服很现代的装束了 之前那个帮自己擦拭身体的少女 明显是中国古代人的装束 但眼前这个人的装束 反差感也着实大了异性 这会儿正凡自然是不会来得及去思考 自己身上穿着的这套柜衣和靴子 也明显是现代的款式 与这里一样的格格孤入 阿明 主上醒了 主上真的醒了 风四娘激动地对里面的人喊道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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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木城 里面的燕尾服男子 手持着长杆酒勺 向门口这边走了几步 使得其面容终于倾斜了起来 这是一张很是苍白的面容 有点像是古代喜欢涂胭脂粉的公子哥 但比起那些公子哥们 眼前这个男子身上 更多出了一抹妖异的气息 他身上的燕尾服 也明显很是破旧的 一些地方 还有着明显的缝补痕迹 阿明 他真的是阿明 这张脸 这个人 正凡曾画过许多次 在工作室解散后的三年里 他一小部分时间是拿出来画一些可以变现的漫画 赚取自己去荷兰安乐死的资费 还有大部分的时间则是在帮自己的那些朋友们的太监作品续命 吸血鬼阿明居然也在这里 这一刻正凡似乎终于有些明白了风四娘先前说的他们 到底是怎么个含义 在这个世界里 不仅仅仅是他和风四娘 还有其他 其他的 漫画故事里的主角 那些 魔皇呢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林》第八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林》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居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月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林》第八集 七魔皇 不过一个穿着夜礼服的吸血鬼 拿着长干酒勺站在中国风的酒窖里 好像有点过于不和谐 他的身份好像更适合搭配红酒 摇晃的红酒杯 嘴唇像染着鲜血 阿明的目光落在了郑凡身上 像是在仔细地打量着他 这种打量不带谦卑 甚至还不是平等的关系 隐约间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俯瞰 至少依照郑凡的个人感觉来看 眼前这个吸血鬼阿明 他对自己的态度和风四娘有着极为巨大的区别 他看不起自己 阿明这个角色是邓哥塑造出来的 而邓哥这个人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 但工作室里的人都清楚 他心里可傲着呢 事实也证明邓哥确实有傲气的资本 工作室解散之后 两部由他负责领导制作的动画电影《大爆》 一时间成了资本方眼里的香波波 而阿明则是邓哥性格的继承者 且和邓哥不同的是 他因为是漫画角色的原因 比邓哥少了太多的约束 在吸血鬼阿明的漫画故事里 他面对任何的对手都不会服转 也不会认输 更不会去虚仪伪移 而是从一而终的选择正面掀桌子的方式 去和对方拼命 放肆 还不背接住上 风四娘的低喝声传来 阿明眼睛微微一眯 右手放在了自己的左胸位置 微微低下了头看开口道 参见主圣 风四娘似乎被阿明的敷衍态度 气得不行 又怕正凡生气 只能对正凡小声说道 主圣 您别理他 他就这种死人脾气 咱们去前面见见大伙 话音刚落 正凡就被风四娘又嫁起来 进了前厅 前厅面积就比较大了 有点歌舞厅 加五台班子混合体的吉士感 当然了 也依旧是富国风 这是 风四娘和正凡刚进来 就听到了一声惊呼 正凡扭头看去 看见一个身高快到两米的大汉 大汉赤膊着上身 背上背着一大款的木柴 左边腿 左边腰间还挂着一把破损的柴刀 砍柴人 梵力 许强的漫画角色 一个老实木讷的漫画角色 没有趣味的主角 喜欢砍柴 也喜欢砍人 最喜欢把人砍成人棍 拿在手里心上 梵力 参见主上 梵力的态度 比起先前的阿明要恭敬多了 也没放下背上的木柴 直接单膝跪了下来 很是诚恳 他的嗓门又大 像是窝音喇叭一样 这时 舞台上正对着一块巨石 悄悄打打的青年 忽然转过身 目光投射了过来 正凡感应到了他的目光 也看了过去 在这时 正凡的大脑忽然有些恍惚 仿佛 他看见了当年工作室的伙伴 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梁成 不 他不是梁成 他是梁成笔下的僵尸角色 只不过这个角色也叫梁成 同时 在设计这个角色时 梁成也将其画得 和自己模样很相似 这位僵尸梁成 单手撑在石块上 嘴角带着笑 看着这里 看着正凡 而在舞台的另一侧 一个打扮得跟小丑一样的侏儒 有些夸张地 发出了一声尖叫 直接在舞台上朝着正凡 跪幅了下来 带着哭腔 或者是带着唱腔一般的呼喊道 阿鲁 主上 您终于醒了 小三子 小三子 跟您请安了 薛三单膝跪了下来 三条腿 格外清晰 而这时 门狗走进来了一个瞎子 瞎子年纪不大 手里拿着一条竹竿 一边用竹竿在地面上戳戳戳 一边手抓着门框 跨过了门槛 笑呵呵地说道 这么热闹啊 提前开饭了吗 开饭了 现在是上午 距离用餐的时间 还有点早 但早也就早呗 为了特意庆祝主上苏醒 早一点开饭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吃饭的地方在后院 也就是正凡苏醒的房间隔壁 一张圆桌 坐着七个人 正守位置是正凡 在其左侧是封四娘 右侧则是那位瞎子 这个瞎子 是阿秋笔下的漫画角色 阿秋的父亲 是一名公职人员 因公牺牲 具体的情况 他没和大家说过 估计也就是 他的男友梁成知道一点 但阿秋在瞎子 这一部漫画里 所塑造的北这个角色 却带着一种 极为血腥的执法模式 私设公堂 惩罚犯人 丝毫不讲究人道 手段也是极为残忍 属于怎么发泄 怎么来 但北这个人 现实里 却给人一种 很平和 很开朗的感觉 笑呵呵的 没什么脾气的样子 座位的安排 自然也是有讲究的 封四娘和北坐在 正反两侧 至少能够让饭桌上的 氛围不会太强 吸血柜阿明 和僵尸梁成 自然是坐在对面 按照封四娘的想法 他们俩端着饭碗 蹲门口吃最好 甩着那冷冰冰的脸 给谁看呢 至于薛三 上不得台面 距离主上太近 怕影响主上食欲 樊丽则是太过于木讷 动不动就想找人 聊聊削人棍的心得 在没确定主上 是否拥有重口味抗性前 封四娘也不敢 让她太靠近主神 来 举杯 欢庆主上苏醒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封四娘带头 大家也都是起身 举起了酒杯 其余人也都跟上 干杯之后就是吃饭 正凡是饿了 到底是一个 有勇气自己 结束自己的人 在度过一开始的 惊恶和迷茫之后 眼下倒是挺有胃口 对付眼前的饭菜 饭桌上 樊丽拿着一个 特大号的饭碗 菜吃的不多 八饭那叫一个香 薛三拿着一个鸡腿 美滋滋地啃着 阿明则是专门 对付面前的 那一盆羊血光 梁成则是啃着羊骨 北吃得很慢 也很悠哉 是众人里 吃相最文雅的一个 借着这个机会 冯四娘开始给正凡 介绍这里的情况 首先 自然是大家的出现 那就是半年了 半年前的某一天 总共八个人 一起出现在了 一处荒漠边缘 这里面自然是有正凡的 但其余人都苏醒着 唯有正凡还是昏迷的状态 大家就扛着昏迷的正凡 慢慢摸索四周 后来选择了 这处荒漠边缘的小城 当作落脚点 雨之后是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魔林第九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林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居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若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林第九集 草台班子 此刻大家所在的地方 算是一个客栈 但这个客栈 兼具着不少娱乐小屋 有点像是 现代的娱乐会所 吃喝玩乐睡 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封四娘自然是 老本行生意 这些人里 其实也就只有 她有经营的头脑 在这处客栈里 封四娘手下 有十来个姑娘 专门用来接客 舞台是拿来表演节目的 薛三负责 扮相小丑 或者说说评书 讲讲故事 而梁城 则是表演一些杂技 胸口最大时 或者窝窿 底堂毛绳 阿明负责酿酒 他酿的酒 在这座小城里 很有名气 家子伟则是在客栈门口 摆了一个蒜花摊 能忽悠一个是一个 至于梵力 负责砍柴 和一干苦力的事 所以 这家客栈的生意 一直以来都还不错 在这个小城里 已经算是红火的了 接下来 封四娘开始数落了 她数落说 梵力虽然干活多 一个人能顶三个 但她一个人 能吃五个人的饭量 老实木讷的 梵力文言 抬起头 憨憨地笑了一下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但马上又继续 低下头扒饭 封四娘开始数落 虾字贝 早先开始 还能骗不少的肥羊 大家盘这个铺子 做生意的启动资金 就是靠虾字贝 忽悠来的 但最近几个月 她的客户 越来越少了 而她却不着急 整天准时出摊 也不招呼客人 也不想着 商业转型吸引客户 只是悠哉悠哉地 坐在门口晒太阳 然后在在饭点的时候 准时进来吃饭 瞎子贝文言 有些无奈地笑笑 说道 虎头城 也就这么一点地方 也就这么一点人 肥羊 也就那么两三只 我也没有办法呀 风四娘瞪了瞎子北一眼 其余人 她倒是没法数落 吸血鬼阿明酿的酒 销量一直很好 一些往来这里的车马队 有时也会特意来这里买酒 薛三的表演和说书也卖力 就是梁成 虽然不愿意 但你要让她去表演杂技 吸引客人 她也是照做了 至于自己 里里外外都是被她在操弄 而她手底下的那一批姑娘 更是汉老宝说的裁员啊 当然 风四娘也是不开心的 这大概是 在她的所有系列里 所开过的 最苛诚的一家妓院了 手底下的姑娘 娇嫩地没有 会琴琴书画的也没有 大部分年纪和她差不多大 有的她甚至得喊人家姐姐 没办法 虎头城靠近荒漠 苦寒之地 这里的人消费水平有限 很多都是往来的马队 特意过来谢个火 也不需要姚姐们 懂什么吹拉弹唱 能让自己哆嗦出来就行了 对于风四娘来说 这就相当于 让米其林大厨跑去路边摊做烧烤 职业幸福感简直低得令人发指 不过听到这里时 李京添下不少食物的正番 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有一件事让她极为疑惑 环视整个桌子 西邪鬼阿明 瞎子北 樊丽 薛三 梁成 再加上这风四娘 按理说 都应该是魔头一般的人物啊 怎么现在一个个的都窝在这个小城里 做起了普通人的营赏 这似乎和他们的人设以及画风 极为不符啊 所以正凡开口昏倒 这半年来 你们都是在这里赚钱生活吗 婚言 樊丽停止了扒饭 薛三咬住了鸡腿 阿明放下了筷子 梁成皱眉看着骨头 风四娘也止住了絮絮叨叨的话头 最后是瞎子北 发出了一声苦笑道 主上 自第一天 我们醒来后 就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那就是 我们都 变成了普通人 普通 普通人 这个回答 这个现实 让正凡是完全始料危急 不过冷静下来 想了一想之后 忽然又觉得 是那么的合情合理 吸血鬼阿明 都在吃毛血旺了 僵尸凉成都在啃骨头了 一堆魔头居然一起 窝居在这边的小城里头 赚钱养家糊口 如果不是失去了力量 他们怎么可能会接受这种生活 就算是体验生活 也不能体验半年吧 倒是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在听到 他们说自己变成普通人后 正凡心里的压力 其实是小了不少 没了牙的老虎 虽然依旧能一巴掌抽死自己 但至少比原来 没那么可怕了不是 而且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喊自己主上 有种认自己为主的意思 但真要自己一上来 就驾驭这帮全盛时期的魔头 自己可能还真没那个胆量 似乎这个话题 有点接人伤疤了 饭桌上的氛围 一下子下降了不少 正凡深吸一口气 然后看向 坐在自己身边的封四娘 有件事 她其实早就想问了 但一直憋到现在 魔丸在哪里 魔丸是正凡自己漫画中的主角 一个胸眼滔天的男鹰 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强横怨念 说句不好听的 论起人物塑造 论起恐怖氛围 论起剧情刺激 工作室里的其他人 是真的比不过自己的 也可以说 魔丸这部漫画 是工作室所有出品漫画中 最极端的一个 连带着魔丸这个角色 也是这七个魔王之中 最恐怖的一个 但不管怎么说 魔丸毕竟是自己亲自画出来的 在座的这六个人 虽然自己也在之前的三年时间里 给他们的故事都蓄了几画 但毕竟是别人的故事 别人的角色 只有魔丸是自己的 创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 很多时候都有种类似 看孩子的即适感 说魔丸是郑凡的儿子 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如果魔丸在这里 郑凡心里能安稳很多 就比如古代的将军打仗 你手底下没有自己的底细 能稳当吗 然而 这个问题 却让封四娘有些尴尬 似乎不知道自己 该如何回答 约上坐在那里的阿明 则是站起身 离开座位后 进了房间 很快抱着一个盒子 走了进来 将盒子往郑凡身前的桌子上 一放 阿明很冷冰冰地说道 他 在里面 啊 郑凡有些诧异地伸手 将这盒子 原本郑凡还以为 是魔丸出了什么意外 里面装的是他的头颅 因为他是婴儿 虽然这盒子小了点 但装他一个脑袋 似乎有够了 但等他打开盒子之后 发现盒子里 只是一块黑色的石头 这是 魔丸 封四娘有些忌妒地 扫了一眼盒子里的石头 说道 主上 他说他没有肉身 不需要吃饭 不需要喝水 所以 也就不需要工作 就把自己 封印在石头里了 月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临 第十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临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居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热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临 第十集 星族 从饭后一直到晚上 郑凡都一个人待在屋子里 在他面前的梳妆台上 放着那个盒子 魔丸就封印在里面 只是很不给面子的是 哪怕是自己已经醒了 哪怕是自己已经坐在他面前 他也没有现身出来见一面 其实这个态度 郑凡早就该想到了 他并没有因为 风四娘他们那一口一口的主上 给叫得飘飘欲心 琴丝摇笔下的风四娘 长袖善舞 老宝嘛 表面功夫自然是能做得 滴水不漏 前一秒对你耳边 温柔地吹起喊一声 情哥哥哟 下一秒就能把你丁丁切下来 剁成好多结做凉拌面具 秦思雨的薛三也是一样 人前你侮辱他时 他能被你踹到泥地里翻滚 还为了讨好你开心 学几声狗叫 晚上能摸到你家里 虐杀你全家 而恰恰是这二人 对自己的态度是最热情的 这做不得真啊 估计他们的真实态度 应该是和吸血鬼阿明差不多 因为他太骄傲了 骄傲得不屑伪装 而自己对于他们来说 又算得了什么呢 眼下连自己手底下的角色魔环 对自己也是不屑一顾 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要谢谢他们 若是只有自己孤身一个来到这世界 哪怕自己没有昏迷 估计也早没了吧 虽说这些个魔王现在没了力量 但依然能够在这陌生的世界里 搭建起场子过得还算可以 自己也算是沾了他们的光 下午时候开始 特战就开始营业了 陆续有客人上门等入夜后 前厅那边的喧嚣声也越来越大 声音哄哄挺不错的 只是郑凡却没有什么兴致出去看看 他才苏醒 才面对这个局面 他需要静静 一个人坐在这里也懒得想太多 就这么干坐着也挺好 房门被推开了 郑凡扭头看过去 见来的是那个自己一开始醒来时正在给自己擦拭身体的少女 记得封四娘好像叫她云丫头 云丫头端来了饭菜 放在了郑凡的面前 妈妈说 主人您需要一个人安静 就不打扰您去前面吃饭了 郑凡文言点点头 饭还是要吃的 尤其是今天还看见吃饭的吸血鬼和僵尸后 自己似乎对人是铁饭是刚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 正当正凡拿起筷子准备吃饭时 忽然听到一阵嬉戏缩缩的声音 抬头一看 整个人愣了一下 云丫头居然在脱她自己身上的衣服 你这是做什么 云丫头咬着嘴唇 翘脸泛红 带着一股子轻微的哭腔道 妈妈说让我从今天开始给您示琴 正凡笑着摇摇头挥手道 不用了 你把衣服穿上 不是正凡不使人间烟火想当什么柳夏慧 虽说上辈子确实没正儿八经地谈过恋爱 但也不是什么菜鸟出歌 会所就像是海绵里的水 几一几总是能找到的 只不过后来随着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 的确是有好一阵子没经历那个事了 也没经历去想那个事了 虽说醒来后 发现自己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恢复 但她也没有对这个小女孩有什么想法 太小了 太禽兽了 在这一点上 她的审美其实和情思瑶是一致的 要是等过阵子 等大家再熟悉熟悉 晚上封四娘来勾搭自己 自己能不能把持得住还真难说 但面对一个小丫头骗子 正凡是真的没有什么想法 虽说漫画里 二次原理 确实有很多粉丝对萝莉范的角色痴迷神旺 但正凡不属于这一类 然而正凡拒绝了之后 云丫头直接急得哭了出来 主人 主人 你不要我的话 妈妈就要把我丢红帐篷里去接客了 主人 主人 你就要了我吧 主人 求求你要了我吧 在少女的眼里 伺候一个 给这个在妈妈眼里分量很重的男子当侍妾 合去红帐篷里和那些婶婶们一起接客操持皮肉生意 无疑还是眼前的正凡更能接受一些 正凡叹了口气 这确实是封四娘的作风 有些性格上的东西 确实是不会被轻易改变的 等一下正凡只能继续到 你出去吧 你的事我会和四娘说的 没事的 主人 求求你 主人 我安 云丫头走了 正凡摇摇头 所以 有时候太和蔼 反而不好 用过晚饭后 正凡离开了房间 打算出去透透气 走到院子里时 恰好看见凡丽一手提着一个酒坛 两边胳膊下面又分别夹着一个酒坛 从酒窖里走出来 喂 你的手我让四娘来帮你包扎一下吧 凡丽有些关切地对阿明说道 先前在酒窖里 拿酒石 樊里一个疏忽导致一滩酒跌落下来 是阿明伸手抓住了 但他的掌心却被酒坛边缘突起的部分被划破了 没事 我是吸血鬼 但现在我们都没有力量了 我觉得还是需要处理 就算没有力量了 我恢复起来也比你们快 三天时间应该就能复原了 好吧 樊里不再坚持 樊里不再坚持继续往前走 看见了郑凡 主上 樊里很是憨厚地对郑凡喊了一声 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地向郑凡弯缺了一下身子 算是行礼了 主上 我去给前面送酒去了 去吧 樊里提着酒去前厅了 而这时 一名身穿着破袖燕尾服的男子从酒窖里面走了出来 转身 锁门 再转身 看见了站在院子里琵琶树下的郑凡 似乎有些叹气 似乎有些无奈 又像是在坐着一件敷衍的行事流程 阿明右手放在自己的左胸口 以一种你知道我很没诚意 且我确实也没诚意的态度 对郑凡行了礼 见过主上 访完了 郑凡上前走了几步问道 吃着他们的 喝着他们的 住着他们的 至少稍微问候一下吧 今天的酒水 应该是够用了 阿明轻轻地伸手 整理着自己的袖口 这件衣服 他应该很喜欢 但没办法 在这里定做一件燕尾服 实在是太麻烦了 而且也太贵了 管账的是风四娘 她自己都穿得比以前朴素的多了 自然不会允许其他人 在穿衣方面太奢侈 有时间可以聊聊吗 阿明认真地看了一眼郑凡 点点头 郑凡主动走到琵琶树下 坐了下来 然后对阿明招了招手 事业他也做过了 阿明走了过来 却没坐 回答道 走 深呼吸了两下 正反开口问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一个新的世界 我知道是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是穿越了对吧 这是古代还是哪个朝代 阿明摇摇头 不愿意说 是不知道 可你们都已经在这里半年了 也不去打听一下吗 我只负责酿酒 那你说谁会知道 瞎子吧 应该会知道一些 他天天在门口坐着 不是 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们就都对这个世界 这个环境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吗 这让正反很吃费劫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肯定是先收集 这个地方的消息 以及这个世界的消息 玩过游戏的都知道 看视野有多么重要 对于穿越者就更重要了 没必要 没必要 因为你昏迷着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十一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十一集 瞎子北 因为你昏迷着 所以没必要 正反很难理解这个逻辑 过在自己身上 阿明的脸色 在此时忽然变得有些奇怪 之前的他 一直很冷酷 很平静 似乎对大部分的事情 都漠不关心的样子 但现在 他给人一种很纠结的感觉 似乎要准备说一些 依照他的性格 本不会说 也不该说的话 主上 你没必要害怕我们 害怕 什么 正反的心事被说中了 但这个时候 似乎直接承认 害怕他们 也不是很合适 的确 我们是瞧不起你 很瞧不起你 但我们不会抛下你 在你昏迷的时候 我们没有抛下你 现在你醒来了 我们也不会抛下你 这话就有点煽情了 怪不得先将阿明一脸的纠结 的确 这种煽情的话 你让封四娘和薛三来说 很合适 但他来说 有点 剧本台词拿错了的感觉 不会 抛下我吗 是的 我们不会抛下你 因为当初创造我们的人 最后都丢弃了我们 正反心里一颤 这句话透出来了 一个重大信息 他们 他们 他们知道 自己是漫画里的人物 我们 都是被抛弃的人 阿明的脸回味抬起 似乎是在看着月光 继续的 他们抛弃了我们 但你没有 在工作室解散后的三年时间里 其他人都改行了 只有郑凡 还在默默坚持着 给昔日同伴的太监漫画 作者更新 每部漫画都会尽自己的能力 去续上计划 让他们的故事 得以延续 所以 我们是不会抛弃你的 阿明的脸色 开始变得严肃起来 瞧不起你归瞧不起你 但我们会继续喊你主上 也绝不会抛弃你 谢谢 郑凡觉得 自己现在也就只能 说这两个字了 因为主上你一直昏迷着 所以 除了赚点钱 在这里生活下去 等着你苏醒以外 其余的任何事情 对我们来说 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明白了 瞧子北可能对这里的环境 知道的多一些 你可以去问问他 好的 我现在就去 郑凡对阿明笑了笑 转身走入了前厅 而继续站在琵琶树下的阿明 则舔了舔嘴唇 他不喜欢刚刚说话的语气 也不是很喜欢刚刚说话的内容 但说出来之后 似乎感觉心里舒服了不少 低下头 看看自己的手部 阿明的目光里 忽然闪现出了一抹意思 因为掌心的伤口愈合了 阿明的那番话 让郑凡的内心安静了下来 到底是曾经经历过绝症折磨的人 又痴迷于恐怖扭曲的创作许多年 若是精神失常 又是偏颇了 但估摸着 真的是有几根筋 可能搭得不对了 陌生的世界 陌生的局面 却因为那句 你没有抛弃我们 我们就不会抛弃你 而变得有些无所谓了 郑凡坐在前厅角落的一个桌子上 听着舞台上薛三说书 一个一个来自现代的段子 和略带黄腔的笑话 都弄得下方客人不停地大笑 二楼好几个婶忙着招呼客人 普通城条件普通 技师也普通 服务自然也就普通 但封四娘知道 如何用有限的女儿们 榨取更大的价值 一个个客人笑呵呵地进去了 没多久的功夫 就都有些面色善善地出来了 速度快得像是流水线上的猪肉 啪 盖上一个简易合格症后 马上换下一个继续盖章 另外 阿明酿的酒也很好喝 去他娘的忧愁 去他娘的烦恼 去他娘的惶惶不安 去他娘的现实 去他娘的过去 郑凡 醉了 醒来时已经天亮了 郑凡从床上坐起 听到动静的云丫头推开门 端着水盆和牙刷走来 牙膏自然是没有的 牙刷也是粗糙得很 但没让你用柳条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沾上青盐刷了牙再洗把脸 随后郑凡就再度走到了前厅 客栈的上午是不营业的 所以除了几个雇佣来的打扫人员 大部分人也都懒痒痒的 早餐是馄饨面 味道不错 吃罢后 郑凡走到客栈门口 别笑 苏醒已经一天了 这还是郑凡第一次走出客栈 虽然仅仅是迈出了门槛的一小步 但那种昨晚伴随着酒气压下去的不安 在此刻又一次被未知引来的淡淡惶恐所勾起 街上人不少 也是因为边境城市的缘故 所以成分交杂 郑凡甚至还看见了好几个衣着和自己相似的 不过他们应该是拜火教的信徒 身侧客栈门口的散命摊上 瞎子被敲了一下领导 同时微微低头小声道 主上早上好 早上好 郑凡靠着瞎子在台阶上坐了下 瞎子被也没说起身把椅子让给郑凡 而是继续安稳地坐着 温暖和训的阳光洒照在他的身上 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享受的神情 你很难想象 一个杀人魔居然也能有如此平和普通的一面 郑凡抿了抿嘴唇 这会儿他有点想抽烟 有水烟的 瞎子被忽然开口道 你能看透我的内心 不是 只是觉得这会儿主上应该是想挨一根烟的 水烟就算了抽不惯 待会儿我和四娘说一下 让她尝试去找人做一下卷烟 这里能买得到烟草 瞎子被顿了一想 似乎知道了郑凡所想 就开口介绍了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城叫虎头城 提林荒漠人口不多 只有两三万的样子 但因为这里是一个和满族势力范围交接的位置 所以会有很多商队通过这里进行中转 我们客栈的客人 本地人并不多 大部分还是商队的人 郑凡文言点点头 之前阿明说过 因为自己没醒来 所以他们对于探索这个陌生的世界 没有什么兴趣 也没有这个必要 唯一对这个世界稍稍有一点了解的 也就是一直坐在客厂门口的瞎子被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十二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十二集 我虾呀 社座城属于哪里 虾子尾的手在自己的桌面上轻轻敲了敲 说的 古头城属于燕国的势力范围 燕国 不过 应该不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朝代 因为在燕国的南方 有一个国家叫乾国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只不过 他们的商队数目不多 这里的话 还是以燕国和乾国的商队为主 黄漠那头 则是蛮族部落 供奉一个王庭 但其实是各自为政 主上可以把他们 带入到中国古代的草原民族 文明程度和物产上比较落后 所以 他们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些交易 获得必须的物资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边境线上 嗯 差不多 那么这个世界 是一个普通的世界 普通世界 显然 北暂时没能理解 郑凡这句话的意思 意思就是 这里的人都是普通人 不存在魔法 斗技 修饰这些东西的世界 在郑凡看来 如果这里是一个普通世界的话 那么 就算自己手下的这七个魔皇 无法恢复到他们真正的实力 至少过日子的话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瞎子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 嗯 是普通世界 这半年来 我遇到的都是普通人 那就好 大家都是同一条起跑线的话 至少安全感上能得到一股满足 然而就在这时 街道那一头 忽然传来了阵阵急促的马鸡声 有一对骑士正在策马 而来 五头城虽小 但能在城池里策马 显然是有着极大的依照 等那对骑士的距离 稍微拉近了一点之后 正凡看见 他们身上穿着的是统一样式的甲状 后背上还插着黑色的小骑 应该是一对骑兵 不是黑骑军啊 官府的骑兵 或者说是英国的骑兵 让开让开 把钱的骑兵负责开刀 手里拿着皮鞭挥舞 街面上一业世界人要麻烦 还有两个路人会冷逼 撞到了瞎子北的摊位上 还好正凡先一步把瞎子北抓住 才没有让其被人一起连着摊位撞到 这时在街道另一头出现了一群甲犀 前面的人持长矛 后面的人则是持弩剑 骑士们不得不控制住自己胯下的战马 强行停了下来 但他们的脸上却依旧带着怒气 城中中马 中罪 甲犀之中有一名将领大鹤头 虎头城小事小 但因为是边境城镇的原因 这里的驻防士兵 无论是装备还是士气上 都还是不错的 放肆 照到使大人在此 要紧要亲情 通告虎头城守将 谁人敢拦 拦路的甲氏文言 一时有些错误 哪怕是那位带队的将领 也有些始料未及 但这群甲氏并没有就此退开 那位将领硬着头皮喊道 可有屏障 只是比气比之先前 示弱了不少 骑士那边从队伍中间忽然散开 一个身穿着蓝色官袍 头戴官帽的大胖子 催动着自己的座骑来到了最前面 此人大富翩翩 俨然是这群骑士的指挥者 虽然胖 但身上却流露出了一股子 切切实实的官威 而等到这个人从骑兵队伍里出来之后 郑凡的嘴巴当即微微张开 有些哑然 倒不是说被这人官威给恫吓住了 事实上现代人虽然和古代人一样 遇到当官的也是殷勤的去铁 但还真不至于像古代老百姓那样 哭天抢地地喊青天大老爷 真正让郑凡诧异的 是这个胖子官员胯下的座骑 一开始以为是马 比其余骑士胯下的座骑更高更壮的马 但等他单独侧马出来时 郑凡看清楚了 这不是一匹马 头颅和马很相似 就是嘴巴更大了一些 马脸更长了一些 也更丑了一些 但马头上端有一根微微凸起的脚 同时 这匹座骑身上 先前以为是战马披甲反射着光 但等靠近看清楚之后 才发现是这座骑自己身上 本来就长着鳞片 那名胖子官员伸手指了指自己胯下的座骑 对着前方拦路的贾士直接吼道 凭证 这就是本使的凭证 够了吗 贾士那边的将领马上下回行李 参见昭涛使大人 同时他马上赫视着自己身后的手下 退开让路 郑凡则是伸出左手食指 戳了戳瞎子北的肩膀 你看 你看 你再说一遍 这是普通世界 什么 你自己看啊 我瞎呀 客栈 后院 卧房 正凡的房间 小圆桌四周坐满了人 现在是上午 距离客栈一天生意的开张还有一段时间 当然了 按理说 主上召集大家过来 生意上的事情自然是得先放下来 就连那装着黑色石头的木盒子也被摆放在了桌上 人都凑齐了 事情啊 大概就是这样 郑凡端起面前的茶杯 喝了一口茶 接下来其实还是看这帮魔王们的意思了 毕竟哪怕这批魔王们现在是普通人 但这帮人尽管失去了力量 也不能用普通人的视角去衡量他们 瞎子北微微抬着头 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蹲在椅子上的薛森 则是左看看梁城 右看看阿明 也没打算说话 樊力拘束着身子 好让自己身侧的两个伙伴有足够的位置坐下来 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在思考的样子 那块石头 还是那块石头 这一幕让郑凡有些尴尬 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 郑凡不得不联系喝了好几口的茶 他们怎么都不说话呢 昨晚阿明说了互相不抛弃 温暖了郑凡的心 但此时的沉默已经让郑凡有些如坐针毡了 其实郑凡的想法很简单 之前连瞎子北都说这是一个普通的世界 只不过背景在古代罢了 他自己明明看见了一个普通世界不可能出现的物种 所以他本能地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最终打破这尴尬沉默的是风四明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十三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纯杀利小龙 主播雅芝 后期制作《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十三集 客栈的名字 封四娘先起身 拿起小桌上的茶壶给自家主上添了茶水 然后坐了下来 面相正凡一脸严肃 很诚恨地说道 主上 您刚刚说的事我们可以先放一放 在讨论那件事之前 我们想先问主上您一个问题 问题 那就是 之前主上您昏迷着 可现在您已经速醒了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 主上您接下来 打算走哪一条路 哪条路 正凡有些迷茫 这怎么又牵扯到了路线之争了 一条路 是在这个世界平凡安稳地度过余生 我们会保护着您 让您一生安稳 您可以结婚 可以生子 我们会供奉您吃喝穿用 如果选择这条路的话 那么先前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不管这个世界到底是高五世界 还是普通的世界 终究是能够给普通人一个生存下去的环境的 那第二条呢 风四娘笑了 薛三笑了 樊丽也憨厚地笑了 瞎子北也笑了 大家都笑了 主上 这第二条路 那就是 说到这里 风四娘忽然伸手 指了指外面前厅的方向 继续的 不知道主上发现没有 咱们的客栈 海边上就只有客栈两个字 并没有前缀 当初开客栈的时候 我们大家伙商议过 但还是决定等主上您苏醒过后 再来给客栈加个前缀 前缀 是的 主上 给您举个例子 是叫同福客栈 还是叫新龙轮客栈 都听主上您的意思 正凡明白了 第一条路是混吃等死 第二条路是搞事情 主上 您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樊力这时开口道 他是一个后道人 他认为这两条路 对于正凡来说 都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况且 正凡才醒来不到两天不是 然而正凡根本没过多地考虑 路只有两条 不是左边就是右边 很明显 很清晰 第二条 答案很快就给出了 干脆利索地 让小桌上围坐的这帮人 都愣了一下 就连木盒子里的 那块黑色石头 也在不经意间 微微一颤 以表尊敬 主上 您不再考虑一下 封四娘的话语里 已经带着极为明显的喜悦之情了 但还是在强行按压住 自己的情绪 给正凡提醒 在场其余人 包括一直以死人脸 著称的吸血鬼阿明 和僵尸梁成 在此时 眼睛里也露出了不一样的光泽 薛三舔了舔嘴唇 伸下三条腿越发清晰 樊丽则是揉捏着自己的指节 发出一声脆响 他们在期待 他们很期待 他们无比期待 正凡却是很笃定地笑了笑 说道 就是第二条路了 说句不怕大家笑的话 我之前 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刺激恐怖的东西 因为这能让我兴奋 能让我获得快感 可惜啊 在之前的世界里 只能通过漫画的方式 让自己领会一下那种分会 而且 在这个世界里 除了你们 我没有亲人 也没有羁绊 可以说 我没什么好牵挂的了 退一万步说吧 我都是自己杀过自己的人了 眼前 眼下 在这个世界过的每一天 对于我来说 都是赚的 所以 干嘛还要选择混吃等死下去啊 还不如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做 就算是玩完了 就当是游戏结束了 投币的既然是自己 也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了 大家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风四娘站起身 把目光看向了 坐在那里 一直在瞎眼望天的北 北点了点头 双手放在桌上 很是灵动地轻轻敲击着 仿佛摆在他面前的不是小圆桌 而是一架钢琴 不过他倒是没有沉浸在自娱自乐之处 而是开口道 薛三 薛三打了个响蛇 带为双脚踩在椅子上 小小的身躯上上下下摇晃着 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骨头成县牙 你今晚去一趟 朝廷的信件 文数 只要是你觉得有价值的文字 全部带回来 速度要快 凌晨一点抽动 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东西带回来 天亮之前 你还得把带出来的东西 原味封回 薛三身材矮小 没成为魔头之前 一开始其实是当梁上君子的 这个职业也确实很契合他的身材 小队 薛三很是激动 晃动的频率更大了 小船荡起了三脚 阿丽 樊丽双拳紧获 中气十足地应了一声 哪家蛮族商队的领队 不是一直很欣赏你的力气吗 你今晚去找他 就说你已经答应跟他干了 滚入他的伤队后 进入荒漠 看看一些风土人情 再看看 有没有适合我们落脚的地方 记住 来回时间 一个月以内 记得了 其实安排樊丽去荒漠查看情况 也是为了大家安排一个后路了 毕竟较之于燕国 还是组织架构更为松散的荒漠 更方便众人安顿 行程小魏的妻子一直酷于无子 曾在我这里算过一挂 等下午时 我就去主动招他 给他送点浮水过去 紧接着 瞎子北的目光落在了封四娘身上 说道 四娘 你今晚接客吧 得嘞 待会儿老娘就放出风去 今晚老娘亲自接客 驾高者得 瞎子北点点头 大家虽然性格不同 身份属性不同 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哪怕看起来再憨憨傻傻的 也绝对没有什么心地纯粮之辈 再加上正凡昏迷的这半年里 大家也都互相加深了了解 等真正运作起来之后 配合上自然纯粟 封四娘是一朵花 一朵娇艳成熟的花 不过她可从来不接客 只负责管理手下的那帮姑娘 半年来 虎头城里对她感兴趣的男人 不要太多 放出风 驾高者得 先排出泥腿子 逮一条大鱼做入墨之兵 然后再从这条大鱼嘴里 套取出关于这个事件的一些讯息 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稀里糊涂地活着 如果没有大的变局 他们一辈子 大概也就这么活下去了 工作 纳税 劳役 以及生老病死 正如这半年以来的客栈猪人 因为层次太低 活动范围太小 所以瞎子被猜说 没见过高湖事件的东西 当然 也有可能是他们在本能地排斥那些东西 只想安安稳稳地等正凡苏醒 下次被伸手又指向了阿明和梁成 大家虽然都是普通人了 但至少还保留着一点点特性 梁成能表演个胸口碎大石 阿明梁成 你们负责帮四娘 别真出了什么意外 弄得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四娘就算要被吃 也应该是让我们主上先吃才是 否则真是可惜了这块熟透的嫩肉了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林》第十四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魔林》第十四集 《魔林》第十四集 《魔林》第十四集 这个玩笑不好笑 因为不尊重人 但大家都在笑 包括四娘也在笑 笑得同时 还有些害羞地对郑凡抛了个媚眼 他们是一群魔头 一群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对这些东西怎么会在意呢 倒是郑凡 被最后的这个玩笑 弄得有些局促不安 显然是因为自己 还没能融入到 他们的这个氛围里去 同时 郑凡也对在这一刻 这帮人所表现出来的行动里 感到很是震惊 在自己昏迷的这半年里 这些人都只是在开店做生意 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 但这并不是他们的天性 冥冥之中 在自己身上 似乎有一条线 和他们勾连在一起 他们在等待着自己 等待着自己苏醒 等待着自己 下命令 昨晚阿明对自己说的话 再度在正反脑海中回响 自己问阿明 你们就不对 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有什么好奇心吗 阿明说 在你没醒来时 那是没意义的事 到最后 瞎子北忽然感慨了一声 说道 要是我们的实力能恢复 哪怕只能恢复一点点 咱们也能从容得多呀 大家又都沉默了 显然这是大家的一个伤心处 那个 这个不紧 总没找到办法的 我们先吃饭吧 正反这个时候 像是个领导一样 出来缓和气氛 大家也都给面子的拿起筷子 开始吃喝 阿明默默地吃了一口血 然后又默默地吐在了碗里 封四娘有意疑惑地看向阿明 今天厨子做得不好 臭了 家子北几乎给每个人都布置好的任务 这倒很符合他的形象 不忘今来很多文艺作品里 算卦的和军师 大部分都是以盲人的形象出现 只不过军师这个职业竞争比较大 岗位也少 所以算卦先生的盲人屈多 这些在阿秋的漫画里 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来 在阿秋的漫画中 这是一个私设公堂 自诩为正义化身的恶魔 只是人毕竟不是纸片 不可能就正反两面 所以在这个世界里 当大家脱离了漫画的束缚后 人物也就变得鲜活了起来 接下来大家开始准备工作了 封四娘先吩咐客栈里的几个小厮帮工 去外面宣传老娘要亲自接客的消息 大有某岛国的某位小明星 忽然宣布下海拍片的感觉 学三蹲在院子里的井口边 面前放着一块磨刀石开始磨刀 不过磨的却是小匕首和小钳子 大概是梁上君子的标配物件吧 正反有些好奇地走过来 蹲在他旁边 问道 你的那把剑呢 正反记的漫画里 学三的形象是身后横背着一把大铁剑 许是秦思雨这个作者 很喜欢这种反差萌吧 学三一边磨刀 一边抬头对正反笑笑 回答道 喂 主上 没了 没了 来到这个世界时 大家身上除了身上穿的衣服 其余的都没了 正反点点头 原来是这样 灯下心里觉得有些惋惜 这帮人原本在漫画里拿着的东西丢在现实里 应该可以算是一件件的神器了吧 主上可以先去前厅坐着 喝喝茶或者喝喝酒 等今晚之后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就能回禀给主上了 辛苦大家了 正反没去前厅 老实说 他有些害怕去面对那种未知 坐在前厅里 等到下午时客人们会来 看着一个个穿着和现代迥然不同的客人 这种未知感能让人呼吸困难 但他又控制不住地想要去探索这股未知 可能还是没习惯吧 就像是一个正常人看恐怖片一样 痛并快乐着 正反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躺在床上 外面的大家都在忙 都在做着准备 正反睡了个午觉 这一觉睡得比预想中的要长不少 醒来时发现外面已经天黑了 还真是能睡啊 正反有些无奈地自嘲了一声 其实正反也想着看看 自己能否帮个什么忙 不然被他们一口一个主上叫着 脸上走骚得慌 但偏偏正反清楚 自己似乎帮不到什么忙 将行要帮忙的话 还可能帮倒忙 或许自己踏踏实实地 在屋子里睡午觉 让他们把自己当吉祥物供起来 他们反而更开心吧 离开房间 走入了院子 恰好又看见了阿明 阿明正站在酒窖门口的阴影下 手里好像拿着一把小错刀 像是在修剪指甲 在感应到正反走来时 阿明抬起头 看向了正反 开口头 主上 樊立下午时 已经跟着蛮族部落的一支商队 去了荒漠 薛三爷已经去蹲点了 瞎子下午去找那位寻城校尉的夫人 到现在还没回来 阿明一边说着话 一边还在继续剪着指甲 正反应了一声 然后犹豫了一下 问道 我可以帮到什么忙吗 阿明愣了一下 目光里似乎有一些意味深长 说道 其实 主上你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 正反有些无语 他认为阿明的意思是 自己不添乱 就是在帮忙 谁知阿明继续道 那边的竞牌已经结束了 不过有些麻烦 什么麻烦 下高者出的钱有点多了 所以 正反是从不怀疑封四娘的魅力的 男人的口味多有不同 有喜欢娇小的 也有喜欢块头大的 有喜欢咕咕咕的 也有喜欢呜呜呜的 但封四娘 作为秦思瑶幻想出来的一个完美成熟女人 她的一颦一笑 绝对是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 有一个最灵的方法 去分辨一个男人是否好色 那就是把食指 放在一个男人的上嘴唇和鼻子之间 如果有气 证明她好色 那个人还有一个随从 说是随从 却更像是保镖 这个公子哥是前些日子里 来到虎头城的 在虎头城里城东的那家窑子里 要了两个女人进客栈 但这两个女人是走进客栈 却被抬出来的 一个现在还活着 一个已经不知身亡了 她给那家窑子赔了银子 那些窑子也就没生事 按照之前的安排 封四娘这次开门接客 是想要钓一条大鱼 其目的是从这条大鱼的嘴巴里 拷问出这个世界的世界观 然后保险起见 这条鱼肯定是要处理掉的 等世界观分享结束后 会有梁成或者阿明 穿戴那条大鱼的衣服 完事了的姿态 大摇大摆地走出客栈 把客栈的嫌疑洗干净 原本是要针对那条大鱼下手 而且男人嘛 在女人床边时 往往是最没有警惕性的 但平宫多出了一个护卫随从 就多出了不少的变数 外加阿明说 这个人喊的价格最高 属于碾压全场的 越是有钱有身份的人 他的随从护卫 实力可能就更强 欲知后日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林》第十五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林》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 《魔林》 第十五集 《魔人跳》 下 《魔人跳》 可真别玩拖了 要不下毒吧 我观察过了 那个随从 在进入客栈后 虽然一直坐在自己主人的身边 但一直没喝过酒 也没吃过东西 这种随从 会要求自己 时刻保持清醒 所以 就更难对付了 尤其是 在郑凡手底下的 这群魔王们 还都是普通人的时候 既然点子太硬 就放弃吧 郑凡不想让他们 有所损失 安明笑了 他的牙齿很白 摇摇头说道 随从越是厉害 证明那个主人 知道的东西就越多 我们对他下手 就越有价值 况且 四娘已经收了人家钱了 总不可能真的让四娘 去陪人家睡觉 也是 主上 如果你想帮忙的话 可以帮我提上这坛酒 到前厅去 算算时间 差不多了 哦 好 正凡目光在地上 群寻 看见了一个小酒坛 马上弯下腰抱了起来 好沉啊 里面装的是香灰 这东西 是拿来偷袭的 嗯 主上看准时机 对那个护卫砸过去就行 剩下的 就交给我和梁城了 好的好的 主上先去 梁城在前厅楼梯口等着了 你呢 阿明伸手指了这院子的南侧 那里有一张梯子 直接通向前厅的二楼 我从梯子那里 先进四娘的屋子 帮四娘把那条大鱼先控制住 那个护卫守在外屋的房间 等你们动手时 我再从里屋他的身后偷袭 好 虽然在漫画故事里 正凡曾杀人无数 满是鲜血 罪恶滔天 但说实话 那也不过是一个键盘侠罢了 可能比普通的键盘侠 多出了一些想象力 他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 而杀人 这还真傻瓜 他杀过他自己 正凡端着小酒坛进了前厅 梁成确实在楼梯口站着等着 在看见抱着酒坛走进来的正凡时 梁成似乎有些意外 意外之余还有些愤怒 谁让主上您来的 阿明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 梁成皱眉 可以看出他是相当的不满意 正凡则是有些不安 只能继续道 我听你吩咐 砸了香灰后就跑 他是觉得梁成认为自己百无一用 只能碍事 所以不满意 但梁成接下来那冷冰冰的话 却让正凡惊讶了 主上的安危不容有失 这时在关心我 我砸了就跑 不会有事的 再说了 不是还有你们吗 似乎是见正凡还在坚持 梁成无奈地点点头 这是表示同意了 随即他转身往楼上走去 正凡自然是抱着酒坛跟上去 其实正凡心里还是觉得 这次的行动有些激进了 凡力跟着商队去荒漠 开启蛮族事业 学三去官府图文书信件 以及瞎自卑去勾引人家将领的老婆 这些其实已经足够了吧 但客栈这边却打算直接以灭口的方式 获得情报 成功了还好 但要是失败了呢 不过正凡心里也能理解 这帮家伙原本是一步步漫画里 杀人不眨眼 甚至是以虐杀为乐的怪物 他们做事时很多时候 真的只注重结果 而不去在意过程和手段 正常人是实力足够了再去做事 疯子则是甭管实力到了没有 先把事情搞定了再说 且现在行动已经开始了 剑在弦上 没工夫再去思考其他了 人封四娘都已经把客人引入了闺房 总不能真让封四娘让那个男人睡了吧 院子里正凡进入前厅后 阿明还在酒窖门口多站了一会儿 是的 他手里还拿着那个小错刀 但并不是按照正凡之前所想的那样 是在修剪自己的指甲 而是一下又一下地将错刀尖端刺入自己的掌心 伤口被一个一个地刺出来 紧接着伤口又一个一个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快速愈合 终于阿明停止了自己这种连续自残的行为 抬起头 看向了今晚这不是很明亮的月亮 他笑了 梁城走在前面 正凡走在后面 二楼的房间不少 大多是拿来给四娘手下的审门工作的房间 按照当地的风俗在房间门口挂着不少的红果图 有点像是现代路边挂着发廊招牌 里面却连一个推子都没有的理发店 四娘的房间在最里头 其实四娘是住在后面院子里的厢房 她也从不接客 这一次为了动手选房间时 就选了个二楼西北角最里侧的一个房间 房间被隔成两道 一个内房一个外房 当梁城推开门时 正凡看见了那位双手抱剑坐在那里的护卫 护卫穿的衣服和那些跑上队的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那后卫挺得很笔直 半闭着眼 要知道她的主人现在可是在里屋里 颠乱捣风 她还能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足以可见 先前阿明对她的评价绝对没有错 当梁城和正凡走进来时 护卫睁开了眼 目光扫向了这边 护士 护卫开口问道 按照掌柜的吩咐来送点酒水 我们客栈的酒 在这虎头城可是出了名的好喝 所以 我不喝 护卫直接选择了拒绝 梁城是见过大场面的 这种魔皇哪怕变成了普通人 其胆色也依旧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比拟的 所以 在这个护卫直接拒绝之后 梁城伸手指了指里屋的门 客人 您误会了 这是我们掌柜 吩咐送进去 给他和贵客调情用的酒水 可不是给您喝的 护卫文言愣了一下 显然 他不喝是他不喝 但里面的主人需要的话 老实说 对于这种带着情趣性质的调调 他这个自小被家族培养训练成 家族子弟死士的护卫 还真不是恨动 倒是自家主人似乎是身安此道 在家里时还好一些 这一出家门就彻底失去了束缚 游历了几个地方 尤其都已经被自家主人玩死了好几个了 郑凡一直跟在梁城身后 一直在寻找机会 先前 自打开门的那一刻开始 郑凡就感觉到 有一股气息一直盯着自己 但就在这时 那股气息忽然消失了 显然是那名护卫在分神 郑凡不再犹豫 虽然他对这事没经验 梁城先前也没安排什么手势 让自己见机发动 但他觉得这一刻就是个机会 郑凡发出了一声低吼 举着自己手中的酒坛子 直接对着那名作者的护卫 砸了过去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太好看了 本公子以前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事物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丝瓦 喜欢吗 喜欢 爱死了都 奴家这边还有好多条呢 不同的颜色 反正吵夜漫漫 奴家一见一见地换给公子您看 公子选一条最喜欢的 让奴家穿着它 再好好地伺候公子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十六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十六集 血族觉醒 虎头城 虎头城只是一个边陲小城 辟邻荒漠 条件上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 这种好不到哪里去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四娘手底下的那帮婶子们都能够应付虎头城里的客人了 那服务可以说是相当的机车了 也没法子 毕竟是小地方 哪里来那么多的穷讲究 虽然不晓得英国内地的温柔乡发展得如何了 但四娘可是在漫画故事里 各个时代 各个地方都开过青楼的资深老宝 玩点情调 弄点风情 再拿出现代的丝袜款式 就已经足以将这个看似身份不低的公子哥的魂给勾过去了 这条如何 好看 这条呢 也好看 那这条呢 美 美得很 四娘一条一条地唤着 换下来的就直接挂在公子哥的脖子上 公子哥闻着这味儿都迷醉了 也就在这时 四娘猛地双手一揍 渐渐挂在公子哥脖子上的丝袜 就成了勒紧他脖子的捆绳 四娘不以余力地勒着 但公子哥的挣扎却很剧烈 在这时 一道人影从窗户那边爬了进来 见到了礼物正在发生的一幕 没紧张和慌乱 反而觉得很有趣 但看着四娘似乎立有不待的架势 阿明微微皱眉 似乎有些疑惑 不过 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 阿明走向窗榻边 途中顺手从梳妆台上拿起了一根簪子 等走到那个公子哥身后时 举起了手中的簪子 簪子刺入了公子哥的后脖壳位置 公子哥身体抽搐了一下 就失去了抵抗 昏厥了过去 封四娘撒开手 坐在床边大口喘气 汗水已经淋湿了自己今天很薄的衣衫 他不会死了吧 我有分寸 外巫传来了九坛碎裂声 九坛被正凡砸了下去 最好的结果 是一坛子将这护卫直接干翻 但很明显 事情没有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 可能刚刚 这名护卫确实是放松了警惕 但他的反应速度确实惊人 抱在怀中的剑瞬间抽出 劈碎了砸向自己的酒坛 酒坛碎裂 但里面的香灰却依旧地洒向了他 护卫事先根本就没有料到 在这个窑子里居然还能遇到处形积虑 且手段如此下作的袭击 猝不提防之下 双眼沾染上了香灰 当即闭上了眼 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 梁成没有丝毫忧郁 双臂向下一伸 两根铁锥落入其掌心中被握住 身形向前一步入猛虎下山般 手持铁锥刺向了这名护卫 然而 这名护卫的实力确实惊人 在遭起之后 哪怕眼睛不能视乎 但其他方面的灵却依旧面锐 长剑撩起 梁成的两根铁锥根本就没刺中对方身体 反而被对方用剑身格挡住 梁成目光一迎 双手下拉 直接放开了自己的空档 铁锥再也刺出 护卫的长剑也顺势变化 横切下去 他认为梁成会退却 除非对方也是死士 但梁成没退 剑身前端切中了梁成的小腹 但梁成的双锥 却也一样刺入了对方的肩膀位置 护卫惊恶了一下 横动感和对方的搏命知识 让他有些慌乱 而且他觉得对方身上应该穿了内脚 因为自己的剑锋 在刺入对方之后 受到了极为清晰的阻力 他当然想不到 现在这个正在对他出手的 平日里可是经常在客栈里 表演胸口碎大师 而且虽然现在是普通人 但他毕竟是一头僵尸 只是正当梁成觉得自己已经得手 准备压大对方的创伤之际 这名护卫身上忽然释放出了一道 很微弱的蓝光 正凡砸完酒坛之后就站在边上 不是他们想按照先前约定好的 他砸完就跑 而是因为从自己砸了酒坛 到梁成根上刺杀 其实也就两三个呼吸的功夫 他还没有来得及跑 所以正凡看见了护卫身上的光 这是魅力 斗气还是什么 虽然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但再联想到自己早上在客栈门口 看见的那批奇怪的座棋 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 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古代世界 正和这名护卫交手的梁成 是体会最深的 因为在对方身上的蓝光一闪即逝后 梁成感觉到了 对方的力量忽然增加了一倍 不光是直接用剑身 将自己的铁锥给完全卸开 更是抬起 直接踹中了自己 正凡眼睁睁地看着梁成 被那名护卫直接踹飞了出去 砸破了门板 这一刻 正凡的心直接掉入谷底 这次是真的抓到大鱼了 但这条大鱼好像会吃人 不过这名护卫并没有在踹飞梁成后 选择去杀正凡 而是冲向了李屋 在他眼里 自己的主人才是最重要的 在护卫刚冲到李屋门口时 李屋的门就被从里头打开 阿明直接站在门口 手里还攥着那碗玉钻 护卫口中当即发出一声低河 那道蓝光再度显现 只不过这次比心前一次微弱了不少 哪怕护卫的眼睛还因为香灰的原因 没办法睁开 但他的剑却依旧洗礼 小心 正凡只能来得及对阿明喊一声 没办法 正凡不是段玉 自从他砸了酒坛之后 事情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太快了 他也没办法直接一直指过去 阿明似乎愣神了 仿佛没有预料到自己一开门 准备偷袭的自己 却被人家迎面刺了过来 所以阿明没有来得及躲避 至少在正番看来是这个样子的 护卫的剑刺入了阿明的腹部 强横的力道使得剑端穿刺了阿明的身体后 再度定在了门板上 阿明的身体开始轻微地颤抖起来 头部后仰头发劈散下来 你们到底是谁家派来的 说 明明只是陪主人出来嫖个娼 谁晓得居然在妓院里被偷袭了 阿明的头慢慢地低了下来 她的身子依旧在颤里 在颤抖 但是她的脸上却挂着一种尖狂的笑容 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吗 又回来了吗 阿明的喉咙里发出了笑声 死士 护卫有些疑惑 这些偷袭的人是死士 该死 这家妓院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为死亡的死士 先前那个被自己刺中还要拼命攻击的士 眼下这个已经被自己用剑洞穿的也是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家 竟然安排了这么多如此珍贵的死士 在这里刺杀自己和主人 阿明的笑声让护卫很恼 他的手握着剑端在阿明的体内一起 是的 阿明身体的颤抖更剧烈了 护卫因为眼睛无法睁开 所以以为这是阿明在承受着更为剧烈的痛苦 但站在边上的正反却看见了 看见阿明脸上的那种惊悚的喜悦之情 正在越来越浓郁 下一刻 阿明张开了嘴 两颗獠牙缓缓地出现 而后 对着护卫的脖子 咬了下去 预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十七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十七集 渴望是 刘雅刺入了这名护卫的脖子 像是两根吸管插入了奶茶杯里 护卫的嘴里除了一开始发出了一声惨叫哀 接下来就只剩下了乌叶的声音 因为他的血液正在疯狂地向伯耿卫之汇聚 而后被输送进了阿明的口中 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你想叫也叫不出来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沉闷到底的死亡压抑 护卫的耳边 似乎能够听到鲜血宛若小溪般流淌的声响 他的力气 他的精力 甚至于他的灵魂 此时似乎都在不断地从自己身体上剥离开去 他当然在反抗 他不可能认死 虽然他眼睛看不见 虽然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遇到了哪种恶魔 他的剑依旧在不断地表现出 他不愿意放弃 不愿意面对死亡的态度 剑身在阿明的体内不停地搅动着 穿透着 阿明的身体也随之一颤一颤 但阿明的脸上那种满足的笑容却越来越明显 对阿明来说 这种感觉 这种温度 这种口感 他已经想念了太久太久了 这一刻 似乎半年的尘封被完全撕开 他再度找回了自己 再度呈现出自己本该呈现的模样 心许 险计 这是属于我的 上业 在礼物门开 护卫持剑刺想阿明后 正凡几乎本能地拿起了身边的一张椅子作为武器 梁成被踹飞出去生死不知 在这个时候 他真的没想着去逃跑 因为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完全是陌生的 除了这个客栈 除了身边的这七个 或者说是这六个人 他还能去哪里 但阿明的变化 以及事情接下来的转变 让郑凡有些不知所措了 虽然很不理解 不是说大家都变成普通人了吗 但事情至少是向着对自己这边有利的方向去发展的 崩四娘也出现在了门口 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一幕 她和郑凡不同 她的眼里可没有惊讶 有的是满满的兴奋 她恢复了 不 哪怕只是恢复了一点 但她真的开始恢复了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但既然她可以恢复 那我呢 半年的普通人生活 作为曾经身为魔头的他们而言 简直是一种酷刑 所以哪怕是在大家都变成了普通人后 当郑凡选择了走第二条路时 所有人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他们不甘于平静 他们不甘于普通 他们不甘于取过正常人的生老病死 哪怕失去了力量 哪怕失去了以往的能力 但他们的心依旧不甘于平反 更何况现在他们看见了力量 护卫的皮肤开始褶皱起来 他的身体也像是被放了气的气球 正在快速地干扁下去 终于 护卫的躯体瘫软了下来 留下了一个双脚离底 被他用长剑继续钉在门板上的阿明 阿明的嘴角依旧残留着血子 他伸出舌头 有些意犹未尽的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似乎不愿意浪费任何的精华 而后他弯下腰 看着已经被捅得乱糟糟的腹部 以及那把将自己继续钉着的长剑 阿明伸手了 却有些够不着剑柄 正凡马上醒悟了过来 丢下手中的椅子跑到阿明跟前 下意识地想要伸出手抓住剑柄 却又有些犹豫 似乎人被力气刺入时 不能随意地将其拔出来 否则会引起更大的创伤 但阿明属于这种情况吗 周相 你还要欣赏多久 呃 正凡双手握住了剑柄 再次试探性地问你 拔下来 拔 你 正凡开始发力 第一次用力没拔下来 深吸两口气 正凡再次发力 这一次没有丝毫保留 长剑被正凡拔出来了 连带着正凡自己 也被惯性带着亮枪地 后退了好多步 才堪堪稳住身形 阿明族门板上摔了下来 因为腹枪已经被捣烂的缘故 落地后 一堆被搅烂的器官碎片 全都扑躺了出来 这场面可以说是相当刺激了 一股浓郁的刺鼻的血腥味 开始弥漫出来 正凡喉咙里本能地开始翻滚 但还是忍住了 不过面对眼下的这个局面 她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在接下来的事 也不用她去做 封四娘从里屋走了出来 毫不客气地 伸脚踹了一下阿明的脑袋 要不要给你找口棺子 要 接着 封四娘又指了指地上的 这血腥的乙泡菇 这些下水要塞回去吗 再用针线把你的肚子缝不起来 不用了 血已经吸饱了 脑袋没破就没事 封四娘闻言 一脸地羡慕 感慨道 你们吸血鬼可真是方便 阿明居然还在笑 只可惜 她现在因为脖子以下 确实太不凄惨的原因 导致其说话倒是可以说 但这声音难免有些无力和微弱 如果你也想方便 我可以咬你一口 让你成为我的初庸 也让你成为吸血鬼 行呗 等老娘真是要老的时候再说吧 省得还要花钱再买化妆品上 顿了顿 封四娘关下腰 盯着阿明的脸 继续道 什么时候的事 半年以来 大家都在勤勤恳恳 踏踏实实 洗腥革面地 做一个普通人 谁承认 忽然之间 我们中出了一个盼度 昨天 为什么 阿明有些费力地扭过头 看向了站在那边 到现在还手里握着剑的郑凡 主相 醒了 一时间 郑凡忽然发现 封四娘看着自己的目光 一下子变得炽热了起来 那股子炽热里 带着强烈的疯狂和渴望 深刻诠释着什么叫 饥渴万分 四娘那热切的目光 让郑凡有些受不了了 不过看样子阿明的状况 虽然很差 但应该问题不大 郑凡当即把手中的长剑 丢在了地上 跑到另一边 将先前被刺伤 又被踹出去的梁城 对搀扶起来 这是郑凡第一次 触摸到梁城的身体 有点沉 最清晰的是 她的皮肤很凉 梁城的上衣 破了一道很大的口子 胸口位置也有一道伤口 但看起来不是很深 流出的血不是很多 就是这血是黑色的 有点石油的感觉 还好吧 没事 若是寻常人挨了那一剑 估计被腰斩的可能性很大 但梁城 毕竟是平日里在客栈表演 胸口碎大石的专业艺人 说句皮操肉厚 还真是没有半分夸张 收拾收拾 先把人送走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继续收听 摩林 第十八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 摩林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亚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岳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继续收听 捂着伤口的梁城 纸了纸 还躺在地上的阿明 你帮他收拾一下 梁城有些虚弱 但还是点点头 伸手从房间里 撤下了一块彩带 先草草地 将自己胸口 伤口柜纸 包扎了一下 而后就开始十多起 躺在地上 变成一滩的阿明 郑凡则是被四娘 领着进了礼物 那位脖子上 缠绕着丝袜的公子哥 昏迷在床榻边 一动不动 主上也喜欢丝袜吗 四娘一边拉着郑凡 在梳妆台前坐下一边问道 是男人的话 基本都不讨厌吧 喜欢的话 下次奴家 专门传给主上一个人看 说着 四娘就从梳妆台抽屉里 拿出了不少物件 也不晓得 从一个小罐子里面 挖出了什么 在手里不停地摩擦着 紧接着又涂抹到了 郑凡的脸上 味道有些刺鼻 皮肤也有些除热的疼痛感 郑凡还不清楚 这是要做什么 他也不敢说 也不敢问 就怎么继续坐在那里 主上 眼睛可以先闭起来 好 郑凡闭上了眼 感受到了四娘的手 正在以飞快的速度 在自己脸上快速地夹工整 这是在化妆吗 又或者是 易容 大概也就十分钟的样子 四娘双手在郑凡肩膀上 按摩了几下 说道 好了 主上可以睁开眼睛了 郑凡睁开了眼 看见铜镜 那自己的模样 依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竟然和那位护卫 有了七分的相似 主上 那人的衣服得先扒下来穿上 奴家这边还要自己整理一下 穿死人的衣服是一种忌讳 但现在人都杀了 也就不存在忌讳不忌讳的事了 郑凡很乖巧地点点头 推开门后 看见地板上已经被梁城擦拭过了 旁边还有一个木头 里面装着的是阿明肚子里 刚刚躺出来的东西 如果洗刷干净的话 可以来一顿火锅 而阿明本人则被安置在 另一个浴桶里 只露出了一个头 梁城伸手指了至一个角度 那里堆叠着那位护卫的衣服 说道 上面有点血迹 主张 找几条绸子绑着遮掩一下吧 哦 好 也不用拒述了 郑凡就在这里 开始换起了衣服 等自己衣服换好 四娘也恰好从里屋走出来 但哪怕是自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郑凡还是被吓了一条 眼前走出来的 哪里是四娘 分明是那位公子哥 这一绒术当真是有些登峰造极了 可能用在别人身上 比如自己身上时 还会有些瑕疵 但自己用在自己的身上 就真的是完全地游刃有余了 四娘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粉末 和绸缎子走到了郑凡面前 帮郑凡打理头发的同时 遮掩衣服上的血迹 在这个时候 郑凡忍不住感慨道 太香了 主上 奴家的易容放在以前 可是能称得上是东方第二大习数呢 那排第一的是什么 PS 好了 搞定 四娘将那把剑拿起来 让其归翘 放在了郑凡手中 主上 我们下去吧 这是原本就计划好的流程 人既然来到了客栈里 自然也得让他们出去 从而将客栈摘出去 郑凡学者先前那名护卫的驾驶 将长姐抱在怀中 跟在四娘的身后下了楼梯 这个点了 客栈里自然没有黄金时段热闹 但他还有四五桌客人 在这里继续喝酒 在看见二人的身影之后 有一桌客人忍不住身手 拍着桌板笑道 哟 不是一夜颠乱倒缝了吗 这才多久啊 就不行了 是啊 那老板娘可是能坐地稀土的年纪 瞧着 这时候直接开溜 怕自己再不走就要被稀干了吧 哎呀 可惜了可惜了 直娘贼 老子今儿个银两没带够 所则 若是让老子上去 定然能让那女人 太热在窗榻上 自此以后 再也离不开老子 四娘闻言 一副羞恼的样子 忍不住魂室四周 呵斥了一声 粗笔 不可理喻 骂得很牵强 面容却宛若是被人抓住了 小辫子那般的发红 细节的处理 绝对是到了极致 郑凡继续面无表情地抱着剑 跟在四娘身后 她可没有四娘的眼睛 也不敢在这个时候给自己加戏 公子哥的羞恼 反而是让这些桌子上的客人们笑得更欢乐 一些乌言晦语更是肆无忌惮地砸了过来 公子哥加快了步伐 急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客栈 仿佛这个地方是片刻不想多待 刚走出了客栈 就迎面看见了瞎子北从外面回来 一只手里提着点心包裹 另一只手里则提着一些上好的军部 可以想象 瞎子北把那位寻成校尉的夫人伺候得极好 刘客到深夜不说 走时还背上了好礼 双方在门口相遇 互相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然后进去地继续进去 出去地继续出去 郑凡跟在四娘身后 在街道上行走 说实话 这还是郑凡第一次走出这么远 要知道先前自己离开的最远距离 就是客栈的门口 瞎子北的算命摊 走了大概一刻钟后 四娘闪身进去了旁边的一条巷弄里 郑凡自然跟着一起进去 这条巷弄有点像是老北京的糊涂 一户一户的门紧密地挨在一起 四娘拿出钥匙 打开了一扇门 是以郑凡跟进来的 主上 这是我们在城里另外一个落脚的地方 现在先换衣服 然后我们回去 把衣服脱下来 我来处理 哦 好 这样说来 差点出意外了 虷子北坐在玉桶旁边 手里拿着一个橘子一边拨一边问 算是吧 我们有些低估了这个世界 坐在玉桶里的阿明很平静地说道 嗯 那是我的失误了 虷子北很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安排失误 是你的失误 但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 只有这样子的世界 才能让我们兴奋 将一半橘肉送入自己的嘴里 虷子北点了点头 然后将另外一半橘子送到了阿明的嘴里 我吃的话会露出来 我想看 阿明没张嘴 梁城还在擦着地板 做着善后工作 虾子北则是若有所思的 我们的人手还是不足啊 嗯 对了 待会儿这里还要从灶台那边 弄点粉灰过来涂抹一遍 这血腥味 还是有的 梁城点点头 示意自己清楚 好在有惊无险 现在就等雪三偷完东西回来了 不过 我还是觉得 真正对我们有用的 还是这条你们刚刚抓到的大鱼 今晚一同忙活 这个世界的初步事业 应该也就算是开成功了吧 你们继续忙 我去把那位公子哥审讯一下 还是 等主上回来 再由主上亲自审讯吧 但我觉得主上不会做这个事 到时候 还会推给我来做 但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 虾子北有些意外地吸了口气 扭头看向了玉桶里的阿明 嘴角渐渐泛起了笑容 说道 所以这就是你率先恢复了部分实力的原因吗 什么 说好一起装矜持 你却偷偷舔出了头啊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十九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岳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昆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十九集 你渴望力量吗 换了衣服 又将脸上那些黏乎乎的东西洗掉后 郑凡就跟着风四娘又往回走去 从后面进的客栈 走到院子里时 虾子北就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 在虾子北身侧站着矮小的薛三 他应该是刚偷完东西回来 虾子北很郑重地对郑反倒 主上 那根舌头还得请主上您去审问 薛三在旁边补充道 主上 那家伙估计也不是什么硬骨头 如果稍微磕牙的话 三儿我这里还有的是法子 似乎是太久没有折磨人了 薛三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还是你去审讯吧 我等着结果就好了 他确实没这方面的经验 而且今晚的事情很多 大家的时间也有限 自己就算是想学 也不急于在今天 得到了预料之中的恢复 虾子北依旧很恭敬地 弯腰应了一声 那就等属下 把消息都汇宗整理好之后 再向主上您汇报 好 辛苦你了 主上客气了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 紧接着 家子北又看向四娘 薛三拿来的文件 四娘帮忙 也整理抄录一下 知道了 家子北转身离开 身后跟着薛三 四娘准备去腾超 从官府那里偷来的文件 不过在去做事之前 还是很贴心地问郑凡 主上 我现在吩咐云丫头 给您准备洗澡水 第一次见到杀人 第一次见到人肠子 流淌的遗地 郑凡觉得自己也确实 需要好好放松放松 所以在听到四娘的安排后 郑凡也同意了 等回到自己的房间时 发现那大玉桶 已经准备就绪了 云丫头正在从后厨那边 一桶一桶地提水过来 见郑凡进来后 她主动过来帮郑凡脱衣服 郑凡也没拒绝 退去衣服后 进入了玉桶里 当即身体上的舒适 也正在不断驱散着 心中的疲惫 云丫头则拿了一块软毛刷子 开始从后面给郑凡搓背 力道恰到好处 郑凡闭着眼 默默地享受着 其实今天发生的事情 确实是她生平头一走 但她也只是慌 却没有多么害怕 那个护卫死在自己面前 被阿明硬生生地吸干了鲜血 包括那位公子哥 在问话获得了世界观之后 也会被毁尸灭迹 但郑凡心里并没有多少 叫做负罪感的东西 道德不道德 正确不正确 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意义了 先前和封四娘假扮那多主仆出去时 走在夜晚的街上 看不见路灯 自然也看不见现代社会那种密密麻麻的摄像头 一种人心底的恶和自由放纵 就必不可免地开始生长出来 又或者 这才是我的本性吗 甚至觉得这种行为 这种选择 这种行事风格 才是属于自己的正确 云丫头已经搓完后背 准备绕到前面 给擦前面 正反摆摆手 示意她可以出去了 等云丫头离开后 正反把自己更进一步地 没入到了浴桶内 只留下鼻子以上部分 保持呼吸 渐渐地她睡着了 正反现在所在的隔壁的隔壁屋里 梁城将一口上宽下窄的棺材板被推开 将阿明放入其中 阿明的胸部被包裹着 像是一具处理丸被塞入香料的木乃衣 等将其安置完毕后 梁城一只手捂着胸口 一只手撑着棺材边缘 开口道 趟这里面对你的恢复有加强吗 阿明摇摇头 但却很认真地回答道 但生活需要仪式感 梁城的嘴角扯了扯 我一直以为 作为一头僵尸 你也应该会懂得我们这种仪式感才对 吸血鬼喜欢睡棺材 僵尸似乎也喜欢睡棺材 不 我更喜欢睡床 这真是一种背离啊 妄笨 阿明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调侃 其实 在以前 我也很少会睡在棺材里 但来到这个世界后 酿酒赚到钱了 我就花钱让人打造了这个型号的棺材 为什么 我怕 怕普通人当酒了 就真的让自己以为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了 你现在 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 那个瞎子和四娘 要不是手头上有急事要处理 估计现在也会迫不及待地 出现在我棺材边吧 大家都憋屈得太久了 以前是见不到希望 所以还可以一直下去 现在 看见了希望 就肯定难以继续煎熬下去了 其实我现在挺不想回答你的 因为现在回答你了 待会儿 我还得给他们再说一遍 我现在是个伤号 而且是重伤号 需要休息 我可以给你再放点血 让你一直长眠下去 过分了 应该的 好吧 其实 我觉得我力量 恢复了一部分的这件事 应该是和主上脱不了关系 否则无法解释 之前半年时间的平纪 具体一点 怎么具体 你私底下 和主上 和主上 做了什么 这话听起来 有点恶心 难道是 要做 恶心的事吗 继续吧 我和他聊过天 大家都聊过 嗯 我和他 很严肃地聊过 怎么讲 其实 他很废 是的 但我们不会抛弃他 是的 或许 我和你们唯一不同的是 我告诉过他 我们不会抛弃他 这次 能到你恶心了 不是的 你继续 按照排除法 应该是感动和认可吧 认可 你不奇怪吗 为什么 是我们七个和他 一起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七个 虽然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但实际上 我们都是他创造出来的人物 自我们醒来时 我们七个人心里 似乎都有一个意识 那就是 他是我们的主上 主上这个词 是瞎子去的 称谓只是感情的延续 总不可能 按照梵力那个憨憨说的那样 喊他爸爸吧 也是 其实我们和他的关系 有点类似于西方中世纪时的歧视和护从 嗯 他醒了 意味着我们本身存在的某种契约关系 已经被激活了 继续 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 就是去获得 获得来自于他的承认 我明白了 梁城起身 准备离开房间 你要去做什么 去找主上 主上现在在洗澡 你要去给他搓杯 我等他洗完 这么心急的吗 哈哈 你是满足了 当然不心急 又恶心了 我走了 等一下 嗯 帮我把棺材盖盖上 我准备休息了 需要顺手盯上棺材钉了 滚 雨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二十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二十集 虎头城 郑凡觉得自己大概睡了三个多小时 这期间 云丫头一直轻手轻脚地来给玉桶加热水 醒来后 郑凡咳嗽了一声 觉得整个人有点飘了 从玉桶中出来 换上了干净的白色内衫 再将自己的那套卫衣和皮靴穿上 整个人感知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轻松 自己似乎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明显的变化似乎是更能睡了 不过正打算去茅房解决一下生理问题的郑凡 刚推开门就被吓到了 梁城 轻着一张脸 直挺挺地就站在自己房间的门口 谁吓人能吓死人啊 何况眼前这位可是货真价实的僵尸 一句脏话卡在喉咙里 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你的伤好了吗 平复心情后 郑凡开口问道 小事情 主上 郑凡将自己包扎的地方解开 露出了伤口 血应该是止住了 伤口是黑色的 那就好 你打算要洗澡 需要浴桶吗 不是 主上 那是 那边审讯结束了 还没有 那你有什么事吗 梁城沉默了 阿明的话还在他的耳边回响 但具体该怎么说 他忽然发现自己有些说不出口 有事 郑凡又问了一遍 梁城张了张嘴 郑凡有些着急 但还是耐着性子 伸手放在了梁城的肩膀上 有事的话可以和我说说 虽然我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 但当一个倾听者还是可以的 梁城低着头 看了一眼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然后鬼是神差的 他也伸出手 放在了郑凡的肩膀上 夜幕之下 放着浴桶的房间门口 两个男人一人一边互相搭着肩膀 这一幕 让郑凡想起了当初自己的那些画 另一个风格方向同行的作品 郑凡并不是那个方向作品的爱好者 但他也无法否认 那类作品所拥有的巨大粉丝群和影响力 但这个画面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那种不适感仿佛有无数只蚂蚁 正在自己身上窜来窜去 主上 下一次 有事情的话 你不要省钱了 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自己也清楚 我们 连人都算不上 没了 也就没了 但主上你不懂 这个 好像太见外了吧 总之 这一次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下一次 我们不会再让主上你 陷入危险的境地 除非 我们已经死光了 呃 大晚上的 忽然说这么情真意切的话 郑凡身上好像起了一些鸡皮疙瘩 然后那方面的急切 更加剧烈了 但郑凡还是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说道 我知道了 我也相信你们 说着 手掌在梁城肩膀上 又用力地拍了拍 快憋不住了 我去前面看看 他们审讯得怎么样了 撂下这句话 郑凡就冲入了院子 而继续站在门口的梁城 则是闭上了眼 双拳钻紧 刚刚自己的表现 以及自己刚刚说的话 现在回忆起来 真的是让人羞耻地 想要狂暴啊 他可是僵尸 僵尸 僵尸啊 如果眼前有一个不相干的路人甲的话 梁城很可能会凶性大发地冲过去 将其撕碎 但在下一刻 梁城忽然愣住了 他有些惊愕地再度低下头 他看见 在自己的胸口伤口位置 由玉立黑色的僵尸煞气 开始溢散了出来 天快亮的时候 瞎子被找到了正凡 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疲惫 两个人坐在院子里 一人一张板凳 中间一张小桌子 上面放着四碗白米粥 一碟烟生姜 一碟榨彩 外加两个咸鸭蛋 两人先一起默契地 各自拿起了一颗咸鸭蛋 瞎子呗 是把整个蛋都拨好了 放入粥碗里 正凡则是在蛋的一头敲了个洞 拨开一点点后 用筷子一点一点地把蛋挖出来吃 可以说 昨晚一整夜 客栈都是极为忙碌的 这种忙碌一直持续到现在 但哪怕众人已经沉寂半年了 但真正的运转起来时 也依旧是井井有条 主上 这个世界 确实和我们之前所想象的不同 而且 可以说是 要有意思得多呀 郑凡知道 这是在给自己做汇报 也不着急 就等着瞎子北慢慢说 信息来自于 昨晚的公子哥审讯 外加瞎子北和薛三德来的情报 至于梵力 这会儿应该还在蛮族商队里 短时间内应该回不来 虾子北应该是自己已经做好的总结 说真的 郑凡还真怕虾子北 真拿过来一张张腾抄好的卷宗 来请自己过目 这种一边吃着早饭 一边汇报的方式 他很喜欢 主上 不要嫌弃我唠叨 我就从点到面 慢慢地说 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叫虎头城 城池的规模并不大 严格意义上来说 算是卫星城 包括虎头城在内 整个燕国的北风和荒漠交接的这块区域 都属于北风郡 也就差不多是个省的意思 燕国有七郡 除了北风郡以外 还有厄沙 天城 夏湖 三石 虎威 银浪这六郡 燕国国都位于天城郡 可以说 天城郡有点类似于京畿地区 而北风郡基本算是燕国的北风前线 在百年前 这里是燕国和蛮族厮杀交锋的区域 不过 先是因为蛮族自我分裂 王庭衰落 不负好招力 没法再统一聚集起来发动大攻势 而是因为打钱 大储物 以及打尽三个国家势力的绝集 使得燕国 也不得不把重心向中原转移 所以近百年来 燕国和蛮族部落之间 虽然偶有小摩擦发生 但已经没有再出现过 规模超过万人以上的打仗了 图曼城 则是燕国在这荒漠边缘的第一大城 早些年叫图曼城 后来因为双方的默契和平 就把城名改了 这座城也是北风郡的首府所在 是一座大城 我们所在的虎头城 则是依靠图曼城所建立的防御体系城池中的一个 不过因为是距离荒漠最近的一座城 所以在和平时期 生貌比较发达 当今天下 燕国 晋国 楚国 前国 是当世四大国 还有其余的一些小国 作为四大国的附庸而存在 燕国的官制有点复杂 它的政体 其实更像是东西晋时期 是君主和大家族共治天下 皇家则更像是门阀中势力最大的一个 也就是门阀中的盟主 而大前和大晋 则奉行的是科举制 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 至于大楚 则是比较古老的贵族体制 那这样看来 前国和晋国 是不是要比较先进一点 主上英明 语之后事如何 昏映记者收听 《魔灵》第21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月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21集 未来的计划 先送上一句基本用语 瞎子北继续说道 按理来说 贵族体制 门阀体制 和科举制 应该是一个 从落后到先进的过程 但一个国家的发展 不光要考虑其自身的因素 还要兼顾历史的进程 援国立国之后 因为曾长期面对荒漠蛮族的威胁 所以为了团结力量 不得不放下属于君主的权力 到如今 这才形成了如今门发并力的局面 这样的体制 其实不适合中央集权 尤其是在对外开拓时 往往会束手束脚 就像是三国时期的孙十万 也因此 尽管现在燕国已经和满族 有了长达近百年的和平 尽管燕国拥有着 令其他国家无比畏惧的燕国铁骑 却依旧没办法 按照我们熟悉的历史格局中那样 由北向南进行统一 但也正因为燕国的这种体制 使得其在面对前国和晋国的压迫时 内部会无比团结 因为燕国内的门发们清楚 一旦让晋国或者是前国灭亡了燕国 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同时晋国和前国虽然是科举制 但也因为立国太久 使大夫阶层伟大不掉 成了不逊于门发的寄生虫阶层 有点类似于明末 其实也失去了进取心和进取能力了 楚国的贵族们 则是只知道罪生梦死 自家后院还有一大片的荒芜之地没有开发 所以除非别国主动磨擦 否则很少对外开战 此国之间有近五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了 彼此进入了一种四国鼎立的时代 哦 这样啊 另外 主上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血仨偷来的县衙文件可以得到一条有趣的讯息 那就是在西方也有现存的大帝国 双方之间的交往还算密切 经常由西方的使团穿过荒漠进入燕国 再由燕国转去其他国家 可见这个世界古代的东西方的交流 比我们以前世界历史上要频繁得多呀 这是地理知识普及 等虾字北说完之后 正凡第一碗粥也吃好了 等正凡端起第二碗粥时 虾字北则开始汇报另一个方面 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力量体系 这个世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它有修饰 有魔法 有斗气 也有武者 可以说是种类相当丰富了 那位王公子 他叫王福奇 是北风郡王家的庞西弟子 这才来虎头城是特意来游历的 说是想领会一下荒漠风情 王家在北风郡国 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家族吧 西方主修魔法斗气 东方则是修真和武者 都以九品来分层次 九为末 一为尊 大概 昨晚主上你们所杀的那个护尾 连九品都算不上 或者说是将要达到九品 也就是能使出一点点内力出来的样子 昨日我所见的那位 昨日我所见的那位寻成小卫的夫人告诉我 她丈夫距离入九品五附近 还差半步 但垂死一个瞎子 却也依旧能轻松地如同踩死一只蚂蚁啊 这个王家也是一五川家 王福奇确实比普通人身份地位尊重多了 但到底是个庞系子弟 护卫也是个不入品的角色 哦 对了 先前在客栈门口 主上所见的那批奇异座棋 应该是皮手 相传 燕国使皇帝的座棋 是一头皮修 撞见燕国之后 燕国历代皇室 就依靠那头皮修血脉 进行了繁衍培育 弄出了一大堆的杂交品种 但哪怕是最低级的杂交品种 皮手 也是非有身份地位之人不可有 从京城外放出去的京馆 大概会被配一匹 可能一些精锐的骑兵队伍里 会比较多吧 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个世界 也就只局限于自己眼前的 一亩三分地罢了 有时候甚至连年号都记不清楚 只是重复着吃着上顿想下顿 先前客栈营业了半年 但对于这种力量体系是一无所知 就足以可见 贫民阶级的天空真的太狭窄了 嗯 这些东西都不算新鲜了 正凡夹了点咸菜进碗里 将剩下的一点粥一并吃下去 然后放下了碗筷 伸了懒腰后 对坐在自己面前的瞎子呗继续倒 魔法 斗器 舞者 修针这类的 都是早就被人写烂画烂的东西了 但就像是从电视里 看战争动荡区域的星魂看腻了 和你亲身来到动荡区域的感觉 是截然不同一样 现在的我还真有些兴奋 瞎子呗文言点点头表示同意 他也很兴奋 他的同僚们也都是一样的兴奋 当下才刚刚吃完一碗粥的瞎子呗 在换量一碗粥时开口道 主上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事情 一是探寻回去的路 一 可以去掉了 虽然心里有对这个陌生世界的惶恐 但郑凡还真没有想过要回去 他是通过安乐死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且在先前的世界里 他没有亲戚了 还被病痛折磨了好几年 离开的时候已然无牵无挂 也就不存在再找回家的路这一说法了 家自卫似乎对郑凡的回应丝毫不觉得意外 但选择权才正烦 他该说的还是得说 当下继续道 第二件事 就是按照主上先前吩咐的计划 我们需要扩充自己的力量 现在大家所拥有的是一家客栈 也只是一家客栈 在之前的半年时间里 客栈的发展从建立到现在 其实一直都处于一个停止状态 因为在这个规模下 赚的钱也算是够体面的生活 打点一下相关的衙门和帮派 也能得到一定的庇护 处于一个很安全的位置 并不是说风四娘等人 没能力把客栈经营得更高 而是没有这个必要 作为这个世界的偷渡客 他们没有靠山 也没有根基 把客栈做到这一步 算是可以了 再扩大下去 估计就要被狼盯上了 当然 现在之所以不再担心 一是因为正凡的苏醒确定了路线 二则是 他们自己已经有变狼的趋势了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钱和影响力 这是初始阶段 在这个初始阶段里 钱和影响力是分开来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 有钱却没有影响力的话 实在是太过危险 说说具体的吧 正凡清楚 这七个魔王里 瑕自北应该更像是智囊一样的存在 先由小到大 我们现在既然在虎头城里 那么 我就将我们下一步的规划 做到以虎头城为核心 我们就先做到在虎头城里 营造出属于我们的势力 在造反这个前提条件 还不成熟的前提下 我们的势力发展 只能走阴暗面 这也是我们这群人 做擅长的事情 先控制虎头城里的几个小帮派 然后逐渐成为虎头城里 最大的一支帮派势力 招揽一群可以拿来刨腿办事的手下 至少不用像昨晚那样 任何的事情都得我们自己去亲力亲为 同时 还需要和虎头城里的冠冕势力 进一步的提升关系 这是虎头城攻略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我们可以组建自己在荒漠里的麻匪队伍 打劫 保护费 原始积累的同时 最好能够做到和虎头城内的冠冕势力 进行同流合污 有一个分赃的渠道 第三阶段 则是通过先前的原始积累 以及在那个过程中所打通的 和其他大势力背景的关系 组建属于我们的商队 将自己洗白 这三个阶段都成功后 虎头城攻略 也就成功了 至少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虎头城里 站稳了脚跟 接下来的发展 就需要重新再做规划了 欲知后史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22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22集 甜狗 没了 家子伟又加了一句 请主上辅证 郑凡摇摇头很实诚地说道 我没其他的意见 我觉得你的规划做得很好 饭要一口一口吃 是这个道理 主上英明 这马屁拍的 太生硬了呀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你直接和我说 虽然我 属下需要的 是来自主上的信任 我很信任你 郑凡很严肃地说道 瞎子被摇摇头 不 不 主上你没有 我真的真的很信任你 不 主上你没有 你很聪明 我相信你 不 主上你还没有 我真的是信任你的 不 主上 你还是没有 我 我 我信任你的 还是没有 事情交给你来安排 我是很放心的 不 这上 你并没有 求求你了 我信任你的呀 正凡喊得嗓子都要哑了 下一刻 榨菜叠里 三根榨菜自己飘浮起来 落入虾子北手中的猪碗里 虾子北笑了 就着咸菜扒拉了一口粥 很满足地说道 属下多些竹上的信任 啊 正凡礼貌性地点点头 他觉得自己现在应该和这个有些奇怪的虾子保持一点距离 虾子北放下了粥碗 拿起了袖口里的帕子擦了擦嘴 轻声道 我填完了 你们继续 吃罢了早餐 顺带着接收了一波虾子北带来的地图视野开阔 正凡在前厅里溜达了一圈后 就又走回了后院 正凡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条狗 只敢在自己熟悉的小范围里溜达 而不敢跑出去 甚至连普通狗喜欢去做的撒尿圈地也没有胆量去做 自然这会儿跑出去 可能唯一的利好就在于你现在可以去建一建货真价实的古城 且不用被推销买鲜花品或者缴纳古城的维护费 但在客栈里有吃有喝又有小丫头伺候着 似乎真的没有一定要出去溜弯的需求啊 后院那一排平房的布局是这样的 正中央是一个小客厅 之前几次大家聚餐都是在这小客厅里 小厅的西侧是正凡的卧室 其余人的卧室则更在边上 当正凡溜达回来的时候 看见小厅里有一道忙碌的小小身影 小小的饭桌被挪走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面积更大也更宽厚的木桌 薛三正跪在木桌上 手持工具飞速地雕刻着 一卷卷木花飘落出来 空气里也弥漫着木卷的香气 卓三 薛三抬头对正凡笑了笑 然后又低下头继续自己手中的活计 这是在做沙盘吗 正凡扫了一眼已经雕刻出来的地方 可以看出来中央区域应该是虎头城 而附近则是虎头城周围的地形 主上木光稀里 薛三先奉上了一具马屁 继续说道 下次吩咐我做的 一些细节还需要补充 现在也就将就雕刻出一个大盖 咱们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在虎头城站稳脚跟 所以先把战略沙盘给搞上 也是为了以后的方便 哦 那真是辛苦你了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 薛三用自己的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然后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正凡在旁边看着 同时帮忙递送了几次工具 薛三好几次停下来喝水 或者看参照故事 嘴唇抿了抿想要说些什么 但话到嘴边后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类似阿明和梁城那种 平时的闷糊涂 你稍微说点话 很容易就能给人一种真诚 不容易 很真心的感觉 而对于薛三这种 平时溜须拍马 笑呵呵 口若悬河的人来说 或许是因为实在是 太会说场面话 漂亮话了 真的到了你说一些 也可以感动人的话的时候 反而不知如何开口 好在手里有事情在做 所以倒不用担心会出现 最怕空气忽然安静地尴尬 不过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 也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状态 在经历了阿明 梁城 以及金枣 瞎子北的求报宝之后 郑凡似乎也接受了 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离开小厅时 郑凡伸手拍了拍薛三的肩膀 你继续忙 我去其他地方看看 拍肩膀 似乎是上位者的神迹 不管你以前学没学过 但当你到了那个位置后 似乎总能学会这种 会而不费的方式 而且在旁边看着薛三忙活 郑凡心里总有一种 在驱使同工的罪恶感 薛三愣在了木桌上 哪怕郑凡已经离开了小厅 他也依旧没有挪动 肩膀上传来一缕温暖的触感 冥冥之中 仿佛有一条条线 从原本的不存在 到逐渐清晰 又变回了不存在 从三维的自己 又变回了二维的画面 周而复始不断地变换着 一席间看着一个人 正浮暗一点一滴地 编织着属于自己的存在 薛三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木桌也因为他的抖动 而有轻浮的危险 为了避免自己这一上午的付出被摔毁 薛三果断地选择 主动翻身跳下了木桌 哪怕自己痛痛地摔一跤 也比重新再做无用功要好得多 然而薛三的身形 在半空中忽然凝致 这只是片刻的凝致 却让薛三的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 紧随其后的是身体上下的所有的关节 仿佛都开始进行了微调 凝致消失后 腰部略微发力 整个人居然在转瞬间 就改变了身形下坠的方向 双足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且没有发出任何多余的声音 甚至是地砖上的灰尘都没有被溅起丝毫 落地后的薛三深吸了一口气 又重重地吐了出来 而后又情不自禁地伸出舌头 重重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妈那手中的工具掉落在了地上 薛三的左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一开始只是压抑的声音 到最后 笑容从形象到音量 开始逐渐变态 语之后是如何 混迎继续收听魔灵第23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区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月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23集 出事了 推开自己房间门室 正凡似乎听到了薛三的笑声 但还没来得及自己做出反应 就在这一愣神的工具 两团熟悉柔软的感觉再度袭来 很尴尬的是 海球的出场商应该是很注重质量过硬的要求 哪怕距离出场日期有点黏月了 但他们的弹性以及随之而来的韧性也依旧是让人择舍 这也导致了正凡被弹开了 宛若迎面跳下了弹簧床 嘴上 您没事吧 四娘的声音传来 正凡亮呛着后退了好几步 才稳住了身形 这才看见了先前在自己开门的一瞬间 在门口站着的封四娘 他之前应该就在自己的房间里 四娘 你在这里啊 主上 我是来给您送衣服的 之前半年我抽空自己做了好几套 但因为主上一直没醒过来 所以没有真的试穿过 大体应该是合身的 但还需要主上您本人站着试穿一下 才能让我再去做一些小的修改 哦 好 正凡跟着封四娘进了屋 在封四娘的引导下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进行试穿 四娘手里拿着尺子和小墨笔 在细心地记录着要修改的地方 四娘做的几套衣服基本都是以卫衣为原型 不过加入了不少这个时代的元素 宽松的同时也一点不觉得肥大 虎头城屁林荒漠 风沙大 为了遮挡风沙穿袍子和其他宽厚衣服的人很多 外加这里抑郁商队也很多 这些人的衣着 其实看起来和正凡这两天穿的现代感十足的卫衣 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想想也是 阿明还能继续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破旧燕尾服 足以可见在这个地方 其装衣服什么的是不存在的 最后一件衣服是穿好脱下 再将自己最开始的衣服穿上 正凡有些感慨地说道 谢谢你 四娘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 谁让主下手里头就奴家一个女人呢 您有什么需要就跟奴家说 奴家都会马足出伤的 封四娘的一颦一笑 都带着一种浸润到骨子里的妩媚 然而正凡这会儿却是没有丝毫其他的想法 只是开口道 小时候其实一直都挺羡慕 别的小朋友可以在自己妈妈的带领下 去买和试穿新衣服的 封四娘文言愣了一想 他们这些魔皇 对于正凡是有一定了解的 但不可能了解得那么深刻 正凡吸了口气 笑了笑说道 我妈在生下我没多久之后 就和我爸离婚了 据说是去了广东那边又找了个人家 也没有再回来看过我 我爸又是个货车司机 经常长时间不在家 也没功夫和耐心去陪我买衣服 后来他出了车祸 人没了 我也就再也没有机会 有长辈陪着去买衣服了 封四娘脸上露出了一抹愁绪 缓缓地伸手抓住了正凡的双手 她知道可能在自家主上的内心深处是缺爱的 主上 四娘也上了一些年纪了 也不是什么小姑娘了 只要主上您喜欢 四娘 四娘可以扮作主上的母亲 主上 您想对你母亲做什么 奴家都可以配合 角色扮演 奴家可是很拿手的 正凡忽然一愣 以前正凡觉得 沉迷痴心于恐怖题材的自己 相较于正常人来说 已经有点重口味了 但面对这些魔王 正凡真的感觉自己好像还是太纯凉了 且常常感觉自己不够变态 而无法和他们融入 房间门被推开了 打破了此间屋子里 被封四娘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氛围 门口站着瞎子北 封四娘心里气急 直接指着瞎子北骂道 死瞎子 进来前不会敲门 瞎子北闻言 伸出手指在门板上敲了几下 紧接着开口道 可在门口出事了 喀萨 前头确实是出事了 当正凡和封四娘去了前厅时 看见前厅大门口站着两个士兵 这些士兵都身穿着黑色的皮甲 大烟尚黑 军装的主色调就是黑色 不过这两个士兵只是穿皮甲 就证明他们应该不是英国进军精锐 也不是什么野战精锐 只是虎头城本地的守军 而在前厅舞台下面 一个文力打扮的中年男子 和一名身上披甲的中年校尉 站在了一起 桓立手中拿着一本册子 校尉则是一脸的桀骜 左边的那个是虎头城的本地主部 静晨 常来我们这里吃饭 右边的那个不认识 我没见过 封四娘小声地对正凡介绍 而后她一步上前主动迎了上去 什么风把咱们陈主部给吹来了呀 也不早点给人家打个招呼 人家也好让姑娘们梳洗打扮一分不是 陈主部在看见封四娘时 眼睛里闪过了一抹邪欲 笑骂道 哎 行了吧 夜这里的姑娘 我这身子骨骼消受不起呀 皮肤操得连城外兵里的丘巴们 都比你们水呢 倒是你四娘 哎 听说昨儿你接客了 哎呦 我的主部大人 我这一大家子的人这么多张嘴 可就靠着这点生意过活了 现在可什么都开始跪了 人家也没法子不是 怎么能看着一大家子的米缸里没米了吧 陈主部伸手想要抓住封四娘的手 却被封四娘不动声色地躲开了 而这时旁边的校尉则是有些不满地皱了皱眉 似乎对于身边的陈主部刚刚称呼自己为丘巴 有些不满意 但他也没有因此发作什么 大烟虽然以武力过 但也成平日久 众文义武的风气 虽然没有那几个大国那么重 但已经有些风向了 不过在看着自己身边的这个主部 一直只顾着和老宝子谈笑 耽搁了正事 这名校尉还是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 只是有一说一 这个老宝子确实是很有味道啊 丘巴自然是有丘巴的审美 教尉听说前国那边的男人喜欢较弱的女子 最好还是缠足了的 但他身为军人 还是喜欢这种骨架大肉厚似的 这屯一拍得起三叠浪了吧 绝对的好生涯 陈主部听到了哼声 当即面色一变 露出了些许讨好之色 看了看身边的校尉 说道 哟 学校尉莫及 莫及莫及莫及啊 紧接着 陈主部翻了翻自己手中的侧子 对封四娘道 四娘 着丁争劳役 你家侧上得出四个丁啊 天哪 今年的劳役不是已经争过了吗 对于英国的平头老百姓来说 缴税和劳役是无法避开的一个坎 也是每个百姓每年都应尽的义务 不过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如果你有钱的话 是可以用钱去赎买自己的劳役的 欲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二十四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杰碧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二十四集 征兵 征兵 客栈的生意还算不错 上半年的劳役已经蒸发过了 四娘是用钱赎买的 哟 这个没办法 不是又有事了吗 这哪成啊 这还让不让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过日子了呀 放肆 大军即将出征 身为燕国子民 为前军输送梁末 本就是责无旁贷 你这妇人 再敢推三祖四 小心奔将的刀不认人 薛孝伟做事要拔刀 封四娘也是很配合的 吓得连连后退 捂着自己的嘴再也不敢叫了 陈主不耸了送金 他是虎头城里的土官 家里几代人都是在虎头城回立 有些时候做事时 确实放不开 好在有这个丘巴在旁边当恶人 四娘啊 按照户籍策上所录 你们这一顾得出四丁 郑阿明 郑成 郑立 以及郑凡 薛孝伟等陈主顾说完之后 一脚踩在椅子上喝道 还不快把人喊出来 这 这 封四娘目露犹豫之色 封四娘目露犹豫之色 扭头先看了一眼正凡 而后欠身道 二位大人 非是人家不愿意为国效力 可实际上我家真出不了四个丁啊 不等那位校封四娘目露犹豫之色 我家阿力 前个就跟着商队跑上去了 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这人家也不晓得呀 我家阿明可正病着呢 我倒是想让他去 可万一他去了 把他的病劳症传染给了军营 那个就是天大的罪过了 哦 你可莫要骗我啊 得 您尽管去问问 我家阿力是不是前天出去了 您也知道的 那个傻大哥吃得多 有伤对药他 包饭只还有赏钱 我自然是一脚就把他踹出去了 至于阿明 这会儿子还躺在后院呢 棺材都预备好了 陈主播 抬手喊过来了一个手下 让那个手下去打听一下 紧接着 更是和那位薛校尉一起去了后院 查看了一下阿明的状况 阿明平日里没事的时候 就是一张苍白的死人脸 这会儿受着伤 那模样瞧起来 那位薛校尉有些不满道 这生病快死丘了的就算了 那个出去跑伤的 算是逃逸 陈主部这会儿身为这家店的 常客 倒是为客栈说了几句好话 哎 薛将军哪 话不能这么说呀 今年份的劳役 人家上半年就完成了的 薛校尉舔了舔嘴唇 估摸着心里还是很不爽力 却也没法子 这次发兵仓促 很多地方都没能做好准备 只能嚷嚷到 还有两个丁呢 这儿呢 方四娘伸手 使了只站在这里的郑凡和梁成 嗯 薛校尉对梁成的体魄似乎很感兴趣 梁成虽然不算高大 但有一种极为轻悍的气质 等到他再看向郑凡时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郑凡才苏醒没几天 气色上虽然恢复了不少 但这身子板还是有些偏瘦弱了 不过按照名册上来看 这二人应该是亲戚兄弟 以及这家的条件 看起来似乎不错 所以混到 可能自备甲咒 可以可以 我们还会自备干粮 薛校尉点了点头 使了指梁成和郑凡道 自备甲咒 明日正午之前 到城外军营那里点道 听到了没有啊 可千万别耽搁咯 听到了听到了 哎呦 二位大人这就要走啊 要不留下来吃顿饭吧 不啦不啦 我们还要继续点名副策呢 陈主部拒绝了 和薛校尉一起离开了客栈 小厅里 大家围成一圈坐下 就连阿明也从自己的棺材里 爬了出来 脸色苍白 在旁边坐着 家子围抿了抿嘴唇 说道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 就两条路 一条是收拾好东西 今晚就离开虎头城 再寻他处落脚 另一条就只能是 我觉得去就去吧 放进这里怪可惜的 很显然 客栈是大家半年以来 经营出来的产业 也是大家在这个世界的 第一个家 就这么抛弃了 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同时 当初为了获得英国 合法百姓身份 应该也是付出了 不少的代价 要是就这么直接跑了 大家就都一起成黑户了 同时虎头城也是接下来目标计划的第一个点 就这么轻飘飘地放弃了 太亏 其实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现在扯其造反 但这条路暂时还不现实 瞎子北文言点了点头道 还是竹上高瞻原主啊 其实他早就有选择了 但有些话还是得郑凡自己来说才合适 身为下属 他当然只能以主上安危为最先 甭管心里怎么想 嘴上得这么去说 这是做属下的政治证据 梁成 主上的安危就靠你了 坐在郑凡身侧的梁成点了点头 眼眸里有一粒煞气收纵即逝 瞎子北诱到 三儿 你明儿也一起跟着去 咱们自带干粮 哪怕是个诸儒 也能打打下手不是 薛三倒是没有对诸儒 两个字有什么敏感 直接点头道 有的 梁成和薛三的状况 瞎子北是有感觉的 有着两个人在主上身边 仅仅是在后方做民夫 运送运送粮草的话 问题应该不大了 其实客栈里的户口上 也是有瞎子北和薛三的 一个叫正北 一个叫正三 但一个是瞎子 一个是朱儒 所以不在牢役蒸发的范围内 封四娘有些犹豫到 孝补 我也跟着主上去吧 叫我在旁边伺候着 主上 你是去做军纪吗 虾子北正对正凡 缓缓地站了起来 虽然他眼眶空洞 但正凡有种 他正在注视着自己的感觉 我们终究只是主上的下属 我们会簇拥在主上身边 为主上披荆斩棘 扫除以后路上的一切障碍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使命 但主上是坐在王座上的王 他必须比我们坐得更高 也比我们看得更远 我想 以主上的性格 也一定不愿意 我们把他当留膳来对待 正凡点点头 回想着自己这几天 连客栈门都不怎么出的心态 脸上露出了一抹效忠 说道 以前看古装片 总觉得里面的战争场面太假 要么是经费不够 要么就是龙套太随意 这次能亲眼去看一看 说实话 我还是挺期待的 这是脸色苍白的阿明插口道 主上 你们是去做民夫 估计只能瞅见板车和草料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记事收听 魔灵第25集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25集 回忆 收 推得动吗 瞧你说的 主上 这点分量 我薛三还真没放在眼里 推不动的话就跟我说 行嘞 小的多谢主上体恤 正凡的甲粥和一些衣服 都被风四娘准备妥当 放在了一个箱子里 箱子则是被薛三背着 另外还有一把刀 也被薛三绑在自己身上 明明沉甸甸的那么重 但这个小小的身板背起来 却依旧行走轻松 梁承则是穿着自己的甲粥 手里拿着一把刀 本来四娘还打算去给正凡和梁承二人 一人买一匹马 但被虾子北直接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很简单 现在自己这边出了假兵 丢名副队伍里 大概能混个小管事的 应送粮草时 做做警戒 摆摆样子 但你要是真的连马匹都准备好了 说不得就被滴溜上去 当府兵上战场去了 家子北虽然嘴里说着 让自家主上出去看看市面 是有好处的 但他可不想自家主上 真的莫名其妙地 为这大燕国捐躯了 同时 客栈所买的甲粥和兵器 也都是按照着普通的来买 也没想着镶嵌上 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低调 纵行的早餐格外丰盛 家子北请示了郑凡 说他正好趁主上不在的这段时间 先把虎头城的地头重新理一遍 等主上等人回来之后 大家伙就能正式开始攻略虎头城的第一步了 不过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 尤其是当郑凡三人走出虎头城 来到军营外头时 看着里面攒动的人影 郑凡心里还真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重生到议事没几天 自己就要去打仗了 军营门口有一个大帐篷 里面有书记官负责清点香继赶来的民夫 穷苦人家或者不是那种脱家带口的人 在昨天清点名测时就已经被顺手抓进了资重营里 而那种有家有口或者有家产的丁夫则被预留了一天的准备时间 后者逃也不好逃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不适 你要逃了 家产就得充公了 登记时 书记官似乎对薛三很不满意 但当薛三说自己会会吗 而且还自备了干粮后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让正凡三人进了资重营 资重营营口有兵丁看守 外围还能看见一队骑兵在游异 等进去之后 看见营门后头三个木桩子上绑着三个劈开入战的家伙 这仨昨晚企图逃走 被抓回来鞭榻成戒了 现在被绑在这里杀鸡儆猴 其实英国对民夫的蒸发 早先是有着一定规矩的 比如一家一户 四抽一或者三抽一 再严重 不过也就是二抽一 但因为英国门阀林立 每个门阀都有着自己的产业 有自己的拥护 也有自己的私兵 这些门阀就像是依附在帝国躯体上的马皇一样 吸食着帝国身上的饮料 这就逐渐使得朝廷所能收的税 和所能蒸发的民力变得越来越有限 在遇到这一次的突然发生的军事行动 仓促之下只能用这种合则而鱼的方式进行民夫抽调 无怪乎当代的这位燕国君主 自从继位后就一直在治理于集权和萧芬 因为这个帝国看似强大 其实已经被触空了 好在那边的乾国和晋国虽然不是门法林立 但其士大夫阶层也早已经腐朽和伟大不调 尤其是乾国 坐拥江南风雨之地 商贸发达 但乾国朝廷却一直收不上商税 财政一直很拮据 经常连驻扎在帝国北方的防御英国铁骑的边军良小都得拖欠 因为老郑家在虎头城算是有产业的 外加良城披甲后的卖相确实不错 在民夫营里被认为武长 武人为义武 所以又加了三个民夫进来 为什么是加三个人 因为薛三在这里不算人 一番折腾帐篷搭建好后 东西也规制完毕已经是下午了 郑凡三人坐在帐篷外啃着饼 葱油饼 油多还是肉馅的 味道确实不错 在瞅见了童五里另外三个人艳羡的目光之后 郑凡给他们每人分了一个饼 他们兴高采烈地接了 连脸成形 此时良城没有任何的表示 他只是坐在那里 默默地观察着营地四周偶尔经过的英国奇遇 在看什么呢 再看我们以后的对手 一具神经病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口 虽说郑凡对这个大音没有什么归属感 也没有什么好感 但还不至于刚来这个世界没几天 就满脑子想着造反 但很显然 自己手下的这些魔王们 其实心里早就开始计较了 总之 今儿个一天 对郑凡来说宛若野催 跑到野外搭个帐篷 夜晚来临后再看看星醒入睡 不过等到第二天清晨 轻号声响起之后 原本的悠险瞬间被打破了 一个个士族拿着提鞭过来 催动大家赶紧动声 乱糟糟的冥福营 开始乱糟糟的发动起来 继而乱糟糟的上洞了 大军应该是在前面 而冥福营则负责在后头运送粮草 大军比这边早一天出发 除了中午停下来休息了一刻钟外 这一整天就一直是在押送粮草 越是进入荒漠 风沙就越大 让郑凡有些意外的是 原本他以为自己会撑不住 谁知道自己居然咬牙撑了下来 也没让梁成和薛三帮什么忙 等到入夜落营时 郑凡居然还有余力 去帮着薛三收拾柴火 把篝火给生了起来 焦铁锅被架起来 烧了水 薛三又取出了自带的面粉 开始和面准备做面条 后勤保障上 风四娘是做了最完善的准备 毕竟在郑凡身上 大家伙还真没觉得 会不舍得花钱 同时 包括郑凡在内 大家心里其实都没有 村前养老的想法 尤其是在确定了路线之后 那种人的结局 要么就是在搞事情的路上发达 要么就是在搞事情的路上 把自己搞死 同屋里 撒路人家跪坐在旁边 潜着口水 等面条下锅 再看见薛三又取出了一份份珍贵的香料后 撒路人家更为激动 出锅了 薛三喊了一声 先给郑凡盛了一大碗 又给自己和梁城盛了一碗 然后指了只锅里剩下的说道 你们分了吧 撒路人家马上就开始捞面条了 最后连面汤都一滴不胜的喝完 晚餐之后 身上懒痒痒的 当郑凡准备回帐篷里休息时 却被梁城喊了过来 怎么了 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主上 今天押送时 我检查了一下我们押送的梁草 怎么说 有点少 少 而且 按理说 大军应该是在我们前面 但今天走过来时 没看见大军行进的踪迹 民夫营是没有知情权的 其实一般打仗的时候 哪怕是普通的正规军士兵 也很难清楚 真正的战队目标是什么 至于民夫们 只需要负责押送粮草 和帮忙修筑营寨就是了 要是局面不好 说不定还得被强行驱赶上去 当炮灰部队用 最重要的是 主上 这太急促了 从蒸发民夫到军队开拔 事件完全没有封上 也没有准备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记事收听 魔灵第26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进攻目标 这边的看守明夫营的军官下手 明夫营里有两个百夫长 一个负责营地里的指挥和行进 另一个则是专司领一支骑兵在附近行动 两百多个正规军 看管两三千的明夫也差不多了 梁成摇摇头说道 等过两天再看看吧 在这件事上 正凡只是个小白 没有去发表什么意境 最重要的是 他相信梁成和薛森 要是没有意外 打完仗大家都能安稳地回去还好 但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自己想要活下去 还得靠他们两个 这点鼻鼠正凡还是有的 一夜平安 第二日明夫队伍继续前进 等到了晚上和昨晚一样继续扎营 第三天也依旧平静 到了第四天的黄昏 明夫营再度速营 这次速营位置不错 靠着一条河 两侧都是孤孤能遮挡风沙 速营之后 许多明夫都可以去河边洗刷自己 实在是这几日一路未行 身上已经像是被贴了好几层沙子 之前是没条件 现在有条件肯定得把自己拾多一下 晚上也能睡个安逸觉 那撒路人打水的打水 收拾杆柴的收拾杆柴 搭帐篷的搭帐篷 学三只需要负责做饭 营地里是有火石的 毕竟大部分民夫可没有老正家这么好的条件 但营地里的火石和这里的小灶比起来 只能算是猪食了 郑凡在河里洗了澡 上岸时看见站在岸边的梁城 看到这一幕 郑凡一时间有一种主公在野外洗浴 将军负责在外把守看护的感觉 这些心思自然不可能说出来 哪怕开玩笑也开不得 太恶心了 不过梁城显然也不是在这里负责把风 当郑凡上来之后 他主动走到郑凡身边很严肃地说道 主上 今晚大概要出事了 怎么了 这个素颜位置 主上觉得如何 郑凡仔细思考了一下 他并不懂古代打仗 上辈子也算不上一个军迷 所以他只能通过自己的视角和思维分析道 这里一可以保证水源 二小谷内暗影可以减少防御面积 如果有敌人偷袭可以更好的防御吧 也不怕敌人截断水源 主上英明 郑凡觉得这些人都学坏了 很没有诚意的马屁像是不要钱一样 而且郑凡知道这具马屁只是铺垫 下面肯定有但是 但是 主上可能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 如果在这里扎营的是三千军士 哪怕不是野战的精锐 但只要是正规的军士的话 倒是可以凭借这里的地理条件 守出效果 然而 主上 这里满打满算 只有两百余兵士 还有两百多名 和我们一样这种自带甲州兵器的 剩下的 基本都是普通民夫 只需要几百骑 从一侧主攻 再从另一侧袭击 整个大营必然亏损 这些个民夫到底是怎样一个质量 郑凡也看见了 按照郑凡说的 一旦有偷袭 让这帮大部分连兵器都没有的民夫 忽然化身铁血战士 显然是不可能的 他们反而会成为炸营的关键 直接导致营铁从内部崩盘 这个是 你和那边的军头说的吗 梁城摇了摇头 指了只远处的那只骑兵 说道 另外 有一件事很奇怪 骑兵拿来护送粮草队伍 这很正常 但这只骑兵 没有散开 却当少骑 这几天来 一直建成编制的缩在一起 与其说 他们是在护送粮草队伍 倒不如说 他们更像是在监控民夫 是啊 梁城一说 郑凡也发现了这个迹象 你以前打过仗吗 郑凡忍不住歪楼了 梁城目光中露出了追思之色 回答道 在上古时 打过 哦 是在僵尸梁城 翻外偏离的吗 郑凡对这些细节 记不清楚了 这时 薛三的声音 忽然从二人身后传来 宛若鬼魅 书上 我发现了一个 很不对劲的地方 薛三说话时 梁城只觉得一股寒意 直接从护起梁位置袭来 让自己倒吸一口凉气 但这会儿郑凡只能强忍着 被惊吓的余韵 问道 怎么了 刚刚做饭时 属下就想着去梁草车那儿 逃弄点梁食出来 毕竟谁知道多久才能回去 咱们自己带着的梁食 能省一点是一点 为了不被发现 属下故意选择梁车最下面的梁带 谁知道 薛三摊开自己的手掌 一粒粒石子 从其掌心落下 熄火 宵尽 每晚 到了一定时候 会有士兵来传达宵尽的命令 让所有民夫 将自己生起来的篝火 给熄灭去休息 荒漠中昼夜温差大 但现在这个季节 加上有帐篷的话 倒还不至于让人无法伸手 好嘞 薛三拿了水 将篝火揪 然后钻入了帐篷里 另外三个路人甲 有自己的简易帐篷 民夫都出来得匆忙 又不是游牧民族 所以民夫营里的帐篷都很小 也就支撑个意思罢了 那些士兵的营帐 倒是看起来不错 一看就是军队里配发的 煮沙睡里面 不睡外面 梁成将自己的毯子 放在了帐篷入口处 躺了下来 正反也没客气 梁成本来就是僵尸 应该不怕了 不过还是有些好奇地 看向薛三 萨儿 你不进来水啊 薛三笑呵呵地摇摇头 从帐篷里 将偷偷带来的酒袋 贴了起来 而后又指了指外头 主上 我睡外面 坑我都已经挖好了 我个儿小 挖坑方便 等薛三出去后 正反也躺了下来 只是 今晚是无论如何 都睡不着了 刀就放在自己 毯子下面 伸手就能摸到 似乎 这冷冰冰的物件 反而才能给自己 带来真正的温暖 主上 尽管休息 我们再盯着 好好 没有过多的交流 因为正凡 相信 良成的判断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27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27集 鬼异 自己等人 现在所在的 运粮队 所承担的任务 绝对不仅仅是 运粮那么简单 良成说 自己等人 现在所在的 资重队伍 大概率应该 被当作诱饵了 且今晚又故意 选择了这种 很作死的 地形扎营 不出意外的话 诱饵的启用 应该就是今晚 但现在 哪怕你知道了 你也没办法 去向上汇报 这种情况 有点像是 电影集结号的情节 你是被上风 选择去做诱饵 去做牺牲的 就算你却告诉了 资重营里的 百夫长 那位百夫长 也很可能会把你 悄无声息地 先解决掉 看那只起兵 在这几天的 诡异表现 不出意外的话 资重营里的 正规军们 应该是清楚 自己证悟的 至于说 为了保护 这些无辜的民夫 去告诉他们真相 然后带着他们 一起乍营逃跑 首先 这里是荒漠 距离边境的 虎头城 有四天的矫程 民夫队伍一旦 炸开四散 无论是蛮人 还是英国骑兵 对付他们 都相当于是 一场一边倒的屠杀 最终能活着 回到虎头城的 也是寥寥无几了 而且 真要这么做了 正凡三人 就得直接成了黑虎 还会牵扯到 虎头城里的 瞎子 四娘他们 所以 没人是圣人 正凡也从未想过 要让自己 去向圣人学习 而且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稍微冷写一点的话 用这两三千民夫 当诱饵 直接全歼敌人 完成战争目的 可能对这些民夫们 是亏的 但对大局 唉 这是一笔糊涂账 糊涂账下 哪怕明白了的人 也只能去学 难得糊涂 正凡在心里 不停地告诉自己 自己只是一个民夫 只是一个民夫 一个民夫罢了 在战场上 能保住自己的命就行了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他也不介意 尽可能地给自己 捞取一些好处 不过因为白天的赶路 体力消耗确实大 躺下去后 正凡还是觉得 眼皮有些重 只能小心翼翼地 一边维系着自己的意识 还稍有清醒 一边尽力让自己眯一会儿 睡在帐篷口的凉城 眼睛时而睁开 时而闭合 帐篷外被掩盖好的小坑内 雪三一口一口地慢慢作着酒水 时不时地用舌头 舔舔自己的嘴唇 可能对于正凡来说 现在是一种胶着的等待 但是对于他们二人来说 这是半年来最大的期待 让这夜来得再深一些吧 营地外的土坡后头出现了一群黑影 黑影在这里聚集 而后又以极快的速度开始分散 慢慢地摸到营寨四周后 分别拔掉了自己方向上的哨兵 开始潜入营寨之中 你很难说他们是训练有素 因为每个人的行事手法都各不相同 但确实是巧无声息 一路渗透进去 没有在营地里引起太大的骚动 这些是平日里狩猎时 所培养出来的本能 荒漠条件恶劣 这些蛮人 本就是大自然磨练出来的战士 哪怕是燕国铁骑 在百年前的燕蛮大战中 也是依靠精良的装备和战术纪律 才抵挡住了他们 也因此 营寨里的这些先前 还是拿锄头的名副 也就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三个黑影 捏手捏脚地钻入了一个帐篷之中 里面躺着三个人 黑影捏手捏脚地 来到熟睡的民夫身边 黑暗中 似乎只有眼眸里的一点光亮 能够传递出彼此的意思 三人几乎是攻势发动 都是一只手先捂住了对方的嘴 没等手底下的民夫苏醒 另一只手持刀就直接对着脖子切割了下去 没有惨叫声传来 不光是这里 还有其他好几处地方 这种渗透和夜袭正进行的井然有序 这三道黑影解决完这一处后 又轻手轻脚地出来 移动到了下一处帐篷 先撩开帐篷布 扫了一眼里面的人数 其中一个黑影有些意外 这个帐篷入口位置就躺着一个人 不得已之下 只能新解决这一个 黑影蹲了下来 倒是流水线上的老师傅一样 接下来的步骤只是一种单纯的重复了 先伸手迅速按压住对方的嘴 对方似乎苏醒了 但没事 另一只手持刀对着身下这个人的脖梗 就直接滑了下去 摩擦声传来 这名黑影愣了一下 这一次抹脖子 竟然给自己一种正在用磨刀石磨刀的手感 而且预想中的热血滚烫液体 并没有建设出来 几乎是本能的 黑影持刀对着下方这个人的脖子 直接来来回回 又切割了好几下 男神在傻 这是人的脖子吗 这么硬 不过黑影的疑惑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一只手忽然掐住了他的脖子 打崩 骨头脆响传来 黑影的脖子被捏断了 脑袋和肩膀开始了这辈子以来最亲密的接触 帐篷外的两道黑影似乎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声响 将一知己正准的有所动作 怎料得在他们身后脚下的土地里 渐渐探出了一个脑袋 薛三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整个人从地下藏身的小羹里 盘跳而起 且在身形达到一定高度后 双手所持的匕首真是向前收割 两道黑影倒在了一声 薛三扭了扭自己的脖子 就为了杀人的感觉 若非是知道此时环境不允许 薛三真想舒服的银叫出来 最好再学起一声狼叫 帐篷在此时被从里头掀开 梁成和郑凡一起走了出来 梁成手里还提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 同时对薛三道 脑袋看下来 好嘞 也就在此时 一道刺耳的受剑声音滑破了今夜这虚假的安静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28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纯洁丽小龙 主播雅菊 后期制作《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28集 写的味道 营寨的大门被渗透进来的黑影门打开 外头忽然传来了战马奔腾的声音 寨子的前门和后门分别有千鱼骑兵呼啸而来 他们嘶吼着咆哮着鱼冠而住 冲杀入了这片营地 营地的少甲早已经被解决掉了 外围的防御也因为先前的渗透而解决了不少 在这个局面下 两股骑兵一前一后 很是顺利的一口气冲进了主营区域 沉睡中的名夫们被惊醒了 有的茫然无措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的则先一步看见了一个个 身穿着兽皮骑着战马冲来的隐瞒者 吓得开始大喊大叫 和梁城所遇见的一样 在敌人的这次突袭之中 迎起很顺利的诈营了 原本主营区还有上百名正规军 也因为自家名夫的四散而被冲散了阵型 直接被蛮人骑兵冲垮后一阵看杀 夜幕下的营地 瞬间成了蛮族骑兵纵营的马场 他们挥舞着马刀疯狂且肆意地砍杀着面前四处奔逃的猎物 先把猎物杀完 随后才是享受分割战利品的美妙时刻 梁城走在前面 薛三跟在后头 正凡走在中间 三人在离开帐篷后直奔迎战的一个角落 那里有堆积粮草的木车 背后还有营地栅栏 算是一个简易的防御攻势了 也是入夜前他们踩好的点 正凡将手里的刀死死地攥紧精神高度戒备 薛三则是坐在木车上晃荡着自己的小短腿 梁城默默地低头 看着自己腰间挂着的那颗蛮身头颅 舔了舔嘴唇 想吃就吃呗 不新鲜了 刚刚怎么不直接吃 胖他叫 这也没多久功夫了 你口味咋这么挑剔呢 进餐时 耳边没有猎物的惨叫声做搭配 就少了太多的味道 薛三撇撇嘴 无声地吐出三个字 穷将就 随即薛三又扭头对身后的正凡道 主上 要不咱们就这会儿趁乱溜出去吧 这儿毕竟太危险了 正凡文言摇摇头道 我相信梁城的判断 这只自重队是一只诱饵 现在鱼已经上钩了 鱼火应该也快来了 虽然以几千条民夫的命来当诱饵 显得有些过分残忍 但事情既然已经被安排下来了 正凡等人所需要考虑的 则是在事先有所准备的前提下 如何尽量保全好自己 同时捞取一些有实际利益的东西 比如这些蛮人的首级 至于逃跑 笑话 现在逃跑和四九叛逃投了国军有什么区别 见正凡坚持 薛三也就不劝了 回过头时 目光和梁城交汇了一项 双方眼里都流转出了一抹心领神会的满意 主上不迂腐 在大家猜测这支民夫队伍的宿命之后 没有吵着喊着说要告诉大家 让大家保命 而是直接说起了另一件事 前天押送粮草时 听那两个士兵说 蛮人的头颅可以换赏钱 也可以筹军功 薛三的嘴巴砸砸砸了几下 心想 到底是能画出自己等人出来的主上 虽然因为是普通人的缘故 所以难免会有些慌乱和不适应 但他的心可真是黑影 两名蛮族骑兵 追杀着一名士兵过来 大头的一个人侧马而上 将那名士兵砍分 同时看见了前面站在木车 和栅栏中间的正团塞上 他们发出了兴奋的闻叫 继而继续催使胯下岛 重新奔跑起来 向着新的猎物发起了冲锋 梁成默默地站了起来 薛三则是闭上的眼睛耳垂微动 郑凡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吐沫 以前只是在一些资料里 得知过冷兵器时代骑兵是绝对的王者 虽然眼下只是两匹战马向这里冲来 但这个人的冲击力 不亚于你站在马路中间 迎面全速开了一辆越野车 马蹄声混着呼吸声 开始逐渐地放缓 放缓再放缓 时间仿佛在此时被调成了冒节奏 不过郑凡还是没有选择逃跑和躲避 只是继续用着似乎不是那么标准的方式 握紧着自己手中的刀 距离拉近了 薛三先动了 他的身子先快速地向下蹲去 而后又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 在战马前端弹起 那名蛮族骑士下意识地挥兜过去 却砍了个空 而薛三却已然出现在他的身侧 且还继续向上 手中的匕首反过提万邪拉 匕首自蛮族骑兵的下额位置刺入 瞬间没入 蛮族骑兵只感觉自己视线一片血红 随即就失去了意识 而梁城这边则是等着那名骑兵 冲到自己面前才动的 可能在那名蛮族骑兵看来 眼前这个男人将会在自己跨下战马的铁蹄下化为肉泥 然而这个男人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意识地挖在了战马的头 战马的前腿直接弯曲下来 恐怖的惯性将其身上的这名蛮族骑兵向前上去 梁城直接抓住了对方的后背兽皮衣服 将其额子在车本上 同时猛地抬起头看向正凡 主兽 几乎是本能的 正凡举起刀对着眼前这名已经完全被制服的蛮族骑兵 直接斩了下去 心血飞尽 见射了正凡一脸 红红的热热的烫烫的 正凡张了张嘴 眼睛瞪得大大的 身形稍微摇晃了几下 慢慢的又品味出了另外一种味道 甜甜的 狼是不会让一只羊来当自己的首领的 如果没法改变这种关系的话 那就尝试去改变 让这只羊去学会奔跑 去学会撕咬 去学会搏斗 让它学会站在山坡上对月长效 让它觉得草料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 让这只羊变得比真正的狼更像狼 两名杀戮到这里的蛮人骑兵已经死了 他们的运气确实不够好 营地现在大乱 到处都是溃散的鸣夫 却偏偏冲到了这里 这里确实只有三个鸣夫 但这三个鸣夫 像是鸣夫队伍里面的课金玩家 贴三很是熟练地用匕首 将这两个手机给割了下来 又看了看一脸血污的正凡 小了小 从怀里掏出一条手绢 递给了正凡 正凡接过手绢 用力地擦了擦自己的脸 其实不擦还好 这一擦下去 刺鼻的血腥味就马上弥漫开来 发了疯一般地往自己的口鼻里去钻 胃里当即一阵翻腾 但正凡还是强行克制着不让自己吐出来 在这种环境下 自己在弯腰后吐 总有一种大傻风景的感觉 虽然知晓自己有点废 但正凡也在尽可能地让自己在手下面前表现得最好 主上 第一次杀人难免会有一些不习惯 但只要习惯喝 你就能体会到此中的乐趣了 真是令人沉醉呀 来 主上 喝口酒吧 正凡接过了酒袋 没有喝 而是倒在了自己的脸上 呼 呼 重重地喘息了几下 舒服多了 好了 我没事了 正凡把自己的刀重新捡起来 薛三将车板上的这具尸体给挪开 刚刚切割手机时没有留意 但当他挪动尸体时 看见尸体上的伤口时 忽然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这一刀的力道有点可怕呀 薛三想问一下良成 但就在此时营地里的战局忽然又发生了变化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29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魔灵》 第29集 逆风飞袭 先前将近两千的蛮人骑兵在潜入者的接应下 很轻易地冲垮了营门 肆虐着大营 但在此刻 外围忽然又传来了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 营地内早已经杀乱一团的蛮人骑兵们 本能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妙的氛围 且这种氛围在有人发现不少粮食袋里 装得是实在实 达到了巅峰 而外头 已经及时赶来 且完成了两头包抄的燕国骑兵军团 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多整顿和思考的时间 冲锋开始 英国以武力国 四大国之中 英国是最贫瘠的 地缘政治也是最差的 可以说英国自立国以来 基本都是在以自己一国之力 去硬扛整个荒漠蛮族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英国地方部队不算 但真正的野战精锐 真正的骑兵军团 哪怕成平百年之后 也依旧流淌着先辈的血泳和惊汗 哪怕是双方在平原上 来一场面对面的骑兵对冲 英国骑兵军团 依旧赶战而胜之 他们的装备和纪律 也确实是蛮族骑兵 所无法企及的 更何况眼下 两千语蛮族骑兵 已经在营地里 奉纵的撒花了 早就已经乱了建制 没有预备冲锋的距离 没有成型的组织 在面对真正的精锐骑兵的冲击时 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前后 两支英国骑兵像是 两把锋锐的铁针一样 直接凿穿了营地内的蛮族骑兵 这一次对应的冲击 其实已经将蛮人骑兵击垮 剩下的就是分队去围杀 郑凡这边又遇到了 两个仓皇撞过来的蛮族骑兵 只不过这一次 两者没有再抓来对郑凡恋胆 和薛三一起 一人一个直接砍了 紧接着就看见一群 身着黑甲的英国骑兵 从前方不远处横扫了过去 不过他们并未留意这里的郑凡三人 而是追上了前面那一群蛮族骑兵 梁城往后退了几步 靠在车板上 薛三则是扎巴扎巴嘴 感慨道 这个将军是哪个 还真是心狠手呢 拿民夫的命去当诱饵 自己再来共中捉兵 想全间一支起兵 确实太难了 外加蛮族应该是部落制 基本没有城市 想灭掉一个部落 就必须将他整个部落的轻壮给灭掉 否则 他们完全可以重新去牵 就在这时 刚刚歇下的薛三忽然跳了起来 郑凡只觉得眼前一黑 就被薛三扑倒在了地上 一根箭矢 从郑凡先前所站的位置 急驰而过 同时洞穿了另一侧的车板 梁城马上持刀跳过了车板 冲向了纳克方向 而在那边 则有一名身高近两米 穿着盔甲的门人 持有赢了赛 这一份的承刀在天气中 坠出了连结 和星四季 只不过因为刀质量上的差距 或者说对方手里 应该拿的是一把宝刀 在第三次的听刀时 梁城手中的刀直接断裂 梁城本人也被这力道震荡 互退了两步 对面那位蛮人大汉虽然刀还在 但他本人则是连退了四步 差点睡了 别管我 去帮忙 我自己躲 正凡推了一把扑倒自己后 一直蹲在自己身边 警戒得虚森 紧接这二话不说 本就躺在地上的他 顺势向左滚了两圈 直接滚进了车板下 在这个时候 嚷嚷着别管我 我们一起上去厮杀 是愚蠢的 因为正凡清楚 自己几斤几两 要是自己继续逞能 或者跟言情距离那样 表现出一种不离不弃 那才叫真的拖后腿 且自己如果站在名处 还会让他们两个分心 倒不如自己光棍一点 直接认怂先躲起来 最重要的是 在刚才 梁成和那个蛮人大汉拼刀时 他看见那个蛮人大汉身上 闪烁了好几次灰色的光芒 这个世界的舞者分九品 具体细节是什么 正凡不清楚 但他明白一个道理 会发光的比不好惹 嘿嘿嘿嘿嘿 歇三发出一阵音效 也学着正凡的动作滚动起来 只不过他滚的是正凡的反方向 梁成将手中的断刀丢到了里面 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被归弯 整个人身子略微前倾 但眼睛一直盯着面前的 这个高大的对手 你的刀断了 蛮人大汉扭了扭自己的脖子 重新握紧自己手中的刀 梁成则是面无表情的回应 无所谓 我本来就不怎么会用到 满人大汉没在当地 举着手中的刀再度砍来 这一次似乎是因为没有武器的原因 梁成没有在选择硬扛 而是开始了独闪 连续劈砍了几刀 依旧没能劈中对方 蛮人大汉有些着急 现在的局面对于他们来说非常不利 必须尽早突围 否则等英国骑兵清扫完大步之后 彻底控制住了这里 他们再讲出去就难了 这帮该死的硬狗 居然拿人命来当有儿 蛮人大汉再次一刀劈小 且再度被梁成侧身闪过去之后 他的身体直接撞了过来 大汉的肩膀狠狠地撞击在了梁成的胸口位置 发出了一声闷响 这一撞之下 最吃惊的竟然是大汉本人 他已经是部落里少见的勇士了 尤其是这身体魄 摔跤时 显有能和自己抗衡的对手 但眼前这个穿的 和民伏一样的英国人 胸膛坚硬地 简直不符合常理 确实很不合常理 因为正常人 不会跑去跟一头僵尸球而摔跤 本能的 在撞击同时 也拉近了距离之后 蛮人大汉顺势提刀 准备贴过去 然而 他的刀身上 却忽然传来了一股阻力 有些恶然地低下头 大汉震惊地发现 眼前这个英国男人的手 不 确切地说 是他的指甲 竟然卡在了自己的刀身上 满人大汉身上再度闪现出一道灰色的光芒 力量再度低盛 刀身和指甲产生了剧烈的摩擦 但这指甲竟然没有断裂 反而陷入了和锋锐的刀口僵持之中 梁城的眼眸深处泛起了阵阵的血色 沉生道 我还是更喜欢用指甲 另一只手腾出来 指甲也长长了许多 对着蛮人大汉的胸口位置就直接刺 蛮人大汉的盔甲在这诡异气散发着黑气的指甲面前 似乎没办法起到多大的防御作用 只是稍微组织了一下就被指甲刺出来 黑色的指甲也刺入进了蛮人大汉的体内 一根箭矢再度袭来 直接射中了梁城的左臂 梁城的左臂位置传来了骨壳断裂的声响 整条手臂完全使不上力气了 蛮人大汉趁着这个机会 一把扛开梁城 同时一脚踹过去 梁城被踹飞出去 撞到车板上 连带着其身下的车板也直接断裂 后方刚刚射出了一箭的精兽男子 目露疑惑之死 他先前之所以没选择直接射对方的后背 是担心箭矢贯穿过去 将自己人也一起伤了 但哪怕是从侧面射过去 他相信自己箭矢的威力 至少能够将整根箭矢完全刺入对方体内 将对方像是钉钉子一样钉住 但自己的箭矢却只有箭头位置 没入了对方的左臂之中 而且他可以确定 对方那条手臂的位置可没有披甲 阿里谷小心点 那个人有问题 你还是小心你自己吧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三十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三十集 杀神 精神男子顿时一惊 他是部落里的神剑手 感觉最为敏锐 怎么可能让人悄无声息间静得深 然而 薛三确确实实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同时送上去了自己的匕首 这一次匕首没有去抹脖子 而是直接刺入了对方的后背 且不等对方反应过来 薛三双手抓住了这把匕首 狠狠地下拉 好了 羊肉店里杀羊 就是将羊在开水里泡了之后 挂起来拿着刀 从脖梗位置一路下拉 像是给羊脱衣服一样 薛三这里也是一样 只不过他是反折来的 从其背后一路下拉 到其双化之间 整个窃了下去 心血像是不要钱的喷泉一样 喷涌而出 这本该是一种很令人享受的过程 至少对于薛三这种人来说 这世上似乎没几个事情 能比一敌人鲜血沐浴更美好的了 然而 大概是因为体味的原因 鲜血喷射之中 忽然喷射出了一股误会的东西 且又因为薛三个头比较矮 脑袋也就到正常人的胯部 所以被完美地糊了一脸 那滋味 那酸爽 那热度 那粘稠 薛三整个人像蒙了一样地站在原地 身体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 是 你大爷 阿猜渡 神剑手同伴的死 让蛮人大喊近乎发狂 他和阿猜渡是首领手下的两大勇士 这么多年来一直随乎在首领身边 早就是如兄弟一般的情谊 我 我要杀你 阿 满人大喊提起自己手中的刀 像刚刚被他踹飞出去的梁城重来 梁城的左臂中了劲 此时躺在地上 似乎因为伤势过重 所以没有站起来 阿 而这时 先前一只躲藏在角落里的正翻 大叫着举着刀冲了出来 先前他躲起来 是不想当累赘 这会儿再不出来 梁城就要被这个蛮人大汉给剁了 梁城依旧躺在地上 看着另一个方向一边喊 一边向这边冲来的正翻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 摇摇头 出发前一晚 虾字尾曾把他们秘密招来谈过话 虾字尾说 我知道大家现在心底对主上 还是不那么瞧得起的 但说到底 可千万别忘了 我们可都是主上创造出来的 如果将现实世界比作一个牢笼的话 主上当初可以说是一直被所靠在牢笼之中 而眼下 只需要我们给予主上一个可以自由发展的环境 作为能够缔造出我们的造物主 他日后肯定能成长成足以带领我们 且真正值得我们去跟随的手里 正凡现在是真的豁出去了 他知道那个蛮人大汉很强悍 哪怕对方身上不闪光 自己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但在这个时候 继续哆哆嗦嗦地藏在角落里 看着梁城被砍死而无动于衷 只奢求对方可以不要注意到自己 好让自己保住性命 这不是正凡的性格 他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 在这个世界里 每多活一天都是赚的 所以他不想抱着遗憾去苟活 也因此哪怕正凡输出全靠吼 至少他还是冲了上来 而且吼得响亮 冲锋中的蛮人大汉身体忽然疑产 身形直接止住 他有些惊恶地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 掌心位置已经是漆黑一片 一口泛着污浊气息的血从他嘴里喷出 身体随之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 他中毒了 而且是很可怕的毒 毒来自于那个英国男人的指甲 正凡已经冲到蛮人大汉面前了 但蛮人大汉只是很茫然地抬起头 看着逐渐和自己拉近距离的正凡 他想举起自己的刀 但他的刀落在了地上 他想挥起自己的拳 但他的身体却开始抑制不住地向后倒去 正凡脑子里面已经没有多余的思考了 他冲到了一定的距离之后 直接将手中的刀使尽了全力地劈砍了下去 第一声倒地 是蛮人大汉摔倒在了地上 嘴角不停地溢出鲜血 生机已经被尸毒彻底绞杀 第二声倒地 是正凡因为蛮人大汉的倒地 他的刀挥空了 在这不顾一切的惯性牵引之下 正凡也摔倒在了地上 远处啊 一脸响得薛三还不忘发出了一声欢呼 主上威武 正凡有些不敢置信地看了一眼自己身侧 躺着的已经死去的蛮人大汉 他心底没有丝毫自己没能亲自手刃对方的遗憾 有的仅仅是劫后余生的强烈清醒 无怕死不等于不想活 梁城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右手抓住了剑尾一翻了 将那根剑尸从自己的左臂位置拔了出来 鲜血倒是没有流淌出来 只留下了一个贯穿洞 洞口位置还有一层层黑色的煞气在环着 撕下自己的衣服将伤口包扎了几圈做遮掩之后 梁城走得过来 对躺在地上还在大口喘气的正凡伸出了手 正凡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伸手抓住了梁城的手站了起来 那边薛三发出了一声惊呼 主上这抓到了一条大鱼了 正凡和梁城马上走过去 看见先前两个蛮人所冲出来的地上 有一个身上中了两箭 还有好几个大创伤的老者靠在那里 老者身上的甲咒虽然已经坑坑哗哗了 但依旧能够看出奇之名贵 在蛮族部落里甲咒还能追求美观 已经是绝对的奢侈了 甚至先前那两个蛮人 应该是想护送这个老者逃出包围圈 才先将老者放置在这里 想要快速地解决自己等人 老者现在睁着眼 十分愤怒地盯着正凡三人 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老 但若是没受伤之前 应该也是个棘手的角色 主上 这个老家伙抓活的话功劳更大吧 正凡咬了咬嘴唇 说道 傻了 啊 站在正凡身边的梁城也开口道 傻了 他应该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对这个世界 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但这种了解还没有深入 天知道刚刚梁城的战斗方式 会不会在这个世界里显得很另类 也是啊 也是啊 而这时似乎知道自己的结局的老者忽然瞪着梁城吼道 魔鬼 魔鬼 哼 答对了 薛三的笔手滑了下去 雨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31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区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若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31集 真功 英国的骑兵已经控制住了战场局势 大规模的绞杀已经结束 现在也就剩下的营地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不漏过任何蛮人 有一支骑兵队伍发现了一处很奇异的地方 五名骑兵策马在一堆木板车前 每个骑兵的眼里都带着浓郁的震惊 板车上放着一排的蛮人头颅 蛮人的发型和烟忍完全不同 烟忍虽然地处北方 被中原起大国称为蛮夷之国 但那只是相当于后世的地狱骑士 而蛮人的那种匪夷所思的发型 以及他们喜欢在自己脸上和头皮上弄纹身和弄伤口花纹的风俗 使得他们的手机极为好辨认 一个侏儒蹲在板车上 一个左臂包扎了的男子站在另一侧 正中央站着的那个男子一脸血污 而且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老者的人头 在其脚下有一具无头的尸体 鼓掌的目光瞇了瞇 在这一刻他有一种下令自己手下发动冲锋的冲动 那些个蛮人手机固然贵重 都能算功或者算赏 但他更加看重的还是那个老者的人头 他大概已经猜出来那颗人头主人的身份了 中军那边之所以还没有停止搜索 就是在找那个老人 对面仅仅是名夫罢了 三个名夫到底是多好的命 居然能够以幼儿的送死的身份 在这场乱局里拿到这么多的手机 且将这一站最大的功勋捏在了手里 学三嘴里咬着一根草莖 很是嫌弃自己身上的味道 但他更嫌弃的是眼前这五名燕国骑兵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杀机 这杀机是对着自己三人的 他扭了扭脖子 嘴唇微微翻动 小声道 若是啊 他们打算黑吃黑啊 争弓 甚至不惜为此对袍泽下手 是军队里难以杜绝的一件事 尤其是正凡三人这装束 在那几个英国正规军演里 只是民夫罢了 战马开始刨动自己的蹄子 骑兵们已经按捺不住了 这会儿还乱糟糟的 还能够动手 要是再耽搁下去 等搜捕结束了 眼睛就多了 再动手也就不方便了 这名武长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扬起了自己手中的斩刀 就在这一时 一声击吼从五名骑士身后传来 武长身体当即遗产 这一声售吼代表着谁来了 他们很清楚 骑士们马上策马转向 将那个方向低下了头 同时右手锤打自己的左胸甲周位置 又是妖兽吗 边上的梁城也默默地直起了身子 而这时 正凡看见一头脑袋有着双脚 面容看起来像是老虎的妖兽 正在慢慢地向这边行来 这是一个长相很怪异的妖兽 但严格意义上去找相似点的话 似乎比先前在虎头城里 看见的那位昭桃使大人胯甲的坐骑 更像皮胸 妖兽上面坐着一名身穿红色甲皱的青年 青年的脸很白 在青年身后 有一名身穿着紫色长袍的老人剑客 抱着剑一步一步地跟着 妖兽穿过了那五名骑士 直接来到了正凡的面前 其身上所坐的那位红色甲皱的年轻将领 嘴角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先是扫过了那些手机 然后再在正凡三人身上扫过 再扫过薛三时 青年将领微微醋眉 战场上军营里 味道自然不可能清新芬芳 但这么浓重的味道 就这么站在你面前 还是有些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片刻后 红甲将领微微弯下腰 盯着站在三人最前面的正凡 说道 都是你们杀的 正凡点点头 目光和对方对视着 怎么杀的 运气好杀的 红甲青年坐直了身子 脸上的表情让人有些难以琢磨 把催动手中的缰绳 妖兽扭头往回走 走到了那名骑士舞掌面前 可知罪 红甲将领很平静地开口道 那名舞掌愣了一下 而后马上下马跪服了下去 末将知罪 军队里可不仅狡辩这一套 也不是很讲究人赃俱祸 因为你很难去想象 你到底是不是自家主将 所要杀的那只鸡 嗯 知罪就好 红甲将领点点头 那名舞掌文言 惊恐地抬起头喊道 但他们只是民夫 他们只是诱饵 意思是 这种层次的人 杀了也就杀了 他们现在是袍泽 紧接着 红甲青年轻声道 七叔 那名老将客身上 忽然释放出一道 红色光芒 剑锋出窍 而后回归 舞掌的头颅滚落了下来 其余四名骑士 马上一起下马 贵服在地上 瑟瑟发动 红甲青年 似乎不打算 继续惩戒这些小兵 反而侧过身 看向身后的郑藩三人 刷洗一番后 到我军帐来 郑藩有些惊异 而这时 那名抱贱老者的目光 忽然扫了过来 带来一股冷冽的寒意 末将遵命 正凡学着心前 那位吊脑袋的 武掌说话的方式回应 然后双手抱拳 也没想着要跪下来 一个名夫 居然自称什么墨将 红甲青年笑了起来 转而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吩咐道 对了 那个矮子 哪怕洗掉一层皮 也不准进我的军帐 吩咐完 红甲青年坐着自己的坐骑 缓缓地离开了 那名抱贱的老者 依旧跟着他一起离开 危机解除 正反长书一口气 而薛三则是有些不满地嘀咕道 臭娘们 居然敢嫌弃老子 薛三坐在木桶里 搓弄着自己的身体 这木桶是从火头军那儿要来的 不是芋桶 平时只是拿来提水的 但对于薛三的身材来说 也够用了 甚至还有富裕 你说 咱主上会不会和那位将军 发生点什么 薛三一边洗澡 一边对坐在帐篷内 那一头的梁城问道 梁城看了薛三一眼 说道 狗鼻子都没你领 那是 就算是四娘的翼龙术 也瞒不过我的鼻子 包括是 薛三大叫着用水 开打着自己的身体 这已经是第五桶水了 作为一个刺客 背后偷袭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薛三也记不清 自己到底是从背后 杀死过多少个猎物 但这种被猎物的降虎脸 还真是第一次 为此薛三只能认为是 自己当时将匕首 在对方体内下拉时 加了不少按劲 本意是将对方体内的器官 一击搅碎 谁知道离心力过大了 这件事不准说出去 回去后绝对不能告诉他们 欲知后史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32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32集 女将军 梁城无所谓的摇摇头 薛三继续写着身子 回归了先前的那个话题 按照正常剧情来走的话 一般男装的女性角色 大概率会被主角收入房中 一开始可能还交情 但慢慢地就对主角死心塌地了 剧情 对呀 一天屠龙记里的皱眯 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同样的例子多了去了 现实里 女人喜欢上一个男人 还得看那个男人的外表 性格 诚意 还有身家彩礼什么的 但在文艺作品里 只要那些作者想 总能给无数个女人 找到倒体主角的理由 梁城有些无奈地拿出水 扒开筛子 磕了一口道 那是假说 如果不是现在外面不方便出去 你梁城的性格 真的不会选择坐在这里 一边看朱如脱光光地洗澡 一边和朱如吹砍 我刷死僵尸 做人可不能我本啊 你忘了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了 梁城文言 微微皱眉 有些事情 接受是早就能接受的 但接受不等于理解 对于别人来说 可能只是一本漫画 但对我们而言 则是我们的人生 没工夫和你思考哲学 现在想想 我都有些后悔啊 主上出去时 我只拦得及告诉主上 那个穿着红甲的将军 是个女人 却没有好好叮嘱主上 叮嘱什么 叮嘱主上 如果到了对方大仗前 不管门口有没有手柄 只要对方让你等一会儿 等通报再进来 那就一定不要等 冲也要直接冲进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将军 多半是在洗澡 然后主上机缘巧合之下 先进去之后 可能把他的身子给看光了 接下来 那个女将军 就会又凶又能 可能会下令惩罚主上 但主上 作为第一个 除了他爹以外 第一个看光他身子的男人 肯定会在他心里 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后 然后他让人把主上 推出去砍了 主上蹙 薛三有些无奈地 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惆怅道 你这人啊 忒俗 是你不切时机 生活永远比艺术更艺术 要知道 这可是主上苏醒以来 见到的 第一个在这个世界里 上得了台面的女角色 不发生点什么 不摩擦点什么 不埋下点伏笔 好像真有些说不过去吧 梁诚已经不想说话了 他觉得这诸如不光是身体发育不好 脑子可能也有点影响 或许 秦思雨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吧 因为个头一直比同龄人矮 因为身体不好 所以喜欢宅在家里 脑子里却充满着幻想 而这种性格和习惯 也被他笔下的人物薛三 给完全地继承了 想想看 哪个女人 竟然能够女扮男装 统帅军队 身份肯定是不低的 真要是被主上给收了 对于咱们来说 也是一股助力 相当于在创业阶段 就有了人主动送来了风头 而且还主动 遣规则让你收下 事成了 我们是多损失的 也就是主上的义管 万子千孙 他不配 别这样说 我们主上还是很优秀的 我说的是那个女人 她配不上主上 血散微微皱眉 双臂挂在水桶边 看着梁城 念玛 你现在舔着 这么不要脸的吗 有我们在 主上能取得这个世界上 最优秀的女人 血散文言愣了一下 眼睛眨了眨 他无法否定这句话 甚至心里还认同着这句话 不过短暂的沉默后 血散还是开口问报 现在我们却还很弱小 那些个蛮人倒是不算什么 单挑的话 哪怕是那种身上会发光的家伙 我们也能靠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弄死他们 寻常士兵一个一个来就是送死 来五六个 顶多费点功夫 那要是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呢 那些燕国的骑兵你也看见了 如果在平原上 没有地形优势借助的前提下 五十个骑兵轮番节日冲你 哪怕你是僵尸 你能撑得我几轮 梁城侧过头 看了一眼自己左臂的声势 说道 我们才只恢复了一点 距离每个人的巅峰 距离每个人真正的实力 现在众人所恢复的 真的仅仅是冰山一脚罢了 谁知道怎么能再恢复一点呢 要是真的多恢复一些 就不是咱们主上去见那个女人了 而是我们直接从万钧之中 把那个女人给捆马过来 送到主上的床榻上去 别告诉我 你没发现 发现什么 主上的戾气 约三的脑海 僧底浮现出那个被主上堪死的 那个蛮人骑兵 你的意思是 我们的实力能恢复多少 是否进一步恢复 关节 还是在主上身上 我只知道 主上没苏醒之前 我们只是普通人 而且 主上才苏醒多久 一起 就忽然变得堪比 常年锻炼的成年男性了 前前行军时 我一直以为主上 会支撑不下来 但 他却坚持下来了 可能这一点 主上自己 还没真的发现和意识到吧 那就是 进步的 可能不仅仅是我们 郑凡来到了军阵外 外面倒是没有多少士兵在把守 只有那位抱歉老者 一个人站在帐篷入口处 也没让郑凡等 郑凡刚走过来 老者就伸手掀开了帘子 示意郑凡可以进去了 进去后 已经从薛三口中 得知这是一位男扮女装的将军 也没有再洗澡 他依旧穿着他那套 很显眼的红色甲柱 跪坐在桌案后 手里翻着一些信箭 眉宇间自有一股子 阴气在流转 郑凡进来之后 犹豫了一下 丹西跪了下来 外见将军 至于末将 倒是没有再说了 将军将手中的信箭 丢在了桌子上 然后有兴致地端详着 跪在自己下方的郑凡 你这次立的功劳不少 我要奖赏你 郑凡没说话 只是抬起头看着他 尤其是多注意了一下猴杰的部分 但因为有盔甲的遮挡 看得不是很清楚 最重要的是 也是因为盔甲的遮挡 这个女人身材如何也不知道 毕竟盔甲的苏醒效果 可比胸罩要强太多 郑凡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脑子里 现在居然想的是这样的东西 大概是因为有点紧张吧 所以下意识地 发散了一下自己的思维 男人有两个大脑 都长得跟核桃似的 一般来说 其中一个大脑在运行的时候 另一个大脑往往会陷入迟钝状态 而那位将军也有些尴尬 毕竟上位者似乎都习惯了 自己说要奖赏谁时 下面的人再表一表忠心 韩医生为老大效忠 别无他求 当然了 这话是不能当真的 但大家似乎都讲究这个流程 而眼下 这个男人似乎没有配合自己演出的打算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33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居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若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33集 升官 将军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说道 两种江赏 让你自己来选择 一个是进我的亲兵营 成为我李家的家丁 过两年是外放出去还是继续在本家待着 路都宽敞得多 另一个 你是虎头城的人吧 是 兵部和户部前些日子下了一条赵令 因为近年骚扰商队的马匪越来越多 要求各个要塞城池组建自己的护商队伍 但是上头可是一点军费和军械都没有拨下来 意思是 只给一个三百人的编制 至于其余的 由各地自己解决 所以 这第二条奖赏 就是虎头城地区的护商校尾 说到这里 将军自己都觉得有些说不下去了 顿了顿 继续等 算了 等明日大军开拔后 你就随我回李家本家吧 之后的前途 不会 我选第二条 正凡马上抬头说道 将军的话音忽然一致 似乎有些不敢置信 又问了一遍 选 哪条 第二条 宁做鸡头不当凤尾 自己在虎头城 好歹手底下有七个魔王 整天中二气息满满地喊自己主上 自己脑子有病啊 好去你那里去趟家店啊 最重要的一点是 正凡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这次的功劳 他只是个打酱油的 梁城送了个人头给他拿了一家罢了 真要是自己离开了这些手下们 一个人出去闯荡 正凡觉得 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 不会后悔 正凡深吸了一口气 很严肃地摇摇头 说道 我后悔 能告诉我理由吗 我李家的家丁 就这么让你看不上眼 虎头城是我家 我舍不得离开他 主上 其实我觉得去当家丁也挺好的 说不定还能争几品家丁 薛三如是调侃道 正凡懒得搭理薛三的口哗哗 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 去李家当个家丁是一件难以拒绝的事情 这里的家丁和寻常大户人家的家丁可不同 不负责打杂作家务 而是私兵 吃最好的用最好的 赋死子继 也是对主家最忠诚的一个群体 有点像是帝王的御灵军 可以说 进了那个圈子后 熬个三五年 就是李家的嫡系了 而李家 经过后来薛三打探来的消息 是北风郡最大的一个家族 人听不是很风貌 子嗣一职不娼 但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功勋武将世家 家里世代成习镇北侯爵位 有点像是明朝时的穆王府 但正凡怎么可能抛下自己的七个手下 一个人不好去当家丁呢 对这个世界人生地不熟的 也就只有这七个手下 才能让自己有安全感 而且就算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 自己当小老板 也比给别人打工要好得多 昨晚做营时 我特意去了军官军帐里 偷听他们的聊天 那个女人的军帐 那个拿贱的老头寸步不离他 现在的我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瞒过那个老头 所以选择了中层军官的军帐 倒是听到了不少的消息 眼下这李家 也就是这镇北侯家的日子 可不算好过 因为荒漠上的蛮族 已经完全分裂成了一盘散沙的关系 所以已经有快一百年 双方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役级的冲突了 只多也就是小打小闹 也因此镇北侯一脉的地位 开始越来越低 其实也怪他们自己 不懂得玩一手养酷自重的把戏 然后这一代燕国国君 集会后就一直在着手消贩 先削弱下方喷阵的力量 进行集权 像是有打算对中原用兵 称霸中原 当代的镇北侯 前阵子已经被三道圣旨强行要求进京了 名义上是为了庆祝太后大寿 但实际上已经被软禁在了京城 眼下镇北军上下也是有些人心惶惶 所以这次是李家在示威吗 差不多吧 借口是镇北军的两个赤猴 在哪家蛮族部落的势力范围内失踪 镇北军要求进驻进行搜查 被对方拒绝了 接下来镇北侯府就点了几千镇北军铁骑 直接删了过来 那个蛮族部落的首领倒是有点脑子 像要截杀良道 谁知道那个娘们更狠 把几千敏夫直接拿来当诱儿 全监了那个蛮族部落这次出动的所有人马 故意挑衅起兵 是为了向燕国朝廷显露出李家 对北风郡对镇北军 依旧有着极强的控制力 让朝廷投鼠忌器不敢对在京城的镇北侯下手 故意用民夫当诱饵 因来是想着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战果 让这场注定无法持久的局部战争快速结束 毕竟这场战争是镇北侯府擅自做主 并非是朝廷的意思 镇北侯府也拖不起 必须让战争快速地开始 同时也要快速地结束 否则 无论是朝廷那边的问责 还是荒漠蛮族 因此而慢慢地团结联合起来 都不是独独一家镇北侯府 所能够承受得起的 二来也是自巫 巫会李家的门楣 让燕国朝廷的皇帝和大臣们 觉得李家只是一门匹夫 降低警惕性 但凡有反心 想问顶那个位置的家族 至少在启示前 都会做出爱民如此的感觉 以收满人心 镇北侯府这次拿数千民夫 作用耳的事情 相信不久之后就会传开 虎头城包括整个北风郡的百姓 都会对镇北侯府辞聚有恶感 但朝廷那边却会很高兴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懂 郑凡有些意外地看向梁城 在郑凡的印象里 梁城一直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但这样的人 心里却对这类弯弯绕绕 门门道道的东西 摸得一把轻 这次的事情 未曾经历过 小兔死 走狗烹 这是古来不变的道理 而且 有的时候 只要你站在了那个位置 哪怕你自己对上面再忠心 也无法保证 你的手下人会一样忠心 就像是赵康印吗 差不多 三个人坐在土丘上 一边聊天 一边看着前方军队的行动 郑凡先起身 拍了拍裤子 说道 行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回去好好想想 怎么把那三百人的编制给拥好了 学生迫不及待的迫茫队 只有编制 没有前两军系 朝廷确实为了保护商路 下了诏令 但却不是真的要求 各个边境城镇 自给自足地维系筹建 城里的商队护卫队 而是要求李家为首的这一批北风郡的军头们 抽调人马 去各个城镇负责 这其实也是一种削弱对方军事力量的手段 边境类似虎头城的城池 有很多座 这边三百 那边三百 折算下来 真不少了 软刀子鸽肉 有时候反而更疼 但很显然 李家没打算真的遵命 身为潘镇 现在当家主人 也已经被软禁在了京城 要是还继续自断手脚 那就真的是彻底 把自己变成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 那个女人才会对郑凡说 只有编制 没有人马军粮器械补充的话 梁城冰翻身上 听到郑凡的话 脸上露出了一抹自信之色 说道 主上 钱和人的事都不用担心 要是瞎子和四娘他们 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他们自己 也就没脸继续跟着主上了 薛三在此时插话道 不 四娘留着有用 瞎子可以丢了 到底是立了功的 所以在离开队伍 回虎头城时 每人送了一匹马 不 还有一张 当在那位女将军看来 毫无用处的一张军令 虎头城 互商校尉 三百人的编制 烈日中的 三集一同奔腾 扬起了一串尘杀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34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 《魔灵》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岳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34集 属于吸血鬼的雨天 姐妹们 这桌上的 都是我给大家准备的盘缠 这个是你们的气 你们看着 我现在就把它给烧了 封四娘手里攥着一把气书 一股脑袋都丢进了火盆之中 只是面前站着的这些婶儿们 却没有一个表示要走的 也没有一个上来拿钱的 气书 主家直接给烧了 不用你掏一分钱赎身 还送你盘缠 放眼天下妓院 这么好的妈妈 是真的独一份了 当然 要换作内地的城市 有这种好事 姑娘们估计早就巴不得 蜂涌上来拿钱走人 但这里是混头城 而他们 也不是什么娇滴滴的美娇娘了 有人跪了下来 在带头作用下 大家一起跪了下来 妈妈 你可不能不要我们呀 是啊妈妈 没了你的庇护 我们大家伙还能去哪啊 妈妈 我不想走 这半年以来 打客栈开张 四娘说了不少事 都是些日子过不下去的苦命人 今时不同来日 正凡之前所在的那个世界 那个国度 有手有脚的话 你想饿死还真挺难 但当下 是一个真的很容易饿死人的世界 怎么了 四娘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这死气白赖的 还赖上我了 是怎么回事 啪 四娘一巴掌拍在了桌面上 妈妈的气势恐怖如斯 四娘带手底下的姑娘好 这手底下的姑娘们也都清楚 比起外面窑子里 那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老宝子 四娘简直就是菩萨了 但四娘遇下也极为严格 把他们也是收拾得服服帖帖 四娘一旦发怒 他们还真不敢继续呼喊下去了 只得一个个地低下了头 这一个个的 私房钱应该没少存吧 咱的价势不贵 可咱们快啊 这一天天下来 你们也都攒了不少了吧 姑奶奶我在这方面 可没一个人吃毒食 小费什么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倒好 姑奶奶我把你们的气书都给烧了 盘盛给你们背下了 你们接下来 是继续留在虎头城 还是去其他的城镇 是去做做小本生意 又或者寻个老实人嫁了 再或者是出了我这个门 马上钻进其他的窑子里 继续这个营生 这都随你们 你们也都去的 咱们谁都不欠谁的 也别在老娘面前哭哭啼啼 你们那点活去 还是老娘我教你们的 你们骗面客人可以 还想骗老娘我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婶们互相看看 也都慢慢地站了起来 开始一个一个地走上前拿盘缠 拿了盘缠之后 再对四娘重新磕个头 有个婶拿了盘缠磕了头 没急着站起来 而是问道 妈妈 这顶开得好端端的 为啥叫关了呢 关 谁说老娘要关店了 那不关店为何要 封四娘笑了笑 身上指了指自己的理 老娘以后要颤爷升级 这半年来 老娘是真的受够了 这话的潜意思 可以翻译成另一句话 一句大部分班主任 都会说的一句话 你们是我带过的 最差的遗迹 还是红酒好喝呀 瞎子被放下了酒杯 脸上露出了享受的深色 省着点 没酿多少 已经恢复了的阿明 坐在瞎子被的身边 院子里下着雨 敲打着琵琶树 以后可以多酿一些 阿明侧过脸 看着瞎子被 要开始了吗 瞎子被伸了个懒腰道 那得看你恢复得如何了 我没问题了 吸血鬼的恢复速度和男人的速度不同 但都代表着一种骄傲 没问题就可以开始了 哦 身体没问题了 但其他方面 还有两个问题 说 第一个问题 主上还没回来 你就擅自做主开始吗 主上迟早会回来 我们做的不过是 微不足道的事罢了 这点自觉和主观能动性 咱还是有的 好 第二个问题 前天我就和你说了 我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前天不说开始 而是选择今天 因为今天下雨了 啊 我觉得下雨天 适合杀人 阿明站起身 看着依旧坐在靠椅上 瞇着眼的瞎子呗 过了会儿 开口道 你好馊啊 一辆罗马车从客栈里 被拉了出来 罗马在前 后面不是车厢 而是一个板车 板车上盖着一块帆布 平日里 客栈都是拿这个出去买菜的 虾子呗左手拿着一条小皮鞭 一只手牵着缰绳 稳稳地坐在驾驶挥上 小罗破车 偏偏给虾子呗开出了一种 凯迪拉克的感觉 虾子驾车 阿明没有丝毫的意外 也没觉得有任何的不同 换了一身新衣服的他 只是很平静地坐在虾子呗的身侧 马车不大 除非到后面躺着 保泽在前面坐着的话 两个大男人肯定得挨在一起 小罗车慢慢悠悠地往前走 小罗马 拨梗上的铃铛 不时发出慢悠悠的脆响 雨还在下 却不大 不然比不上江南内地的润如酥 但也恰到好处地 将边塞肢体空气里的沉沙 给遮掩了下去 在这里 坎成难得的温柔 罗马步履蹒跚地走着 板车的速度自然不快 鸭子尾一边有气无力地 给前面的罗马挨一鞭子 罗马也为了照应一下 那个瞎子的面子 很敷衍地叫了一声 但蹄子却不见得万费加速 一人一锣 在这雨帘之中达成了一种默契 不光是换了新衣服 还洗了头 可惜没有吹风机和摩斯 摩斯 好久远的一个名词了 瞎子尾打了个哈欠 继续 四娘也真是舍得 你这一套衣服 不便宜吧 你也有 新衣服 适合你的乐器 就在车后面 翻步下等 瞎子尾文言 双手情不自禁地前身 食指灵魂地跳动 难为四娘了 在这个时代弄出钢琴 也不容易啊 是二胡 说正事吧 虎头城里 上得了台面的 有四个帮派 瞎子尾开始介绍 虎头城里的帮派情况 虎头城的常住人口并不多 也就两万人左右 在这里 还有不少老弱妇孺 也因此 前些日子随着 明夫的征调 导致平日里 还算很热闹的 虎头城 忽然变得硝爽了起来 亲壮被征调为 明夫离开 是一个原因 但主要原因 还是在于 忽然发生的局部冲突 让本来来往这里的商队 纷纷在前一个站口 就止住了脚步 大家也都在观望着 而一旦失去了 商队的流入 虎头城这座基本上 外向型经济的小城镇 自然也就难以热闹起来了 且同样是因为 商队的频繁进出 在促进了 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滋生出了一种 无法避免的鱼龙混杂 寻常的边境小镇 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饭馆 咬子赌场的 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帮派 归根究底 还是蛋糕做大了 人也就多了 最奇葩的一件事是 因为燕国门阀林立的缘故 君主对地方的掌握力 十分薄弱 造成了户籍上的很多漏洞 城内百姓不少 但真正拥有燕国国籍的 不到一半 至于这些混帮派的人 自然是不在虎头城户籍上的 对此 虎头城的官吏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真要是较真清查户籍 那些门法第一个不答应 语之后事如何 混音继续收听 魔灵第35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丽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混音继续收听 魔灵第35集 属于心血鬼的一天 下 城东的猎狗帮 城西的三神会 城中的巨翼帮 外加城郊的车帮 算是虎头城内 能够上得了台面的四个帮会 猎狗帮 专门帮人做人口贩子生意 荒漠蛮族部落 经常发生 施展残杀 一些战俘 则会被输送过来 经由猎狗帮 伴往燕国内地 而蛮族部落的贵族 对于燕国内部 包括 前国晋国内的 江南女子 很感兴趣 也是经由猎狗帮进行返出 三神会 则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神棍组织 里面供奉着燕国内的土神 还有蛮族的蛮神 外加还有西方的一些神级 收来信徒 收手香火 也豢养了一批打手 巨翼帮 则是专门走明面上的保护费 不光自己开了 窑子 赌场和酒楼 虎头城内 包括咱们的客栈在内 都需要每月 向其缴纳一笔钱财 车榜 有点类似于 内地的曹榜 以车马行生意为主 所以想在虎头城地 卖力气的车马利夫 都需要从自己的工钱里 抽成出一部分 交给车帮 否则就不允许在这地界混饭吃 现在我们是在城东 所以 是先对猎狗帮下手 做事先挑软柿子念 这是人之常情 但对于我们来说 啊 切切地说是对于你来说 憋了半年了 总得选个 能没有多少后顾之忧 下狠手发泄一把的对象 这世上 也没多少事情 比杀人犯子 更没有负罪感了 负罪感 你以前可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 啊 不 是我们都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 但现在毕竟有主上在 我们得学会照顾主上的情绪 主上现在还没完全黑化 且我 只知道主上在快速地成长 也不敢打包票 主上会真的彻底黑化 但目前来看 我们得在做事风格上 得朝着能让主上喜欢的方式去改变 阿明不说话了 生气了 阿明摇摇头 今天是个杀人的好日子 半年来的第一次释放 又下着雨 高兴点 下次被拉脚增水 夺马顺势停下了脚步 前面是个巷弄 里头有两个院子 就是猎狗帮锁在地 哦 对了 差点忘记说了 这阵子因为达政的关系 上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两处院子里 应该还有不少人票 滞留在那里 我知道分寸 是我啰嗦了 阿明跳下了罗车 没急着往前走 而是回头 问道 你还是再说一遍吧 接下来的顺序 和其他三个帮派的处置 我心里有数 这第一个目标们 你们玩得开心就行 好 阿明开始向院子那边走去 身后传来了悠扬凄凉的声音 阿明又一次地站住了脚步 这曲子有点耳熟呀 罗车上 从帆布下面拿出二胡 正在拉动着的瞎子北回答道 二拳应跃 阿明耸了耸肩膀 是不是有点不吉利 不是给你的 是送给他们的 阿明思索了一下 嗯 也对 雨连伴随着二胡声 显得格外的奇怪 阿明脚下的皮靴 踩踏在水花中 不时地见起水花 走到院子门口时 阿明忽然觉得 瞎子北说今天适合杀人的这句话 有点道理 但很可惜 他杀人不是用剂 不过 为什么不试试 院子的门口 有两个护院站在那 都蜷缩在角落里 哪怕阿明已经走到了门口 他们也懒得动弹一下 甚至他们还以调侃的口吻开玩笑呢 这衣服 看起来挺花哨的呀 吴墨哲是跟着西域商队过来的杂技团里的 去年我去瞧货 那里面有耍戏法的就穿这样 阿明闻言笑了 他没有急着动手 因为他认为自己需要酝酿一下情绪 就像是正餐前需要好好摆盘 他要准备进餐了 不要 不要卖我 我不要卖我 不要 这时 一道女孩凄厉的叫声从阿明身后传来 阿明回头向后看去 看见一个穿着有些破烂的中年男子 正强行拉着一个大概只有十二三岁的女孩 女孩身上的衣服也是破破旧旧的 死死的坐在地上 但男子的力气不是他一个未展开的小女孩所能抵抗的 中年男子硬生生的将其拖着继续往这边走 女孩不住的在泥泞的水洼里打滚 两个看门的瞧见了这一幕 知道是生意上门了 这才慢腾腾的站起身 不要把我给卖了 你不要把我卖了 我是你爹 我把你卖了 我们都得饿死 你这个赔钱货 你想我们父女俩都饿死吗 你个混账 你个王八蛋 我没你这样的爹 娘就是被你卖下来赌钱的 你现在还要卖我 男子对着女孩就是一巴掌下去 女孩被打趴在了地上 嘴角溢出了鲜血 瞳孔里则更多的是一种绝望 呸不要脸的呸钱货 男子绕过了阿明走到台阶前 对着上面站着的 俩门房弯着腰露出了讨好的神色 谗媚道 老板通禀一声管事的 一个门房笑了笑 转身推开门进去喊人了 另一个则是插着腰 目光在躺在地上的那个女孩身上扫了一遍 摇摇头的 这小娘赢了天也就五两银子了 那能啊 她娘我还哥宁这卖了四两银子呢 她再怎么样 还是个黄华闺女 总比生了娃儿的女人要贵吧 这小娘子 对是咱们燕国内地的才能卖的张家 是全国的就更好扑过了 要是再懂得一点秦极舒服 那价格可就打不住了 咱北地小娘子 本就卖不上价儿 你瞧你家这个 一看平时就不是娇生惯养的料 这皮肤糙的 你说那些荒漠上的大老爷们能喜欢吗 卖回去一看 娘的皮肤和他们部落里的女孩没两样 你当人傻呀 再说了 你那婆姨 就算有点年纪生过玩儿了 但能销能扛还能上 几半个男人可以去使唤 你这闺女呢 能干了两重活儿吗 最重要的是 这阵子不知道发了什么疯 居然打起仗来了 伤路都断了 咱这院子里 已经盆了不少吃白屎的肉片 这赤和拉萨 哪样不得花钱 不成不成 最起码得卖八两银子 五两得还债 还剩个三两翻板 那你待会儿自个儿去跟着王先生谈吧 女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眼神空洞 这时 他看见一个穿着奇怪黑色衣服的男子 走到他面前 蹲了下来 他的脸好白 阿明低头看着他 他也在看着阿明 少亲 阿明开口问道 想让我帮你 杀了你爹吗 女孩的身体忽然一震 紧接着 眼神里也开始流露出一股子恨意 嘴里咬出了一个字 想 阿明点点头 好 女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36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热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36集 谢 阿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少女这个问题 可能是兴之所致吧 寻常的如同浇油石 顺手折下了一朵油菜花 生活需要仪式感 生活也需要精致 而仪式感和精致 简而言之 抛开本质 本就指的是 多余累赘的屁事 一如在用餐前 先喝一碗鸡汤 润润肠胃 又或者是来一盘开胃的凉菜 那边 中年男子也瞅见了阿明 和自己的女儿说话 马上舔着脸 过来哈腰道 爷 那丫头您要吗 八两银子 咱就马上牵弃 她就是您的了 这之后 您呢 是想她跟着您学杂技 去西域 或者是干脆收下当个妾 全凭您的喜好 这个中年男子和先前的门房一样 在看到阿明的着装时 把他想当然的 看作是来自西域的杂技团 也是因为前几年 英国皇帝举办 刚登基后的三十岁寿陈时 曾有一支来自西域的杂技团 进京浴前表演 自此打响了名头 弄得民间对这种西域杂技团 也是一时风靡 阿明点点头 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 中年男子健壮 马上兴奋地搓起了手 然而 当阿明把手从口袋里收回 在中年男子面前摊开时 中年男子愣住了 掌心上空空如影 抱歉 我平时 没有带钱的习惯 阿明的抱歉很有诚意 因为他确实露出了 恰到好处的羞涩和歉意 似乎真的为眼下 没办法买下这个少女 而身怀愧疚 在客栈的半年 大部分时候 阿明只负责酿酒 连出门都很少 况且在这个世界里 当你解决了吃喝的问题后 作为一个有现代思维 和生活习惯的人 你真的没有多少的消费的需求 没 没钱 你他娘都在玩我 中年男子直接手指着 阿明的脸吼道 阿明点了点头 很认真地回答道 是的 中年男子顿了一下 随即撸起了自己的袖子 同时威胁了 我看你是找死 这种连老婆女儿 都能拿出去卖的赌棍 你要说她多有肿 多有血性 那就是实在是太扯淡了 不过虚张声势 学着独坊打手那样 唬一下人还是会 只可惜 他选择错了对象 好 阿明伸出手 直接抓住了中年男子的脖子 当即一股冰凉的寒意 自自己脖梗穿了 中年男子忽然忘记了反抗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 像是被一头阴森的凶兽 给盯上了 喂 有大家去别处的 别葬了我们猎口方的门面 那个门房抱着双手嚷嚷道 然而随着一声咔嚓之音 这个门房整个人呛出了 他看见那个来卖女儿的中年人的脖子 直接在那个西域杂戏演员的手里 呈现出了一种普通人 根本无法达成的恐怖弧度断裂 可能连中年男子都没有意识到 眼前这个奇装异服的家伙 真的是说杀人就杀人 他是会唬人 但对面是真的会杀人 而且是特意坐着罗马车 特意晃晃悠悠的趁着雨天过来杀人 鲜血开始从其掩耳口鼻位置低躺出来 阿明收回了自己的手 中年男子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眼睛睁得大大的 已然是失去了生机 倒下去后 他的脸与和他一样似是 也躺在地上的女儿的脸挨得很近 少女眼里先是露出了一抹惊口 紧接着是淡淡的哀伤 但随后则是咬了咬嘴唇 张开嘴 不顾地上的雨水涌入自己的嘴里 开始无声地笑了起来 阿明扭头看了一眼地上少女的表情 他觉得这个画面 这对妇女现在四目相对的场景 真的很美 只可惜这个时代没有照相机 没办法把这一幕化为永恒后 留着珍藏满满心上 还真是有点遗憾 多看了几眼后 阿明回过头 买开步子走上台阶 还未再结束了 下面才是正餐 那个门房显然还没从先前的震惊中完全恢复过来 但在看见阿明向自己走来时 还是马上回头 企图先钻进院子里面去 他只是个门房 在猎狗帮里 也就是个最边缘的小喽啰的角色 狐假虎威还行 真要是有去砍人的本事和胆量 也不会被打发到当门子了 不过他一只脚才刚刚跨过门槛 他的肩膀就被一只手给抓住了 好快啊 阿明其实不是很喜欢对付这些小喽啰 连正面对自己发起攻击勇气都没有的小喽啰 哪怕杀起来 也无法给自己带来多少快感 但没办法 他今天来就是为了杀人 手掌快速地从对方的肩膀位置 移动到了对方的后脑位置 然后向着门板上直接砸了脚 像是一颗西瓜摔在了地上 阿明看了一眼 自己掌心位置的红色 本能地想要送到自己的嘴边 然而又很嫌弃地把手甩了甩 这味道有点难以入口 似乎只有那种身上会发光的家伙 他们的血才会有甘甜的味道 先前那个进去通病的门房 和一个发须揭摆的帐房先生模样的老者 就站在门后 在见到刚刚的那一幕之后 老帐房直接吓得瘫软在地 那个门房则是歇斯底里的大叫者 只不过他的叫声没持续多久 他的嘴就被一只手捂住了 然后又有一只手出现在他的肩膀位置 像是拍牌球一样 门房先生的脸第一次看见了自己身后的风景 体验了一把上厕所吁吁时 不用再担心被人偷袭的优越 只是这骨子优越并没有持续太久 他就倒在了地上 帐房先生见到这一幕后 身体一颤 直接翻了个白眼 口吐白沫 昏厥了过去 阿明也没有理会对方是真的吓死 还是在装死 因为伴随着这边的尖叫声 这个帮派显然是完全被惊动了 从院子的左右两侧 总计冲出来了二三十个手持五花八门兵器的汉子 这个是拿刀的 那个是拿斧头的 这个拿的是体贵 阿明的目光在他们身上一个个的倾寻着 终于他笑了 因为他看见一个拿剑的了 下雨天杀人 似乎和剑更搭配一些 阿明觉得自己应该是被瞎子给传掌了 否则自己怎么也忽然骚了起来 雨之后是如何 昏影继续收听《魔灵》第37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昏影继续收听《魔灵》第37集 好剑 一个身上披着瘦皮的高壮男子 明显是这里面的首领 一挥手对着自己的手下下令 门口的两具门房尸体已经告诉了他 已经没有和谈以及套交情的必要了 阿明的速度很快 比纳头僵尸是要快的 虽然力气没有纳头僵尸大 但也是超过了普通人的层次 所以前面两个分别拿刀和拿斧头的帮众 只觉得眼前一花 就被阿明绕到了身后 阿明和纳头僵尸还有一点不同 他很珍惜爱护自己的指甲 不喜欢用指甲去杀人 所以阿明的左手出现了一把错刀 刺入了拿斧头的帮众的太阳穴 另一边则是抓住了那位帮众的胳膊一拟 甚至帮他用自己手中的刀抹了脖子 帮助其了结这肮脏的一生 优雅 快捷 毫不拖泥淡水 这不是在杀戮 这是一场属于阿明的艺术表演 他在人群中舞蹈 心血 是观众自愿奉献给他的鲜花 惨叫是观众们为艺术买单的欢呼 只不过在解决了这两人之后 聚集过来的帮助更多了 一下子压缩了阿明的空间 武侠片里的那种一群人围着了 却还在跟你单挑的局势 在现实里是很难出现的 大家一拥而上 你再是万人敌的将领也得隔皮 好在阿明不躲 在拼着承受了后背两刀劈底的带着 他冲出了这颗包围圈 直奔了那位拿剑的男子 男子发出了一声嘀吓 举着自己的剑向阿明刺了破 阿明的眼里露出了一抹失望之色 因为对方身上没能发光 身体侧了破局 但左手却顺着对方的剑筋一路下滑 只见心血飞进 阿明却毫不在意 一直到抓住了对方的手腕向下一步 持剑人身体一个亮架 阿明则很轻松地张开嘴 两颗獠牙显露而出 以轻轻掩水般的速度 像是订书机一样 在对方的脖梗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持剑人摔倒在了地上 但他手里的剑却已经被阿明握在了手里 我去 这都拉完了 你还没结束 瞎子北的声音传入到阿明的耳朵 但偏偏此时 瞎子北依旧坐在外面的罗车上 手里还拿着二壶 精神力的力量 让隔空传音失去了技术壁垒 我记得二拳音乐挺长的 下面的谱子我忘了 好吧 你拿起了剑 是的 你会有剑 你看着吧 行 那我再拉一遍 瞎子北觉得自己做了很大的妥协 其实 不用勉强 因为我也不是那么想听 放心 在我送你的BGM里 没人能打败你 行 你瞎 你说得对 短暂的精神交流之后 方众再次攻杀了 阿明站在那里 没有像先前那样 做过多的闪躲 因为他说 要给瞎子斩下自己的剑术 一个帮众的刀砍在了阿明的肩膀上 阿明肌肉收缩 夹住了刀口 那名帮众没能把自己的刀抽出来 阿明一见下去 将对方的脑袋折 另一个帮众从后面用斧头 砍中了阿明的后背 阿明依旧不动 上半身扭曲了一击 剑锋向后横扫 抹过了对方的脖子 对方脖子位置开始喷血 摔到了地上 两个手持长矛的帮助 一起举着长矛冲刺了过来 阿明依旧没有多善 长矛刺入了自己的身体 阿明身体一颤 松开自己的肌肉 开始向前 哪怕自己胸口位置 还串着两根牙签 依旧无所谓 眨眼之间 阿明来到了这两个帮众面前 他们的手里 还茫然地握着长矛 阿明对他们笑了笑 挥剑下去 直接砍了 他们松手了 道理了下去 阿明身体则开始后倾 体内的两根长矛作为支撑 卡在了地砖上 阿明身体向后倾侧 跪倒 手中依旧握着剑 剑身和身体平齐 与地面呈45度角 同时开口道 我的剑 怎么样 院子外 瞎子被默默地放下了二胡 从兜里拿出了一条那位 巡城校尾夫人送给自己的帕子 擦了擦河头上的羽珠 感慨道 好好剑 哪怕面对再强大的对手 只要对方是人 只要自己手里有刀 激励激励自己 至少还有着奋起拼命的勇气 毕竟谁不是一个肩膀顶着个脑袋 一刀下去他也会痛 也会流血 也会死 但面对阿明这种 你砍不死他 他却能一剑削了你的对手 周身被刺入的兵器 像是一件件装饰品进行着某种点缀 勇气伴随着某种世界观 顷刻间就崩塌了 他们毕竟只是一个帮会 一个小小的虎头城里的一个小小的帮会 荒命之徒肯定有 但一个个汉不畏死 那就真的有点吹过头了 猎狗帮剩下的人崩溃了 他们丢下了兵器 开始呼好的开始逃窜 逃窜时有些漫无目的 只想着离那个恶魔远地的 只可惜他们忘记了 这个恶魔除了砍不死以外 他的速度还很快 接下来就是单纯的收割人头了 这让阿明少了太多的乐趣 他还想着让这帮人再给自己来几道 毕竟那种看着猎物 在自己面前挣扎无效绝望的目光 和凄惨的喊叫 能够给他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满足感 但是没办法 按照瞎子北说的 这个帮派的人有原罪 且等主上回来后 若是客栈也接手了这档子人口贩卖的生意 会让主上心里不喜 坚持又要杀鸡紧猴 所以再无趣地重复动作 自己也需要坚持下去 好在可以当作是练剑了 刺批削 一个一个的帮众被阿明的剑收割了生命 一直到整个院子里 已经看不见能够站立起来的活人了 应该还会有漏网之语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毕竟阿明只是一个人 做不到分身多个跑出去追杀 至少现在的他制作不了分身 剑端拖开了一间屋子 屋子里臭气冲天 有二三十个蛮人打扮的汉子 蜷缩在角落里 各个身上都有伤 且带着镣铐 在他们剑道身上都是血 还有几把兵器在身上 没拔出来的阿明是 有的吓得直接跪地求饶 有的则是在瑟瑟发抖 自言自语这蛮神啊 这是恶魔 阿明摇了摇头退出来 又打开了另一扇门 这是一间厢房 应该是帮众的房间 房间里有三个明显不是蛮族的女人 被绑在里面 身上伤痕累累 最左边一个应该是已经死了 另外两个也是奄奄一息 且都是光着身子 哎呀 显然 作为人口买卖的中间商 猎狗帮这么多大男人 都聚集在这两个院子里 平日里不说找点乐子 也说不过去 阿明有些庆幸 瞎子被没进来 否则要是让那瞎子看到这一幕 激发出瞎子内心的正义感的话 天知道这祸 会以怎样的方式 去虐杀那些猎狗帮帮助 和瞎子伟的手段比起来 至少自己的剑 能够给他们一个痛快的 已经算是莫大的仁慈了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38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38集 奥利奥 阿明又打开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不臭 里面有十多个少女 衣服还很整洁 阿明进来时 他们吓得尖叫暴作一团 因为忽然出现的战争关系 导致商路暂时隔断 也因此猎狗帮这里积攒了不少货 没有来得及发卖出去 这些少女应该是要卖给荒漠蛮族贵人的 所以保护得比较好 阿明摇摇头退了出来 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唯一的遗憾可能就是 猎狗帮里没找到一个会发光的人 这让阿明有些失望 身上的挂件别拔下来 直接走出去吧 瞎子尾的声音再度传来 你有病吗 就当有吧 好 人家都承认自己有病了 阿明觉得自己应该大放异 走过满是鲜血的院子 他推开了半遮掩的门走了出来 然后看见瞎子北的罗车旁 站着一军手持刀枪的男子 距离瞎子北最近的 则是一个红脸大汉 个头很高 可能就只比樊磊矮上一点点 阿明的第一反应 是瞎子北被挟持了 随即这个反应被阿明自己给否决了 别人被劫持了 可能无法提醒自己的队友 但瞎子北显然不在此里 而且这瞎子 既然能让大家都默认成制作计划的军师 可不仅仅是因为他瞎 所以形象符合 身上像是开了个武器铺子的阿明一出现 当即让罗车旁的这些人 吓得后退了好几步 这一个个伤口 这浓郁的血腥味 以及悄无声息的裂狗帮大本营 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作假 而那个红脸的大汉盯着阿明的目光 一开始是畏惧 随即就是狂热 像是一个粉丝 忽然看见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偶像 这炙热感让阿明都有些皱眉 阿明可以确认自己填杵上时也没这么主动过 我没骗你吧 虾子北对身边的红脸大汉说道 我 不 小人自然是信先生的 虾子北闻言笑了笑 伸手从红脸大汉腰间取出了一把匕首 红脸大汉愣了一下 但没阻止 他背上背着一把刀 腰间系着一把匕首 虾子北是与阿明靠近一样 阿明往前走了两步 走到了虾子北的面前 然后 虾子北举起了匕首 对着阿明戳了下去 匕首刺入了阿明的胸口 阿明站在那里没动 虾子北就把匕首拔了出来 看见了吧 看 看见了 红脸大汉的脸一会儿黑一会儿越发红 显然是在惊吓和惊喜两种极端情绪里 不停地转换着 哦 虾子北又刺了阿明底下 阿明继续站在那里没动 红脸大汉脸上已经流下汗珠了 其身边的手下们脸上也一起开始流汗 好好做事 以后你也能这样 无尽的生命 不死的身躯 说着 虾子北还看了一遍四周 他虽然是虾子 但在场众人此刻都有一种被注视着的感觉 你们 也一样有机会 红脸大汉直接跪了下来 宛若最为狂热的信徒 他身边的那些手下也一起跪了下来 其实阿明能感觉到 在刚才虾子北说话时释放出了他的精神力 对这帮人进行了轻微程度的催眠 这是神棍取悦信徒的基本招式 有点像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人格魅力 让你去下意识地想要去相信他 支持他 仿佛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理 下次北伸手指了只院子方向 说道 里面的人票 不准碰 都安顿好 财火 送到客栈去 属下遵命 车帮的帮主 约好了吗 约好了 算算时间 现在应该已经到客栈了 行 虾子北对阿明招了招手 又挥舞起了自己的鞭子 抽了一下前面的那只锣 阿明上了车 锣车上继续缓缓地向前 向前 再向前 等到出了这条街区 虾子北才开口对阿明解释了 刚刚那个是巨翼帮的帮主 叫红八子 猜到了 嗯 猎狗帮有原罪 得灭了 他们的生意 暂时我们是没办法接受继续做的 但咱们自己手底下 总得有一批能做事的人 你和他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 他有点心理疾病 而我在瞎了之前 是一个心理医生 接着算卦的由头 帮他看了看病 所以 他对我很信任 病人嘛 对能帮自己治疗的医生 是有一种盲目崇拜的 不仅仅是因为治病吧 嗯 这当然 有你这个县城的标本在这里 太多的事都好办了 古往今来 无论是普通人 还是帝王将相 对长生一事 都是无比痴迷的 这种痴迷 胜过了一切金银财富 谁叫咱们现在 手底下没什么人可以用呢 我现在都有些后悔把阿力派去荒漠了 这一帮的人先用着 以后每个月 也都有 也都有款项进来 总比 这死死支撑着一个客栈 要赚得多 所以 真得谢谢古惑仔啊 所以主上 应该对收保护费这件事 是没什么敌仇的 下面去哪里 阿明一边把自己身上欠着的兵器拔出来 一边问道 人家诸葛梁是草船借鉴 他这里是肉身借兵器 去三神会 这次轮到你了 要怎么做 信徒是无辜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容易忽悠的人 一直是占大多数 倒是没必要像你这样弄得这么血腥 把他们的几个高层解决掉后 他们自然就树到湖村散了 车帮的话 是交给四娘 这会儿 四娘应该已经在招待他们了吧 叶狗帮上头官面上的人物 该怎么解决 每个帮派 其实上面都有人罩着 虎头城虽小 却也是一个县城的标准 五脏俱全 官面上的人 不在乎下面的人 谁死了谁活着 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孝敬银子 先照就给着就行了 等我们处理整合好下面 再去制定新的绘画 我还以为你会让我去把他们杀了 没必要的 因为现在的我们 拿网游来举例的话 我们只相当于在新手村 尤其是身上会发光的那种人 在这个虎头城里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是很罕见 但既然他们能分出个九品来 朗过头了 真惹到了硬茬子 被收拾了 可就是我们了 阿明没有说话 但沉默本就是一种默认 若是能再强大一些就好了 所以我才让梁成和薛三陪主上去当民夫 你发现了没有 当主上昏迷时 我们是普通人的 在主上昏迷的这半年里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想过了很多种方法 但都没有办法恢复 哪怕一丝一毫的力量 然后主上醒了 我们哪怕是有些扭捏的上去 表表忠心 闪闪情 减一点 力量就马上恢复了一点 所以你觉得主上想什么 阿明文言陷入了认真的沉思 过了会儿回答 欧里欧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林》第39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林》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区 好奇制作 洛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热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魔林》第39集 四娘 客栈二楼包厢 其实二楼本来是没有包厢的 都是红帐篷 但因为四娘做了清退 二楼反而空旷了起来 原本一个个窄道 只能放下一张半米宽板床的小工作室 被尽数拆卸掉了 依旧是最深处的那个房间 一张桌子上 上面摆上了韭菜 两个体格健硕的汉子坐在那 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 王主 你说红帕子把我们喊到这儿来 是要干什么呀 平日里他收他的保护钱 咱收咱的车马费 经水不犯河水 平日里可没什么交集呀 老二 你急什么 反正这会儿因为打仗 伤路断了 兄弟们也都没活儿急 闲着也是闲着 红帕子既然想要请酒师 咱就来呗 怕在虎头城里再威风 能威风到咱车帮头上来 也是 帮主说的有道理 咱该吃吃该喝喝 对 兵来将挡 水来土盐 咱车帮还怕他们巨一帮 来老二 走一个 笑 二位爷 吃着呢 饭菜可何胃口 人未至 勾人心弦的笑声 就先一步进来了 随即而来的是 风四娘本人 以及缓缓而来的香风 哼 正想说这事儿呢 帮主拍了一下桌子 粗声道 姑娘呢 老宝子 你家酒楼 就是做饭吃的吗 这哪能啊 那姑娘呢 爷几个都坐了这么久了 一个姑娘都没看见 这是瞧不起爷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奴家这开门做生意 上门都是客 怎么能瞧不起人呢 实在是几位爷呀 来得不凑巧 咱们这儿的姑娘 都给开了 新的姑娘 这还没上来呢 可不正好没人了吗 开了 帮主像是听到了 一个大笑话 蹬起哈哈大笑起来 同时还拍了拍 身边二当家的肩膀 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倒 都把我给笑哭了 老二 你听听 这天底下 居然有把姑娘 全都开了的窑子 嘿嘿嘿嘿嘿嘿嘿 终于 帮主不笑了 目光开始很放肆地 在封四娘身上游走 说道 既然姑娘们不在了 那就让你这个老饱子 来陪爷儿几个喝酒吧 可使得 使得使得 几位爷 您喝酒 封四娘款款上前 拿起酒中给他们针酒 帮主则伸手 想要抓住封四娘的手 却被封四娘推开了 咋吧 这就叫陪酒啊 几位爷 应该晓得 奴家是不接客的 封四娘微微一服 欠然道 旁边的二帮主 当即指着封四娘笑骂道 嘿嘿 你这老饱子 中他妈什么情告呢 前些日子 我可是听说了啊 你拿自己出来竞价 价高者得 怎么 别人能欺得 我就欺不得 哟 还有这事啊 行啊 这是瞧不起咱了 哈哈 帮主当即不客气了 起身直接逼迫了过去 要抓封四娘 这一次 不是抓封四娘的手了 而是向着那两处 秃秃位置抓去 封四娘不停地后退 目露惊慌之色 最后被逼迫到了 房间的角落里 不要啊 大爷 不要 大爷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要喊人了 与其说这是在拒绝 在反抗 倒不如说是另外的一种撩拨 都说不要不要 到时候就求着要了 帮主的手对着封四娘抓了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 帮主只觉得自己的右手忽然麻痹地失去了知觉 手掌在封四娘跟前停顿了下来 嗯 帮主低下头看向了自己的手 眼睛猛地瞪大 他的右手 右手的五根手指 居然被一根根丝线给穿透着 缝补在了一起 五根手指根本就无法伸展开来 还没等帮主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迟来的痛感忽然袭来 不要 帮主举着自己的手疼痛地蹲了下来 十指连心啊 这被一根根丝线对着你的手指秘密缝补 这种痛苦 再铁胆的汉子也承受不住 封四娘先前惊慌失措的人情 开始慢慢地恢复平静 同时嘴角还挂起了一道轻蔑的糊涂 真是个没情趣的木头 你刚才应该喊 尽管叫吧 叫不喉咙也没人搭领 妖女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帮主抬起头 双目赤红地盯着封四娘 原本在桌子上准备看戏 顺带活跃一下氛围的二帮主 和身后带来的那个年轻手下 立马明白了事情的严重 纷纷拔出了自己的刀 严阵以待 哎呀 老娘的豆腐又岂是那么好吃的 也不撒泡尿瞧瞧自己的德行 你配 妖女 那命来 到底是车帮帮主 一身横练功夫还是有的 否则也站不住下面的那帮手下 当下直接按压住自己右手的疼痛 左手准备拔刀 然而帮主的刀没有拔出来 因为他的左手五根手指 也一起被缝住了 帮主跪在了地上 双手放在地上 看着被丝线缝补的密密麻麻的双手 眼里出现了惊骇和绝望 到了这一刻 再愚蠢再鲁莽 他也清楚了 自己现在到底落入了怎样的一个境地 以及面前这个前一刻还被自己称呼为老宝子的女人 到底多么的可怕 封四娘摇了摇头 其实她以前不会这样子去对人出手的 因为太缺乏美感 但或许是这半年来 虽然一直游离于那些男人闲出手之外 但受到的鸟气实在是太多了 心里的抑郁也积攒了不少 这一出手 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那骨子暴力了 他甚至一句话都不想 对眼前跪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多说 直接从他身边绕了过去 想 帮主的双手断裂 紧接着帮主的双臂断裂 再之后 帮主的脑袋轻轻地一颤 咕咚一领滚落到了地板上 全程没有一丝一毫的心血坏了 但就是这种节奏 这种干脆 这种把人当鸡目一样 一点一点 一部分一部分地拆卸下来的画面 往往最是害人 你 看见他的下场了吗 封四娘开口道 二帮主马上对着封四娘跪了下来 迅速磕头喊脑 娘娘 娘娘饶命啊 娘娘饶命啊 小人以后为娘娘马首是瞻 上刀山下火海去 你看到他的下场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帮主 呸 这天杀的居然敢对娘娘不敬 她该死 她真的该死 我问你话呢 封四娘又开了口 二帮主迷糊了 啥 我不是回答了吗 那就再回答一遍好了 娘娘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以后绝对不敢对娘娘 二帮主整个人僵住了 跪在地上磕着头的她 忽然看见了一个长得很像是耳朵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紧接着 又有一个看起来很像是鼻子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二帮主骇然地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放在了自己的脸上 刹那间 只听得纸张被撕碎的声响 在二帮主脸部的皮肤下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根根丝线 这张力则像是被完全切割了下来一般 等到她的双手一触碰 全都掉落了下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四十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四十集 被发现 二帮主没死 但已经被吓疯了 他们车帮也只是欺负欺负下面的那些苦力 从他们的血汗潜力 再榨取出一部分来罢了 说好听点是一个帮派 说不好听点就是个车霸团伙 这心理承受能力自然是有限得很 问你话呢 封四娘又问了一遍 这会儿 那个跟着两个帮主来到这里的年轻人 终于明白了过来 这个女魔 不 这位娘娘是在问自己 她马上打了个哆嗦 回答道 知道了 知道了 封四娘笑了 她笑得很有风韵 但在搭配帮主的尸体 以及副帮主现在的惨状后 估计再没有男人 敢在此时对她有什么非分之行 嗯 行了 把她杀了 车帮 就是你的了 封四娘在桌边坐了下来 拿起酒钟 对着狐嘴灌了一口酒 紧接着 她将酒钟重重地放下 左手撑着自己的下巴 指尖在自己的珠唇上倾点 没去看已经是哆哆嗦嗦地 提着刀走向自家二帮主的年轻人 而是将目光游离向了窗外的雨帘 唉 也不晓得主上他们的账 打完了没有 刀口刺入人体的声音 青年走回到封四娘的面前 拱手道 娘娘 人杀了 封四娘的思绪 被从荒漠那边拖拽了回来 有些异性阑珊地伸了个懒腰 尿满地身姿尽血 但眼前这个青年却没有丝毫的胆量抬头去欣赏 他们既然把你带在身旁 你应该是他们的亲信 他们现在既然死了 那个车帮你拿得下吗 车帮是客栈计划的重要意怀 因为日后还需要靠这个去组建自己的商队 以获取财富上的收获 娘娘放心 小人有信心掌握住局面 这话说得很自信 哦 那我倒是有点兴趣了 你在车帮里到底是个什么指挥啊 青年伸手指了指 刚刚被自己杀了 已经躺在地板上的二帮主 说了 他是我爹 还有一天 大概就能回到虎头城了 薛三一边将水囊递给正凡 一边说道 也不知道客栈里一切还好吗 正凡有些担心 无论是人还是狗 最在意的还是自己的窝 尤其是当你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 这种在乎感会更为强烈 主上 他们不用担心的 客栈现在估计好着呢 薛三黑黑地笑了声 他跟梁成这次在外头跟着主上杀蛮人 杀得挺爽的 但估计家里的瞎子他们也没险着 这段时间 大家应该算是把这半年来压抑在心头的那一口鸟气 给抒发得差不多了吧 主上 风越来越大了 找个地方避避吧 可能要起沙暴了 梁成一直注意这天气 没在沙漠环境长时间生活过的人 是不知道沙尘暴的可怕的 稍有不慎 就可能在沙尘暴中迷失掉方向 运气更差一点的 直接被沙尘暴给吞没 也不是没可能 找个地方避避吧 正番以前曾和阿秋和梁成一起去学过骑马 不过也仅仅是会骑罢了 不过自己身边的两个手下也没有催促的 这两天的赶路也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试影 现在骑马时倒是能够游刃有余一些了 三人寻到了一处半坡 刚刚距离远 没看得清楚 等靠近后发现应该是一个遗弃的建筑物 应该荒废的有些年头了 而且这里还有一些曾经有人停留过的痕迹 应该是一些商队的临时落脚点 梁成却把大家的马给拴到了里面 薛三则开始收拾地铺 一同忙活后 三人都各自坐下 开始分食干粮 刚吃上没两口 沙尘暴就开始了 天色也瞬间阴沉了下 狂风呼啸 密密麻麻的沙子则像是雨水一样 无孔不入 好在三人现在所在的位置 正好可以挡住风沙 倒也算是这片呼嚎之下 难得的一块安静之地了 唉 也不知道现在阿累现在吃饱了没有 阿累饭量大 估计在外面给人当帮用 很难吃得好吃得饱吧 梁成似乎等待了一下 还是微微点头的 是啊 郑凡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从离开虎头城到现在 每天早中晚 只要机会允许 薛三和梁成都会对自己 说梵力现在如何如何 梵力今天吃饱了没有 梵力今天洗澡了没有 梵力今天睡得好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兄弟多情深呢 一开始 郑凡也跟着一起点头 是啊 梵力不容易 是啊 梵力难啊 是啊 梵力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 但慢慢的 郑凡就有些麻木了 这会儿他们吃着干粮 居然又开始了 其实薛三和梁成 也不想每天都提这个 但出发前 瞎子特意交代我 大家都已经舔了 恢复了一些 但梵力现在不在 只能靠你们和主上在外面时 帮帮梵力隔空舔一下 最要命的是 因为梵力现在不知道跟着商队到哪里了 薛三和梁成都没办法确认 梵力到底舔出了效果没有 她实力到底恢复了一些没有 为了保险起见 只能每天把节奏都带一遍 他们也很难啊 说完了 我们就歇歇吧 这会儿天色已经不早了 且谁也不清楚 沙尘暴要刮到什么时候 不如就此休息下 明天再早点出发赶路回去 行来主上 听您的 我 薛三的目光忽然一凝 嘴唇一咬 双手手挂一翻 两把匕首就已经落入场心之中 两只耳朵一颤一颤的 梁成默默地站起身 目光看向了入口 双手指甲开始慢慢地长了出来 正凡则是马上 把用粗布包裹的刀给解开 双手握住了刀柄 外面传来了马匹的声音 应该是有一对人来了 但在他们逐渐靠近这里后 声音却又忽然消失了 薛三伸出舌头 在自己的匕首背面舔了舔 压低了声音道 那帮人发现了咱们在这里了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41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41集 来亲切 正凡文言开始脑补 想来应该是另一对人在遭遇了沙尘暴之后 选择来这里进行躲避 结果刚靠近这里就发现了里面有人了 这里不是在虎头城 而是在荒漠之中 没有摄像头 没有监控 也没有不远处港亭里站着的警察叔叔 可以说 荒漠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 尤其是在这种天气下 不管发生什么 沙尘都会帮忙去掩盖一切的痕迹 入口处走进来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女人 一身白色的袍子 这袍子和正凡身上的这件位移款式很相似 女人进来时 薛三的眼睛眯了起来 但女人仅仅是走到一半就停下了脚步 她的半张脸隐没在一张青纱之下 只露出了一双深邃的毛子 女人的目光开始打量起正凡三人 随即开口道 起风了 我们需要避免借个地儿 说着外面就传来了一串脚故事 首先跑进来的是两个四五岁的孩子 以男一女 穿着皮毛制成的衣服 紧接着是两个身穿着黑色披风的蛮族大汉 荒漠蛮族部落有很多 散布在整个荒漠兴罗起步 一百年前 他们曾有一个可以将他们组织起来的王庭 那时 荒漠蛮族对燕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燕国君主甚至不得不好几次的御驾亲征 及整个燕国之力 才得以成功地抵御住蛮族的入侵 只不过随着蛮族王庭的衰落 不再有号召力 蛮族彻底化为一盘散沙 若非这样 也不会出现当代燕国国君的消翻行为 然而 郑凡三人前几天才和蛮族人厮杀过 还拿了蛮族人的头颅要了赏赐 这会儿再见到蛮族人的身影 本能的警配之意自然是无法避免 其实在看见那俩小孩和蛮族大汉出现之后 郑凡就一直在等待着梁成和薛三的动作 他们一旦发动 自己也会马上取着刀冲上去 虽然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用处 但至少自己能让几方多一块靶子 分担一些火力不是 只是无论是梁成还是屈三 都没有暴起发动 最后梁成甚至对着那白袍女人点了点头道 进来吧 就这样 本就不大的空间里进住了两批人 郑凡三人在北角 白袍女人那一方则在南角 他们进来之后也开始进食喝水 不过那两个蛮族大汉则是坐在最外围 时不时的目光瞥向郑凡三人这边 带着清晰的戒备之意 不过双方的互相提防 并没有让那两个孩子沉寂下来 孩童的天性使得他们的吃饱喝足之后 很快就开始互相追逐玩耍起来 甚至好几次都跑到了郑凡三人这边来 郑凡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每一次这两个娃娃追逐到自己这边时 那两个蛮族大汉 身体都会轻微地僵硬一响 显然是在预备着 自己这边会忽然抱起 扣留这两个娃娃当人质 不过这种事并没有发生 沙尘暴还没有结束 也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 但时辰却真的不早了 两个娃娃先坚持不住 也玩累了 在白袍女人身边躺下睡着了 而此时 白袍女人起身 手里拿着一个酒囊 主动走向了郑凡这边 她将酒囊递过来 递向了明显是主柜的郑凡 郑凡摇摇头 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说道 赶上了点风寒 喉咙头 喝不了酒 怂不丢人 没必要非要装逼 让自己去犯行 古往今来 多少豪侠临死前的那句话是 走 这酒有毒 虽然正反觉的 这个女人在自己拒绝喝酒后 大概率会自己去喝一口 以示坦荡 顺带无形鄙视一下自己 套路都是这样 白袍女人不以为意 拔下筛子 摘取自己的面纱 很是豪迈地喝了两口里面的酒水 然后还用自己的袖口擦了擦嘴 屁 正反心里不屑地想着 同时还默默地感慨 背影杀手 不摘面纱 还能让人难以琢磨起年纪 这面纱一摘下来 一看就是有年纪了 应该有四十了吧 虽然长得确实还可以 但真的比四娘差了好几筹 其实正反也清楚 依照自己这俩手下的秉性 如果对面是阴人商队 那还能有得说 但既然对面已经表明身份是满人 如果条件允许 他们肯定会直接将对方面杀 以消除一切不稳定的因素 但既然梁成和薛三都没动手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女人很扎手 他们二人也没绝对的把握 出手就将其割杀 同时也很显然 这个女人也对这边很是忌惮 女人将手中的酒囊 丢向了身后的两个蛮族大汉 两个蛮族大汉很是感激地道谢 马上拿起酒囊分喝了起来 你们知道他们两个娃娃是谁吗 女人忽然指着那边熟睡的两个小娃娃问道 梁成和薛三都没有说话 这时候应该是双方老大交流的时候 但正反也没有说话 似乎没有听到一样 就是不给你搭台子 让你干 女人抿了抿嘴唇 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然后继续道 他们是沙托布投人的孙子和孙女 梁成的目光眯了起来 薛三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正反则是不再遮掩 将手放在了护卫下的刀柄上 沙托布就是这次郑北军挑的鸡 前几日的那场钓鱼 钓上来的就是他们部落里的精锐 那一战 镇北军将沙托布精锐全天 一日又派出了一支骑兵去对那个部落斩草除根去了 同时也是为了这场战争获取一些战争利益 这是真的仇人见面了 你们的马我看见了 上面有镇北侯李家的印记 你们是李家的家丁 镇北侯家的家风还真是名不虚传呢 做事都必须要一定错绝了 本座从王廷出发一路急迟 才都已经这两个娃娃救出来 没想到 既然在路上还能碰到镇北侯的截杀 不是说你们的侯爷 现在处境很不好吗 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有一些误会 郑凡开口想要解释 仗已经打完了 现在他只想回家 误会 白宝女人笑容更灿烂了 忽然间他身形向后退了一步 双手掐印 疑狠 蛮重 起尸 先前还在分喝着酒水的两个蛮族大汉 忽然间身体疑产 眼里同时出现了惊骇之色 扭头看向面前的女神 其中一个还伸手指着她 像是想要质问什么 但在下一刻 两个大汉的掩尔口鼻处 都开始有鲜血溢出 二人的脸也在顷刻间化作清黑色 其 两个门族大汉忽然站了起来 他们身上的声积已经完全湮灭了 但他们的身躯却忽然膨胀了起来 变得极为强壮 一缕缕死气在他们身体边流转 同时眼眸里开始释放出淡绿色的光芒 唇角对质有两颗獠牙开始慢慢地溢出 顷刻间女人就以酒水为饮 将两个活人献祭成了活尸 在女人动手施咒时 郑凡三人就已经站起身 严阵以待了 不过在看见两具活尸出现后 站在梁成身后的郑凡 忽然用手指戳了戳梁成的后背 梁成回过头 有些疑惑地看向自家的主上 郑凡下额向前点了点道 你家亲戚能打个招呼吗 郁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42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居 好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约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42集 《原妙不可言》上 这倒不是郑凡 想要在这个紧张的氛围里 故意抖个机里 而是因为作为梁成的二次创作者 有点类似于高额之余曹雪芹 对梁成的身世 是有着自己的了解的 梁成是一尊从上古时期 一直活到现在的僵尸 虽然现在的实力只恢复了一丢丢 但血统的根基应该还在 属于是我属性都很普通 但我等级很高 这种局面在绝大部分的时候 都没有尿用 但在面对同族小弟时 可能会有奇效 就像是魔兽族群设定里 高阶魔兽对低阶魔兽的血脉压制 这里的高阶和低阶 仅仅是指血统等级 而并非是实力 一如青壮年奴隶 在面对贵族小孩时 一样需要跪下来磕头 一个道理 不过那边的白袍女 并没有给正凡这边 过多的准备时间 两句由蛮族大汉 转化过来的活尸 以一种极为蛮横的姿态 直冲而来 白袍女则是走到 两个娃娃的身边 目光注视着战局 其实 之所以没有一开始选择出手 还是因为对面三个人里 有两个人 从第一次见面时 就给她带来了一种压力 至于那三个人之中 隐隐为主的那位 明显就是一个废柴 当然了 座主的人是废柴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否则出门 为什么还要带手下 其实 一开始还是能够保持克制的 双方明显都在互相忌惮着 但随着进来之后 她看见了这三人 安置在里面的马匹 马匹上的印记 做不得假 自此 至少是在白宝女看来 已经没有退路余地了 在得知镇尾侯和沙托部的摩擦后 王婷就派出了她来进行调解 但当她赶到时 双方已经开战了 且恰逢一只英国骑兵 直接杀入了青壮完全不在的部落里 她只来得及救出了沙托部首领的两个后代 现在的她只是想要把这两个娃娃带回王婷去 谁知道在返程途中 居然还遭受到了来自镇尾侯一系的截杀 面对两具冲过来的活尸 梁成的确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双拳紧握 眼眸之中开始有深邃的黑色开始流转 玉缕缕杀起 似其身边一伞而出 吓人了 梁成张开嘴 两颗獠牙露出 对着前方冲过来的两具活尸 发出了一声咆哮 咆哮之下 两具先前还气势汹汹的活尸 忽然间像是被按下了散停键 直轻轻地停住了脚步 似乎是因为惯性的原因 还像是个不倒翁一样 开始整齐地前后摇摆起来 白宝女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这一幕已经有些超出了她的想象 她自小生活在王庭内 成为王庭的蛮师 对于炼制活尸咒术 掌握得最为精深 她不认为自己的活尸 是天下无敌的 但却真的没有料到 自己刚刚炼制出来的活尸 居然能够在自己眼前 就被对方给操控住 这种感觉 就像是你辛辛苦苦 研制出了一款新型武器 但武器的发射按钮 却在你的敌人的手上 蛮重 嗨 白宝女左手手掌 放在了自己的额头上 她的双眸当即浮现出了 一片白色的光芒 这一刻 世界在她的视线里 换了一种模样 她看见自己的两具活尸 身上散发着灰色的光芒 但那个先前发出吼叫的男人 其身上却是深墨色的黑 而且她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刚刚炼制出来了 两具活尸 对眼前的那个男人 竟然产生着一种说不清 道不明的 诡异情绪波动 若是用现代的话语来形容 大概就是 求抱抱 聚高高 啊 学三开始缓缓地 向侧边活动 悄悄地 静静的 梁成再度发出一声咆哮 两具活尸 直接转身 跟着梁成的角色 一起发出色 而后对着白宝女 直接冲来 直接反水 登场试 白宝女不敢做单狗 弯腰将两个孩童抱起来 没人比她更清楚 这两具活尸的力量 至少在制造出来后的 这一段时间里 他们几乎都强不入 而这时 一声属于反派的 小角色的阴冷笑声 从其背后传来 几乎就是在梁成操控 活尸反攻的刹那 学三就已经出现在了 白宝女的身后 手中的匕首 化作了一道寒芒 对着白宝女的后背 就刺了下去 这一次偷袭 可没有丝毫顾忌 对方是否还抱着俩孩子 厮杀就是这么一回事 由不得你有任何的侧隐之心 况且先前要不是梁成 恰好碰见了他家的亲戚 这会儿就是自己等人 被两具活尸追着杀了 匕首是刺中了白宝女的后背 但薛三只觉得自己像是刺中了一块钢铁 手腕感知到了剧烈的反阵力 一袭白袍飘散而起 直接将薛三笼罩了过来 最可怕的是 白袍上面还有一根根银针 在上面熠熠升灰 操 天知道上面的针头有没有毒 薛三可不是梁成敢去以身试毒 当下还是很怂地倒退了回去 刘德青山在不愁没柴手 作为一名刺客 一击不成退去 重新寻找第二次机会 这几乎就是一种本能了 但当薛三躲过了白袍 落地目光一侧时 整个人愣住了 鱼马 我看到了啥 朱莎 这一刻 正反脑子里想的是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在梁成以僵尸咆哮催动 那俩活师反水之时 其实不光是薛三动了 正反也动了 正反提着刀 从另一侧冲了上去 他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冲上去 可能打群架嘛 本来不算那俩娃娃的话 双方是三威三 但等那两个活师 策反了之后 就变成了五回一的群殴了 在这个时候 不上去下黑角 还等什么呀 然后 正反发现自己 做辣了 心驶白袍女 拖开了两具 活师的铺杀 其次又以金蝉 脱鞘的方式 躲过了薛三的偷袭 然后 只剩下了一身 红色贴身衣物的 女人闪身 出现在了正反面前 甜一点的说法 是正反料事如神 洞悉战场局势 提前卡位 掐死了对方的后路 现实一点的说法就是 卧槽 装逼过头了 好在到底是前几日 在战场上开过婚 杀过人等 正反几乎本能地 双手握天招饼 取刀 对着冲到自己面前的女人 就是一刀下去 女人似乎也没料到 有人竟然能够提前 包抄到自己 但她的应对 也是无比很大 直接将手中的那个女娃娃 砸向了正反 砸向了正反 手中的脑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43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43集 原妙不可言 时间在此时 仿佛陷入了一种停滞 要是换作以往 若是有足够的思考 和分析时间 可能正反真的会有一定概率 选择不管老幼妇 如一刀劈下去 绝不留情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虽然道德上有瑕疵 但无所谓了 但现实不会根据你的需求 而放慢流速 在没有思考和铁下心的 预备时间的前提下 看见一个女娃娃 被砸向了自己 下一秒 可能就会在自己的 锋锐的刀口上被腰斩 正反的手快一翻 刀口一侧 刀面拍在了女娃娃的身上 终究在这一瞬间 还是 圣母了 理性固然很强大 但感性跑得更快 女人却抓住了这一瞬间 趁着正反侧刀之际 近身到了正反的面前 她的左手还抱着那个男娃娃 但右手却直接顺势 抓住了正反的刀身 手里一翻 刀口侧向向后划去 几乎要抹到正反的伯格 这是直接用你的刀请你自杀 生死危机 就在这一刹了 正反没有时间去对自己心前的圣母行为 去后悔什么 她只来得及双手死死攥进自己的刀柄 刀口在距离正反伯格跟近的位置停住 女人有些意外 因为她可没留守 而是因为对方的握力 有点超出她的预料 眼前这个废柴 她不是一个废柴 而是一个握力很强的废柴 然后两句活识 已经在变方向再度过来 那个小矮子也不见了踪影 女人清楚 自己不能再继续耽搁 掌心一压向下发落 刚刚还在拼尽全力 决力中的正反 咚咚一声一刀砍在了地上 而后一声清脆的声响传来 死妖 女人没做丝毫停泪 连地上的女娃娃都不紧了 抱着剩下的男娃娃纵身欲跳离彻底 在女人身形离开的差弱 薛三的身形再度出现在其身后 女人心下一惊却顾不得多心 薛三的匕首刺入了女人的后背 但女人身形没有丝毫影响 继续向前 一击没能必杀 薛三做事就要追上去 但就在这时 梁城发出了一声嘀吓 别追了 薛三停住了身形 看着那个女人抱着孩子 离开了这个避难所 两具活尸站住不动了 同时其皮肤开始迅速地腐烂 一滩滩浓水滴落出来 像是巧克力被加热一样 快速地开始消融 梁城则是扑通一颗 双膝跪在了地上 显然是操控那两具活尸 对于现在的她而言 也确实是消耗太大了 她之所以喊出薛三不要去追 也是因为她现在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 甚至成了一个累赘 要是薛三再追出去 主上的安危就没办法得到保障了 正凡一只手撑着刀柄 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腰部 缓缓地坐了下 嘴里还不停地倒吸着凉气 薛三走到那个女娃娃身边 女娃娃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被那个女人事先下了药 所以现在还在昏睡着 紧接着薛三又绕过女娃娃来到了正凡身边 关切地问道 主上 您没事吧 正凡摇了摇头 马上问道 你皮手上脆毒了吗 薛三嘴巴呈现了一个欧形 这么坏的主上 她很喜欢 不过她还是很遗憾地摇头道 之前是脆了毒的 但前阵子在战场上杀人后 毒药就用得七七八八 最后一点倒是抹上去了 普通人可能会被毒死 但那个女人 估计悬 说着 薛三还把自己还剩下的一把匕首 送到了正凡面前 匕首尾端有一个小凹槽 手指按下去后 开了一个新口子 里面是拿来储存毒药的 在刺杀敌人的瞬间 按下这个小机关 毒药就会像毒蛇的毒液一样 注入对方的体内 至于说把毒药单纯地抹在刀身上 这简直是太浪费了 效果也不好 真要这么弄 反倒不如在上面抹上粪便 别笑 古代战场上 箭头上抹粪便是一种很常见的脏套路 毕竟那会儿也没有青霉素什么的 一旦伤口感染 能否活下来 只能听天由命了 算了 跑掉就跑掉吧 正凡扭头看向了那边的梁城 说道 等沙尘暴停了 我们就马上动身回去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 腰好疼啊 沙尘暴虽然已经过了最为猛烈的时候 但哪怕是她的尾巴也依旧痛苦 女人抱着男娃娃又没有马匹 只能闯入这漫天沙暴之中 背后的那根匕首依旧刺在那里 肌肉已经将伤口锁住 但走着走着 她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有些模糊 她是知道这把匕首上有毒的 但为了防止追兵追上来 她只能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压制毒素的扩散 好在毒性并不是很强烈 不管如何 汪婷的任务必须完成 大概走了半个时辰的样子 女人只能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直觉 去大概地分辨一下方位 但具体有多少误差 她其实也不清楚 不过前面传来了马蹄声 女人先是一惊 但在听到马蹄方向传来的马鞭时 心下刚起受恩 那两个骑士显然也是发现了这边的情况 很快进入了视线 女人用力瞪大了眼睛 自己身前出现的两名骑士都没有穿甲皱 只是寻常地跑走 这是她事先安排来接应自己的人 他们伪装成了一支商队 常年活跃在虎头城 是黄庭之际 我是阿蛮医师 你们头领在哪 参见蛮师大人 其中一名商队护卫 马上下马参拜 另一名身材极为魁梧的护卫 也跟着下马 但看起来有些傻愣愣的 先是抱拳 随即又有些不知所措 等到自己似乎想要跟着下跪时 同伴已经站了起来了 很是尴尬地做出了个蹲马步的姿势 回禀大人 头领在居这里十多里的位置 因为大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与我们会合 又碰上了沙暴天气 所以头领让我们分散开来 在附近寻找大人 有心了 女人将怀中的男娃娃递给面前的商队护卫 让你们头领照记能用的手下 朝西北方向去 那儿有李家的杀手 人不多 给我解决掉 是 这时 女人发现 那个傻愣愣的憨大个儿就站在自己面前 很明目张胆地低着头在看着自己的身体 她的白袍在玉玺时丢出去了 本就只穿着贴身衣物逃出来 又经历了沙尘里的风沙洗礼 到现在身上露出来的位置极多 这个傻大个儿是真的傻吗 居然敢就这样直接看自己的身体 身为身份尊贵的蛮尸 居然被一个低贱的下人看着身体 一时间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该生气还是该笑 但见这个傻大个儿还在继续看 女人抬起头看着他 目光归了 问道 好看吗 傻大个儿一直盯着女人后背位置插着的那把匕首 文言点点头头 好看 然后 取起了自己手中的斧头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44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陈杰帝小龙 主播 雅区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月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44集 回程 斧头落了下来 没有过多的言语 没有什么预备 没有前夕 单刀直入 却有无比的润滑顺畅 女人倒在了地上 身为王庭 蛮尸祭祀的一人 她没有料到 自己的结局 居然会 这般的莫名其妙 身旁那名伤队 护卫也愣住了 似乎眼前发生的一切 其根本就难以理解 好在 樊丽是个老实人 是个后导人 她不喜欢身边人去苦恼 所以 她喜欢帮别人 解决烦恼和疑惑 但她又自觉 自己比较笨 至少在客栈的那半年 四娘和薛三 都嘲笑她脑子笨 所以 她不打算去帮人 解决烦恼 她知道自己 没这个本事 但把烦恼的人解决了 烦恼 也就一样解决了 不是 也因此 地上多出了一具尸体 随后 樊丽坐在了头堆上 从怀中掏出了 一大把沙葱 这几天 她每天都吃很多沙葱 把自己在商队里的银钱 都拿来换了沙葱 这东西在草原和戈壁里 也并不难找 加点盐 入点酸奶 腌制一下 吃在嘴里 四中带辣 气足得很 刚死的这名商队护卫 对此一直很不满意 因为晚上 她和樊丽睡在一个帐篷 要知道 这沙葱在后世的名字叫 蒙古酒 就知道这玩意儿吃多了 味得有多大 但自从那一天 吃了一把沙葱后 樊丽忽然感觉到 自己的力气变大了 就像是野兽本能地 寻找一些微量元素的东西 来补充自身一样 樊丽想当然地认为 是沙葱 让自己恢复了力量 所以她吃 天天吃 没事就吃 取马吃 走路吃 睡觉时嘴里还包着 吃着吃着 吃到了沙尘暴 终于平息了 吃着吃着 吃到了前面出现了 三匹马的身影 距离有点远 看不真切 但其中一匹马上 那小小的倔强身影 让樊丽瞬间就认出了 那个人的身份 樊丽笑了 笑得依旧憨厚 她挥舞着手中的沙葱 她决定 要把这可以恢复力量的 神奇食物 和自己的小伙伴们 共同分享 所以你是认出 薛三的匕首了 是的 主上 认出来了 她在院子里 磨了半年了 那个女人被你砍了 砍了 樊丽空手 做了个砍柴的动作 苦实无话 正翻点点头 把手中的水囊 递给了樊丽 樊丽笑呵呵地 把水囊接过来 咕咚咕咚地 喝了好起大口 这世上的事 就是这么的奇怪 仿佛真的有无数条线 将一个个人 一件件事 对串联在了一起 总结起来 可能就是一句 原妙不可言 樊丽是听从 瞎子北的安排 跟着那只蛮族商队 去荒漠打探消息的 为的就是给客栈 留下一条退路 实在不行 大家伙真的可以 退到荒漠开一家 新龙门客栈 封四娘改行 卖卖人肉包子 谁承想 哪只商队 居然是 蛮族王婷的 间谍队伍 商队只是 她的伪装 本质上 还是为了 王婷收集消息 可能招揽 樊丽的那个管事 是级别太低 不知道内幕 又或者是 商队觉得 樊丽力气大 又傻乎乎的 还会骑马 招揽来当个壮丽 很是划算 总之就带上了她 然后又极为碰巧的 刚刚从自己 三人面前逃走的 那个白宝女人 鬼使神差地 碰上了 樊丽所在的 接应小队 薛三插在 女人后背上的匕首 则又成了 最好的标记 在樊丽看来 既然是被 自己伙伴插了的人 那就肯定是敌人 伙伴没把她插死 那自己就得 给她砍死 理所当然 事情就这么 给解决了 不过 俩娃娃倒是 都活了下来 樊里没有杀她 在郑凡的命令下 薛三带着俩娃娃 去了附近的 一个牧民家 直接把俩娃娃 送给了那户牧民 同时留下了 一点钱 为家凉匹马 其实最稳妥的方式 还是斩草除根 但郑凡下不了 那个决心 好吧 如果几十年后 一带天骄 荒莫霸主 没事射射雕的 大寒成长起来 带着千军万马 冲杀到自己面前 来寻仇 那自己跪也就跪了吧 也没啥不甘心的 三个人出去 回去时 变成了四个人 因为路上 耽搁了时间 所以等到四人 回到虎头城 城外的时候 已经是月明星熙了 虎头城晚上 是会关城门的 尤其是战争的 遗云还没完全 消散的时候 不过 好在这一次出去 郑凡好歹 混到了一个官身 哪怕这个官身 比孙大圣的 毕马温还不如 毕竟 毕马温至少 还有马 郑凡连马都没有 到了城门口 叫了门 上面放下了 一个吊篮 将郑凡 吊送了上去 郑凡手里 拿着那位郑北侯家的 女将军给的信尖 和盖了大印的 伟认状 先见了守城门的 兵丁武掌 再见了使掌 然后是百夫掌 紧接着是那位 叫王丽的 秦成校尉 每个人都拿着 他的信尖 和伟认状 看了一遍 然后用一种 异样的目光 再将郑凡 打量了一遍 最后 郑凡像是流水线上的 制品 被一路惊手 一路往后送 终于 他来到了一处大堂内 堂上正手 坐着的是一个 大富贫贫的男子 这个人郑凡记得 那天自己坐在 瞎子北的摊位后头 就看着他 骑着一头异兽 领着一票骑兵 在街面上纵骂 郑凡还记得 他的官名 是招逃使 不是招人逃打的意思 大概类似于 一个地区的治安总指挥 负责缉拿盗匪 打击流寇 瞎子北曾对郑凡说过 阴国的官职有些复杂 没办法完全套入到古代 某个朝代中去 而在下手位置 则坐着一个发须揭白的官员 不出意外 应该是虎头城的真正首脑 可以称之为县令 当然了 外商喜欢把他称为城主 很显然 这位朝陶使大人 在品级上 是超越了这位县令的 朝陶使将信件和伟人状 看了一遍 然后对站在下方的郑凡他 把战事说说吧 接下来就是郑凡的叙述 除了将自己和梁承薛三 提前预知给隐去了以外 其余的基本没添油加醋 至于功劳 则是自己运气好 杀了杀拓不得手里 讲书完了之后 朝陶使点了点头 还说道 郑校尉 以后你就归本官辖制了 本官希望你能好好做事 不负圣上期望 不负镇北侯府的提携 希望也不负本官的厚望 这就是场面话了 郑凡马上点头应试 行了 郑校尉一路辛苦 且先回家休息吧 准你一寻的假 时日后可以到衙门里来点班 郑凡应了一声 转身后退 语之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第四十五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帝小龙 主播《雅区》 后期制作洛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约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姻继继续收听《魔灵》 第四十五集 等正凡离开大堂后 县令有些忧郁的望向昭桃室 拱售道 老人 镇北侯府此举是为何呀 为何 也就是随手打发个叫花子罢了 谁叫人家运气好 当个名夫还能手刃贼球呢 那 那我们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就这样看着 眼下 镇北侯本人在京城 据说 镇北侯府的一应事宜 都是由镇北侯长女负责 大人 你是说 这业障乃是由一个女人发起的 是你说的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总之 现在朝廷和镇北侯之间的关系 太微妙 咱们呢 最好还是静观其变 那 那梁草均献麻痹 你管这个干什么 他明显是丢了个烂玉头过来 咱凭什么要当个香伯伯接着 咋地咋地 在京城那边的事 没确定下来之前 咱们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以不变 应万变 大人说的是 大人说的是啊 镇凡 镇家 是你们虎头城里的大户人家吗 这倒不是 好像是半年前 城里重收流民编户 及时进来的 在城里啊 开了家客栈 他们家的酒吧 味道不错呀 是吗 啊 行了 那就到这儿了 既然仗打完了 也赢了 明儿个的成进 该解也就解了吧 太当个事了 是是是 那下官这就奋不下去 啊 不错 县令兄弟之后走出了大堂 大堂里 就只剩下了这位胖胖的昭桃士 和其身边的随从 昭桃士肥胖的身子 往椅子上依靠 伸手揉了揉自己的额角 说的 你说 侯爷和小姐他们 能撑过这道坎吗 随从在旁边帮忙倒茶 文言犹豫了一下 侯爷吉人自有天相 这种屁话我不喜欢听 罢了 谈和镇北侯家 贪腐弄权的奏折 你写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这是阿朗 真的要把这奏书送上去吗 不送还能怎么办 要是侯爷没事 那万事大吉 要是侯爷真出事的 我这个 到镇北侯急先锋 说不定 还能帮侯爷和小姐 转换一样 阿朗有心了 都是命 这都是命 是我欠侯爷和小姐的 那刚刚的那个叫郑凡 郑小伟 阿朗真不准备管了 管 管个屁 前些日子还只是个拼头百姓 就算我现在给他良想器械 他赶在之后 侯爷真有事的时候 跟我扯气造反 他有着个胆子 这个 随他去吧 小姐在信里头 也没提对他有什么安排 不过 大郎 他既然是小姐提拔上来的 那么 他身上终究也算是 被打上了镇北侯府的印记 行呗 他又有本事 自己能把人马器械拉起来 我就认他这个本事 城门开了 在城门口 郑凡和后头进来的薛三 梁城 以及凡力碰头 最后四个人一起牵着马 在街面上走着 胡头城是没有宵禁的 哪怕是这阵子战争一云笼罩 也依旧没有宵禁 不过街面上确实多出了不少巡逻的假事 大晚上的城中纵马也不合适 毕竟郑凡胯下骑的 也不是那种皮修变种 回家后 洗个澡 请宋总经过 郑凡一边说着 一边伸了个懒腰 他现在可没有多少当官的概念 事实上 那位昭陶使和县令 对他其实也没有很热情 这也意味着 自己的这个差事 也就那样吧 不过无所谓了 出去跑了一趟 见识过了战场厮杀 自己还亲自杀过人 这种感觉 比男人第一次当男人 更像是一种蜕变 书上 四娘可是会按摩的 可以让他给您做一套精油死盘 薛三在旁边有些殷勤的建议道 郑凡闻言 脑海中当即浮现出了自己躺在床上 风四娘身上油亮油亮的 不过 郑凡还是把脑子甩了甩 你要说对四娘没有动心 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正常的雄性动物 能对四娘这样的女人没兴趣 你们是我的朋友 是我在这个世界里的家人 借着明月 郑凡也不觉得矫情和深情了 直接把心里话说了出来 我从没把你们当作我的手下 从来没有过 毕竟我也不敢啊 哈贝卡 这个不是他出伤 四娘以前在摩都 还开过大会所呢 还专门给手底下的济师 做过白血 他自己的技术定然是罪 不用说了 这就是对四娘的不尊重了 他心里 应该有一个属于他的男人了 一个有味道的女人 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一个成熟的女人 基本上都有一个叫男人的催化剂 不过只负责催化反应 反应结束后催化剂就可以丢了 并不会真的融入反应里 这时啊 走在最后面牵着马的帆里 忽然开口喊道 主上 四娘还是个畜子的 虎头城并不是很大 在边境城里 它当然算是繁华的 但与后市 动辄三四五环的城市相比 还是显得过于袖真了一些 四人牵着马 没多久就来到了客栈 平日里客栈到这个点 生意应该也冷清了下来 日多还剩下个两三桌客人在互熬着 看谁先说走谁就去付账 比拼着耐力 但今晚的客栈明显有些不同寻常 太过冷清了 冷清的除了客栈门口有一盏小灯笼以外 其余的位置都是黑漆漆的一片 主上有问题 薛三马上窜到郑凡身前 做出了保护架势 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 一如后世会所居然会在尸检中 就关门了一样 要么是出事了 要么就是严打了 郑凡眼睛一眯 他是真的担心客栈会发生什么意外 这里毕竟是他在这个世界的家 而且家里还有人 是阿郎回来了吗 这是 门口有一个白发大爷 提着灯笼向这里张望 这个大爷正凡认识 是客栈的门子 一般客栈晚上关门之后 他就会出来 把床铺安置在门板后头首页 他在虎头城本就无亲无故 已经活不下去了 还是四娘赏了他一口饭吃 没工钱 但是管饭 过节时也有一份红包 家里怎么了 呀 真回来了 还都回来了 大爷提着灯笼 把四人都瞅了一遍 随即的 阿郎们 客栈已经不开了 不开了 是出什么事了吗 不是不是 是四娘和北先生他们 前阵子又盘下了新的宅子 大家伙都搬去了新宅子 这里现在也就有小老儿在这守着罢了 对了 四娘还吩咐过小老儿 说要是阿郎们回来了 就去街口老井最里头拐脚位置那个院子 搬家了 好端端的怎么就搬家了 就算是想要炒地皮置业 你在虎头整稿也没有前途啊 倒是薛三和梁成他们 在听到这个解释后 反而没显得多么惊讶 似乎他们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他们跟着主上出去杀得欢 留守在家的那几个 怎么可能安稳 不搞点事情 岂不是被比下去了 预知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第46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丽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姻继续收听《魔灵》第46集 温柔香 虎头城上下官员的阅历银子 都照上面帐上的全部翻两倍 瞎子被坐在椅子上 手里拿着橘子一边剥橘子一边做着决断 因为日照族的原因 这里的橘子很甜 很好吃 两倍 手里拿着账本的阿明有些不理解 说道 是不是太多了 三省会在瞎子被一曲肝肠断下 领导层全都与一夜之间 去投奔了各自的信仰之神的怀抱 剩下的信徒们则是于第二日就树倒图孙散 这种没有真正的生意利润 分布全部是靠忽悠信徒乡货钱的帮回 瓦解下来真的是太简单了 猎狗帮几乎被阿明自己一个人全吐了 可能有小猫两三只幸存下来 但不会影响大局 但猎狗帮的生意 因为瞎子被顾及正烦的态度 所以直接停了 那些蛮族奴隶留下来当奴仆 而那十几个小娘子 则被瞎子被全都留了下来 做了特意安置 巨翼帮和车帮 算是比较平稳地接手下来 但要知道 在客栈势力统一了虎头城内的 这四个势力之后 等于也继承了这四个势力 每个月需要向虎头城 官方上下大小官吏进贡的款项 高高在上的大人们 无所谓下面的帮派 怎么杀来杀去灭来灭去 只要每个月送上门的阅历还在 他们就不会去理会 这就是黑有黑道 白有白道 彼此之间看似井水不犯河水 但浑然连着 却如同那太极双鱼图一般 从古至今 都不可能彻底分割 而现在 客栈这边相当于是 在断了两个收入镜像之后 还要在虾子北的决定下 比过去承担更多一倍的阅历因子 面对阿明的不解 虾子北直接对着四娘所做的方向 弄弄嘴说道 阿明啊 你问问四娘 她会所寄院 各个年代 各个城市 开得多了 懂得多了 这份开支不能节省 而且因为我们出来乍到 刚刚冒头 需要更有诚意地 表现出我们的态度 阿明摇摇头 他其实不喜欢这种 算起来算去去的事情 不过 他还有一件事不明白 三神会 为什么就这么直接 给拆了 信徒们每个月供奉的香火钱也不少了 主上是个文化创作者 嗯 我说是以前 这和主上又有什么关系 和对人口贩卖很反感一样 主上也不愿意去碰教会和信教的问题 所以这些钱 咱就别指望了 这种生意啊 咱就别碰了 四娘这时拿起了一杯茶 喝了一口补刀刀 当初 瞎子北的漫画 就是因为牵扯到那方面的剧情被封杀的 阿明有些哭笑不得 还行吧 几个帮派的存银还真不少 也够我们近期花销的了 上边的那些两张嘴的人先给他们喂饱了 只要他们不碍事 我们接下来赚钱的机会多了去了 咱们七个凑在一起 还是在这个古代 要是连银子都拉扯不出来 那还不如干脆自己抹脖子算了 赚钱的事不难 等把上下的关系都打理好理顺之后 就准备着手做吧 只要后续生意能跟上来 现在手上的银子还是足够大家花销这几个月 而且是很奢侈的花销 做什么生意 下次被空洞的眼眶对着阿明不说话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看我的眼神 崩四娘则是在旁边打了个圆场 顺带给阿明也插上了一刀 说道 都是穿越这了 搞个香水弄个肥皂什么的赚点钱 那不简单的很 这时屋门被从外面推开 丁丫头探出头来 对着里面的三人喊道 妈妈 主人回来了 他们都回来了 正凡感觉自己像是做梦一样 以前看过很多的穿越作品里 主角穿越后大多生活很苦逼 之后还流行过 穿越后身边还带着个脱油瓶妹妹 自己这边 开局就有侍女 出去晃荡了一段日子 回来后大院子也有了 尤其是等正凡被引领着走过院子里的假衫时 看见两侧站着的两排穿着古装的小娘子 齐声向她请安 一时间 正凡有一种恍惚感 在这一刻 正凡心里忽然生出了一股念头 似乎就这样生活下去的话 也挺好的 虽然没有电 也没有网络和空调 但古代老爷的生活三妻四妾一妻直屎 也有着极为强大的吸引力 脂粉香气在弥漫 水池里已经准备好了热水 上面还铺上了花蛋 丝竹音乐之声响起 恰到好处地挑过着新鲜 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身上的衣服已经被脱光了 正凡有些迷迷糊糊地走入到了水池之中 融入这香风凉烧 屈服啊 我觉得这样有点过了 你就不怕主上就这么沉陷进去 阿明有些担心 现在一切的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 虎头城的地下势力也已经被统一 主上他们也安全回来了 但瞎子北却直接安排出了这一场温柔香 这是打算直接把主上灌醉在里面吗 瞎子北却摇摇头道 还是要看主上自己的选择 选择 其实 一个人的欲 是永远都不可能满足的 当你得到一时 你会自然而然地想要去获得二和三 很多文学作品里 喜欢塑造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识老农 觉得他们纯苦 觉得他们善良 觉得他们踏实 但如果 真不是没有往上走的机会 看不到离开的希望 谁又愿意一辈子这样踏实下去呢 我只是觉得 用这种方式去勾引主上 有点low了 还行 主上出去 总得享受享受咱们团队发展的果实 主上和咱们不同 我们每个人 其实 都是一个个变态 我们的兴趣点和爱好 大部分都不在 正常人所理解的享受上 我们的需求更偏激 我们的渴望更扭曲 而主上他属于正常人的一面 比较多一些 你总不可能奢望那一天 主上和你蹲一起 互相品着哪个年龄段 哪个地区的人的鲜血 味道更甘甜一些吧 别玩拖了 万一主上就一直在后宅不出来了 乐不思蜀了 有你哭的 那就是主上自己的选择了 我们之前对他承诺过的 选择权在他的身上 傅家翁 安稳一世 生儿育女 他也能做到 我只记得 之前主上可不是做的这个选择 但是 人是会变的 刚来时 我们只有一家客栈 看看衣食无忧罢了 那时候 咱们是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现在条件好了 自然得给主上 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 两头牛的故事 你又不是没听说过 梁成他们已经在偏厅吃饭了 你不去 去 待会儿一起吧 好 二人又在这里站了大概一刻钟 见后院里面 正反还没有出来 小子被烫了口气 说道 去偏厅吧 听听他们这一路上 到底遇到了什么 语之后是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第四十七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四十七集 《仪式》 偏厅里 薛三 梁承和樊丽 已经进食完毕了 尤其是樊丽身旁 两个大米桶已燃空了 这孩子 去了荒漠后 可算是得到机会吃米饭了 吃的就有些收不住 家自北和阿明进来后 除了魔丸 大家也就齐了 风子娘有些疑惑地开口道 主上呢 估计歇歇下了吧 玉石间 在场的众人 都有些沉默了 薛三杂巴杂巴了嘴唇 看了看 瞎子北想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道 该如何开口 但可以想见 他是很不甘心的 梁承则是更加干脆一些 抬头面向 瞎子北和阿明 直接道 胡闹 显然 他们也是知道了 瞎子北对主上的安排 洗完澡 穿着浴室里的休闲服 从淋浴区来到了休闲区一样 区别有两点 一是这身豹纹简直 骚气得无以复加 二则是 这他娘那是真的豹皮 应该是猎狗帮的帮主 留下来的藏品 被四娘改了改 直接给主上用了 四娘 正凡伸手对四娘指了指 主上 下次那汤匙那儿 给我预备套衣服 我找了很久就找到了这一套 实在是不好意思光这身子出来见你们 奴家晓得了 这是奴家的错漏 不至于不至于 正凡摆了摆手 然后看向饭桌边的众人 面带微笑道 这都吃好喝好了吧 吃好了 吃好了 住等你了 主上 正凡笑了笑 身子略微地向椅子左侧靠了靠 双手搭在一起 轻轻拍了拍说道 行 那我们就谈正事吧 在座的五位魔王 只觉得自家主上 从近来到现在 整个人的气质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自信 这种成熟 以及这种游刃有余 仿佛像是换了一个人一眼 只有瞎子被微笑不语 他刚刚用精神力探测到了 主上其实已经在 厅堂外的走廊那里 站了好一会儿了 一边在外面动得有些嘟嗦 一边在自言自语 像是在做着自我催眠 我是陈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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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凡坐在首座 这一刻的他 仿佛八贤王 玄夜 以及汉高祖多重合体 但此时的氛围 在外人看来 可能就是 中二的话语 中二的神情 中二的服饰 以及真的皮 外下一群喜欢做中二事情的 中二手细 这是一栋血宅 因为前阵子 猎狗帮帮众的鲜血 曾将这里浸染了一遍 但此时此刻 这个宅子里的中二之气 已经完全压制住了血腥味 当然了 就算是凶宅真的出了什么诡异事件 估计害怕的也不会是住在宅子里的人 毕竟宅子里吸血鬼 僵尸什么的一大堆 该害怕的可能是那些鬼 所以至少在座的众人 没人觉得此时正凡的这番表现 有什么不合适的 人生 于他们而言 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游戏姿态 他们的癫狂 他们的无所顾忌 可能在寻常人眼里有点神经病的意思 但正是因为 他们从未想过要去老死床榻 或者归隐山林 所以他们才能保持着这种 令普通人无比羡慕的真正洒脱 和对生活的激情 家自卫取出了一个小木箱 一边将郑凡等人 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一边将箱子里的地器 财货 以及生气 这些全都拿出 像是一个忠诚敬业的职业经理人 在给自己真正的老板 报告营收情况 郑凡把那些单子 一张张地在手里过了一遍 其实钱货真的不少了 当然了 比起真正的财富价值 那种像是小松鼠一样 一点一点堆积储藏松果的感觉 才是最让人迷醉的 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慢慢地积累起自己的家底 一步步地成长 一点一点地壮大 可能这就是种田的快感吧 下次被说完后 就唤薛三来将出去当民夫之后的事情 讲述了一遍 之前的风平浪静的半年里 薛三经常在台上说书 所以他的口才是真的没得说 在讲述时 尤其是重点突出了正反 在一整件事情中的重要作用 比如多亏了主上 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多亏主上目光如炬 早已看穿一切 多亏主上沉得住 稳得住 多亏主上及时应变 力挽黄澜 每隔几句话都得圈一下重点 饶氏穿着豹皮的正反 也不由地有些面色发烫 低头喝茶 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而其余没趣的人 瞎子 阿明和四娘三人 每次听到这个重点 都会很配合薛三很认真的点头 嘴形再配合一下 哇 果然 的确 不愧是主上 确实 仿佛 在他们看来 正反在任何事情里 都是中流砥柱 是一件再理所应当不过的事情 第一次 正反体会到了一种 属于上位者的悲哀 这种填法之下 也无怪无古代的一些帝王 会闹出那些笑话出来了 薛三讲完了之后 啪的一声 将茶杯重重地置于桌子上面 宛若是拿起荆堂木一拍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夏子北则是马上面朝正反 说道 这样来说 主上拿了一个官审 只是个有名无识的架子罢了 刚回来时 我去见了虎头城的县令 和昭桃使 感觉上 他们只是把我当作一个 可有可无的角色 原没提一个 关于军械粮草和人员的事 其实 这就是一种踢皮球了 夏子北确实笑道 很多时候 没有名 才是最棘手的 之前 属下只是想着 整合统一虎头城的地下势力 等这些事情做好吃后 再想着筹建自己的伤队 从而进行原始积累 最后 再去安置属于自己的力量 早先属下想的是 在虎头城外 秘密组建一支 属于咱们自己的麻斐队伍 现在主上 获得的官方承认的编制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48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丽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48集 要个眼人 听瞎子北这么一说 郑凡心里忽然觉得舒服了一些 有种 哦 原来我捡过来的垃圾 还是有点价值的样子 不过想来也是 可能对于别人来说 这个空头校尉也是一个闲职 顶多零点想 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种 万一 日后镇北侯家真的被消翻成功了 还得因为自己身上的镇北侯系的印记 被殃及持余 但自己手底下可是有一群魔王啊 从赚钱到组织到练兵到带兵 人才全都有 而且还是顶级人才 这三百旗的编织可不能浪费了 梁城开口道 他是打过仗的 不出意外的话 这支三百旗的队伍名义上是归主上统领 但实际上应该是由他在实际负责 这是当然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心 应该就放在这件事上 无论是人还是马匹又或者是军线 我们都必须做到最好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这支部队名义上可以属于燕国 但实际上必须忠诚于我们 是忠于主上 是 是忠诚于主上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 郑凡双手摊开求问大家的意见 其实还是看着瞎子 因为自己和这些魔王的关系 郑凡不用去担心功高盖储的情况 所以完全不用拿着捏着 说实话 他也挺乐意去当个吉祥物的 举一帮和车帮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整合 正好你们也回来了 我们的人手也就有了富裕 车帮的话 学则 你和阿力去负责 先任车帮的帮主是个很有趣的家伙 多有趣啊 他当着四娘的面杀了他的爹 嗯 有趣有趣 这个人够狠 也没必要急着去拔掉他 先用着 可能对于普通的上位者来说 是很难容许自己手下有这种人的 他连自己的爹都能杀 哪天反叛你不是很正常 但对于在座的魔王们来说 虎头城只是第一步 一个车帮的帮主 哪怕新兴再可怕 也不会让他们太过在意 至少不至于为了稳妥起见 先把人家除天 得嘞 明儿个我就和阿力去车帮转转 车帮是之后开商队的第一步 必须得重新梳理一遍 吩咐好这件事之后 瞎子北又面向封四娘 四娘 那些小娘子们 你先负责训练起来吧 可以选拔几个 根骨最好的 做专门训练 封四娘很是慵懒地伸了个腰 顺带对瞎子被发动了 抛媚眼给瞎子看的技能 点点头 人们客栈里的婶儿们 都已经被遣散了 接下来 红粉生意当然是要做的 但却不是以前 简简单单的 皮肉生意的做法了 这次灭了猎狗帮之后 接手了一批小娘子 客栈不会把他们 再贩卖出去 但毕竟客栈不养闲人 把他们交给四娘去调教 才是最大程度的物尽其用 无论是之后 独当一面出来当妈咪 还是训练成一批红服女 都比单纯地去卖掉 喝去接客要划算得多 对他们来说 其命运也会好得多 生在这个世道上 家人将其卖出去 签了弃书 他们就已经很难再去奢求更多了 对了 阿明 你那个侍女我要要过来 封四娘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阿明说道 要去要呗 那个侍女 就是那天阿明去灭猎狗帮时 在猎狗帮前遇到的那个少女 双方之间关系很亲密 毕竟有着杀父之仇作为扭蛋 你舍得 拿去 阿明很无所谓的样子 他对女人真的很无所谓 本身所追求的兴趣点 也不在女色上 他更喜欢的是红酒和鲜血 只是那个少女自从被带回来后 就一直有事没事地往她房间跑 让阿明很不耐烦 我是看她性子好 好好打磨调教一下 以后出财的概率会很高 别看现在像是个北地女儿 但好好调养调养 把皮肤养好了 可不会比那些男风的小娘子差 瞎子被双手交叉着 等封四娘说完后 又面向梁成说道 梁成 这阵子主上正好休假 距离去衙门点道 还有一段时间 你可以和主上练练招 让主上指点你一下功夫 哪怕只是指点一点 你也享用一生 梁成深些了一口气 很用力地点了点头的 确实 我一直期待着 呃 好 正凡也点点头 他知道 这是瞎子被安排梁成 来教授自己习武 这次出去后 正凡也清楚 多学点搏斗的本事 是很有必要的 但正凡没想到的是 瞎子被可不单单 仅仅是想要正凡 学一些女子防狼术 从薛三先前的叙述中 他自然能分辨出 什么是马屁 什么是有价值的讯息 隐约间 他心里对于自己等人 和主上之间的关系 有了一个猜测 主上 我的话讲完了 还请主上扶正 呃 正凡挥了挥手道 嗯 我想说的 你都已经说了 正凡觉得 跟这帮人在一起 时间长了 脸皮真的是 越来越厚了 呃 那我呢 阿明有些不解地 开口喊道 其他人都有事做了 他呢 瞎子被似乎是被提醒了 转身面向的阿明 你的任务最重了 最重你还给忘了 我有眼无助啊 我们需要钱 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三百骑兵 从人到装备 以及之后的维持费 都需要很多很多的银子 所以呢 需要我去做什么 瞎子被嘴唇 捏如了一下 一脸严肃地开了口 去 把肥皂捡起来 正凡再 给木剑拍倒才听 主张 需要休息一下吗 再来一次 喘了几口气 正凡再度爬起来 双手重新握住了 自己手中的木剑 梁城则是很平静地 持剑而立 等待着正凡再度进攻 二人的练习 已经持续了三天了 换句话来说 正凡相当于被贬了三天 这种感觉真是不太美好 但好在 正凡依旧能够咬牙坚持住 正凡再度发起了攻击 双方的木剑 不停地发生着撞击 正凡每一次的出剑 都极为果断 不连余力 梁城则是在不停地后退 只是在招架 终于 一连串的攻势之后 正凡的气势开始受力 梁城果断抓住了 这个正凡换气的功能 横跨一步 剑身前死 正凡马上回剑去 但梁城再度变招 转身 腰部发力 抬头 梁城的脚踹在了 正凡的剑身上 但这一股力道 却没办法歇掉 最后导致 正凡整个人 亮相地连续后退 而后脚下半算 摔倒在了地上 正凡躺在地上 木剑掉落在其身侧 时候不早了 主上 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 正凡也没再坚持 又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才起身往内开走去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49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49集 西皮过水 梁承默默地收拾好东西后 就去了院内的井口边 井口旁有几个女佣人 在这里洗衣服 让让 梁承开口道 哥 您洗您的 我们洗我们的 不搭尬的 对嘛 看着您洗澡 我们洗衣服也能更有劲一些 这些个女佣都是裂口帮里收留下来的 她们不再那么年轻了 用封四娘的话来说 也就是不具备后续的开发潜力 所以就留下来干活 都是结了婚 被丈夫或者丈夫死后被卖出来的女人 吃过苦 性格上也是大打咧咧的 梁承蒙火火 先一口气掉了三种精髓上来 然后转身脱去了自己的上衣 整齐的折叠好 折什么折嘛 直接丢过来我们给你洗了 一个女佣走过去 直接将梁承脱下来的衣服拿过来 还故意把自己的鼻子凑过去吸了一口 有些惊讶到 也是奇了怪了 大男人的 这身上的衣服居然一点汗臭味都没有 你休不休 还问人家衣服 你这是小男人小疯了吧你 去找薛三爷吧 三爷个子矮 但本钱足 肯定能喂饱你 你这小浪蹄子 怎么什么婚话都好意思往外忙 你这嘴到底是拿来吃饭的 还是拿来缩水的 梁承默默地脱了 只剩下一条白色裤衩 然后单手丢起一滴凭水 直接朝着自己的头上浇了下 哗啦啦 爽 旁边的女佣们则是目不转睛地看着 都麻利点 怎么衣服还没洗好啊 这后面还有事呢 朱家留你们下来 是让你们凑一块偷懒的 一个年长一点的女佣走过来 先是自己用目光在梁承 匀秤的肌肉上扫了好几遍 然后清了清嗓子 对下面的女佣们训斥的 井口边的洗衣服的女佣们 只能把盆和衣服装好 一起离开了 这下梁承的四周终于安静了下来 这时还没换衣服的正凡经过了这里 见梁承是在井口边洗澡 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对他喊道 后宅里有个汤池子 我们一起去泡个澡吧 猎狗帮后宅的池子 本来是猎狗帮的帮主弄的 不过现在那地方已经便宜了正凡 当初在客栈住时 因为地皮有限 大家的房子都是挨在一起的 现在地方宽敞了 靠在一起的两处宅子 后面那个宅子的后宅部分 基本就是正凡独享 每天都会有几个轮班的小娘子 来伺候正凡的起居 在四娘的培训下 他们的进步很快 本来四娘还想给正凡做一套牌子的 晚上想谁试浅就直接翻牌子 被正凡毫不犹豫地给拒绝了 小萝莉这种类型的漫画 在漫画圈子受众里 有着极为广大的市场和受众 但正凡一直对这类不是很感冒 他更喜欢油腻一点的 画风饱满写实一点的 风四娘一点的 再加上从外面回来的这几天 正凡每天都在挨揍 精力在白天就被发散得差不多了 晚上基本泡个澡按个膜倒头就睡 也没心思去折腾其他 此时面对正凡的邀请 梁承直接摇头道 我不喜欢热水 不过似乎觉得这拒绝得有点冷冰冰了 梁承犹豫了一下又加了一句道 多谢主上关心 正凡耸了耸心 可能是因为梁承是僵尸的原因吧 更是冷而不洗热 所以正凡也就没有强求 再者 一个男人强求另一个男人一起泡澡 总觉得怪怪的 四娘在哪 每天指点完梁承洗午后 正凡都会在四娘的陪伴下泡个澡 再做个按摩 没有烧而不意的东西 真的只是做一个精油推背什么的 实在是身上的瘀青太多了 梁承已经很克制了 但一些瘀血瘀青 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晚上由四娘推拿按摩一番之后 睡起来能更舒服一些 刚正凡回去时 发现四娘没跟前几天那样 在里面等着自己 所以就出来找了 可能在前院吧 好吧 我去找找 正凡离开了这里 刚穿过前面的围囊 就看见四娘和阿明并排走在一起 阿明的手里拿着一个布包 和四娘一边走一边在探讨着什么 先把这个推出去吧 转一波闲再说 加香味的话 冷产业铺子开了 再把酒精搞出来 做出香水之后 可以搭配香灶开发新的产品 不行 要么不做 做就得做最好 咱们这里是虎头城 地方太偏僻 不适合扑货 虽然这里天高皇帝远 但也不可能被完全放任的细水长流 所以我们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高端 只有这样 短时间内的收入才能最高 行行行 那之后呢 这个世界又斗气又魔法的 本地世界土著的智商可没那么不堪 不光我们弄出了多少新鲜玩意儿 他们想仿制那也不难 阿明还是觉得慢慢发展 一步一步地丢货 这样子的话才能把利益最大化 等我们强大之后还做什么生意啊 封四娘对阿明翻了个白影 阿明闻言笑了笑道 是了 我最近研究这些东西 脑子有点木了 对呀 事理强大之后 谁还做生意赚钱啊 直接抢他呀的就是了 这是啊 四娘看见了站在面前不远处的郑凡 马上伸手捂住嘴 又瞪了一眼阿明 没好气到 都怪你 害得我都忘了 该给主上按摩了 行行行 你去吧 对了 哪天你要是发现 自己实力又恢复了一些 别忘记第一个告诉我 什么意思 上次不是你最先恢复的吗 但现在谁要你舔得厉害啊 阿明反问道 封四娘愣了一下 解释道 别说的那么难听啊 我那叫嬉皮过水 阿明忽然好羡慕夏子北 因为夏子北能轻松地做出 对你翻一整天白眼的动作 而不觉得疲惫 主上 奴家来了 奴家来了 四娘举着裙子向正凡跑去 阿明则是右手捂着自己的胸口 摇摇地对正凡行礼 等正凡和四娘走远了之后 阿明才继续提着不包缓前走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五十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丽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五十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哗啦啦 梁承依旧在冲草 阿明靠在栏杆上 看着那边的梁承喊道 我说你这僵尸害羞个什么劲啊 洗个澡 还穿着裤衩子 梁承没搭理阿明 他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洗澡 是因为这井水里有淡淡的煞气 古人造房子会看风水的 这口井下面就是个煞气汇聚的地方 这点煞气对梁承来说没什么用 但就是舒服 正如吸烟有害健康 但大部分烟民都选择看到这条标语后 点根烟压压惊 你身上的煞气增加了没有 阿明问道 梁承文言摇摇头 我尝试这自残好多次了 但恢复速度依旧没有改变 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出在我们身上 梁承又给自己浇了一通水 放下水桶后他开口了 确实不在我们身上 我尝试去坟地里吸收过煞气 但每次都有一个度 超过这个度后 体内的煞气就没办法再增加了 是吧 看来咱们都一样 想要恢复实力 靠我们自己苦修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 至少这条路大概率走不通 我觉得 我们得尝试一下其他的路了 其他的路 对 比如 巴西 阿明手中的布包口子忽然裂了 一块刚刚研制出来的肥皂 从布包内滑出 落在了井口旁的地上后 因为地上全是水 再加上肥皂自己本身的关系 又滑行了很长的一段距离 一直滑到了梁承的脚下 最怕空气忽然安静 阿明打破了这片刻的宁静 似乎是为了缓解这该死的莫名气氛 加了一句 我刚研发出来的 你捡起来用吧 梁承弯下腰要去捡 但忽然停住了身心 最怕 很有忽然的关系 你们的关系 真好 瞎子北的声音 忽然自一处角落里响起 梁承默默地将肥皂捡起来 抬头看向了瞎子北大边 平静了 又是 瞎子北点点头道 晚上到梁亭那儿开个会 说着 瞎子北又抬抬手 示意道 行了 我的话说完了 你们可以继续了 我什么都没看见 走着走着 又喘了瞎子北 悠悠然的叹息声 带着些许的庆幸 还好 我瞎了 汤匙旁的假山平台上 郑凡躺在上面 四娘则是正在给郑凡按摩着 四江是也真是 下手也不知道轻点 四娘看着郑凡后背上的一块块淤青 说不心疼是假的 安了安了 郑凡倒是无所谓 反而安慰起四娘的 别人修炼要么是去瀑布下锤打 要么是背个大龟壳拉链什么的 我这个已经算是很舒服的了 郑凡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 居然会去练舞 其实上辈子 他是相信武术的 也认为这个世界上 是有真正的舞者存在 只不过应该没有武侠小说里 吹得那么神 至于说网络上的这个大师 那个宗师 也就是当个乐子看看得了 真正的功夫 得从小苦好 郑凡清楚 自己吃不了那个苦 但形势比人强 他自己都没料到 自己这个漫画宅男 居然会在死后 来到这个异世界 不管是出于对自己负责 还是对自己的这些手下负责 自己都必须操练起来 主上 咱们能换个方式练习吗 四娘开口建议 修炼舞者 有点太慢了 而且太容易把自己搞残了 怎么说 这个世界不仅仅有舞者 主上可以去修炼一些 其他的东西 只要能变强不就可以了吗 修炼其他的东西 我听说 魔法师的修炼 如果天赋好的话 很容易一日千里 而且那些魔法师 基本都是细皮嫩肉的呢 这个以后再说吧 先把经过熬炼起来 再学一点基本的薄杀套路 总归是没有坏处的 做事不能半途而废的道理 郑凡还是懂的 也不至于才吃了几天苦 就想去走捷径 那 可以让阿明 咬住上您一口 您差不多就能获得 低级血族的体质了 变成吸血鬼吗 这个建议 郑凡是真的动心了 吸血鬼那超越 普通人的恢复力 这就直接意味着 自己的生存能力 直线上升啊 哪怕已经在坚持修炼了 但郑凡也不认为 自己有朝一日 真的能够冲杀到 自己手下这些魔王的面前 他只是一个吉祥物 只要自己一直坐在后面 不挂掉 就是对这些手下的 最大支持了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自己还能给自己 弄点buff 秦嘉兰或者秦回血什么的 待会农家去找阿明提一下 虽说他现在没恢复多少 出庸数目应该有限 可不管怎么说 咱中就是自家人 与其便宜了外人 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您说是这个道理吧主上 郑凡一开始还能保持着 清醒和四娘聊着天 慢慢地他就熬不动了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四娘健庄 拿起旁边的一条毯子 被正凡盖了上去 然后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这里 四娘出了 关了门 刚转过身 四娘目光当即一凝 与其身边位置 一道道宛若珠丝的细线 开始崩起 是我 那道忽然出现的黑眼 开口了 是瞎子呗 四娘长舒一口气 周身的丝线撤出 有些埋怨了 这大晚上呢 你出来溜达也不晓得 打个灯笼 冷不丁地往那儿一处 这样吓死个人怎么办 我 打灯笼 是啊 方便不了自己 至少能方便一下别人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特性 可以靠着精神力 就能屏蔽别人的感知 行 以后晚上出门打灯咯 有事 有事 行 那别在这儿说 主上已经睡下了 别惊扰到主上 好 去凉亭 语之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第五十一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丽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第五十一集 限制 让四娘有些意外的是 亭子里已经坐了不少人了 梁成 阿明 薛三 以及樊丽 都坐在那 梁亭石桌上 还预备好了一些简单的小菜 呦 这是开会呢 风四娘 在梁成身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 随即有些好奇的 什么香味啊 梁成的面色有些绷住了 四娘捂着嘴笑了起来 眼角余光还扫了一眼 坐在对面的阿明 说道 看来 你们俩关系还挺好 刚弄出来的 我跟主上都还没用 却先给你用上了 下次被干咳了几声 说道 说正事吧 正事 对了 阿明 改名 你去咬一下主上 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但现在不可能 我现在恢复的力量太有限了 如果这会儿把主上变成我的雏庸 主上是能获得一些 超越普通人的恢复能力 但大概半年后 主上就会沦为 只知道何人邪的野兽 连理智都会丧失 感觉 也挺不错的呀 寿命能增加吗 只要新鲜人血充足 理论上 是能活过超过一百岁的 那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吗 就是有一个问题 主上要是神志不清了 我们去舔他 他能有感觉吗 阿明思考了一下 人给狗喂食物 喂得久了 狗还能对人咬尾巴呢 说正是 虾子北忍不住打断了现在的对话 尼玛 这是大不敬啊 梁亭里的众人都下意识地挺直了后背 虾子北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像是自己真的看得到一样 今晚小组会议的主题是 虾子北把自己面前的杯子里的酒 倒在了桌子上 这些酒水冥冥之中 被一股力量牵挟 拖着的冰 形成了两个字 修炼 梁成 先说说 主上最近几日修炼的情况吧 这几日 一直是梁成负责和正反的修炼 肯定得先询问梁成 主上以前完全没有薄杀经验 不会套路 不会身体运用 反应力方面也不够敏锐 因为主上不在这里 所以无人反驳 不过 梁成的这个转折 让在场众人都不由地竖起了耳朵 显然 没人真的希望自家老大是个废物 虽然不管主上是不是废物 是不是废柴 大家都会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守护他 呵护他 和舔他 主上的力气 很大 有多大 主上从苏醒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月 按理说 一去卧床半年的身体 哪怕被照顾得再好 身体各方面的机能 也会退化很大 后续 除非经过至少半年的调养 否则很难回复 但主上的力气 却堪比一个经常练武的成年男性 薛三抿了抿嘴唇 他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了 在战场上被主上一刀收了人头的家伙 嗯 问题 大概就出在这里了 瞎子被狗指移动 不再上空的修炼儿子流入其嘴唇 被他喝了下去 紧接着继续道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我们力量的恢复和主上之间 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关系 有一点可以确定 那就是我们需要获得主上的认可 所以坚持无条件填主上的原则 不能动摇 大家一起点头 如果不是为了力量 谁愿意当填狗 但只是填一填就能获得力量的话 这事实上还有比这个更为划算的事情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也没有什么好矫情和看不开的 但问题在于 我们所有人的力量 确实都是恢复了一点 但在这基础上 反正我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没办法 在这已恢复的基础上 提升丝毫了 嗯 他们对于力量的渴望 是超乎正常人想象的 他们不在乎钱 不在乎名 他们只在乎一个自由自在 而没有力量 你根本就自由不起来 夏子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直说吧 我的猜测是 我们的实力恢复程度 很大可能是和主上的实力有关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四娘则是微微皱眉 若有所思 梁城则是继续孤颈无波 阿明嘴唇挑了挑 其实在座的都不是蠢人 一些猜测 不一定他们就真的没想过 哪怕是发问的薛三 天知道他是不是只是习惯性的给虾子买搭个台子 主上昏迷时 用一种类似网游的说法 就是主上处于理险状态 我们作为主上的手下 其实也是相当于是主上的左旗 四娘咳了一声 好吧 相当于宝宝 可能也因为主上的理险状态 导致我们自己的等级也是灰色的 我们虽然能行动 但我们的属性面板上是灰色的 而当主上苏醒后 主上的等级可能是一级 那么我们的等级 也就变成了小于等于一级 这个技术 是先要获得主上的承认 有点像是和站在新手村村口的老大爷聊天 大家都在思考着瞎子北的话 阿明则率先开口道 也就是说 因为主上还处于一级状态 不 换句话的意思是 只要主上自身的实力水平不提升 我们就得一直被主上给压制着 是这个意思 也就在这时 平时聚会开会时都少言寡语 只知道闷头吃喝的老实人樊丽 她的一句话 让凉亭内的氛围瞬间降入到了冰点 樊丽先生很憨厚地笑了笑 有些腼腆地伸手挠了挠自己的头发 开口道 那要是把主上砍了 限制是不是就解除了 全场四季 此时的凉体真的很凉 樊丽的话音过后 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 而这种沉默 却也同时意味着一件很可怕的事实 且这个事实会让在场的六个人 都感到一种羞愧和自责 因为没有人在第一时间站起来 驳斥烦力的大逆不道 没有人发声去迅速地呵斥烦力 你的思想很危险啊 沉默意味着大家在思考 而思考意味着大家在犹豫 犹豫则意味着大家心动了 大家真的是在自己的心里去权衡利弊 真的是去再猜测 这么做的话是否能成功 如果一开始没发生的话 其实已经将自己这点小心思 给表露无遗了 这时候再去说什么表忠心的话 再去说什么割裂的话 糊弄谁呢 尤其是在座的 以前哪怕不在一本漫画里还好说 但都在这个世界聚集在一起 生活了半年了 互相是个什么德行 谁心里没谱啊 但总得有人开口 把这一场沉默给结束掉 否则整个团队也将因此出现裂痕 而开口的不是瞎子尾 也不是四娘 而是良成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52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魔灵》第52集 请老师 我以前带过兵 打过仗 别的不说 类似镇北侯家的这次 拿几千民夫的命当诱饵的事 甚至比之更过分的事 我也做过不少 但不管怎么样 对自己的部下 对自己的士兵 哪怕让他们去断号 哪怕让他们去送死 我都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 一个将军 可以欺骗自己的敌人 甚至可以欺骗自己国内的君主 但如果连自己的属下 自己的袍子都欺骗 他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梁城拿起自己面前的酒杯 缓缓地举起 我们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用世俗的评价标准来看 我们其实都是十恶不赦的恶魔 我们看到了很多事 我们可以更洒脱 也可以更自由 可以去更加自意地追求 自己所想要的那种感觉 鲜险 生命 残虐 暴力 我们可以以此为乐 我们可以无拘无数 但我们终究 还是我们 我们之所以还是我们 是因为我们 有性格 有棱角 有特色 有追求 而不是一具 单纯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器 否则 我们都可以改名了 还需要什么名字 就像是一个气泡 他那出现 就是问了尚夫 等浮出水面后 再爆点 真的 说起来 是不是很好笑 当初我们还只是普通人时 我们对人家承诺过 让他自己去选择 是想要富贵平凡地过一生 还是去追求一些刺激的事情 在那时 我们愿意守护他 让他一辈子当一个富家王 现在 我们已经恢复了部分势力 虽然很少 但我们心里 却开始得龙旺数了 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真的 我也知道 我没资格说这种话 我也不干净 这杯酒 大家一起喝了 然后 刚刚烦力的那句话 刚刚大家心里所动的那些想法 全都 忘了 阿明举起了酒杯 薛三举起了酒杯 风四娘举起了酒杯 樊丽举起了酒杯 虾子北也举起了酒杯 然后大家一饮而尽 凉亭内的温度回升了一些 虾子 虾子被捏入了一下嘴唇 重新开口道 其实啊 有一点道理 大家应该能想明白 环家的好 如果被削了 他名下的座旗 不 他名下的宝宝 还能继续存在着吗 事情要真那么简单 孙侯子取经时 为什么不干脆把唐僧脑袋搁下来 烟好带去大雷因此交差呀 所以这件事就此打住吧 下面继续聊正事 根据我的那个猜测 我们下面要做的事 分为两大类 一类 则是经济财富上的发展 势力的发展 包括那三百期的编制 包括他们的训练 他们的装备 以及主上这个水分很大的 故伤校尉 在虎头城这一亩三分地 如何去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 另一类 则是寻找方式 不惜一切代价 去提升主上的实力 这个世界有魔法 有斗气 有修士 有武者 有太多太多的体系 而且还统一地分为九级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主上一步一步地 把品级提上去 第二类才是重中之重 因为只有将七人的实力 给提升上去了 实力握在自己手上 才是以后发展的真正根本 而不用去借用太多的术和合作 我拳头够硬 直接一拳将敌人打破 这才是最为正道的发展路线 所以给主上选择什么路线好啊 将是说主上的力气有点大 斗气 怎么样 还是无者吧 斗气毕竟有点偏西方了一点 想去有点困难 是的 还是需要因地置疑 西方的力量体系 以我们先有的条件 很难真的深入接触到 据说魔法师和斗者 阎国是有的 但数目很少 且大部分都在阎国国都的书院里 做交换生 又或者是在 类似于使馆的地方当武官 我们目前 没有能力去大阎国都 去绑老师 绑老师 风四娘吸了一口气 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 说道 瞎子 你今晚把我们喊过来 是为了给主上保 不是 是为了给主上请老师 嗯 所以 已经确定了是吗 阿明忽然觉得有些无语 这死瞎子 卖什么关子啊 害得凡丽那个铁憨憨 把那句话说了出来 让大家大晚上的如此尴尬 家子被耸了耸心 似乎知道大家此时对自己的埋怨 但他也没办法 因为就是他 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说出这种话 是的 这才是我召集大家今晚聚集在一起的原因 结合现有条件以及主上自身的现状 我觉得 给主上找一个污者老师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 说着 家子被开始继续分析道 梁城虽然格斗能力很强 但他的方式 更多的还是依靠自身僵尸的血统 阿明也是一样 这些东西 除非你们能将自己的血统完美地移植到主上身上 否则主上不可能走上和你们一样的路 你们的方向也不适合主上 血统的身法和一些能力 更多的是经验和对力量运用的理解 包括四娘和我的能力 也都要靠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机缘 本身并不带有很强的复制性 磨完就更不用说了 他的存在设定 被主上弄得就跟那孙猴子一样 初到级巅峰 怎么去复制 大家都太特殊了 正是因为太特殊 反而不适合一张白纸的正凡去临摹 因为大家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都源于种种意外 你怎么去临摹意外呢 自己人当主上的老师不好吗 飞水不流外人田啊 而且大家肯定都会亲尽全力 好保留地取交 但能成吗 嗯 是的 主上如果模仿我们的路 只会把路给走窄了 所以 既然这个世界上人口这么多 修炼体系又这么丰富 这也就意味着 每一个成熟的修炼体系 都是经过很多很多人 成功验证过的 首先 就具备了很强的复制性 抓一个武者是吧 有目标吗 要着肯定不能是个二把刀 那种只会一闪一闪亮晶晶的 肯定是不能要的 至少得抓一个真正入了品的 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九品武者 九品武者 有多强啊 封四娘看向瞎子北 你那个要送覆水的 那个女人的男人 不是寻成校尉吗 万部九品武者 有多强 薛三在旁边 黑黑一笑呢 哼 瞎子北做事隐蔽 肯定没被捉奸在床 半部九品的 不难对付 但如果是真正的九品武者 我们单独去面对的话 危险系数会很大 说这些话时 梁承想到了当初在战场上 那位镇北侯家 女将军身边的 那位持剑老者 所以 就先得找目标 决认好目标后 我们六个 要一起出手 决认将其生情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五十三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屈 好奇制作 洛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热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五十三集 都出去了 凡丽举起了手 阿明瞥了一眼 凡丽 美好气道 阿力 如果是屁话的话 就别说了 白丽认真思考了一下 似乎真的是在分析 自己将要说的 是不是屁话 说吧 阿力 家自北叹了口气 我在商队里 听蛮族人说 王庭那里有祭祀所 有天赋的蛮师 都能去那儿 静修和学习 殷国也有军校和学院 主上 可不可以去进入学院学习 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啊 薛三文言打了个哈欠 嘴唇开始像马克庆机箱一样 开始疯狂地输出 是的 主上先经过海选 好不容易从虎头城里的天教授里 拿到了进入学院的资格 然后身为废柴的主上 在学院里被排挤 被打压 被瞧不起 不管是阿猫阿狗 哪个各大里出来的 都会刻意跑到主上面前来 蹲死一番 拉一波仇恨 别问为什么 主上就是主上 是这个世间独一无二的烟火 然后主上在学院受欺负 我们又不在主上身边 主上就跑去了后山那里 要么失足掉落山洞 取得了秘籍 或者遇到了天真同路 要穿过 又或者捡到了一枚戒指 戒指里还住着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开口就问 请说出你的梦想 不愧是在客栈 说了半年说的小先生 这么多话说出来 都不带打对的 直接把阿猎给说晕乎了 约三端起酒壶 对着酒壶 直接对嘴 喝了好几口 然后放下酒壶 擦了擦嘴 说道 我支持瞎子的计划 这个计划绝对比主上 去什么学院要好得多 咱们先一起抓一个酒品的 无茶回来 可以拿他家人 也可以拿他自己的命去威胁 让他教授主上 等主上到了半部酒品时 我们再看看自己的实力 提升了没有 如果提升了 好 接下来的节奏就简单明了了 主上到了酒品时 我们七个六个 妈的 那个懒货杀手出来了 走 不说他了 继续 当主上到了酒品时 我们的实力也提升了 我们就去抓个八品的回来 折磨他 让他教授主上 等主上八品时 我们的实力又提升了 我们就去抓七品 然后五品他四品他 说完 学三砰的一声 拍了一把桌子喝到 这世上 还有比这个更爽的升级方式吗 很多孩子 在小时候并不清楚 当他正在呼呼大睡时 他的父母们 为了他的教育 真的是操碎了心啊 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比如此时的郑凡 许是因为白天在挨打的缘故 经过四娘的推拿后 郑凡睡得格外响 醒来时天都已经大亮了 推开自己的房间门 门口有两个小娘子 站在台阶下候着 见郑凡起了 其中一个去厨房拿早餐 另一个则是打热水 帮郑凡洗漱 对这种腐败的生活 郑凡心里是拒绝的 但有时候 你如果不需要他们 其实也是在否定 他们的存在价值 毕竟他们是奴 大部分的老家都在燕国内地 甚至更远的前国晋国 所以啊 为了他们能够安心地 继续住在这里生活 郑凡也只能默默地忍受 他们的服务了 唉 洗漱好 又用了餐 郑凡按照前几天的习惯 拿着自己的木剑 赶到院子里来准备挨打 不过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前几日都会提前在这里 等候自己的梁成 今日却不在 人呢 郑凡并不认为 梁成放弃了自己 因为自己还是很有进步的 至少还扛打能力方面 一天一天地进步了 主上 四娘提前吩咐了我 让我告诉您 今儿个他们有点事 所以今日就没办法 再来接受主上的指点了 说话的是个少女 她原本名字里有一个方字 在进宅子后 被四娘取名叫芳草 很润土的一个名字 郑凡倒是见过她几次 似乎每次都跟在阿明后头 好像她就是被阿明捡回来的 都出去了 是的 一早上就都出去了 哦 行吧 郑凡干脆自己拿着木剑 开始练习劈砍动作 等到中午时 四娘他们还没有回来 郑凡又喊来了芳草 他们有说去哪里了吗 回禀主上 好像是去了城东 都骑着马 虎头城外的一处土坡上 六个人 各自或敦或战地在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虾子 这不是你全都安排好的吧 薛三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因为这实在是太巧合了 昨晚大家才商量出了计划 要给主上抓一个入了品的舞者回来当老师 结果大早上的 虾子却忽然通知大家 目标已经找到了 等于昨天才第一次相亲 今天就去民政局了 哦不 失去妇产科了 是心里早就已经盘算好了 目标也选择好了 再让我们自由讨论 然后自己站在背后 默默地享受一切 尽在掌握中的快感 虾子被摇摇头 脸上挂着哭笑不得的笑容 说道 我有必要这般多此一举吗 其实昨晚我们在凉亭内商议时 我确实还没有找到目标 毕竟虽然已知那种入品的强者 可以更持续地闪光 但人家总不可能像是电灯泡一样 一直晾在哪儿吧 想随随便便找出了一个合适的 也不容易 那你昨晚 昨晚寻成小魏的夫人 派丫鬟来给我传信了 说是明天她的丈夫要出公差 让我明天去她府里 给她送浮水帮忙求子 薛三蹲在那里 呵呵一笑 伸一下三棵海草迎风飘摇 你们要清楚 阎国官职虽然很复杂 也很混乱 但这个寻成小魏 已经算是虎头城里 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至少目前来看 虽然都是小魏 但身价可比咱们主上现在头上顶的这个护生小魏要高出太多 阎国官职的复杂是由来已久的问题 因为门法林立的关系 朝廷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很弱 地方上的很多事情 甚至不得不和当地的门法家族进行语录均瞻 所以在原有正常官职的基础上 又为了施恩于地方 又加开了不少官职 校尉这种的算是君子 有实权的 也有挂名的 甚至还有买来的 走关系弄来的 基本只要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家族 家主身上都能背个校尉的奔称 这一点和那个世界的清末很像 只要是有钱 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商 都能给自己捐一个顶带花帘 加一套官服 甚至是连南阳那边的华人去居地 举办个宗族活动时 也能看见满满一大片的满清僵尸 预知后史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魔灵》第五十四集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区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若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姻继续收听《魔灵》第五十四集 抓老师 我当时就问那个丫鬟 说明天城里是有什么事吗 那个寻城小魏也是个嘴巴没把门的 把事居然都跟自家夫人说了 恰好这丫头也知道就告诉我了 说是明儿个会有一个要饭 从北康城要押送过来 他家老爷要负责带队去接手 然后再护送到图满城去 我又问那个丫鬟 那个要饭是谁呀 那丫鬟回答我 说是一个马匪 叫丁豪 早年曾是自家老爷的上司 自家老爷当初还在他手底下当过左官 后来生前去了图满城 结果前几年因为什么事 一个人图了上司满门后 逃出了图满城 落草为寇去了 这一次是他运气不好 出去打劫时 碰上了刚刚讨伐满部返城的镇备军 这货好死不死的 还想去打劫镇北军灭了那个部落后 带来的战利品运送队伍 被镇北军派出一支骑兵 直接搅到了他的山寨 自己也被活捉了 因为他以前是个官神 又是个再逃案犯 镇北军就将其手脚筋条段 移交给了就近的北康城 然后由北康城负责押送 经过虎头城转手后 最后送到图满城 这个北风郡守抚所在地 我又问那丫鬟 那个姓丁的很厉害吗 那丫鬟说 他老爷当初也是跟着那姓丁的学武的 那姓丁的据说早就入了品了 所以当地守城部队 想去剿灭他时 几次都没能成功 这次也是运气不好 横上了镇北军才被拿下的 瞎子北说到这里 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 说道 事情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问了 薛三皱着眉头吸了口气 问道 瞎子 我倒真有一个问题想问 问 那个丫鬟 是不是也想要你的福水生个孩子 阿明在此时解回道 让一个残疾人舍身似虎 为我们获取情报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大家嘴上 记点得吧 我也可以去啊 好了别废话了 所以瞎子 先前红八子过来找你 其实就是 问你探查 那边接手路线和时间后 回来汇报的是吧 红八子这人 想当吸血鬼 想长生想疯了 这个人很可靠 本来车帮是最适合去做这件事的 但谁叫你逼着人家杀了他老子呢 我当时又不知道 好 那我问你 你当时如果知道了 你会怎么做 肯定让他杀呀 多有意思的一件事啊 四娘捂着嘴发笑 笑得花枝招展 风情流露 瞎子被耸了耸肩 一装 你看我就知道是这样的表情 押送的人有多少 梁承问道 梁承还是比较务实的一个人 呃 务实的僵尸 因为只是押送一个 手脚筋都挑断的残忌 哪怕之前是高手 现在也就是一个废人 所以 红八子汇报说 那位寻城校尉 就带了五十几 五十几 梁承在心里 默算着五十几的阵容 如果是五十几的镇备军 这种野战精锐铁骑的话 在这种比较空旷的地形下 只要对方一截阵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估计真撼不动他们 甚至自己哪怕是僵尸 也会在对方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之下 力竟而死 不过虎头城的守兵 肯定没有办法和镇备军精锐相比 二者差距就跟中央军和地方保安团一样 同时自己身边还有五个小伙伴 以自己这六人的力量 好好配合之下 不说解决掉那五十几 至少把那个叫丁豪的残废 从押送队伍里面截出来 应该问题不大 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太冒失了 首先 对方是一个废人 估计已经没办法发光了 这种人抓回去给主上当老师 效果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二来 我们这就急匆匆地上 是不是太仓促了一点 这时 瞎子被忽然站起身 双手撑开 然后大吼道 大家都被瞎子被这忽然的神经给吓了一跳 我们昨晚才坐到一起商量 为主上选择一个粮食 今天符合条件的目标就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天意啊 伙伴们 这是天意 这就是上天的旨意 这是命运的安排啊 是上层对我们主上的眷顾 我们的主上 那就是天选之人 我们不能愧对上天的旨意 我们要遵从命运的安排 能跟随在主上身边 是我们毕生的荣耀啊 薛三白了瞎子一眼 有些生气道 你发什么神经了死瞎子 主上又不在这里 你填给谁看啊 话言刚落 土坡后面就有一人骑马而来 不是正凡又是谁啊 瞎子被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薛三当即气急败坏道 妈的 你靠精神探测错病 所以你们是准备要过请老师 正凡在听完他们的叙述之后 还是有些恍惚 别人家请家教都得给钱找关系谈待遇 到自己这边倒好 直接动刀子抢人了 不过想来想去 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可是如果只是请老师的话 需要这么急切吗 这是正凡很疑惑的一点 薛三张口欲言 却在此时 瞎子被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 闭嘴 薛三愣了一下 没说话 瞎子被则开口说道 主上 在这个世界 无论要做什么 我们都得去指针朝夕 我们现在瘫子已经铺开了 接下来还需要筹建商队 把肥皂香水这类的东西卖出去 到时候 我们会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窥死 主上您的身份 以及您即将简历起来的三百旗 也是我们的保障 但真正的根本保障 是我们自己的势力 所以 属下希望主上能够明白 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了 既然走上这条路了 不是走向成功 就是死在路上 没有第三种可能 我们没时间去思考 也没机会去瞅瞅 至少 现在的我们还没有 除非我们拥有了 至少能够和郑北侯家族那般 可以和燕国朝廷扯皮的实力 家自北说了很多 一条条一框框的 其实是为了掩饰 他不想让郑凡知道 至少目前不想让郑凡知道 自己欺人的实力 很大可能和郑凡的实力挂钩 虽然主上还稍显智能 但人家到底是一个 禁音恐怖漫画许久的作者 思考人性的黑暗 几乎是他的本能 樊丽那个脑袋都能想出来 我们把主上杀了 是不是就没有桎梏了 那么主上想不到吗 至少目前 大家不是和关系产生裂缝 而只要等到主上实力提升 大家实力也都提升之后 这些事情就算被主上知道了 问题也就不大了 因为大家已经走上了 一个正确的道路 哦 好吧 你们决定就好 在事情处断方面 郑凡并不想越祖带庞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水平 跟眼前这些魔王比起来 还是不够格的 他所能决定也敢于决定的 大概是今晚不需要小娘子来侍寝 以及明天早饭是吃面 还是吃胡辣汤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55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丽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55集 是个狠神 多谢主上信任 瞎子被长舒一口气 全集转身看向了自己的伙伴们 开口道 主上已经同意了 下面就请大家做好准备吧 这一次的事情前扯很大 四娘 你现在回客栈 将易容的东西带上 我们要集体易容 四娘点了点头 押送的队伍 大概在黄昏时候 到达虎头城外 也就是我们此时所在的位置 无论是车帮 还是巨翼帮的人 我都不打算调用 所以这次出手的 是我们六七个人 瞎子们心下意灵 好想 差点没把主上当着 这是一场仓促的伏击 说实话 大概也就只有这一群疯子 才能做出这种冲动的事 虽然现在身有燕国国籍 但真要是甩开膀刺 去冲杀官兵 他们也没有丝毫的 不适应和畏惧 更何况 这里面还有一个 正在磨刀的郑凡 他自个儿身上 本就带着官身 搁在正常的一个年代 他们现在所准备要做的 其实就是造反 然而 对于他们来说 和大家准备准备 今晚去偷隔壁 王二娘家的老母鸡 没什么区别 薛三 瞎子 以及风四娘三人 去了附近探测地形 薛三是负责放哨 他需要去远远地吊着 那一支押送队伍 身为刺客的他 极为擅长隐蔽身形 做这方面的活 实在合适不过了 瞎子则是用自己的精神力 开始将伏击地点的情况 一点一点地摸清楚 不放过任何一个鸡脚嘎拉 同时还要帮四娘 一起来布置陷阱 土坡后面 郑凡还在反复地磨刀 这就跟上考场前 多看点知识 多背几个单词一样的感觉 阿明鞋躺在土坡上 嘴里叼着一根草莖 凡绿则是蹲在郑凡的身侧 一脸憨厚地傻笑着 看着郑凡的目光 像是在看着自己 最敬爱的人 崇拜 信任 依赖 任谁都不会想到 昨晚就是这寒货提出 要把主上咔嚓的建议 梁城则是有些感慨到 要是现在的三百旗 不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话 问题就容易解决多了 经历过那场战争之后 梁城对镇北军那种铁骑 可真是炎热得很 尤其是他早年曾当过将军 对骑兵的喜爱 和宅男喜欢二次元女神一样 只可惜 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 尤其是骑兵 更是一个烧钱的东西 据说百年前 全国那位以太帝身份 夺了自己侄子位子的皇帝 想要靠北伐来换取自己的声望 且那时燕国正在和 荒漠蛮族皇庭较劲着 这位全国皇帝亲征 哄了燕国的局 一开始势如破毒 因为燕国主力都在 北方边境战场上 后方很失空虚 到后来 随着全国大军深入燕国境内 彻底进入了燕国平原地区 遭遇到了一支 从北方战场上 急速调派而来的燕国铁骑的突袭 那一战 哪怕是在百年之后 也依旧在各国军事学院里 被屡屡地当作经典案例来提起 因燕国面对后方被捅后 做出的尖壁清野反应 使得全国五十万大军陷入了疲壁 再加上平原地形的原因 三万燕国铁骑化作了一道黑色的洪流 直接将全国这五十万大军在平原上冲散 全国军队丢盔弃甲 向回奔导 燕国起兵一路掩杀过去 从燕国平原到全国边境 漫长的道路上 处处固满了全国尸祖的尸体 那位皇太帝出身的全国皇帝 倒是运气极好 拭股重剑 被亲兵以牛车护送一路逃了回来 当年那位率三万铁骑 一举踏破全国大军的将领 因此建功封侯 镇北侯 所以燕国的镇北侯 可不是在荒漠上和蛮族厮杀时镇来的 而是建立在五十万前国军事的尸体上 最后初代镇北侯更是一鼓作气 率军连踏前国边防三军 抢梁抢人 竟乎将前国北方三军 掳掠野空 若非当时燕国和荒漠王庭 已经进入了决战阶段 无法再分出更多的军队 出来支援镇北侯 可能初代镇北侯 正敢再来一波孤军深入 去前国都城下面来一场公费旅游 那一战后 英国确立了对前国的战略优势 百年时间内 前国不敢再有一兵一卒北上 反而是在自家的北方边境 开始疯狂地修建城池乌宝 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缩头乌龟 同样是那一战后 牛在前国成了被祭祀的存在 甚至为此创造出了一个牛头神奇 毕竟 若非当初那辆牛车给力 可能自家老祖都已经被燕国给俘虏了 梁城觉得 百年前的燕国铁骑 应该更为彪悍 毕竟 那个年代 是和北方的蛮部互相厮杀的年代 但哪怕是百年后 在亲眼见过两千镇备军铁骑冲锋时 梁城也依旧认为 他们确实可称精锐 陈勇是那支部队建立起来了 你敢拉他们过来 做这种造反的事 躺在一旁的阿明调侃道 所以选人时 得需要更慎重一点 我们要建立的 不是燕国的护商骑兵队伍 而是属于我 我们主上的私兵 到时候 让他们每人给你咬一口 三百拥有吸血鬼体质的骑兵 梁城双手微微握起 显然一向淡漠的他 在此时已经有些激动了 呸 你当我是夏种的公主啊 紧接着 阿明又忽然笑道 下三百个出拥 那得是老子的巅峰时刻了吧 都到那时候 还有个屁三百骑兵 老子直接血影分身下去 不比骑兵好用 你现在分给我看看吧 三百吸血鬼骑兵算什么 你比我厉害 大可以去弄个三百丧尸骑兵啊 不怕死不怕透 上来还能给对面加恐惧buff 正在磨刀的正凡 有些好奇地抬起头 问道 骑兵人选不好找吧 军械 钱梁 这些后勤方面的东西 可以靠商路来解决 毕竟在阿明弄出肥皂和香水之后 客栈这边 最不缺的应该就是钱了 战马也可以通过走私渠道 向蛮部去买 三百骑奢侈一点来算的话 一人双马 甚至更负于一点的话 八百匹马是要预备的 但穿盔甲骑大马的人呢 这时 一直蹲在旁边不说话的梵里 开口说道 主上 我听商队的人说过 在荒漠上 有不少的行徒部落 他们是罪人 或者是被灭掉部落的移民 那些大部落 将他们的甲卷控制起来 以此作为要挟 让他们作为类似雇佣军一样的存在 他们往往是在部落摩擦中 被第一批消耗的炮灰 但也有一些有名的行徒部落 在一次次厮杀中闯出了威名 他们只是因为家眷被那些大部落掌控着 被人家要挟着罢了 所以他们对荒漠 对蛮部 是没感情和归属感的 对殃国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最为精悍的骑兵 正好可以为我们所用 梁城听了这话 开口道 所以 我们需要先把他们的家眷给救出来 才能控制他们 阿明则是反驳道 那得多养活多少人口啊 负担贷在也太大了 正凡停下了魔刀 带着试探性的问道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家眷都杀了 然后嫁祸给瞒布 我们再领着他们去复仇 不就 正凡发现梁城 梵力和阿明都在盯着自己看 一下子有些紧张不安 不由地低声道 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不当真 不当真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八十六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帝小龙 主播 雅居 好奇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约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五十六集 北风流逝上 来到这个世界后 很多个晚上 正反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很多人第一次出国 去了另一个地域文化的国度时 都会有类似的恍惚感 而现在 正反所面对的 是一个推翻原有一切规则和熟悉的新世界 对这个世界 他没有归属感 也没有多少记忆 所以他会同意和这些魔王手下们一起去封 确切地说 这里 这个世界 对于正反来说 更像是坐在电影院坐椅上欣赏车的幕布 再逼真的效果 也没办法让自己完全融入进去 你会因为在电脑上伸出一份普通文档而哭泣悲伤呢 主上的这个提议意外的不错呢 他们也会感激主上为他们除去青人这种累赘的 画风开始逐渐拐向一个极端 也就在此时土坡下面出现了薛三的身影 负责盯梢押送队伍的薛三忽然提前回来 肯定是出事了 家子北和四娘也马上停下手头的时 回到了土坡 这次的事好像会多出点波折 我在跟踪那只押送队伍时 居然还发现了有一拨人也在盯着他们 很显然还有一方势力 对那个叫丁豪的马匪头子感兴趣 家子北听完之后感慨道 哎呀 现在请个家教 面对的竞争可真大呀 人已经是我们预定的了 怎么着 也得讲究一个先来后道吧 四娘说得很理所当然 全然忘记了他们也仅仅是从左管 才从巡城校尉府内的丫鬟那里得来的消息 家子北面向正凡 很诚恳地说道 还是需要竹上拿主意 正凡看了看自己手上已经磨了许久的刀 说道 有人给我们探路有什么不好的 庞郎捕蝉黄雀在后 做黄雀的爽感不是更强了 瞎子 阿明 梁城 薛三 四娘以及凡丽 六人一起后退一步 拨手 弯腰 齐生的 竹上明有名 王历 小历子 王校尉 王大人 不是隔壁老王 却被隔壁老王老王了的王校尉 长得一表人才 一身黑色的大烟军方致使甲咒 衬托出他的鹦鹉不凡 来 侯哥 喝酒啊 王校尉将手中的酒囊丢进了球车 丁豪用手冠位置将酒囊夹住 然后用嘴将酒塞咬拆 嘴对着酒囊屁股撅起 开始大口大口地喝着酒 因为这个姿势实在是太过艰难了 再加上这酒喝得太急了 丁豪跪在球车里 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王历转过了自己的视线 没忍心继续看下去 球车里的男子当初曾是他的上官 曾是他的兄长 曾是他的师父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是他帮忙介绍的 自己的妻子温婉美丽 支出打理 所以他一直很感激丁豪 可能这就是命运的搞笑之处吧 王历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自己骑着马在外面 而丁豪却被挑断了手筋脚筋 跪伏在里面 谢了 李子 喝索完之后 丁豪靠在球车的一角 嘴角带着笑意 前面不远就要到虎头城了 今晚呢 我们会在城内歇气 我让人做一碗虎头城的扫子面 给你端过来 丁豪大笑了起来 然后又牵扯到了自己身上的伤口 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咳得像是一条狗 黄历继续坐在马背上 队伍基本都是骑兵 但球车的速度肯定不会太快 所以大家都放满了马力 李子 听哥一句话 带着你手底下的兄弟 走吧 把我丢这儿 黄历有些疑惑地看着球车里的丁豪 虽然有多年没见了 但他不认为自己曾经的大哥会变成一个傻子 他们 不会让我活下去的 谁 你确定要听 黄历摇了摇头 有些迷茫的 我不知道 北风流逝 不会放过我的 我死在外面还好 但他们不可能再让我活着回到虎头城受审的 尤其 还是在当今陛下决意消翻的今天 听到北风流逝四个字时 王烈的眼皮子当即跳了跳 世人 包括阴人自己 说起北风郡世家时 第一反应肯定是镇北侯李家 但真正懂行的 以及在世家门阀和朝廷体制内的人 都清楚 北风郡 还有一个和镇北侯府并列的家族 那就是北风流逝 事实上百年前 那一场持续多久 且极为惨烈的大烟和荒漠蛮族交战的岁月里 立下功勋最多的 出力最大的 其实是北风流逝 而明明是在帝国南方反击全国战场上 立下最大功勋的李家先祖 却被授封镇北侯 则是因为那一代英国君主的制衡之道 否则一旦战争结束后 北风流逝靠着自己是本地大士族门阀的地位 估计不用多久就能将整个北风郡撕下去 镇北侯府的建立则相当于在北风郡埋下了一颗钉子 用来制衡当地的北风流逝 不过事物的发展是有变化的 百年之后 曾经锁住贺龙的铁链 自己也慢慢地变成了一条新的贺龙 当代英国皇帝会了集群 又不得不对镇北侯府先进行开刀 因为镇北侯府掌握着大英最为精锐的边防野战军团 镇北军 但不管怎样 北风流逝和镇北侯府 一个在暗一个在明 都是北风郡内最大的势力 可能北风流逝没办法染指北风郡最大的大杀器 镇北军 但他的子嗣繁衍 以及宗族社会所构架出来的影响 足以将大半个北风郡置于其阴影之下 当年我率一队人马去挤拿一伙走私商人 却无巧不巧地抓错了商队 结果发现了数目庞大的军械甲州 这是北风流逝 用来资助荒漠王庭的军械 极为精良 和镇北军所用的无二 说到这里时 丁豪的眼里流露出了一抹深深的恨意 王立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但还是惯性使然开口道 所以 大哥你就向上风举报了 你当我傻呀 丁豪说到这里 忽然大笑起来 然后又是一番撕心裂肺的咳嗽 等咳嗽缓喝下来之后 丁豪咬牙确齿道 那是北风流逝 北风流逝啊 我怎么敢去撩拨他们 那又为何呀 结果我那位上司 也不晓得是为了讨好北风流逝 还是被北风流逝受益 他派人将我家里人给抓了过去 递我就范 加入他们 那结果 结果 你嫂子受了惊吓 当时他已经有了 但因为受惊 孩子没了 我是低头就范了 我愿意加入他们 我甚至愿意立下投名状 但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等我知道消息回家时 发现我妻子因为孩子没了 杀掉自己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57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丽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 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57集 北风流逝 小 听好说到这里 松仲狠狠地砸着球车下端 显示出他此时的癫狂 我恨哪 我明明已经打算做人家的走狗了 我甚至已经答应了 下一次由我亲自负责 派兵去帮他们运货 和蛮族王庭交易 我什么都答应了 我只想保住我的家人 他给我的是什么 所以 是的 那天晚上 我一个人去了我那个上司的家 将他全疆灭门 例子 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觉得 我是个入品了的舞者有多好 至少 我还能靠自己的力量 去复仇 但我又同时觉得 九品舞者 就算得了什么 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去保护周全 王立这才终于明白 当初的事情竟然是这样 他还记得几年前的夏天 自己收到图满城那传来的消息时的无比错恶 一直提携自己的大哥 在又迁到图满城之后 居然杀了自己的上司全家 然后逃出城去了 过了半年 传来了丁豪在荒漠落草为库的消息 但与此同时 王立的手心忽然开始冒汗 栗子 现在懂了吧 王立不说话了 牙齿咬着嘴唇 紧欲低血 北康城 虎头城 狐满城 现在 已经快到虎头城了 狐满城附近 有只隶属于李家的镇北军巡查 他们在那里动手 太冒险了 所以 只可能在虎头城地界动手 不可能让我活着净图满城了 若是以前 他们当然不怕 我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叛逆 是一个叛出大烟的贼寇 但现在 咱们的陛下 萧帆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在已经对镇北侯动手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放得过北风流逝 而我 就是最好的一个借口 最好的理由 说到这里 听好抬头看向了身色骑马的王立 现在丢下我 走 只多只是个私放重犯的罪名 运作一下 顶多被贬为城门族 还不至于在这里 陪我丧命 王立的一只手 死死地握着缰绳 脸色已经在发白了 还有一条路 什么路 现在 就杀了我 一样是重罪 一样是贬折 但你有可能牵上北风流逝的线 他们会感激你 哪怕皇帝要消贩 但谁知道能不能消得成呢 就算是消了 人家也是 败族之虫 死而不僵 说不得 你自此投得高门 日后 也能给你夫人 挣下个告命 王立的呼吸 开始急促起来 眼里出现了挣扎 哥哥我 我借一把命送给你 为你扑落 也算是全了我们的缘分 但你最后快点做决定 别耽搁 否则 原本平静的天气 因为一声闷响 他扬起了沙尘 一声声刺耳了破空之兵传来 这一步沟城行边的甲州 宛若使骨的眼被直接动传 一时间倒下了一匹 他们要动手了 快先杀了我 否则你也得死 丁豪对囚龙之外的王立吼道 这群奴威力好大呀 正凡看着前方的情景辞舌道 虾子北则面向身侧的似牛 接下来 买 那批刺客手上的刀 不是普通的刀吧 那些虎头城士族的刀 居然直接拼断了 虾子北又很郑重地吩咐四娘的 接下来 买 那个刚刚养起来的沙尘 是符咒卷轴这类的东西吧 效果好像很好的样子 接下来 买 正凡深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了看头顶的黄昏落日 前方是一片血腥的厮杀修罗城 和这西洋管辖极为搭配 不禁感慨道 西洋好美啊 接下来 主上 这个不怎么方便买 但属下 可以去抓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画师 让它画出最美的西洋 然后把那幅画挂在主上的床头 主上每天起床 就能欣赏到落日余晖了 虽然是假的 但也是属下对主上您的全权敬意 还请主上放心 日后 等我们其人完全恢复之时 我等定要将这天上的号日摘下来 供主上把玩 那个 为什么不直接把画师脱光了衣服 绑在床头啊 这样主上每天起来就可以直接就 就咔咔的 似乎无论什么菜 加上了一道叫做梵力的调味料之后 味道总会忽然变得怪怪的 杀起来了 梁成的体型 打破了此时因老实人而起的尴尬氛围 隔岸观火的正反等人并不知晓 这帮刺客的真实身份 不过倒是能清晰地看出来 这帮刺客 无论是装备还是作战能力上 都压过了那群虎头城兵族一头 若非这帮刺客的人数只有二十多名 要是再多个一倍 可能这帮虎头城兵族 在第一轮的弩剑射杀之后 就会被直接冲垮了 是北风流逝豢养了死士 丁豪对外面的厮杀没有太大的反应 从自己被镇备军移交给北康城时 他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九平武夫在基层已经算是人上人了 但在大门阀面前 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罢了 他已经知晓了自己的结局 眼下事情无非是在向着自己之前所预想的那般在发展而已 王力 杀了我吧 别犹豫了 你不是说 你出来请看见你家娘子早上吐了吗 听到这句话 王力严厉当即露出了一抹狠色手中的刀举起 一名刺客刚跳上球车 就被一刀捅入后背 王力将刀拔出 对着球车里的丁豪笑了笑 策马转身 冲杀向了已经和自己的手下熬战在一起的刺客 丁豪低下了头 嘴里喃喃了 何必呢 却三在旁边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身为刺客 他最喜欢这种混乱场面了 偷偷下黑手 偷人头 不亦乐乎 郑凡则是抿了抿嘴唇 他有心想要再等等 最好等到一方惨剩后再出手 这样自己这边所需要面对的风险自然就最低 但问题是他已经发现了 那些刺客应该不是来救人的 而是来杀人灭口的 先前若非是那位寻城校尉看护 可能自己的便宜老师这会儿已经撬了 不得了 动手吧 三 你小心点 你虽然易容了 但身高太明显了 知道主杀 其余人都已经在四娘的安排下易容过了 可以说大家都相当于变了一个人 但你总不能让薛三踩着高桥去杀人了 虾子卫收到命令后闭上了眼 下一刻 郑凡心底传来了虾子卫的声音 主上有令 大家就位 紧接着 虾子卫又吩咐道 记住 解除目标后 马上脱离战场 不要恋战 以后事如何 本营记者收听 《魔灵》第58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魔灵》第18集 老王的情形 原本今天应该是寻常的一天 按照计划 在自己去上班前 应该每天都去指点凉成习物 只不过事情的变化往往太过让人眼花缭乱 宛若穿菜烹饪时的大火 红辣一锅翻轨 正凡一只手拿着刀 另一只手里牵着缰绳 他的任务是最重要的 等自己手下把目标截出来后 自己得以最快的速度将目标再送到之前准备好的安全区域 好吧 瞎子北他们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就当是最重要的一环吧 正凡也没有要求拿着刀上去冲纱 是每天四娘的按摩不舒服 还是早上的咸豆腐脑不香啊 最起码在自己会闪光去 正凡还是决定能狗就狗吧 瞎子北的声音不时地在正凡心底响起 一会儿指挥四娘 一会儿指挥薛三 大家已经按照布置统一节奏地靠近了目标区域 正凡感觉自己就像是作战司令部里的参谋 只听得到对讲机里各种各样的声音 却没有一点点自己的事 终于在确认就位 以及眼看着虎头城的士族 开始逐渐不知乃至于有崩溃趋势后 瞎子北下达了动手的命令 行动 军好像是一份木头人影影 看着王力带着手下的兄弟在和那帮刺客拼杀 但北风流氏虽然没办法绕过镇北侯户 将手伸入镇北军里去 但作为一个传承已久加大业打的大门阀 手底下的门客死士也绝不是什么好相遇的角色 哪怕这只人马不是北风流氏真正的精锐家底 王力手下的虎头城兵族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开始还能靠着人数优势以及王力个人的发挥 将局面支撑一会儿 但随着双方人数不断的拉平 以及一名持刀的黑衣大汉一刀将王力武装的兵器给打动 局面还是陷入了彻底的崩坏 黑衣大汉身上不时地散发着灰色的光芒 在其极为凌厉的攻势下 王力已然不知 放在正凡的眼底 就是战局中两个能发光的在 就像是王队王一样的在拼杀者 但很明显 手下的素质以及里头人的素质 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 王力被一刀扫飞出去 撞击在了球车上滚过载 丁豪有些无奈地摇摇抖 但心里早已被愤怒所填充 其实丁豪本人也没想到 在虎头城在这个时候 还有一个愿意把命豁出去 保护自己的昔日手下 他们的关系 其实在自己升迁到图满城任职之后 就已经淡下去了 哪怕日后落草为寇 丁豪也没有想过要联系王力 但在此时 王力却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 丁豪心里生腾起了一股 久违的不甘和恨意 若非那群镇北军将自己的手脚筋挑断 自己此时还能一拳打破这球龙冲杀出去 至少能将这个昔日的手下救下来 但奈何他现在只是废人一个 局面已经彻底一边倒了 已经有一些虎头城氏族惊慌失措下 开始了奔逃 黑大汗身上灰色的光芒再有一声 一刀劈下 王力侧身抖过 但对方的刀忽然一弯 直接向球车里的钉毫而去 这群刺客的目标只是杀人而已 王力不得已之下只能重新挡了回去 刀口贯穿了王力的胸膛 但王力却在此时发出了一声极为沙哑的咆哮 身上也闪现出了一套白色的光芒 挥起拳头 对着对方的胸口直接砸了下去 对方本想抽刀 却没能成功 胸口硬生生地受了这一拳 而后身形亮枪之后退了好几步 鲜血染红了黑色的车面 正反员们以为 虾子北应该只负责边缘观察 但没想到 大家准备就绪之后 第一个进入战局的居然是虾子 虾子手里抱着一把二胡 直接冲向了球车那边 羞洒拉呼 它的速度确实很快 但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虾子的奔跑姿势 以及树立点和正常人是有点不同的 仿佛是有人在后面 推着它在加速一翼 这是一年力的加持 当那位黑大汉被王立一拳打退之时 虾子被正好出现在了其身后 实际恰到好处 二胡的琴弦忽然从二胡身上脱落 于空中划出了一道幽默的弧线 随即又宛若是死身的镰刀 裹出了大汉的脖梗 一曲甘肠短 天涯何处 蜜之鹰 最后一个词落下 琴弦直接收克 整套动作包括中间的台词 都是那么的行云流水 黑大汉头颅直接和自己的身躯分了家 许是因为切割得太快了 脑袋掉在地上之后 他的眼皮还在翻动着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 忽然出现的瞎子 让周围其余的刺客们愣了一下 眼见着自己这边的首领直接被杀了 这群刺客却表现出了和虎头城 世俗截然不同的素质 分别丢下了自己面前的对手 向虾子也就是球车这边疯而来 四娘的笑声传来 一条条绣线从下方的土层之中飞出 很多次的猝不及防之下 直接被绊倒在了地上 而这时 阿明 薛三 梁成 包括凡丽丝 一同向这个方向冲杀了进去 在解决了那个会发光的载后 虾子北来到了球车前 打算打开球车 而这时 胸口位置还插着刀 正处于弥留之界的王力 则把手伸入怀中 取出了钥匙地上的虾子 他不认识虾子 但他知道 眼前的这个 应该是和这些北风流逝的刺客 不是一伙的 刺客既然是来杀丁豪的 那么这帮陌生人应该是来救他的 虾子北宛若背后长眼一样 说道 没有 他开锁 不用钥匙 用一年力挑逗一下锁心就好了 几连串的声响传来后 球龙的锁掉落了下来 球龙门也被打开了 坐在球车里的丁豪二话不说 主动匍匐了过来 也没问你是谁 为什么要救我 这会儿多说一句废话 都是白痴行为 不管怎么样 先出去了再说 凡利举着自己的斧头像是李奎一般 已经冲杀到了球车这边 随即毫不犹豫 大搓手抓住了丁豪 将其往自己背上一丢 丁豪的手脚筋虽然被挑断 但还是用自己的胳膊拼命地夹住了凡利的脖子 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阿明 梁成 子儿 断后 子娘开路 我们撑上去 瞎子北在心里下达了新的命令 却在这一时 瞎子北忽然发现了自己的脚踝被人抓住了 抓住他脚踝的人是王力 抓 抓是 可否帮我给我集 烧鸡 烧鸡货 预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59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杰蒂小龙 主播 雅区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约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59集 《空口小卫》 如妻子 不养之 如绿也 王小卫听完这句话 也不知道明白没明白 更不清楚到底是否听进去了没有 但他抓着瞎子北的手 却已经松开了 人也死了 樊丽 被背在背上的丁豪转过头 看见死去的王力 当即发出了一声悲吼 就俺作甚 樊丽怂动了一下身体 把背在自己背上的丁豪 颠了两下问道 四娘在前 手中的丝线不停地飞舞着 像是一道道极为细微的暗器 前方两个扑上来的刺客胸口 像是被绣上了两朵火红的玫瑰 身体一阵抽搐后倒在了地上 四娘人是美 连杀人的手法也同样很美 另外两个刺客在要补位过来时 突然脑海中传来了刺耳的电影 一时间 身形一阵吊晃 缺口就这样被打开了 樊丽发出了一声怒吼 背着丁豪 左脚在地上刨了两下 耳火开始了冲刺 速度之快 让周围的刺客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应对 撤 瞎子北在众人心中喊道 阿明刚刚让对方的剑刺入了自己的胸口 听到心底瞎子北的命令有些不满 很无奈地对着面前的黑衣刺客 抬起手做了个掰掰的手势 而后身形前出 一口咬破了对方的伯克 而后转身带着剑就往回跑 所以 对阿明这种每次出门打架都要把新衣服弄坏的行为 四娘从来没说过他 因为他每次都能带回来很多刀枪兵器 正好可以卖废品 卖衣服 梁城正好捏碎了一名刺客的伯克 把对方尸体一甩也是直接开始奔跑 有两个距离比较近的刺客准备追上去 但在他们二人身后 薛三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出现 两把匕首护露了对方的后背 匕首也不拔了 薛三落地后也开始了冲刺 虽然腿短但是频率格外快 蹭蹭蹭居然还追上了前面的小伙伴 余下的一些刺客有些面面相去 想追却又停下了脚步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群莫名出现的人 他们完全有能力把剩下的自己等人全杀了 事实上当他们冲出来时 自己等人顷刻间就折死了好多个 但他们却跑了 那么自己等人去追什么呀 以前倒是经常追杀过目标 但追杀他们吗 追上去求他们把自己一起宰了吗 当看见梵力背着自己的老师过来时 正凡马上上马侧的马匹跑起来 打算像接力棒比赛一样 在提速时把自己老师接过来 放到自己马背上 但正凡这边的马还在提速呢 梵力直接嗖的一声 从正凡身边冲了过去 而且速度丝毫不紧 正凡愣了一下 马上对胯下的马来了一遍 驾 然而 任凭这匹马如何撒开蹄子奔跑 依然无法拉近自己和梵力之间的距离 这梵力 脚力居然比马还快啊 梵力 正凡一边有些哭笑不得地继续追着 一边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陈凯歌的一部电影 无奇 虽然知道这会儿开小差有点不对 但人的思绪有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 不过很快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强行打断了正凡的天马行窟 隔着一道土坑内 似乎有一只骑兵在奔驰 不过双方彼此之间却在这个临界点上完美错开了 终于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 红八字一个人蹲守在马车旁正翘手以待着 车帮的人 瞎子北是信不过的 巨翼帮的大部分人 瞎子北也是信不过的 但红八字 瞎子北是信的 在正凡眼里 这位昔日的巨翼帮帮主 近乎于被瞎子北发展成下线了 梵力在马车边止步 确实因为惯性太大 在梵力止步之后 其双足像是汽车轮胎一样 在地面上又滑行了七八米 正凡也终于策马赶到 朱商 人给你 梵力一边很是焦急地说着 一边把自己背上背着的 已经被颠晕过去的丁豪 放在了正凡的马背上 正凡翻身下马 然后再把刚刚被梵力 放在马背上的丁豪布了下来 放在了旁边的马车上 入城的事 安排妥当了吧 妥当了 这点门路我聚一帮 您的聚一帮还是有的 正凡点点头 把手放在了红八字肩膀上拍了拍 正凡有种感觉 好像自己手底下这些个魔王 似乎都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动作 以前 秦思瑶曾在工作室里养过一条科技 那条科技就很喜欢凑到人跟前 让人摸自己 红八字当然清楚 眼前这个 别说看似不显山不斗水 平平无奇还有些废 但俨然是那帮恐怖存在的头 所以啊 面对这种亲泥动作 红八字整个人的骨头都酥了 去吧 快点把人送进城内的柴子里去 好嘞 您放心 肯定没问题 阿力 阿力 跟着一起回去 把人藏好 是 读上 阿力也跳上了马车 看着马车渐渐远去 正盘翻身上马 往回行进了一小段距离 看见了瞎子等人 显然大家都有些气喘 倒不是之前搏斗厮杀时消耗多少 反而大部分精力是丢在了奔跑中 不过众人对瞎子北的指挥 倒是没有丝毫的不满 因为在众人刚刚离开事发地时 一只骑兵正好赶向那里 若非众人提前一步溜开 很可能就要被那只骑兵堵住了 正规军和虎头城的士族 以及那些刺客 可是截然不同的东西 那些刺客看似训练有素 但除了被瞎子北杀死的 那个本就受伤了的大汉会发光外 其余的也只是普通人类 算比较好的身手 大侠乱局中捉对厮杀 这些魔王们能以自己的血统 和层出不穷的手段 轻易地弯死他们 但若是队上正规军 先来个弩箭骑射 再来战马冲锋 然后是盾牌合围 就算众人能冲出来 也会多上太多变数 不管那只骑兵是刺杀者那一边的 还是虎头城那边出来的 总之不可能是自己这边的友军就是了 行吧 咱们回城吧 众人点点头 城外不远处发生了如此恶劣的事件 虎头城大概会受到预警 先前正凡让凡厉和红八字 先把人带进城 就是想着打个时间差 毕竟盯毫那种状态 很难躲过精细的盘查 果不其然 等到正凡等人回到城门口的时候 发现城门口多出了好几排的手军 城墙上连机关弩都一排列了出来 俨然是一副要面对蛮不进攻的架势 自己等人之前是易了容的 哪怕刺客这边和虎头城这边的谁有联系 也不可能发现到自己等人身上 而且正凡身上还有一个官室 城门下检验的那位城楼使长 在看见正凡时 倒是拱手呵呵一笑 呦 这不是正校尉吗 参见正校尉 哥底哥 来参见新上任的校尉大人 态度不是特别恭敬 周围一些城门族也稀稀拉拉地上来 脸上带笑地对正凡攻守 都只是拱手 没人真的行礼 这让正凡再一次地深刻认知到 自己这个空头校尉到底有多么不值钱 大燕官制混乱且泛滥 空头校尉这种不上不下的官身 且直夺如狗 在燕国 尤其是边境的北风郡 更看重的是你手底下有多少兵 这就是大小军头子们的朴实事件棍 若是正凡此时身后站着三百名师打师的骑兵 这师长肯定要向自己跪下行礼的 不过正凡还不至于为这个事生气 反而乐呵呵地上去 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六十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六十集 死了活了 使长面色有些怪异地后退了几步 躲开了正凡的魔掌 因为他觉得 两个男人之间太过亲密 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四娘主动递送过来一些碎银子 正凡也豪气 将碎银子分给了身边的守城族 请兄弟们喝点酒 过任子伙就上任了 还得兄弟们多多帮着 哟 谢大人赏 这下子 大家的笑脸更加真诚了 正凡看向那位使长 问道 可是出了什么事了 使长手里捏着最大的一块银子 心情也是极好 说道 不晓得 前面忽然遇警了 咱就戒备着呗 不应该是蛮人打来了 毕竟 镇北军前阵子 不是才去了荒漠吗 那兄弟们辛苦了 我先回去了 您请您请 改天 兄弟们请您喝酒 您得想点 好说好说 以空热乎过去 正凡带着自己的手下众人进了城 进城后 才算是彻底安全了 众人马不停蹄地回到宅子 马车停在内宅中 樊丽和红八字站在马车身边 一直在看着 啊 总算是把我的老师领回来了 正凡对左右开玩笑道 恭喜主上喜提老师 这话听起来怪怪的 但正凡也没特别在意 直接对红八字说道 我老师从车里请出来 遵命 别人穿越 要么是借着李柱这长辈 要么是掉落悬崖 碰到了某被困大人物 自己倒好 还得亲自去抓老师 不过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也可痒 红八字很听话地掀开了车帘 钻了进去 没一会儿 他又看出身来 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 怎么了 这人好像 好像被颠死了 人死了 正凡这会儿想伸手 狠狠地拽一把自己的头发 这是他以前在创作漫画 卡剧情史常用的动作 大家伙忙活了一整天 又是埋伏又是杀人 还跑了个马拉松 结果救回来的人 还给颠死了 搞笑呢 我看看 家子尾上前一步 上了马车 郑凡也跟着一起上去了 其余人只能站在马车旁边看着 马车内 瞎子北的手搭在了丁豪的手腕上 闭着眼 神情严肃 那样如何 瞎子北叹了口气 表情更加凝重了 到底怎么了 主上 啊 我是个心理医生 瞎子北摇摇头 说道 估计是温戏了 脉搏和呼吸都没了 这人就这么死了 是的 郑凡有些哭笑不得 长吐一口气 说道 行吧 那就把这家伙埋了吧 埋了就浪费了 后院的花圃里 不是一直种着花吗 切碎了发酵一下 做肥料吧 先前院子里死的那帮家伙 也是这个待遇 郑凡愣了一下 他真的是常常因为自己不够变态 而和这帮手下有种隔阂不入的感觉 但既然是瞎子北的建议 郑凡也只能按捺住自己心里的不是 点头道 行吧 就这么办 话音刚落 丁豪的眼睛睁开了 这 这家伙醒了 没死 郑凡手指着 丁豪的脸震惊的 瞎子北似乎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反而头脑清晰地拍了一个马屁 不愧是主上的老师 沾染了主上的气韵之后 自然极人自有天相 郑凡本能觉得有哪里不对 但瞎子北马上继续呢 主上 毕竟是拜人为师 一些必要的礼仪和待遇 还是需要谈妥的 请主上把这件事情交给我 属下保证明日 主上就可以开始真正地修炼了 这个世界上真正地修炼 郑凡点点头 心里其实清楚 这祸先前是在装死 但他相信瞎子北的能力 也就很听话地先下了车 不过还是嘱咐了一句 好好地谈谈 尽量别动粗 瞎子北点头硬下了 带到马车内 就只剩下瞎子北和丁豪两人之后 瞎子北空洞地眼眶 看着丁豪缓缓闹 你这归西功不错呀 行 下面我们来好好聊聊 古人的宅子 讲究个几进几出 可和后世的四合院不同 再加上新客栈 现在是有两处宅子 以前以后拼在一起的 所以哪怕已经住了不少仆人和少女 但未利用的面积依旧很大 家子北找了间空屋子 让樊立把丁豪放在了椅子上 自己则亲自搬了一把椅子 坐在了丁豪对面 四娘也来了 她自然清楚 这种谈判方式很可能不会那么文明 所以她就准备在旁边看看 有可能会有自己出手的机会 曾经开了无数家妓院会所的四娘 最擅长的其实是用刑 她曾经自创过一套刑法 那就是操控一条绣线 在你的体内进行游走和蠕动 然后缓缓地开始在你清晰的感知下 去逼近你的大脑 无论是上下哪个大脑 都堪称无比恐怖了 下子 需要我出手的话直接说 四娘继续织这手里的东西 这是一条围巾 本来啊是想织 是想织一顶帽子的 但想着过几天主上就要去衙门上班了 到时候应该会有军府甲咒配发 所以就改成围巾了 瞎子被摇摇头 伸手指了指面前的丁豪说道 这是主上的老师 我们得尊敬他 哟 你还打算以礼服人啊 可不是吗 也不知道怎么的了 我自打瞎了后啊 就越来越喜欢和人讲道理 火气也没那么旺了 丁豪就这么斜靠在椅子上 两个胳膊架在后头保持着平衡 什么话也不说 一副我就静静地看着你们装逼的样子 终于瞎子被开始聊正事了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正如你所看到的 我是一个瞎子 一个废人 幸得主人不弃 赏我一口饭吃 你可以叫我瞎子 客气点的话 可以叫我北先生 哎 你我都是废人一个 你手脚筋被挑断了 我双目失明 我觉得 咱们都同是天涯沦落人 应该能有那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 是吧 废人 听好仔细地盯着瞎子呗 似乎想确认 对方是不是在开玩笑 要知道 在心前不久 正是眼前这个自称为废人的瞎子 在自己面前 用二胡闲 将那个杀死亡力的刺客的脑袋 搅断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61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粤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61集 谈判专家 瞎子 我们呢 是一个很友善的团体 我们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是一个温和的组织 我们组织的宗旨是爱与和平 不要有战争 不要有杀戮 不要有伤害 瞎子被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然后双手握在一起 对着上方拱了拱手 我们的主人 他一直想当一名舞者 他一直有一个侠客梦 粗暴安良 行侠仗义 所以请您来 是想给我们的主人当老师 传授他舞者修行的法门 前面一段话 听好直接在脑子里面自动屏蔽了 倒是后面的那一段话 让听好眼睛眯了眯 当即笑道 你们想让我这个废人 来教你们背后的那个人洗舞 是 瞎子被很认真地点头 随即 听好脸上露出了一抹浓郁的失望之色 他抿了抿嘴唇 喃喃道 我先前还以为 你们是朝廷派来的人 现在我们还不是 哦 听好有些疑惑地继续问道 你们 是朝廷的人 嗯 你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我们的主人 过两日就要去虎头城衙门上任了 是个小位 小位 这个官职是个笼统的称呼 因为燕国官职体系的混乱 基本上脱离了小兵百夫长层次的都能称为小位 当然了 在这里 瞎子被的意思其实是指 我们日后也能被称为朝廷 既然是朝廷的人 为何敢做出这种事 我觉得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 如果朝廷发现了 朝廷当然可以问 但您 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不出手 您已经死了 也不可能坐在我面前 问出这个问题 也是 我们来谈谈待遇问题吧 只要您能够教授我们主人习武 在您当老师的这段时间 我们会确保您的安全 以及锦衣玉石和专人的伺候 另外 薪水酬劳也会 丁豪忽然打断了瞎子被的话 说道 我说过 我同意要当你们那个 那个主人的老师了吗 四娘放下了手中的真知物 主动向前走了两步 瞎子被抬起手 挡住了四娘 怎么 打算动行吗 丁豪脸上出现了一抹 很不屑的笑容 他当过军官 杀过上司全家 当过马匪 被镇备军俘虏后 也遭受过折磨 可以说他什么风浪没见过 当然了 他先前用龟西弓装死 是想着能否浑水摸鱼的逃脱 但眼下 他也并非是无比坚持的不肯教 但这事就跟做生意一样 你开下我杀架 大家可以好好的唠唠 哪怕现在自己的命 被别人捏在手里 但丁豪完全不在乎 因为他已经是烂名一条了 真没什么舍不得的 呦呦呦呦 奴家可是看多了那种动行前英雄 动行后狗熊的家伙了 你且让 四娘 我说过 这是主上的老师 四娘脸上露出一抹韵怒 但还是后退了一步 既然是主上的老师 我们必须对他给予尊重 毕竟 日后主上需要从他这里学习无辙之路 但他 虾子北的声音提高了一劲 继续呵斥道 皇姐 主上也曾教育过我们 要以德夫人 要和他好好地谈谈 四娘瞥了虾子北一眼 干脆又退回了先前站的位置 重新拿起了真线活做了起来 虾子北回过头 继续用自己的空洞眼眶 对着丁豪温和地笑了笑 说道 下面我们来好好谈谈 谈可以 但你们必须满足我三个条 虾子北忽然测了一下 无视了丁豪的说话 对站在身后的四娘喊道 对了 四娘啊 前天寻成小魏王丽的夫人 在我这里算卦少给了一文钱 您现在去把他们全家上下 都杀了吧 好了 丁先生 很抱歉啊 刚刚处理了一点私事 您刚刚说您有三个条件 您现在可以说了 我吸耳恭听 我 我教 没有问 为什么你会认识他 也没有问 这件事和王丽的家人 有什么关系 更没有质问 为何要这一办 丁豪很干脆的 妥协了 答应了 也算是认输了 他可以不要命 他可以一死了之 他可以无所畏惧 可以去品尝一下 那种所谓的酷刑 但自己的手下 刚刚为了保护自己 死在了自己面前 他没办法做出那种 牵累对方加小的选择 尤其是王丽的妻子 可能有孕了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知道 眼前的这个瞎子 不是在吓唬自己 丁豪也算是 见多识广了 看人 还是很准的 更何况 这个瞎子心情 还在自己面前 轻摇淡写地 杀了一个 半步九品的舞者 他的神情 他的话语 他的态度 都在告诉丁豪一件事 他不是在唬人 而人命 在他的眼里 操 他连眼睛都没有 瞎子被长舒一口气 又马上对四娘等 四娘啊 说是 我想了想 不过是一文钱罢了 为了一文钱 就杀人全家 有点不好 这是有为主上 对我们的教导呀 嗯 还是不要杀了吧 好 说完 瞎子被坐直了针子 继续用自己空洞的眼眶 对着丁豪 很和善道 四娘 我就说嘛 还是得以德夫人 你也不要整天 满脑子里都是 想着用什么形啊什么的 太粗鲁 四娘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这一刻 她很想把手中的针线 一根根地刺进 瞎子身上 但嘴上 四娘还是轻柔道 原来如此 受教了呢 瞎子挥挥手 示意这是基本操作 随即 瞎子把自己的身子 微微地向下压了一下 营造出了一种 我想拉近一点 看你的感觉 那么 既然您已经同意 当我们主人的老师了 所以 先生 你可以做一下 自我介绍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62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62集 大体老师 阿明 既然已经同意了 丁豪也就没有采取交情 因为眼前的这个瞎子 不是那种 会配合你交情演出的人 我叫丁豪 原本也是 虎头城人士 原先任虎头城 巡城校尉 五年前 调入图曼城 任鸡查校尉 加字北的大脑里 在快速地消化这些讯息 英国关治里的校尉 都快和俄罗斯人的各种司机 相提并论了 但一来是图曼城 这种郡国首府所在地的校尉 二来 这鸡查俩子 明显比巡城和护商两个字 听起来 第一个要高一些 所以很显然 眼前这位丁豪 当初也算是一号人物了 接下来 丁豪将自己身上发声的事情 从和北风流逝的根院 到图了自家上司满门 以及落草为寇 到刚才的种种事情 都说了一点 可以说 这态度是相当配合的了 这一点 让瞎子很满意 聪明人就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 食食物 也是一种聪明的表现 好 丁先生 以后 您就住在这里 您也清楚 自己是朝廷要饭 该注意的事情 我就不多说了 这宅子 您最好不要出去 平时生活圈 也固定下来 一时方面 会有专人去帮您打理 这一点 您可以放心 您所需要做的 就是将您对五道的理解 毫无保留地 交收给我们的主人 只要您的首课 能在质量和速度上 让我们满意 您的后续报酬 我们也会让您满意 报酬 难不成 你们还能让我这个废人 站起来 嗯 虾子做沉思撞 随即道 理论上是可行的 甚至还可以帮您复原到 您受伤前的实力水平 丁豪的眼睛瞬间一红 整个人扑公一声 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踏在了地上 但还是死死地 昂着脖子 盯着虾子 不敢置信的 你貌不是在课我 虾子被很认真地伸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眶 身后的四娘家虾子又是这个动作 有些无奈地符合 看着我的眼神 开个玩笑 别介意啊 只要您能将我们主上教授得好 让主上可以快速地成为一名舞者 甚至帮助他早日地禁品 那么你就是我们的自己人了 对自己人 我们相来是厚道的 在这里 我向您许下一个承诺 主上禁品之日 就是先生您复原之时 到时候 您大可以去找那所谓的 北风流氏宝仇 当然了 如果您能把我们主人 如果您能和我们主人真的打好关系的话 只要主人下令 我们所有人都能去帮您向北风流氏复仇 丁豪脸上先是充满了袭击之色 但很快就慢慢地恢复了瓶颈 但此时的瓶颈 比先前的面如死灰真的要好太多了 我 我还是感觉 你这是在骗我 骗术从来不在乎他是否高明 而是在乎面对他的人 其内心的自己 是否愿意接受这个骗 您愿意吗 我愿意 这是旁边听到这份对话的四娘有些牙酸说的 这会儿感觉 适合放桃折的歌 想听的话 可以把你送我的那把二胡拿来 别说 感觉你还挺喜欢的 我还是喜欢钢琴 那下次找个西方的商队问问 那边捣鼓出来没有 有的话就给你订一台 没有的话 你自己弄个图纸 我帮你找人订做 自己设计的话 可能会不是很习惯 都到这个年代了 你还讲究个啥呀 旁边的丁豪见着二人 一直在聊着稀奇古怪的话题 忍不住开口道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课 现在好了 是皇帝不及太监气 但瞎子北很满意 这种楚官能动性 说道 主人您应该见过了 但正式地授课 明天再开始 今天剩下的时间 我需要您将舞者修行 切切地说 是您对舞者修行的理解和模式 先告知于我 让我们心里先有个铺垫 也能在您接下来的教学中 更好地帮助您的学生 也就是我们的主生 来学习和进步 七个魔王先学习 然后再对正凡进行辅导 这感觉 有点像是七个清华北大的高材生 陪着上小学的正凡去上辅导班 等上完课后 大家还得给正凡开小操 把小学的知识点揉碎了 再灌输给小学生 这待遇也是没事了 丁豪很爽快地点头道 好 虾子北和四娘一起走出房间 虾子北张开双臂 轻轻地伸了个懒腰 同时道 四娘 吩咐下人给先生准备饭食 告诉他 用餐完毕后 还能休息两个小时 啊不 是一个时辰 我早吩咐下去了 好 我说 虾子 以前知道你很阴 但我没想到你能这么狠 居然拿王立一家的性命威胁人家 呃 王立刚为了保护他 死在了他面前 我拿王立一家的命威胁他 有什么不合适吗 非常合适 这不就得了 你想说什么呀 可问题是王立妻子有孕了 呃 好像是的 所以 你的威胁是连自己孩子的命 都放在一块就威胁了 我的孩子 你不是最近 一直给人家送覆水吗 哦 呵呵 虾子被笑了 同时很肯定地说道 哎 他肚子里的 绝不是我的孩子 你不用不欲啊 没事 咱们七个 包括主上 没有一个孩子 良辰和阿明他们那种 稀有的血统 跟古代的皮球一样 想造个娃呀 也困难得很 没有人会歧视你的 我没碰他 每次给他送浮水时 我都是让他喝下浮水 起初是用催眠的方式 之后实力恢复了一点 就直接用精神力 帮他调理情绪 可能是因为新太风平缓了 不那么燥热了 也就成功和那丈夫 怀上了吧 嗨 那你干嘛不早说呀 是让人家刚刚觉得 你连自己的孩子 都活得出去 哎呀 人家好怕怕呀 我很纯洁善良 是你们自己的内心 太肮脏邪恶了 行行行 知道了 知道了 对了 待会儿让阿明过来一趟 让他来做什么 刚刚老师不是说 习武修行需要运转体内的气血吗 有一个运转路线来着 是啊 他让我们找纸笔画下来 画下来不够立体 主上看起来会晦涩不少 四娘当即捂着嘴笑了起来 所以你让阿明过来 是想 现成的人体大体老师 不用白不用啊 待会儿辛苦你了 把运功路线图 直接绣阿明身上 可是 针扎在身上会疼的 你不忍心啊 不 是忍不住了呢 语之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引六十三计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杰蒂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 第六十三计 万步九鼻 脱衣服 阿明脱去了衣服 躺下 阿明在木板上躺了醒 瞎子被热食扭过头 看向丁豪 问道 需不需要背皮啊 坐在椅子上的丁豪 有些疑惑地问道 什么叫背皮 丁豪觉得这帮人 很奇怪 无论是性格上 还是行为方式上 都很奇怪 但眼下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他只能尽量地 去融入它们 不想变得格格不入 背皮的意思 就是把皮肤清洁一下 还有一些 爱眼多事的毛 也给剃掉 躺在木板上的阿明 默默地 对瞎子被 给予起了自己的忠指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吗 瞎子被的语气里 有那么一丢丢地 畅然若失 随即 瞎子被 应该是感应到了 躺在身侧床板上 来自阿明怒气的凝视 他压了压手 这是为了让主上 更好的理解和学习 我们肯定 要排除一切干扰 做到尽善尽美 请你理解 我理解 是吗 你的觉悟 我一直是相信的 好了 四娘 针线准备好了吗 准备教训 针头选粗一点的 这样主上能看得更清楚 好 行 丁先生 您现在可以讲述了 平好把自己的脖子 往前凑了凑 想要伸手去指 但因为手筋被挑断的关系 很难发挥 没关系 您口述就好 瞎子被掌心摊开 一枚来自西方商队的银币 挑适了起来 开始在阿明身上旋转 卫先生 您是魔法师吗 丁豪看到这一幕很是震惊 丁先生 您可以这样去理解 不过我们这里的几个人其实都有些特殊 一开始您可能会有些不习惯 但请您放心 时间久了 您也就麻木了 哦 好 好吧 丁先生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请把您的炼体运气的法门再叙述一遍 我们在这里做标注 好 我只说我能理解的那方面 那最好不过了 毕竟你是可以换的 等你的那些水瓶交完了 等主上也入瓶了之后 水涨船高后的大家 就可以愉快地去羊村抓下一头羊了 五者第一步 是炼体 小时候先炼基础 四娘听到这话 当即有些异性阑珊 说道 得 主上 这岂不是没得救了 先不说主上都这么大了 就说这要从小熬练筋骨的话 得多少年了 不不不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小时候 其实也就是打个基础 并不会做负荷太大的修炼 毕竟人小的时候 骨骼还没完全发育好 可以练练全架子 如果那会儿就开始强行开启修炼 除了那些大门阀内的优秀子弟 有足够多的天才地暴 可以补充以外 对于绝大部分武者来说 这是杀鸡取卵的行为 听到老师说的没有 好好听课 别吵话 家子北警告四娘 人家晓得了 四娘很是敷衍地做了一幅 人之根本是气血 无这九品 这入品就是将气血给炼出来 各家都有各家的炼武法门 运气方式也多有不同 我下面说的是我这一门的 首先戏剧空谷 空谷是这里吗 还是这里啊 对方的说法和虾子北 所在那个世界的中医学位不同 所以虾子北也只能靠银币 去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的事 往上一点 对 这里 就是这里 哦 这里 空谷的位置在人的肚脐眼 上面一点 在虾子北一年累的操控下 银币落在了那里 子娘 动手 好嘞 子娘拿起一根串了线的针 直接对着阿明的身体的那个位置 扎了进去 有什么感觉 虾子北问阿明 你想要什么感觉 有没有一点点热热的感觉 我的血是冷的 哦 抱歉 我忘了 随即 虾子北又望向丁豪道 先生 下面呢 这个 这个 北先生 我们是可以画图的 不用这样 这么大的一根针 直接刺进去 像是直接拿人体 当绣花布一样 哪怕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丁豪 也是觉得眼皮跳的 这就跟英勇的警察叔叔也会怕牙疼一样 倒是这个躺在床板上的男人 却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随他们折腾 没事 图画不够立体 用模型的话一来浪费时间 二来 也没有比活人神区更合适的标本参照物了 您继续吧 您继续吧 好 聚气空谷后 气分五路 分别去向人的四肢和头颅 入左右 右右 左沉 右沉 和神台 这里吗 然后这里 再之后 这里 是的 就是这五个穴位 这样啊 四娘 动手 好 阿明的身上又多出了五个针口 在四娘嗅到阿明没心位置时 阿明看着四娘提醒道 脑袋坏了 我会死的 其他地方可以随便用 但脑部这里比较脆弱 行了 我心里有数 四娘对阿明居然不相信自己的手艺 感到很不满意 在活人身上刺绣 听好已经有些麻木了 但等那边绣好之后 也不等瞎子北再问 他就自己主动道 随后 就是气血回流 入心肺 瞎子北闻言 一边示意四娘继续绣线路图 一边问道 这就是把体内的气血全都疏拢起来 然后刺激心肺功能时慢 这刺激完了之后剩余的气 会顺势再聚集到空谷 然后再重新分出去 进行新的循环 听好理解了一下 瞎子北的话语 点头道 是的 瞎子北伸手推了推自己脸上 本就不存在的境况 继续分析理解道 这是一种将体内力量集中 将心肺作为一个加速器 然后进行速度上的载度加速 转而复视之下 可以将这具身体各方面的机能 给成倍的提速和提升 是这个意思吗 丁先生 虽然我不清楚 北先生所说的加速器是个什么东西 但感觉北先生说的是对的 嗯 那就可以理解了 那些会发光的舞者 是气血加速的一种表现 这个光泽是根据什么来的呀 是力量的属性吗 每个人多有不同 但颜色的话是根据五行和其他几种力量特性来区分的 嗯 这样说来 那些只能身上光芒释放一下就消失了的 意味着他们的加速只是短时间的提速 不得持久 而那种在战斗过程中一直可以维持发光状态的 则是将这种气血的循环 熔炼到了一个动态平衡的位置 只要体内的气血没有枯竭 就能够一直运转下去 是的 一般来说 能发光了 就证明是摸到五夫境界的门槛了 在一些小家族里也能当个供奉了 在军中也能换一个小头目 而真正的五夫九品 就像是文人重举一样 算的是登堂入室 可以算得了地方上的一号人物了 我当年入军 自军中习武 五年得半部九品 在一十年 终得跨入九品舞者之列 依然堪称军中审索 语之后事如何 混音继续收听 《魔灵》第六十四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营》继续收听 《魔灵》第六十四集 记得 但凡是人说起自己的过去辉煌世纪时 脸上总是会带上一种回光返照的光彩 夏子北倒是懒得去配合丁豪吹逼 而是伸手在阿明的肩膀上拍了拍 《魔灵》第六十四集 《魔灵》第六十四集 来 你试试看 反正运气的路线 已经在你身上绣好了 跟着路线图走一下 《魔灵》第六十四集 汽血的气 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理解 遇到生辟字 就捡它左边 或者右边认识的那个字念 大概率是不会错的 气你不懂是什么 但你会空血呀 就控制血走一段 血走得快的话 应该能带起风来 也就是气 哇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然无法反驳 吃吃吧 不能轻易地尝试 得一点一点来 先从聚齐开始 再慢慢一路一路地分出去 练武得循序渐进 先将身体打拗好 有个强壮的体魄 在运气 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不能一口气吃成个胖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丁豪话语卡住 因为他看见 躺在床板上的阿明 其身上绽放出了一道红光 这 这 这 丁豪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这个军中汉子 遇到了这么多事 都没像眼下这般轰乱过 因为以前遇到的事 还在他的理解范围内 但眼前这一幕 却已经有些颠覆 他的认知了 只是躺在床上 被绣了个花 然后马上居然 就 就 这就 半步九品了 阿明面带微笑地 看着一脸震惊的丁豪 抬起手 甩了甩手腕 像是没事人一样 说道 挺简单的嘛 汤池中 白雾鸟鸟 正凡肩膀上 披着一条毛巾 坐在池子里 只露出脖子以上部分 在水面上 这池水 当然不是温泉水 骨头整这儿 也没地方 给你饮温泉水下来 但经过四娘的调配后 泡起来依旧舒服 哪怕泡得时间再久 身上也不会起白皮 在正凡深浅的水面上 漂浮着一块石头 石头上 也披着一条小毛巾 一人一石头 就这么静静地泡着 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在泡谁 自正凡苏想 也有好一阵子了 磨完还是一块石头 对此 正凡也是有些无奈了 你也不知道 是说他完全 瞧不上自己这个爸爸呢 还是纯粹地懒 大概是纯粹地懒得动吧 应该是这样 明天就要开始正式修炼了 一时间 正凡心里有一些期待 又有一些坠坠不安 期待的是 用中二一点的话语来描述 自己即将开启修炼之路 日后自己也能 一山填海 一拳天崩 一脚地裂 绝世舞者恐怖如斯 但估摸着 是以前相类似的 文学作品看多了 似乎主角开局 总得是个废柴 正凡生怕自己 也是个废柴 毕竟自己不是一个人 窝在山沟沟里面修炼 旁边还有这么多人 看着你 有人看着 就会有羞耻感 正凡低下头 看着自己面前 漂浮着的石头 你说它是石头吧 居然还能漂浮在水上 哼 叫你不出来 正凡伸手 把这块石头 按了下去 没多久 石头又漂浮了上来 且还又把那条白毛巾 顶在了身上 就凝世 正凡再度伸手 将这块石头 狠狠地按压到了最下面 气泡冒出来 石头再度漂浮了出来 顶着那条白毛巾 悠哉悠哉地 继续在汤匙里泡着 凑 正凡把自己的毛巾拿起来 用力地擦了一把脸 其实啊 他大可不必担心 也不必心烦 因为此时在外头 有六位同学 为了能够陪太子读书 已经开始了紧张的玉席工作 所以 是这样吗 四娘一边看着阿明身上 绣上去的纹路 一边开始调整自己的气息 他擅长的是对丝线的控制 也是一种极为细微的操控方式 而此时 则是开始控制自己体内的气息 开始按照那种标准进行流转 一条条血管成了他操控的目标 在体内开始激发了起来 绍青啊 也就是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四娘忽然睁开眼 一道粉色的光泽 自己身上一闪而逝 成了 万不九平 旁边的丁豪 嘴巴继续保持着张开的架势 因为他知道 也看得出来 这帮人 先前是根本就没有羞舞过的 是舞者的门外汉 但自己就这么一说 他们也就这么一列 然后就 丁豪不由地想到 手下都已经这般变态夸张了 那么 他们口中的那位主人 其天赋 到底该如何恐怖 丁豪不认为他们之前 是在藏着 是在骗自己 一来是结束自己时 他们在动手时 身上并没有闪光 二则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 去故意欺骗自己 难不成 集体约定好 在自己这个废人面前 秀一把存在感 少女粉 不错 我挺喜欢的 四娘对自己的颜色很满意 年轻的女人 想让自己变成熟 而成熟的女人 则希望自己永远是少女 和你的年纪不匹配 她这会儿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标本 今天还不能拆线 因为明儿还要去给正凡看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行走中的教科书 四娘美好气地瞪了一眼阿明 说道 那也比你的姨妈红亮好看 阿明耸了耸肩 正准备把衣服穿起来 等会儿我也来试试 说着 瞎子被身手拽了一下阿明 刚穿到一半的衣服 瞎子 我身上穿没穿衣服 在你眼里 有什么区别 生活需要仪式干 阿明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把衣服又脱了下来 眼里故意露出了一种 类似于父亲的丑腻 以前我手底下红帐篷里的那些结 杰克也没你这么频繁的 这话可就说得太没良心了 你得看到我的付出 瞎子被闭上了 他那睁开和不睁开 没什么区别的眼睛 一粘力 开始操控自己体内的一些微弱力量 其实每个人体内都有那么一股自弃 寻常人如果经常锻炼的话 也能有冥冥之中的感觉 最极端的方法 就是右手快速地用力 攥紧十秒后再猛地睁开 你就能感觉到了 当然 这种感觉还是太模糊了 也不真切 瞎子被的精神力 也却负责搜索 意念力 负责操控 将自己的身体当做了一台机器 天柴 加油 还是运转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65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地小龙 主播 雅菊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 第65集 集体解决 虾子被用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但他很稳 就像是一个学生 他不满足于仅仅是将眼前的制造题 给解开 获得正确答案 而是要把定义和公式给吃透 别人习武 讲究机缘 讲究个天赋 瞎子被玩的是科学练武 他缓缓地睁开了那双依旧是 睁着和不睁着没什么区别的眼睛 身上一粒灰色的光芒一闪即逝 旁边的阿明起身 身手捂着嘴 小声道 嘿 老鹰逼的专属配色 旁边的丁豪已经麻木了 他的心里啊 其实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自己从小熬练身体不算 进入半部酒品 花了足足五年时间 已经在军队里面算是快的了 否则他也没办法熬出头来 但这 一个 两个 三个 也就一小会儿功夫 就成了 这世界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阿明又开始穿衣服了 瞎子被右伸手拦住了他 别穿了 梁成他们已经来了 阿明表情无奈 四娘则是身手 在阿明有些苍白的脸庞上 摸了摸 咋咋嘴 柔声道 哎哟 这妹妹 真是太不容易了 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懂得 联系人家 梁成 薛三和樊丽 确实很快就进来了 瞎子被虽然瞎了 但她在哪里 哪里就像是被放了一个雷达 方圆百米区域的风吹草洞 自然是瞒不住她 阿明继续光着身子当刻本 梁成醒来 她闭上了眼睛 她睁开了眼 然后一道紫色的光芒 从其身上一闪而逝 四娘站在阿明身边 在看见梁成身上 闪现出的光芒之后 她和阿明 净乎是异口同声的 西老子 西老子 四娘伸手 垂了一把阿明的肩膀 撑倒 你还好意思说人家 唉 这个梗是过不去了是吧 阿明有些无奈道 其实啊 阿明不是没想到过 那天自己放在袋子里的肥皂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 那么巧地滑了出来 而且还无巧不巧地 滑落到了梁成的脚下 紧接着 瞎子北又好巧不巧地出现了 再联想到瞎子的能力 哼 咱就这么几个人 总得找一个有意思的事 念头念头吧 跟朋友在一起 朋友的糗事 往往是每次聚会 都能被再三提起的话题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 比如 某天子第一号刺客 背后偷袭猎物 结果被猎物喷了一脸的响 哼 我咋不清 旁边正在运气的薛三文言 身子一阵摇晃 差点走火入魔 但好在 他马上又稳住了心神 继续开始运行气息 没多久 他的身上出现了一抹绿色 恭喜 是大自然的颜色 有助于你在野外 偷袭别人的时候隐藏 薛三不是很喜欢这个颜色 他看向丁豪问道 喂 这颜色可以换吗 染也可以呀 从未听说过可以换颜色的 这颜色 和你的本质有关 偷袭猎物 你还勉强了 小心把翔阵出来 那你还不离远点 终于 大概花了十分钟后 樊丽的身上出现了黄色光芒 自此 除了一个 一直消极代工 现在还在 现在还跟主上 炮昆泉的那只 沙雕丸子以外 其余六个人 全都光荣地进阶 半步九品屋子 丁豪的下巴有些脱臼 其余人 则没有那么多惊喜的感觉 四娘 安排人把丁先生照顾好 明日让主上过来 听丁先生讲课 好 瞎子北带着众人出去了 离开了那个屋子后 来到了庭院后 瞎子北先停了下来 其实 他们真的没有多少好惊喜的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能不能发光 尤其是这种一闪即逝的光 对他们而言 并没有多少意义 他们各自有着各自的道路 刚刚 无非是在钻研自己的研究项目之余 看一看课外独物罢了 就像是原本的高阶魔法师 或者高阶刺客 忙里偷闲地去学了个舞者出段 感觉到了吗 瞎子北开口道 众人几乎一起默默点头 瞎子北抬起头 让自己的脸对着夕阳 缓缓道 我们只能卡在 半瓶九步的位置 那一层阁膜 那一层理解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难 但就是捅不破 有一层无形的臂杖 在压制着我们 最长的阿力也就花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 那么主上呢 很无奈的是 别的团队打分是去掉一个最低分 去掉一个最高分 再取个平均数 而在这里 则是倒数第一之前的全都去掉 只留倒数第一 家子北对着夕阳叹了口气 接下来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帮助主上入品 此时啊 那位还不知道已经被寄予厚望的倒数第一 仍然在汤池里和那块石头一起套着走 当两个侍女过来 加了热水 池子里的水温再度上升后 倒数第一似乎放下了和那块石头继续较劲的想法 爪长呼一口气 感慨道 舒服呀 旁边披着毛巾的石头身边也发出了几串气泡 一日清晨 当第一缕阳光照射进了屋子里时 睡饱了的郑凡也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伸手在床头摸了摸 摸到了那根线 拉拽了一下 外面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铃声 宛若俏皮的精灵 在对这个早晨问号 万物复苏 就在此时 晨光之下生机勃勃 护士门被推开 走进来三个少女 一个端着脸盆 边上搭着一条毛巾 一个拿着托盘 上面摆放着草底 一个手里捧着主人今天要穿的衣服 郑凡起身 在窗边坐了下来 在三位少女 无微不至地伺候下 郑凡穿戴好 又吃罢了早餐 走到门口时抬头 四十五度角的面向朝阳 轻轻地喝了一声 心里感慨着 这万恶的旧社会 让我承受如此多的沉重 唉 今天是新生报道的第一天 家长们 哦不 是半毒们已经准备就绪了 预知后世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第66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雅居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 由粤文集团 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第66集 魔王版的快速补习班 上 寬敞的厅堂里 郑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英豪则是坐在一辆轮椅上 被一位仆人推出来的 轮椅是薛三昨天晚上 连夜打造出来的 矮人一族 似乎天生就具备工匠属性 薛三还殷勤地问丁豪 需不需要给轮椅 装点机关 比如暴雨梨花针这类的 丁豪赶忙拒绝 这是丁豪第一次 正儿八经地面对正反 这群变态存在的主人 在军队里混过 又当过山大王的丁豪 一直信奉着一个道理 那就是在一群人里 想当老大 要么就是你拳头最大 要么就是你脑子最好使 很显然 丁豪已经把正反 带入到了那个角色中去了 别看眼前这个男子很年轻 但说不得就是某个大势力里 千年难得一遇的精识天才 面对天才 还要教授天才习武 见惯大风大浪的丁豪心里 竟然开始紧张了起来 其实坐在他对面的学生正反 比他更紧张 生怕接下来的剧情是 斗知起三段 嘿 废柴 果然 家族废柴 嘿 还浪费家族的罪 创作者的脑回路总是充斥着满满的套路 下面我们开始吧 丁豪用试探性的口吻 小声熠熠地问正反 好 正反点点头 嗯 丁豪又看向了站在一旁的阿明 说道 请 阿明走到正反前方 脱下了自己身上的燕尾服 正反看见了阿明身上绣着的线路图 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顿时袭来 然后一分钟没人说话 五分钟后 丁豪这个老师没说话 正反这个学生也没有说话 一刻钟后 老师和学生依旧没人说话 身边站着的瞎子呗 哪怕是瞎子也看不下去了 只能干咳了一声以作提醒 丁豪有些恍然 下意识地问正反 好了吗 啊 呃 什么好了 这个 你会了吗 我会什么呀 丁豪眼睛眨了眨 他感觉自己似乎快要接近一个事实了 这个事实 他之前真的没向那方面去猜测 大概是昨天这六个家伙光速晋升 打破了他某种世界观吧 这直接导致丁豪认为 正反身为他们的主人也是一样 自己看看也就能发光了 慢慢来 从细微愁开始 家自北提醒道 他们这七个魔王都是老油条 哪怕走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传统强化路线 但都曾经是各自领域的大拿 所以学习个初阶舞蹈 对于他们来说 无非是小学数学题 换个英语出题罢了 也就是大脑思维转化一下而已 但正反可是从零开始 丁豪长输一口气 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做人的感觉 沉吟了一下 丁老师开口道 无者知道 要两条腿一起迈开 两条腿走路 才能行得更稳当 那三条腿呢 啊 三条腿 三只手他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三条腿又是什么意思 隐喻 暗喻 还是特指什么 这群人的天赋 昨天他是亲眼目睹 过的 所以丁豪下意识地去思考 阿明说的话 这感觉就像是初中生 做语文试卷题目 分析作者在当时的心态 以及所想抒发的思想感情一样 是啊 三足鼎立 会不会更稳 阿明又调感道 注意课堂纪律 大班长瞎子北同志 开口提醒黑板同学 阿明闭上了嘴 继续把自己当作黑板 肩头影仪 薛三则站在正翻身后 对阿明做了个归礼 丁先生 我们继续吧 哦 好 这两条腿 分别对应着两手准备 一者是炼体 身为武者 体魄永远是自己最大的依仗 就像是一个筒 木筒和铁筒 所能承受的力量是截然不同的 二者是对气的掌握 人体内有气 以气浴血称为气血 体魄是根基 气血则为其上之建筑 可控气血运行者 为半部九品 可将气血持续运行者 为九品武者 气血外放则寄身八品之境 郑凡很认真地听着 其实这些理论并不难 后世玄幻武侠小说 早就把这些东西 换个皮 阐述过无数遍了 但问题是 当初看那些作品 只是图个乐呵 现在轮到自己 去尝试学习时 忽然感觉 还是好难啊 最关键的是 别一直讲理论啊 讲点细节行不行 第一步要做什么呀 炼体 筋骨熬练 这些是日常都需要做的事情 同时 另一步则是 找到自己体内 气血的感觉 先找到他们 再去尝试 驯服他们 为自己所用 找到他们 是 怎么找 闭上眼 用心去感受 郑凡很想对眼前 这个残疾老师 翻个白眼 那句话 闭上眼 用心去感受 简直就是个万金油 各行各业 哪里需要 哪里抹 当你的老师 不想教你 开门本事 想要敷衍你时 往往会对你说出 这句话 这个 有没有什么 快捷方式 并好微微皱眉 但还是点头的 确实是有 因为这是敲门砖的第一步 确实有部分人 并非是其天资有问题 但就是在最开始时 感应不到气血的流转 所以借用了一项外物 等他们借助外物 感应到气血后 接下来的发展 也不会因为借助了外物开门 而受到什么限制 只是 那个外物可能会让人沉映 需要节制 请问先生 那些外物是什么呀 虾子北开口问道 可怜天下父母星啊 虾子北在内的六人看正凡的眼神 说是妄女成凤 一点都不为过 没办法 只要能加速正凡的修炼过程 无论是再贵的学习机 还是量子物理速度 都可以接受 浮伞 硬好嘴里吐出了两个字 虾子北愣了一项 其身后的众人也愣了一项 包括正凡也愣了一项 是五十三吗 嗯 浮伞之风 在晋国和乾国很是流行 其实 食散的作用 一开始是借助服用后 其中所蕴含的煞气 冲击屈翘 帮助初学舞者 早点感应到气血的流转 但慢慢的 这东西逐渐流传开去 成为了上流文士 所追捧的玩物 晋国和乾国的文人 哪怕不习武 也依旧日常浮散 只为了追求那片刻的飘飘欲先 倒是在我们燕国这里 应先皇还在时 曾仗毙过一位浮伞的郡王 导致浮伞的风气 并没有在我们燕国流传开去 这是自然 浮伞的话 普通初学者习武师 可以当敲门砖用用 但如果大面积扩散开去 成为时尚 那后果和影响 其实和晚清的鸦片 差不多了 另一个世界里的 未进时期 上至帝王下着 普通殷石之家 简直是把浮伞 当作了一种 娱乐文化象征 那些所谓的 未进名士的 真实写照 其实基本都是 聚集在一起浮伞后 受到重金属的 物质的刺激 皮肤发黄 气血翻滚 脑子开始兴奋 然后脱衣服 在丛林里 一边狂奔 一边隐行高歌 好黑哦 五国以武力国 北方接壤荒漠 有满足的威胁 中原还有三个大国 对自己虎视眈眈 英国无论是人口 还是国土面积上 其实都不占据优势 之所以能维持四大国之位 同时还能对接壤的 晋国和前国 形成战略上的压制 靠的 还是那股子 烟蒂子民的汉用 要是英国铁骑 都跑去浮伞玩了 想象一下 晚清时大烟鬼兵 这仗还怎么打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六十七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姐弟小龙 主播 雅区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幼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六十七集 魔王版的快速补习班 下 我去街上看看 有没有卖的 这东西在英国不尽吧 伞的种类太多 获取途径也太多 但根本没办法禁止售卖 只不过我答应上层 以浮伞为耻 我去买 薛三马上准备出门去买 等一下 瞎子被叫住了薛三 随即又面向了丁豪 浮伞的作用 是为了让矿石里的成粉 冲击人体 好把一滩水搅浑是吗 是 取得是十三内的煞机 是 不过 你们可以不用这么心急 去找十三 完全可以给这位主 你们主人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 一边熬练体魄 一边感应 哪怕是花三个月 半年的时间 都不为过 不不不 慢慢修炼 慢慢修炼 我们还抓你回来干什么 瞎子被忽然握住了身边梁城的手腕 同时将其举起 来 直接长出来 梁城按照瞎子被的吩咐 五根手指出的指甲 缓缓地长长 指甲上还萦绕着一缕缕黑色的煞气 这个好 杀气精纯 还能被控制 完全可以代替失散的效果 而且没副作用 只不过 有点疼 说完 瞎子北又对梁城吩咐道 待会儿 炸肉 煮上体内 使轻点 坐在那里的郑凡 忽然有些搞不懂 今天这开学第一课的风向变化 不是啊 这 我只是来上课的呀 瞎子北又面向郑凡 说道 主上 您吃点痛 单待着点 说着 就拉着梁城向郑凡走来 郑凡张了张嘴 不是 这 郑凡真的就想不通了 明明是上个家教补习班 怎么画风一变 就变成了梁城要用手指 进入自己的身体 这种转变 就像是你念念不忘的初恋女友 忽然主动加了你的微信 备注还是 亲爱的 你还记得我吗 然后当你怀着激动的心情 点了同意之后 对方甩过来了一份电子结婚情景 附带收款二维码 若是这时候郑凡 还没能感觉到 手底下这帮魔王的不正常 那也太丢份了 但就算你感觉到了 又有什么用呢 汉县帝不知道曹家的心思吗 总之啊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既然他们没有说 那么郑县帝也就没问 很快 原本的人体多媒体教室 一下子就变成了 医学院的解剖课大课堂 原本的大体老师阿明 穿毁了自己的衣服 新任大体老师郑凡 脱却了自己的上衣 梁城站在郑凡的身边 面容平静 平静的像是小时候 给你屁股仗打针的 白大褂衣裳 轻一点 可千万别弄疼了 主圣 否则 您万死难输 瞎子北在旁边说着废话 很像是骗小红帽的狼外婆 郑凡闭上了眼 这一刻 他是货真价实的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简直比红门宴上的刘邦 还要更显示 所以啊 古时候 那些上位者的 狡兔死走狗喷 并非全无道理 一旦你手底下的大将们 手腕和实力太强的话 你不去搞他们 他们就会来搞你了 丁豪倒是对这种 极为稀奇的浮散方式 很是好奇 他已经对这帮人 新奇的手段和脑回路 有些习惯了 同时 心底还生腾起了 些许的希望 依照这帮人的手段 他们对自己的承诺 事整之后 帮自己疗伤复原 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梁长的指甲 悬在了郑凡的上方 薛三忽然问道 从哪里进入啊 屁股 凡丽开口道 说完 梵丽还解释道 屁股那里肉多呀 刺进去它不疼啊 郑凡深吸了一口气 为了不出现自己翻身 让梁成刺自己屁股的画面 他自己开口道 就胸口维持吧 轻点 梁成点点头 食指的指甲 放在了梁成的胸口 然后缓缓地刺了进去 一开始是酸酸麻麻的感觉 随后又开始有点胀痛胀痛的 紧接着 就开始全身疯狂地惊了 郑凡像是发了杨颠风一样 开始剧烈抽搐起来 像是有一把巨大的勺子 将自己身体彻底地脚翻了过去 白沫开始自郑凡嘴角溢出 双目里 白色开始疯狂地占据 原本属于黑色的地盘 我要走 快收手 薛三马上喊道 别他妈把主上给玩死 梁成马上将自己的指甲抽出来 有些疑惑地盯着 躺在自己面前的郑凡 不会感染尸毒吧 我心里有数 尸毒不会进入主上的体内 这就有数 叫你用煞气刺激一下 你倒好 主上几乎要被你搞成老年痴胎了 不应该的 我没注入多少煞气 况且 我现在的实力水平 还不至于这么苦 自己到底注入了多少煞气 梁成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可能 因为这位大人体内 本身就存在着一股极为浑厚的气血 所以 相当于一把干柴放在那里 被您的煞气给点燃了 这样吗 瞎子被伸手摸了摸 今天没有贴上去 所以就不存在的胡须 他想到了薛三的叙述里 郑凡所拥有的力气 以及梁成陪郑凡洗武时 给出的主上力气不错的评价 如此说来 我们主上是个练武的好材料 瞎子被看向丁豪很认真的问道 如果之前从未进行过身体熬炼和开发 也没有从小要育 或者被高层舞者以内力瘟痒气血的话 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练武奇才 噗通 一颗大石头在众人心底落地 其实不光光是郑凡 其实在场的诸位魔王心里 何尝不会去担心 这会是一个废柴流开头 好在主上很给力 大家心里都很开心 毕竟策马奔腾和策猪奔腾 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没多久郑凡悠悠转醒 瞎子被凑到跟前问道 主上 请问有什么感觉 头 有点晕 还有点香口吐 这是郑凡醒来后的真实感觉 大凡尹君子嗨过之后 都会有那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 手下问的是 感觉到那股子气了吗 郑凡臣下心感受了异响 别提 确实感到有一股暖流 在自己的体内游走着 这种感觉 有点像是先浅良成的煞气 宛若是像蝙蝠洞穴里 丢了一根火把 把里面沉睡的东西给惊醒了 哟 可以具体说说 是什么感觉吗 粗粗的 胀胀的 嗯 瞎子被抬头面向丁豪 丁豪脸上露出了精细之色 说道 普通人习武 刚开始感知时 大概只能感知到 若油丝一般的气血 眼下这位大人 能一开始就感觉到 如此粗壮之物 在体内鼓动 可喜可贺呀 说是可喜可贺 但因为昨天经历过这六个片态瞬间进阶的冲击 丁豪此时还真没有发现了一个天才的激动 凡事真的就怕对比 明明是一个练武奇才 但和身边的这六个手下比起来 瞬间就成了废柴了 丁豪醒了也不清楚 这群人为什么会认他为主 哪怕是势力再大的家族 也不会奢侈到给自己的子弟配上这么豪华奢侈的随从团队吧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68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68集 主上天赋异品 听到丁豪的确认后 瞎子被往后退了一步 薛三眼神一跳 不好 这老阴逼又要抢心舔了 下一刻 薛三 梁成 四娘 阿明 樊里五个人 一起后退 拱手拱身 主上公敬主上天赋异品 主上大叶和鸡 正凡有气无力地躺在床板上 挥了挥手 不愿吧 煞气入体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接下来 需要做的就是让主上去学会 如何掌握那股气血的运转 但今天是没办法了 今天的进度已经超纲了 再超负荷下去 大家还真担心主上的身体吃不消 所以啊 正凡被四娘抱着去泡温泉和接受按摩了 其余人则各自去做各自负责的事情 很快入夜了 薛三从盯好的房间里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张纸条 不过还没等他把纸条放入口袋里 就被吓了一跳 他看见了一个 一个 一个打着灯笼的瞎子 任何事物其实都有两面性 换一个角度来看 事物的高度也将截然不同 俗话说得好 瞎子点灯白费辣 但瞎子若是说 我打灯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见 而是为了让别人在夜里看见我 不会撞上我 思想高度瞬间就不同了 当然了 眼前的这个瞎子 打灯是满满的诡计 你去做什么了 我说 我感觉以后东厂 很适合你当老大 这是以后的事 家子尾跳过了这个话头 继续问道 你去丁豪那里做什么了 薛三把手中的纸晃了晃 说道 我去问了一下 是哪些东西能让功力大尽 他倒是给我说了一些 他吃过和没吃过的东西 哦 里面不光有天才地宝 还有丹药 很贵吧 还行 这不过日子就准备出商队了嘛 钱应该不是问题 有些东西是有价无事的 抢或者偷都可以 你以为靠丹药强行催俗的法子 我会没想到啊 啊 会有副作用的 但前期很有效啊 用丹药去堆去砸 我觉得能更快地让主上入品 甚至从九品到八品 乃至于七品 然后 八苗助长的后果就出现了 主上将一辈子掐的七品 再无寸进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 主上估计也是愿意的 毕竟修炼多苦多慢啊 瞎子被笑了 夜里红色的灯笼 映照着瞎子被的脸 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你以为一辈子掐在那里的 仅仅是主上一个人呢 啊 我 我劝你 别自作聪明 要是让他们知道 你准备给主上嗑药的事 之前 大家都是普通人 所以无所谓 眼下 大家已经恢复了一些力量 未来还很光明 你却要何则而鱼 引咎之客 直接毒死大家以后的期望和谨升通道 你说说 他们若是知道了 会对你做什么 我只是有备 无患问问而已 又没真打算马上去找来给主上吃 七 是个很顺口的数字 但 六六大顺啊 六六六六六 也挺好听的 你知道吧 薛三点点头 左手做了个六的手势 很诚恨的 我明白的 家子被忽然有些惆怅地侧过身 缓缓道 我觉得 我们已经有些过火了 尤其是今天 我们的吃相 太急了 主上会理解的 再说了 主上今天也很配合不是 得造物主 你得保持着一种敬畏 我只知道 我们和主上 是一条神上的蚂蚱 谁也离不开谁 眼下 我们是需要实力 而且 而且是很需要实力 一条神上的蚂蚱 难道不是吗 魔丸 现在还没苏醒 但我们谁也不清楚 他会在什么时候 突然解封自己出现 这和魔丸 又有什么关系 若是魔丸 苏醒了 你说 如果我们还像是 今天这一般 对主上施加压力 甚至是紧闭的话 主人是更愿意 和我们继续在一起 还是愿意 带着魔丸 直接离开 毕竟我们 至于主上 更像是义子的关系 而魔丸 可是主上 自己真正的 亲儿子 但是下子 我承认你一直很聪明 暂计人心的本事 也很强 但魔丸的性格和习性 你又不是不清楚 可能是当觉者迷法 主上自己也可能 都因为创作者 和作品之间的 特殊情感纽带关系 和你一样 也忽略了一个问题 他忘记了 是他自己 亲自把魔丸 设计成了一个 怎样的形象和角色 哦 你说说看 魔丸 为什么一直 没有解封自己 为什么呀 因为 薛森的脸 在月色的映照下 有些发白 但他整个人 却表现出了一种 异样的亢奋 因为我觉得 若是魔丸真的苏醒了 他解封自己之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 将周上杀了 然后留下一句话 你也配当我爹 虎头城 包括虎头城外的一些 村镇聚落里 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地窖 英国本就位于中原的北方 北风郡又是英国的北方 所以这里的冬季 比较漫长 秋天需要储存 将近四到六个月的蔬菜 水果 粮食 而效果最好 也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 就是窖藏 前宅下面 也有一个很大的地窖 因为这里 不仅需要储藏 猎狗帮帮众 和神票所需要的粮食 还需要储藏一些金银财货 不过 这处地窖 在前些天就已经被清空了 十多个蛮族奴隶 在这里劳作着 忙前忙后 里面也有不少大锅和器具 家子被打着灯笼走在前面 薛三拖着自己的三条腿 慢腾腾地跟在后头 二人过了一串向下的台阶 走入了地窖中 地窖一侧墙壁上 用分笔写着一些字母 是阿明留下的 看起来还挺高洁的样子 薛三看着上面的化学方程式 笑了笑 中学化学罢了 行 以后化学没学好 都不敢穿越了 确实是这么个道路 最近 阿明可能会更多地陪伴在 主上身边当黑板 原本他负责这里 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 肥皂已经可以制作出来了 香水蒸馏萃取技术 也已经成型了 这些满足奴隶 你盯紧一点 宁可错杀 也不能放过一个 知道 我明白 肥皂和香水 可是关系到客栈 接下来的发展 自然不能出纰漏 眼下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手 只能用这些 从猎狗帮那里 接收来的满足奴隶来当工 行 再过两天 第一批的货应该足了了 我之后会去图满城找大商行 看看能不能直接分包出去 不信水长流吗 还是赚快钱吧 把第一批货出去后 就可以着手准备招揽组建骑兵了 到时候说不定还得让人去荒漠再走一趟 樊丽说的那个行徒不落 先看着吧 现在还不好完全确定 行 这里我帮你看好 不会出问题 你办事 我放心 有问题找阿明 好 知道了 你唠叨这么多不嫌烦啊 其实如果主上在修为上 能一日千里的话 我们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一日千里谈啊 一切千里倒是可以努力努力 好了 哪张纸你自己去处理掉 我先上去了 嗯 月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魔灵第69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69集 亲耳资 看着瞎子北打着灯笼 走上了台阶离开了地窖 薛三默默地靠着墙壁坐了下来 他清楚 这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发配 也算是一种警告 看什么看 干活 不然没饭吃 薛三手指着这些蛮族奴隶吼 紧接着他嘴巴鼓起 吐出了一口气 嘀咕道 这 看样子是想当老大呀 哼 一个404的老财帮子 总比你这太监活要好 瞎子北的声音 忽然自薛三心底响起 薛三老脸一红 刚急到 妈呀 还给不给人一点意思呢 抱歉 刚才忘了关了 现在关闭啊 在 薛三鼻子哼了一声 说道 哼 臭瞎子 紫瘸子 汤匙边远 正凡泡在池子里 身上明显的痛感已经消失了 但时不时的 总给人一种晕车的感觉 仿佛自己成了一个装了半杯子水的瓶子 稍微动动里头就开始光光当当的 毛巾盖在脸上 想象着自己已经归西 四娘端着果盘走着进来 带来阵阵的香气 走到汤匙边 四娘坐下来 手里拿着一颗洗过的葡萄 剥开 再伸手轻轻地掀起正凡 脸上毛巾的一角 正凡也张开嘴 将葡萄收入口中 主上 喜欢吃葡萄吗 正凡喉咙里应了一声 可惜 这葡萄大了点 这世上 最好吃的葡萄比这个还要小 还带着奶味呢 大晚上的 不要说这些少儿不易的话 讨厌 主上 龙家说的是奶香味的葡萄 跟奶香味的水果玉米差不多 哦 是我不纯洁了 主上 你很累吗 嗯 是不是 我们给您的压力太大了 没有 今天被煞气弄得像发烧了一样 不是很舒服 那奴家给您按摩一下吧 不用了 我自己再泡会儿就睡觉去了 明儿还得上课呢 今晚就不用按摩了 反正也没有挨打 没挨打 胆挨插了 行 那主上 您早点休息 奴家就先退下来 四娘缓缓起身 走出了门口 转身关门 在关门的刹那 四娘的脸上也露出了些许愁 主上虽然是个普通人 也以普通人的身份 活到了成年 但自己等人毕竟是 主上创造出来的漫画角色 能静音在恐怖题材漫画里 到死都不放手的创作者 他的心肯定是孤独的 且也是敏感的 瞎子没告诉主上实情 但自己等人因为迫切地想要再提升实力 似乎真的对主上有些压迫得过狠了 四娘咬了咬自己的上唇 她很想走进去 向主上将这些事都解释清楚 但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没有再推开门 一切的酬绪都化作了一声轻叹 四娘转身 身影隐没在了夜幕之中 其实啊 郑凡心里真的没多少矫情 因为从一开始 他对自己的定位就很准确 比如虽然这六个手下 似乎每天都争着在讨好自己 就像是学生军训结束前 校长为了过把瘾 也组织个阅兵一样 学生们集体高喊 校长好 校长在挥挥手 幕侯而惯地 喊个同学们辛苦了 其实啊 心里谁把谁当回事啊 若是郑凡真的把自己放在了主上 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早让四娘侍寝了 毕竟晚上按摩时打打擦边球 偶尔一两次这是情调 天天晚上这样 那就是折磨 至于说他们逼迫自己 郑凡是感觉到 但也没有多少反感 吃点苦受点罪 只要能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上去 郑凡认为这是值得的 一个只能站在背后 看手下冲杀 自己在旁边干站着 喊666的头 能有底气 能真的受尊敬 那才叫怪事 就跟年轻人 跟爹妈喊着要独立 要自由一个道理 当你不需要靠爹妈接近 甚至能反向接近你爹妈时 你自然就自由了 就是有一点点的惆怅 好像还是自己在客栈 刚苏醒的那几天 大家相处之间 是带着一种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情 但眼下当初的那种感觉 似乎真的在慢慢变淡了 但路是自己走的 既然选择走这条路 矫情真的是一种累赘 郑凡小声地呐喊 然后目光又看向了 漂浮在自己面前的 那块石头 每天自己泡澡时 都会把它一起带着 放进池子里 也给它披上一条毛巾 一脚将这块石头 踹到了汤池的另一头 没多久 这块石头又慢悠悠地 披着毛巾飘回来 都是你 你怎么还不出来 郑凡真的有些心累 魔丸是当初工作室 成绩最好的一部作品 是他自己本人的心血 换到这个世界的情况来说 魔丸就是自己的嫡系 但偏偏这个嫡系 不知道怎么回事 把自己封印进石头好 就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比大家闺秀还大家闺秀 要是魔丸在的话 哪怕他不舔自己 哪怕他对自己冷冰冰的 但自己在面对 瞎子良成他们这帮人 心里啊 无疑会增加很大一股底气 身上把石头拿起来 放在了面前 以前吧 常听同行说 自己的作品 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 那时自己还觉得 他们这个比喻也太矫情 就算是亲儿子 他哭闹不听话 尤其是盯着他写作业时 你也会经常有 想把他重新撕回去的想法 但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环境里和别人 家子伟的精明 薛三的跑火车 良成的冰冷 四娘的温柔 樊丽的傻憨 阿明的傲娇 他们的形象 一个一个的 在郑凡的脑海中过了一遍 到最后 其实还是觉得隔了一层 唉 儿子啊 郑凡感觉自己眼眶 都有些发色了 感慨道 爸爸想你啊 这声音依旧是带着些许压抑 哪怕是在自家宅院里 郑凡也没敢放声地 大叫喧泄情绪 摇摇头 将石头又丢入了汤匙之中 郑凡从汤匙里爬出来 拿起了附近的一条干毛巾 简单擦拭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随后就去了后面的床上休息了 等郑凡走后 汤匙内就孤零零的 只剩下了一块石头飘在那 郑凡没看见的是 他走后没多久 汤匙里的水就开始慢慢变黑了 原本温烫的池水 开始快速地冷却 甚至还凝结出了些许的冰霜 若是四娘或者薛三他们此时在房间里 肯定会惊呼 好强烈的杀气 开着窗的房间因为没有点灯 在仅有的些许月光之下 还是显得黑曲曲的 虾子北坐在桌前桌上放着不少的文件 有用的没用的一大堆 他需要整理也需要去分类 忽然间他的身体微微一颤 脸上露出了一抹肃穆之色 一股强烈的杀意 自后宅位置忽然出现 虽然把控得很好 却依旧被有着精神力探查能力的 虾子北给感应到了 不过在转瞬间 这杀意又迅速湮灭消失的一干二净 第一时间 虾子北就分辨出了那杀意的主人是谁 他不清楚 这杀意是被自己捕捉到了 还是故意泄露给自己 也不清楚 这杀意到底是对自己 还是对他的老父亲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七世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陈杰帝小龙 主播 雅区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约文集团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婚迎继续收听《魔灵》 今日的教学 今日的教学就快要开始了呀 一想到昨天凉成的指甲 忽然感到整个人都不好了 正反打了个喷嚏 眼睛有点发色 鼻子嗅了嗅 感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火疗的气息 抬头还能看见天上打着旋的灰烬 这是在烧解杆 却不说现在季节对不上 就是要烧 也不可能堆到城里来烧吧 恰好 正反看见芳草手里 拿着布匹从前面走过 在其停下来向自己行礼时 正反开口问道 外面是在烧什么东西啊 芳草愣了一下 随即醒悟过来 回答道 哦 回主子 是外面很多户人家在烧纸钱呢 行明节也不是这会儿啊 难不着要是你们这里特定的节日 这个事情 至少在东方这块区域 文化习俗和正反之前所在的世界 没什么区别 如果说一年里 多出来一个类似清明节的节日 好像也不算太奇怪 不是的 主子 是上次蒸发出去 运送资重的民俘回来了 正反嘴巴张了张 脑海中再度浮现出了 那一夜满足起兵 冲入资重营营地的画面 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但实际上 距离那场夜袭结束 已经过去好一阵子了 回来了 回来了多少 好像就两三百人呢 所以今儿早上开始 城里许多户人家都开始办丧事了 哦 行了 你去忙吧 是 主子 有事您吩咐 芳草对正反归为一符 抱着东西就离开了 正反长舒一口气 上次镇北侯府从虎头城里 蒸发了两三千民夫 结果能回来的 已就十分之一 可以想象 此时虎头城内 到底有多少家正在置僧 而且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没回来 哪怕是在现代 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 主劳力没了 剩下的女方想要撑起一个家 都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更别说是当下这个环境了 相当于是这个家的天塌了 主上 四娘的声音 从正反身后传来 吓我一跳 奴家唐度了 但奴家刚才已经喊了 主上好几声了 是主上自己心里想着事 没听到 刚刚确实在想试 主上 您是看上芳草了吗 啊 什么 正反脑回路 有些跟不上四娘的运转速度 是啊 主上 刚刚不是看着芳草就呆住了 主上 您若是想要 四娘今晚就给你安排上 让她自己喜白白 在被窝里等着主上 她不是阿明的人吗 我听说 她和阿明的关系挺好的 挺好的 杀父之仇呢 嗯 再说了 阿明不会在意这些事的 她对女人可不感兴趣 只要主上您想 芳草自己肯定也是愿意的 奴家看人可是很准的 她可是一个想往上爬的主 您给她一点机会 她指不定能当下一个 妩媚娘或者甄嬛呢 她心里啊 可能的确是对阿明有点意思 可阿明毫无感觉 估摸着 以后她成功上了主上您的床 成了主母之后 对阿明啊 会是又爱又恨 晚上一边想法子 讨好主上您的欢心 白天 再在阿明面前 以表端庄 看着阿明对自己行竹目礼 然后薛三他们 再在旁边收上一些风言风语 恰好穿入主上您耳朵里 主上因此就对阿明产生意见 专门派阿明去执行一些 危险的任务 芳草呢 就会觉得很委屈 会很痛苦 会在您面前哀怨 日渐消瘦 您却依旧是铁着心 不肯搭理她 甚至会秘密命令 瞎子北去处死芳草 然后 在瞎子北动手那天 她的精神力当必超用 发现芳草肚子里有了 似乎是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 四娘马上挥挥手 轻轻地抽了自己脊嘴巴 浅身的 你看看我 奴家嘴又碎了 主上您可莫怪 后宫剧里的戏码 不都是这么来的 想想啊 都让奴家觉得激动 郑凡忍不住对四娘 翻了个白眼 你想多了 我是刚知道 外面很多家在治丧 哦 这件事啊 是这样的主上 您和阿明他们是深夜回程的 而且是立功后 被赐予了官职 直接回来的 那些剩余的名符 好像是等着镇北军 把那个沙透部灭了之后 又负责押运战利品 等一切事情结束之后 才得以返程归来 再加上 主上你们可都是人人骑马 所以才比他们早回来了好几天 且 之前虎头城上方 其实管控了消息 虽然有一些小道消息 说这次死去的名符 我很多 但只要没有 缺席的消息传来 大家心里 还能抱着一点 侥幸跟希望 这不 剩下来的 也就是活气人的人 回来了 那没回来 是这样啊 估门只能过些阵子 虎头城 又要开始放户籍收人了 开放户籍 郑凡记得 自己以及手底下的这帮人 在虎头城里 可是有户口本的人 全都归属于老郑家的序列 是啊 主上 因为燕国体制的原因吧 地方的人口土地 尤其是北风郡 这种边境郡国 郡主直辖所掌控的人口土地 都没有那些门阀所掌控的多 这一次死了太多的名符 虎头城应该会像 上一次对待我们那样 在吸纳一批灵民进来 进行造策 否则以后的牢役征收 可就没办法保证了 可能后世的人 已经习惯了国家力量 掌握和干预一切的状态 但在这个世界 尤其是燕国这种君主 更像是门阀盟主的体制下 不得不面对着 和门阀分享着 这个国家的尴尬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 燕国明明掌握着 令其他三大国都畏惧的 大烟铁骑 同时还有着 荒漠满足一盘散沙的 良好外部环境 却依旧没办法 从北向南 发动争霸战争的关键 这些大门阀 他们的根基 以及存在的岁月 甚至比燕国皇室还要久远 且 真的若是有朝一日 燕国不存在了 他们可能还继续坚挺着 在郑凡所熟悉的 那个世界的古代里 五湖乱花时期 靖朝朝廷都已经灰溜溜的东渡了 胡人 你方唱吧 我登台 肆虐中原 但在胡人治下 依旧存在着不少大门阀 他们关起门来 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 朝廷要打胡人 他们无所谓 朝廷被胡人打跑了 他们也无所谓 相反 那些胡人想要统治好地方 还得借助这些门阀的力量 日子照样过得滋润 对于虎头城来说 这里有一项利好 那就是北风郡的土地并不肥沃 粮田并不多 所以当地门阀对人口的需求 没有内地那么大 同时 虎头城因为商贸的原因 工商业发达 所以每年都有不少流民 会向这里聚集 想要混口饭吃 没了一拨人 再收一拨人 割韭菜的模式没变 只是吃相太直接了一些 欲知后事如何 婚姻继续收听 《魔灵》第71集 欢迎收听《魔灵》 作者 纯洁的小龙 主播 雅区 后期制作 落花工作室 本作品由热文集团和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71集 喜当哑响 主上 这是啊 梁城从前门走了进来 怎么了 刚有手速来通传消息 让主上您 在正午前到衙门里集合 说是县令下的命令 有事了吗 原本 那位胖胖的招逃使 给了他十天的假 现在还剩下几天没过完呢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郑帆只能重新换了一身 严肃一点的衣服 把一些身份文书 都找出来准备好 然后在梁城的陪同下 二人骑着马来到了县衙门口 梁城自然是进步去 郑帆拿出了自己的身份文书 给两个看守勘验过了之后 被引入了衙门厅堂 进来之后 郑帆才发现 自己似乎是来得比较晚的一匹 因为厅堂里 已经占满了人 有人穿着甲州 有人和郑帆一样 穿着家常便服 也有人大富翩翩 一副附加翁的形象 但在场的这些人 身上可都是有着校尉的官身 有的是实差 有的是虚弦 一大半都是虎头城附近 屋宝内的家主 总之啊 这些校尉同僚们 郑帆是一个都不认识 尖前唯一一个还算认识 能喊出名字的 前两天也死在了城外 哦对了 王立家的僧事 家子北还以郑帆的名义 送去了电金 昭桃使大人来了 等昭桃使大人走进来后 大家才发现 哟 老县令也来了 因为昭桃使大人太胖 他走在前头 完全把老县令给遮挡住了 郑帆心里不由地想着 要是这时候又乱军杀人 自己一定要躲到 昭桃使大人的后面 这么大一块人肉护断 不用白不用啊 昭桃使大人自然不清楚 郑帆心里到底在想着什么东西 见到了站在最外围的郑帆后 还对郑帆笑了笑 随后才跨步进入了厅堂 两位大人在首席坐下 下面的校尉们全都站着 没有椅子 昭桃使大人坐下后 就开始眼观鼻一鼻观心 宛若老僧入定 超然屋外去了 老县令则先咳嗽了一声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说道 这次召集大家过来 是有好事啊 要和大家说 大人 可是朝廷今年的梁响下来了 可是朝廷今年的梁响到了 大人 去年我家物宝就没拿到多少钱梁 这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这一次可千万不能落下我呀 否则回去 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对下面人交代了 是啊大人 今天可千万不能漏掉我呀 首帝和士族们连对干的都快吃不上了 哎 不慌不慌啊 不急不急 老县令双手下压 很和蔼地继续道 这次的好事啊 大家都有份啊 都有份 大人 到底是何事啊 是这样子的 这不是前阵子打仗吗 他虎头城 被镇败侯府一刀令下 蒸发了数千名夫驻镇运送资重 但兵势凶险 不少儿郎就没在了战场上了 哎 一念至此 本关心里就堵得慌啊 这是政治正确话题 在场众人 包括坐在上尾神游天外的招逃使大人 也一起擦了擦眼角的眼使 配合县令 将这苦情细的节奏带完 哎 这家里的男人没了 一些家也就撑不下去了 咱虎头城里的善党 今儿个一天就收来了 从吃奶到七八岁将近三百多个娃娃 这些也都算是过儿了 有的是家里没人了 有的是他娘要改嫁 或者是家里实在是养不起了 丈夫又走 就把娃儿啊 是送到善堂来了 预计说等明日后天 送来的娃娃还有更多 所以啊 这次召集大家来呢 就是为了这件事 咱燕仁一直兴奉多子多福 本官呢 这次就当一回送子观音 你们说 这算不算上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本官给大家送碗 让你们是习当地 从厅堂出来 郑凡去了迁押房 找主部大人登记 既然来了 就顺便把假期结束了吧 最起码可以领一套甲州 至于其他 郑凡和其手下的魔王们 也没做什么奢望 好在他们穿越到这个世界 来到的是燕国 而不是晋国或者乾国 晋国和乾国都是文人当权 尤其是乾国 士大夫阶层对武夫的掌控和提防 几乎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因为乾国太祖皇帝 当初就是靠着欺负上一代 王朝孤儿寡母上位的 太宗皇帝这个皇太帝的上位 也是靠着军队的支持 所以生怕后来人有量学药 加大了对武人的防范和压制 也就是在燕国 也就是在燕国的北疆边境 还能依旧出现这种 冰头孤宝林立的场面 一是天高皇帝远 二是燕国朝廷 对地方的掌控力本就敌 所以郑凡才有满满种田 满满练兵的可能和机会 在千涯坊里 郑凡还看见了那位陈主布 当初就是他 和一位军中校尉 来到客栈点人头的 确切地说呀 当初这位陈主布 拿着一本册子 一路点人头 真的是点谁 谁大概率人头落地 阎王爷的生死部 可能都没他的册子好使 眼下这虎头城到处置僧 白翻黄指漫漫 可以说是这陈主布 欲必勾勒出来的 这种生杀语夺的权力 估计连燕国皇帝都会艳陷不已吧 当然了 事实上还真怪不上他 就算是要怪 他还排不到前面去 先要怪那位镇北侯府的长女 为了一场快速结束的战争 直接让明夫当诱饵 勾引沙特布骑兵来杀戮 随后就是怪这该死的劳役 老郑家除了躺在棺材里的阿明 提前跑出去的帆里 虾子 三寸钉 其余的 只要是能看上去像个正常人的 全都被拉走 这种蒸发密度 放在史书上 近乎是不可思议 但那种中央的政策 到地方上变了味 也早就是大家都习惯的事情了 最后再算算 还得怪到自己头上 要是自己得知这是一次诱饵计划后 提前告诉资众营里的其他人 说不定还能多留出来几个名夫 怪来怪去啊 最后还是回到了体质问题 陈主布并不记得正凡了 他就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 手里拿着毛笔 像是在写着什么东西 哦对了 陈主布啊 也并非是真正的主布大人 确切地说 他是真正主布大人下面的一位小吏 只不过四娘这种生意小民 见到他了 肯定喊一声主布大人 就跟老百姓 喊随便一个伪军小兵 都叫老总 一个道理 真正的主布大人姓刘 正凡不清楚 是不是北风刘氏的刘 人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 眼珠子在阴暗的牵牙房里 像是能放出绿光 宽若已知静默的老虎 而牵牙房就是他的洞穴 不过野鸡校尉也有野鸡校尉的好处 牵牙房上下居然没有一个人向正凡伸手的 这让出门时四娘给正凡准备的银子都没用处 倒不是他们清廉如水 或许在他们看来 正凡不求爷爷告奶奶的来抱着他们的大腿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要均械粮草 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也懒得在正凡身上敲出什么好处来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魔灵》第七十二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